娜娜除了当初在天罗星时 为了保护蓝轩宇和南城 诸然出手之外 就再也没有轻易动过手 就算是战神殿当初给她的压迫 她也只是在气势上予以还击 被战神殿给了深不可测的评估 这样一位 上面在研究之后决定 观察 长期地观察 无疑 从这位身上 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危险性和恶意 解冻而来 只是想要平静的生活 身上有种种奇特 却一直遵守规矩 联邦是法治的 也是崇尚自由民主 在几年前 娜娜有了公民资格之后 就没有人能够在她 未曾犯罪的情况下 对她采取强制措施 当然 也不是不能使用一些什么灰色手段 只是目前 联邦还没有这个想法 云眼不知道的是 战神殿给联邦高层的评价中 有一条写的是 高度怀疑 他已突破人类极限 突破人类极限是什么意思 突破极限 视为神奇 神级强者呀 自从窦罗星完成升级之后 人类才开始出现 真正的颠顶强者 具体数量有多少 只有联邦最高层才清楚 所以 联邦有想法 邀请他前往窦罗星 进行进一步测试 但此时 却被娜娜拒绝了 蓝轩宇一家 踏上了回城的路 娜娜也返回了学院 当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冻千秋已经在这里等他了 这几年来 冻千秋一直是他看着长大的 也一直是他在教导冻千秋修炼 他们走了 怎么 还生气呢 娜娜面带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得意弟子 冻千秋绝了绝嘴 哼了一声道 懒得跟他生气 反正他不是好人 不明白 您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还说不生气呀 不过现在 可不是生气的时候 您要好好准备 接下来的考核了 想要考上史莱克 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娜娜老师 如果我前往史莱克学院了 您还能跟着我吗 您要不要去史莱克学院做老师呀 我不去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习惯了这里的一切 就不轻易离开了 你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 也随时都可以来问我 现在通讯发达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 如果您不在我身边了 是不是他们那个召唤 也就无法把我召唤过去了 芊秋啊 你是不是喜欢上轩宇了 没有 谁会喜欢那个家伙呀 我讨厌他还来不及呢 我绝对不会喜欢他的 您可别乱想呀 我只是 我只是 没有关系的 我有办法 帮你解决这个召唤的问题 一边说着 他抬起手 手指轻轻一碾 一道荧光 顿时浮现出来 飞向冻千秋 冻千秋 抬手接过 只见那是一个椭圆形 外表有些像贝壳式的银色存在 看起来十分的奇特 在这银色存在之上 有着一道道细微的纹路 本身更是散发着柔和的光韵 光韵之中 七彩色若隐若现 极为漂亮 冻千秋一脸好奇地问道 老师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块鳞片 你收好它 在上面 有我的气息 和留存在上面的 能量波动 与我自身的空间定位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轩宇他们 再对你进行召唤的话 也同样会感觉到 他的存在 我专门 在上面固化了元素之力 他们可以 以此来定位 召唤你 固化元素之力 冻千秋有些茫然 他还从未听说过这种情况 更不知道 这是一种多么强大 而艰难的能力 你不用想的太多 只需要戴着它就行了 可以当作项链 戴在脖子上 这是老师送你的礼物 谢谢老师 那我先走了 去准备了 冻千秋甜甜地一笑 说完 她就蹦蹦跳跳地 离开了娜娜的办公室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娜娜不禁有些失笑 下意识地 抬手摸了摸自己胸前 从脖子上拽出一条 金色的细链 项链上 有一枚挂坠 那是一个 菱形的金色片状物 上面隐隐有棱角 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运 这条项链 存在于一个 她自己才能感受到的空间之中 在解冻之后不久 她在一次发呆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项链的存在 将它召唤到了自己身边 并戴在了脖子上 她总是觉得 这枚项链对自己 特别特别地重要 可是 每当触摸着它 想要去回忆 和它有关的一切时 就会头痛欲裂 心中甚至还带有几分恐惧 特别地抗拒这份回忆 所以 她就不再勉强自己 只是每次看到这条项链 让它却总有一种 特殊的感觉存在 这应该也是一块鳞片 和我给千秋的类似 只是 银色的鳞片 是属于我的 那这金色的鳞片 又会是属于谁的呢 罪恶之城 狂怒的声音 在罪恶之城的核心处响起 什么 失守了 怎么可能失守 一艘流星级攻击舰 加上五艘陨星级侦察舰 毁灭一艘客运宇宙飞船 只不过 应该是分分钟的事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 我们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最后传来的消息是 龙 那边似乎在惊呼 金色的龙 然后就没有消息传回来了 所有战舰都断了联系 应该是已经全军覆没了 我们怀疑 在那艘宇宙飞船旁边 跟随着舰队保护 放屁 一艘客运宇宙飞船 能够有战舰保护 你当我是傻子吗 给我查 立刻给我去打听 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查不出来 你就不用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 这次我们收了人家多少钱 就是为了要那个月公子的命 现在倒好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么多战舰 你知不知道要多少钱 废物 都是废物 宇宙飞船平稳的飞行 这一次 没有再遭遇到什么 不可预料的事情 数天后 平稳地降落在天罗星宇航中心 重新回家 除了思念娜娜之外 蓝轩宇的心情 可以用兴高采烈来形容 她已经完成了突破 正式成为了一名大魂师 而且 自己的金银双四蓝银草 都有了进化 她自身的血脉力量 固然限制了 她的魂力提升速度 但同样的 这血脉之力的存在 也让她的实力 远超同级别魂师 带给了她更多的东西 南城有些抱怨地说道 在家休息一天 你就要回学校了 你们学校也真是的 太苦了一点吧 也不多给点休息时间 我们的儿子 已经要展翅高飞了 高能少年班的教学 确实是非同寻常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支持她才是 不过轩宇啊 有件事 爸爸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蓝轩宇睁大着眼睛 看向蓝骁 爸爸你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第147集 蓝骁认真的说 你记住了 无论面对什么情况 都不能冲动 这次你就太冲动了 居然在从没有驾驶过 真正星际战机时 去直接驾驶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让爸爸妈妈怎么办 所以啊 你以后 一定不能莽撞 遇到事情 要三思而后行 以自身的安全 为第一重要 未来啊 你也一定 还会遇到 其他的危险 每当这个时候 你就想想 爸爸妈妈 还在等着你 平安归来呢 好吗 蓝轩宇看着 蓝骁眼中的目光 用力地点了下头 嗯 爸爸我明白了 您放心吧 我以后 一定不会那么冲动了 我也会好好学习 让自己 尽快变得强大起来 早日成为一名 能够保护 你们的真正强者 爸爸知道的 你都是为了保护我们 才那样冲出去的 哎 还有 下次不许编瞎话了 要不是事情太大 还就真被你这小家伙 蒙混过去了 蓝轩宇有些尴尬的 挠挠头 他还是年纪太小 考虑不周全 但其实 他自己并不后悔 甚至没有父母 那样的后怕 出生牛犊不怕虎 他更多的是兴奋 驾驶星际战机的兴奋 如果不是后来 亲眼看到了岳公子 那令人惊骇的 可怕个人实力 恐怕 他的兴奋感 还会更强一些 而现在 他其实对自己的选择 是有了一些怀疑的 究竟是个人力量最重要 还是成为战舰指挥官 更强大的 这个问题 他决定要找自己的两位老师 好好地问一问 这个疑问如果不搞清楚 他会觉得自己失去方向 而没有一个自己认可的方向 还怎么继续努力修炼 和学习呢 在家休息了一天 又巩固了一下自己提升的修为 兰轩宇立刻就返回了学院 这几年 他已经习惯了高强度的修炼 突然休息这么十几天 要不是因为期间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他还真的有些不习惯呢 季老师 我有些疑问 想问问您跟颖老师 能同时跟你们二位一起谈谈吗 兰轩宇中午就找上了季红斌 其他同学对于这位大魔王 躲都躲不及呢 但兰轩宇却对这位季老师 很是亲近 季红斌严厉归严厉 但在教学方面 却是事无巨细 而且知识非常丰富 全面 让兰轩宇在和他的学习中 受益匪浅 至少现在他已经开始 真正明白什么是窦凯 想要成为一名窦凯师 都需要做哪些事情 他学到了很多 关于武魂的高深知识 就连古魂术的研究方面 季老师和自己父亲的研究方向 也不一样 兰霄的研究方向 是普遍的古魂兽 而季红斌讲的 更多的是 有关于远古那些强大魂兽 尤其是那些 能够和人类融合在一起 成为人类魂环 和魂灵的强大魂兽 以及 他们在与魂师融合之后 带给魂师的种种变化 哦 什么事呢 季红斌疑惑地问道 对了 你的魂力 有没有突破的迹象 季老师 我正要跟您说呢 我已经突破到二环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魂环似乎产生了变异 一下都变成百年魂环了 啊 百年 我记得你说过啊 你自己也不太清楚 自己的魂灵是什么 关于魂灵这个问题 身为老师 季红斌怎么可能不问蓝轩宇呢 蓝轩宇只能告诉他 那是父亲给自己带回来的一个魂灵 说是植物类的 具体是什么 他也不太清楚 应该不是很强 因为他的第一个魂怀是十年的 所以季红斌也没有多问什么 普通家庭购买魂灵 本来经济方面就会捉襟见肘 可此时听蓝轩宇这么一说 季红斌对是好奇心大起 蓝轩宇心念一动 释放出自己左手的银纹蓝银草武魂 两圈黄色魂环 随之从脚下升起 季红斌原本对他是已经有些失望了的 毕竟他的魂力提升速度实在是太满了 可此时此刻 当蓝轩宇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之后 却是令这位季老师大吃一惊 两个百年魂怀还在其次 关键是他眼中这银纹蓝银草 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再是原本的柔弱 看起来晶莹剔透的银纹蓝银草 样貌大变 简直是脱胎换骨一般的变化呀 在季红斌对于武魂的认知之中 这种程度的变化 应该是只有武魂变异 才有可能产生的 这也让他对于追问蓝轩宇魂灵的情况 淡化了几分 因为 如果武魂变异的话 本身就有可能导致 魂环跟随变异 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毫无疑问 只是从外表也能看得出来 蓝轩宇这银纹蓝银草 是朝着好的方向进化的 这怎能不让季红斌 惊喜莫名呢 快 魂迹是什么 释放出来我看看 季红斌眼睛一亮 急切地说道 蓝轩宇第二魂环闪耀 一蹴火苗 升腾而起 在他的控制下 逐渐凝聚成一团小火球 呈现在季红斌面前 看到火焰 季红斌的第一反应 就是呆滞 师徒三年 他对于蓝轩宇的武魂 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这个弟子的第一魂环 分明是水元素掌控啊 这怎么又来了个火元素呢 这是什么情况 要知道 对于一般魂师来说 水火 本来就是几乎不会同时出现的 而就算是同时出现了 那就相当于 类似于双生武魂的存在了 不如真正的截然不同两种武魂 但也比单一武魂 要更强大得多 可蓝轩宇的这情况 就更加的特殊了 他本身就已经是双生武魂了 这又多了一个火元素 算什么情况 他的见识 自然要比蓝轩宇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瞬间就意识到了很多情况 好家伙 水火同源 这第二魂环 竟然是火元素掌控 这变异的也太厉害了吧 季红斌一脸的兴奋之色 围照着蓝轩宇身边转了三圈 意识前 不但原本的失望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亢奋 老师 水和火相克 他们两个在一起 会不会不好啊 蓝轩宇试探着问道 他想看看 季老师对于这方面 是怎么说的 季红斌没好气地说 哎呀 糊涂啊 谁说相克就不一定好了呀 有的时候啊 相克甚至比相生还好呢 试问啊 两种格格不入的元素 如果经过了特殊处理 一旦碰撞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而这种反应 就会化为巨大的能量 那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 而是远远大于啊 很可能是几何倍数的提升啊 我就曾经见过两位魂师 分别是相克的属性 但彼此却能够施展五回融合剂 爆发出其恐怖的攻击力啊 你自身就拥有这两种元素 这简直是得天独号的条件啊 这要是修炼好了 把控制力提升到足够强度 你就可以经常释放 自体五回融合剂了 那会是多么强大的镜像啊 季红兵越说越兴奋 整个人都变得亢奋起来 甚至都有些手舞阻挡了 这种情况 蓝轩宇还是第一次见到 而听他这么一说 和娜娜老师说的 也算是殊途同归 而且娜娜可是亲自给他表演过 冰火两种元素在一起 会产生怎样的爆发力 第148集 好 真的很好 我果然没看错你 你这小子 你总算是给我一些惊喜了 这段时间啊 你就先不要到银天凡那儿去了 我呀 给你突击提升一下 你对火元素的掌控 然后让你尽快地 掌握着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 相生相克的关系 干嘛呢 这才刚回来就抢人 你要不要脸了老季 仲子这时 阴阳怪气的话语声传来 蓝轩宇不用看都知道 是谁来了 赶忙转身行礼 银老师 银天凡一脸愤慨地大步走过来 也不理会蓝轩宇 直接来到季红兵面前 他那大肚子都快要顶到季红兵身上了 你什么情况 轩宇才刚回来 你就抢人 有你这样的吗 咱们是怎么说好的 笨蛋 你看不见吗 轩宇的第二魂技是火元素掌控啊 这水火同源意味着什么你看不懂啊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这个机会多么的难得呀 银天凡其实刚刚从远处就已经看到了 他也自然明白 季红兵为什么会这么兴奋 可是 想要让蓝轩宇学的方向和季红兵不一样啊 自然不会轻易让步 临阵魔枪也来不及了 他才二十级 怎么和一群三十级的竞争啊 还有几天就要进行初步测试了 然后就是天罗星全星球的选拔 这么短的时间里 你能教他什么呀 那临阵魔枪不快也光呢 能学一点试一点 而且在选拔的过程中 他也会不断的应用 总要给他修炼的方向啊 这才能在实战中更好地提升自己啊 这你不明白 两个人跟斗牛似的 彼此瞪视着对方 蓝轩宇乖乖地站在一旁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二位的争吵 太常见了 在这个时候 劝架那就是找骂 等这二位互相喷得差不多了 自然就会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术 然后相互妥协 他只要在一旁等着就好了 银天凡冷笑一声 你这些都是异响 但轩宇跟我学的东西 已经能够学艺之用了 我可以完全肯定 他现在就有考上星际指挥系的能力 你能保证他能考上斗凯西吗 胡说 你怎么保证 给你看点东西 一边说着 银天凡抬起左手 把自己的浑岛通讯器漏了出来 在上面暗动几下 顿时 一道光束投射在空中 裸眼3D技术 这方面的技术应用 在联邦已经非常普遍了 漆黑的太空之中 一架星际战机突然冲入 而远处 是对峙的大量机甲 正是蓝轩宇在太空中 第一次驾驶星际战机参战的景象 星际战机不断地改变姿态 精妙无比地闪避对方攻击 并且迅速地击毁两台机甲 画面一直到击毁第二台机甲结束 并没有后面蓝轩宇 被星际捕杀网抓住的景象 季鸿冰看着这画面中的一切 也不禁吃惊起来 扭头看下蓝轩宇 那是你 银天凡给他看这个 显然不是无地放食 和蓝轩宇没关系那才怪了 蓝轩宇点了下头 没等他开口 银天凡已经抢着说 我刚刚接到了 来自于天斗星方面的表扬信 以及这个画面 轩宇前往天斗星乘坐的宇宙飞船 遇到了星际海盗 这小子倒是大胆的很 自己驾驶宇宙飞船 内部配备的唯一一架 星际战机参战 并且击毁了两台机甲 还能活着回来 刚刚他的操作 你也看到了 这水平去烤鸡 都没什么问题了 凭借着这份实战经验 再加上他本身的操作能力 你说 星际指挥系烤得烤不上的吧 季红斌有些沉默了 银天凡此时 虽然嚣张得不行 可人家手里有证明啊 虽然季红斌自身 并不擅长于星际战机驾驶 可刚刚画面中 蓝轩宇驾驶的星际战机 进退有度 精妙地闪避敌人攻击 并且在高速驾驶中 展现出高难度操作的画面 还是令他为之震撼 再不懂 他也能看得出 在绝对高速状态下 改变方向 是多难的操作 而蓝轩宇做的 却是如此精准 这和银天凡的教导 是分不开的 银天凡在星际战机 驾驶方面的成就 季红斌很清楚 而此时 这一切都显示着 蓝轩宇确实是有资格 考上那个地方的 星际指挥系的 可是 季红斌不甘心呢 原本呢 他都已经有些失去希望了 也没有打算再跟银天凡争论 毕竟 蓝轩宇的魂力 实在是差得太多了 但精神力却足够强 星际指挥系 显然是更适合他的 可现在不一样了呀 他这第二魂环一出现 还是火元素掌控 冰火两种元素 再加上强大的精神力 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完全可以凭借精妙的 两种元素操控 来解决修为不足的问题 要知道 蓝轩宇现在的精神力 已经逼近零海境 一旦突破零海境 那可就是全联邦级别的 顶级天才 而多种元素掌控 无疑是最适合他 这种精神力强大的 哎呀 怎么才能说服银天凡 给我更多的一些时间呢 这死胖子可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呀 正在这时 蓝轩宇突然开口了 银老师 季老师 我想问你们二位一个问题 可以吗 银天凡眼看契红斌 被自己说得哑口无言 正是洋洋得意 心情大好的时候 闻言说 问吧 在当今联邦 个人实力 究竟能否和战舰抗衡啊 也就是说 双甲流的顶级强者更强大 还是联邦战舰更强大呢 当然是战舰更强大了 你这几年学过了数据分析 母舰的攻击力 有多么恐怖 你不知道吗 那是能够毁灭星球的力量啊 那人类力量的极致 有没有可能 也可以毁灭星球呢 不可能 人类的力量再强 也是有限的 哼 坐井观天孤陋寡闻 无知者无畏 你不知道的事啊 还是少下端言 从理论上来说啊 人类个体实力的巅峰是什么 现在根本就没人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最巅峰的人类强者 就算不能和母舰抗衡 却也有无数种办法毁掉母舰 胡说 怎么可能 木舰是什么 那是真正毁灭天地 整个联邦最强大的武器啊 斗开师或者机甲师 能够毁掉母舰 你在痴人说梦吗 那我就给你讲讲 你说的没错 如果单从能量强度来看 人类的个体力量几乎不可能和母舰抗衡 因为母舰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其中蕴含的能量 无论是弓还是防 都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但是很多时候啊 是不能仅仅用数值来衡量的 个人的力量的确是很难 跟母舰整体能量相比 这一点毋庸置疑 哪怕是最巅峰的神级强者 六字斗凯师 那也是一样的 但是啊 那指的是母舰整体的能量 可母舰的体积又有多大呢 在如此巨大的体积之下 它会一点漏洞没有吗 它的防护能量 能够随时随地的开启到最大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神级强者 或者是六字斗凯师的瞬间加速 绝对会比母舰更快 母舰在完全加速之前 那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在这种情况下 神级强者是不是有机会 渗透进母舰的内部 而且一旦他们进入内部 谁能抵挡 除非有同等层次的人存在 每一艘母舰都配有神级强者 为什么 为的就是确保母舰内部 不被渗透啊 这一点你承不承认 银天凡有些沉默了 纪红斌说的没错 联邦各大舰队之中 每一艘母舰内都有一位神级强者作阵 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刻 预防有强大的敌人渗透其中 当然 这种情况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过 主要是预防叛乱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神级强者作阵在母舰内部 甚至是有监军的作用 有着绝对超然的地位 纪红斌继续说 个人的战斗力固然没法和战舰相比 尤其是在星际作战之中 但是一个人个体的体积才多大呀 很多舰队不能做的事 人类个体却能完成 人类的潜能近乎无限啊 自从我们母星进化 人类的魂力从原本的99级为极限 提升到现在的120级为极限 斗凯也从原本最高的四字斗凯 提升到了现在的六字斗凯 这都为我们人类开启了新的大门啊 我完全可以说 事实上 在整个人类的世界当中 最强大的依旧是斗凯师这个群体 如果一支联邦舰队 面对一群神级斗凯师 我绝对赌斗凯师会赢 联邦舰队很有可能毁掉他们的家园 但是最终 他们一定能够毁掉整个舰队 你也在那儿学习过 你也应该知道 巅峰的斗凯师有多么可怕 没见过不等于不存在 所以不要说一些无知的话 就跟你见过似的 你口口声声说的六字斗凯师 你见过六字斗凯师 还是见过一百一十几以上的大能 这话你有本事到史莱克去说 你看看你会不会被打脸 反正我不管 我这边已经保险轩宇 能够进入星际指挥系了 为什么要跟你冒险学习权 我要在这几天 加强他的实际操作 让他真正驾驶 真正的星际战机 从而把之前所学融会贯通 季洪斌眉头紧促 银天凡说的没错 以蓝轩宇在之前实际中的表现 想要考入史莱克学的星际指挥系 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而斗凯系却是万分艰难 银老师 既然我已经肯定能够考上星际指挥系了 那我想和季老师学学元素操控 两个人谁也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时候 蓝轩宇突然开口了 季洪斌眼睛一亮 银天凡则是一脸的错愕 因为在之前的学习中 因为自身魂力提升缓慢的原因 蓝轩宇实际上更倾向于星际战机驾驶的学习 好好好 果然是个有远见的孩子 胖子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季洪斌大笑三声 一把就将蓝轩宇拉到了自己身边 银天凡怒道 轩宇 你小子是吃错药了吧 你知道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考试吗 嗯 史莱克学院选拔赛 对不对 你倒是真知道啊 这是谁走路的风声 史莱克文明规定 在通过初步选拔之前 是不能告诉你们的 您刚才这样子 不就是已经想要告诉我了吗 我听别人说的 银老师 您别生气 既然您也说了 我肯定能够考上星际指挥系 那就让我也试试窦凯系吧 我对窦凯师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行吗 不行 你知不知道 如果能考上史莱克的星际指挥系 你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呢 一点都不能马虎大意 你将要面对的是整个联邦的天才 别以为自己有多出色 在全联邦范围内 你这点能力就不算什么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少在这儿被言耸听了啊 这样吧 时间多给我一些 我也每天让他跟你去驾驶 两个小时的星际战机 就这么定了 他可不只是你的期望啊 同样也是我的呀 老爷 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啊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机会 银天凡看向纪红斌 纪红斌分毫不让地盯视着他 想想之前自己看到的蓝轩宇 实战中的表现 银天凡狠狠地哼了一声 哼 算你狠 跟他学完了 赶快去找我 说完 气冲冲地走了 纪红斌目送着他离去 很满意地拍了拍蓝轩宇的肩膀 看来你对窦凯师的兴趣增加了呀 这次假期算是没有白放 对了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纪老师 我也想成为一个人 就能击溃一艘战舰的强者 纪红斌有些失效 心中却有些不以为然 个人的力量击溃战舰 哪有那么简单啊 战舰的防护罩强度有多强大呢 孩子你是不知道啊 不过 在这个时候 他自然不会打击蓝轩宇的积极性 只是点了点头 说道 那你就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行啊 走吧 咱们开始 而接下来的几天 蓝轩宇完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冥想时间 或是精疲力竭耗尽魂力之后 才可以冥想恢复 纪红斌真的是下了狠心 给他准备了大量的珍稀食材 除了练习之外 就是吃和冥想 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空余 以至于蓝轩宇自己累得都已经开始有些茫然了 而银天凡也如他所言 开始让蓝轩宇驾驶真正的星际战机 开始尝试在太空中的飞行 对他之间所学融会贯通 银天凡其实最满意的是蓝轩宇的勇气 第一次上战场 就能把自己平时训练中的动作做出来 并且真的击溃敌人 这是银天凡最兴奋的事情 这意味着蓝轩宇并不怯场 在真正的战争面前不会怯懦 这是一名星际战机驾驶员最重要的素质 如果没有这份勇气 那么平时练习得再好 真正战斗开始之后 也只会畏首畏尾 连三成能力都发挥不出来 银天凡灌输给蓝轩宇的理念 是勇气与智慧并重 只有勇气是不够的 还要精确地计算出 自己星际战机的所有数据 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 这才是一名优秀飞行员所能做到的 好了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休息了 大约可以休息八个小时 你可以不用去冥想 好好地睡一觉 恢复精力 让紧绷的精神放松 季红冰看着眼神已经恍惚的蓝轩宇说道 蓝轩宇的眼神都已经快要没有焦距了 季老师 选拔在什么时候开始啊 在哪里啊 九个小时之后开始 初步选拔就在咱们学校 只有你们高能少年班的人能参加 初步的选拔很简单 不用担心 初步选拔主要是确认资格 然后开始下一步的海选 海选是三天之后 所以初步选拔结束之后 我们再继续 哦 五十几 蓝轩宇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宿舍 一头栽倒在床上 呼呼大睡 这一觉睡得实在是太香甜了 第二天一大早 还是钱磊把他叫醒的 走了 初步选拔呢今天 也不知道今天要测试什么 蓝轩宇用凉水洗了把脸 总算是清醒了许多 但却依旧有些茫然 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 老师给他的训练强度 恐怕要比普通高能少年班学院 大上一倍都不止 其实 蓝轩宇自己都不太清楚 为什么季老师和尹老师 都这么看好他 尤其是季老师 高能少年班 几乎每个人的魂力 都比我更强啊 我占优势的 也就只有双生五魂吧 不过 这会儿他也没什么精力 去思考这些 就跟着刘峰和钱磊 来到了大训练场 高能少年班 二十一名学员 一字排开 站在最前面的 自然是班长吕千寻 吕千寻在班里 也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已经十三岁了 身高超过了一米七 已经有了几分 成年人的模样 双目炯炯有神 蓝轩宇站在最后一个 没办法 谁让他魂力最差呢 这个牌位 是按照魂力强弱进行的 以促进学员们 平时的修炼 慕崇天站在前面 继红斌 银天凡 以及一众高能少年班的 老师们都在 和学生们大多有些 茫然的样子相比 老师们 却都显得很兴奋 他们都清楚 接下来的选拔 意味着什么 天罗学院 高能少年班的建立 本来就是为了 那个目标的呀 今天虽然只是初步测试 但也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正在这时 大训练场的入口处 两个人并肩而入 左侧那人 身材高大 一头银发 相貌堂堂 正是天罗学院院长 张泽凯 这位院长平时很少露面 但在天罗星地位 却非常之高 在正坛都有一席之地 而他陪同着的那位 却是一名青年 见眉兴目 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身材修长而挺拔 脸上挂着和煦的微笑 中尉老师在银天凡的带领下 走上前去 院长 银天凡面无表情地淡淡说道 张泽凯也习惯了他这样子 微笑道 各位辛苦了 今日出测 预祝我们高能少年般的孩子们 能取得好成绩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来自那边的陈毅磊 内院弟子 听到内院弟子这几个字 纪红斌的瞳孔猛然收缩了一下 眼底深处 闪过一抹艳险之色 陈毅磊微微汗手道 各位老师好 这位是银天凡学长 纪红斌学长吧 两位学长好 对于其他老师 他只是微微汗手之意 但对银天凡和纪红斌 却是躬身三十度行礼 银天凡一闪身 必然开来 却没有承受他这一礼 我是被开除的 没有正式毕业 当不得你这学长二字 学弟客气了 张院长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请 张泽凯很客气地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内院弟子这几个字 显然对在场众多天罗学院的老师们 都有非常强的震撼效果 众位老师 犹如众星捧月一般 陪着陈一磊 来到高能少年班学员们面前 张泽凯说 高能少年班 是我们学院的一次尝试 也算是实验班 这次选拔 也是检验他们学习成果的机会 如果效果可以的话 我们学院 也会继续推广下去 预祝这些孩子们 都能取得好成绩 那我就开始了 请 陈一磊上前几步 来到21名高能少年班学员面前 微笑道 你们好 我是陈一磊 今天的初步测试很简单 主要是检测你们的古灵 魂力修为和精神力修为 稍后请你们一个个出力 先后进行检测 根据要求 12岁以下 初测试20级以上的魂力 30级以上魂尊 可以将年龄 通融到13岁 下面正式开始 从左到右吧 吕千寻就是左手边第一位 文言大不上前 平时 他在高能少年班之中 算是老成的 但此时 却明显有些激动 来到陈一磊面前站定 恭敬地说 你好 我是吕千寻 嗯 放松就好 陈一磊微微一笑 一抖手 一枚金属球飞起 悬浮在了吕千寻头顶上方 随之 一层光运 从他头顶处 开始向下滑落 迅速照耀全身 一直到脚步 金属球回归 在陈一磊的魂导通信器上 贴合了一下 陈一磊念叨 古灵13岁 魂力33级 精神力241 出册通过 听到出册通过这几个字 吕千寻难掩激动之色 赶忙说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后面海选加油 下一位 测试比想象中 还要简单得多 就是上前 被那金属球扫一下 然后列出数据 给出是否通过的答案 旁边自然有天罗学院的老师们负责记录 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能够站在这里 学院内部 早就进行过多次测试 自然是要确保他们的修为 能够通过考核的 前面一个个测试都非常顺利 包括刘峰和钱磊在内 都很轻松地满足了各项条件 除了吕千寻之外 其他人基本上都在12岁这个门槛左右 他们有些呢 是已经过了12岁 但只要没到13岁 也算通过 还有一些是接近12岁 在12岁以下 最后一个 终于轮到了蓝轩宇 昨天晚上睡得实在是太好了 之前太过疲惫 不睡还好 这一睡 反而将睡意勾引了出来 以至于前面的人在测试的时候 蓝轩宇就迷迷糊糊地 半闭着眼在那里打盹 此时终于轮到他了 赶忙快步走上前 来到陈一磊面前 陈一磊看着他有些茫然 甚至睡眼惺忪的样子 不禁有些好奇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出测的学员会是这样 其他人 哪一个不是打起精神啊 而眼前这孩子 也没行礼 也没说自己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蓝轩宇愣了一下 然后才反应过来 你好 我叫蓝轩宇 打起精神来 不然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精神力评测 是 蓝轩宇赶忙运转魂力 让自己集中精神 金属球 飘浮到蓝轩宇头顶上方 光运下落 笼罩身体 然后回归 数据出现 一看到数据 陈一磊就不禁有些惊讶起来 古灵十岁 你还不到十一岁吗 陈一磊惊讶地问道 在他的印象中 先前天罗学院给的数据里面 所有孩子至少都是十一岁以上 还有一些十二岁多的 蓝轩宇吉林林打了个寒战 先前他并没有注意到测评古灵的那些话 此时一测试 真实年龄就顿时暴露了 我 我还有几天 应该就十一岁了吧 可是 在你的报名表上 写的是你马上十二岁了 怎么会差了一岁 可能是当初我刚上学的时候 爸爸妈妈给我报错了 三十科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151集 这个变化 令后面天罗学院的老师们 不禁都有些惊讶 蓝轩宇的身材 在高能少年班中 算是中等偏上 看上去也是正常 这古灵测试 怎么会小了一岁呢 一听他小一岁 季洪斌的表情最是精彩 他原本还担心 蓝轩宇如果已经超过十二岁 魂力又才刚刚二十几 会在今后的考核中有问题 可是如果十一岁不到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呀 他是过来人 这些自然都很清楚 差一岁的话 综合评定给出的评分会好很多 只是这孩子怎么会虚报了一岁 陈一磊并没有深究 他的任务只是测评这些孩子们 有没有资格参加后面的海选 年纪小会吃点亏 魂力二十几 怎么不是二十一几 你有第二个魂还了 有的 精神力四百九十九 这个精神力层次 可是有点了不得呀 这孩子还不到十一岁 精神力已经接近领海境了 难道是精神系魂师 释放你的五魂 确认你是否已经有第二魂还 好的 蓝轩宇赶忙释放出自己左手的 阴文蓝银草 两个黄色魂还也随之升起 陈一磊点了点头 好 出册通过 蓝轩宇算是有惊无险地 通过了自己的出册 但站在后面的高能少年班同学们 看着他的眼神 可就有点变化了 先不说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终于到了两环的 更重要的是 他那原本是十年的魂还 竟然已经进化到了百年程度 这可就相当不一般了呀 尤其是吕千寻 看着蓝轩宇的眼神 顿时警惕起来 最近这两年 伴随着魂力修为差距越来越大 他已经不太将蓝轩宇 看作是竞争对手了 却没想到 蓝轩宇的魂力修为 竟然一下子变强了 五魂似乎也有了变化 魂环也增强 还有 他那精神力 已经四百九十九了吗 也就是说 再前进一步 就可以进入灵海境 灵海境的精神力 那已经是精神力的一个崭新层次 精神力在现代魂岛科技 以及窦凯师之中的作用 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这样的蓝轩宇 不得不让吕千寻 有些紧张起来 考核结束 陈一磊在张泽凯院长的 亲自陪同下 离开了 纪红斌第一时间 把蓝轩宇 叫到自己面前 你的年龄是怎么回事 纪红斌严肃地问道 迎天凡也站在他身边 一脸的震惊 他对蓝轩宇的教学 绝对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以至于 当初纪红斌都认为 他是在拔苗助长了 可那还是建立在 蓝轩宇比实际年龄 大了一岁的情况下呀 史莱克学院 拥有着最先进的 混岛科技 古灵测试 绝对不会错的 也就是说 蓝轩宇真的还没到 十一岁呀 不到十一岁 就实际操控星际战机 击毁了两台机甲 就算那海盗机甲 实力不强 可这 也太令人吃惊了 蓝轩宇有些尴尬地拿拿头 好像当初爸爸妈妈 就是这么给我报名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呢 他也确实是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啊 纪红斌眉头微醋 说道 这样的话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就是今年 你可以不用参加测试了 等明年再来 多一年时间 把握性肯定会更大 或者呀 就今年试一试 我建议你还是试一试 这样就算没考过 明年咱还有机会 而且今年还增加了经验 蓝轩宇突然小了一岁 这对银天凡来说 意义还没那么大 但对于纪红斌来说 却可以算得上 是一个惊喜了 蓝轩宇说 那我就还是参加吧 好 那走吧 继续训练 纪红斌点点头 说着 看到不看旁边的银天凡 拉着蓝轩宇就走 而这次 银天凡 也没有任何阻拦的意思 小一岁呀 这机会 大大的有 有容错率的情况下 他一点也不着急了 要是蓝轩宇 再跟他学习一年的话 还指不定 能变得多强呢 对于蓝轩宇而言 接下来 继续水深火热 三天转瞬极致 接下来 将要迎接天罗学院 高能少年班的 将是在整个 天罗星范围的海选 纪红斌站在讲台后 目光沉静地 看着面前的学生们 首先啊 作为老师 我要恭喜你们通过了出册 你们之中的有些同学啊 已经大概猜测到了 这次的测试和考核要做什么 没错 之所以要建立高能少年班 可以说 就是针对于这个考核而来的 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 在你们来到学校之后啊 学院后面 并没有再招收高能少年班 这是因为啊 高能少年班 需要消耗的资源 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不能取得成绩 那么学校也根本承担不起 你们作为实验班 在接下来的考核之中 无论是对于学院 还是对于你们个人来说 都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 我接下来的话 你们都要牢记住 在没有通过出册之前啊 我甚至不能告诉你们 这次考核的目的是什么 从进入高能少年班到现在 已经接近四年的时间了 眼看着你们从初出 茅庐的孩童 成长为少年 你们的努力 老师都看在眼中 而你们的目标 也无不是成为一代人节 成为同龄人中 真正的佼佼者 没错 咱们天罗学院 已经是天罗星 首屈一指的浑石学院 在这里 你们能够学到很多 但是 就算是你们 未来从这里顺利的毕业 你们也只是 天罗星的佼佼者 而不是整个联邦的 更别说是成为 真正顶尖的存在 如果只是为此 高能少年班大可不办 你们在原来的学习轨迹中 也能够同样成长 但是之所以办 这个高能少年班 正是为了让你们 有真正的机会 去触摸那顶端的象牙塔 有那样一个名字 你们肯定都曾听说过 那也是威震联邦三万年 足足有三万年悠久历史的存在 那是每一个 魂师向往的地方 这个名字 叫做史莱克 史莱克三个字一出 尽管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对于这位大魔王 十分惧怕 也不禁瞬间一片哗然 除了已经隐约猜到 此次考核目的的少数人之外 绝大多数人 并不清楚考核的目的 可是 史莱克学院 又有谁不知道的呢 三万年前 史莱克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 甚至只有七名学员 在那个时代 史莱克学院就打出了 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的校训 以培养最精英人才为己任 而那七名学员 就是传说了三万年之久的 第一代史莱克七怪 据传说 那一代的史莱克七怪 全部成神 全部修炼到了神级层次 尤其是其中的海神唐三 更是一手创办唐门 有了几乎和史莱克学院 同样传承了三万年之久的 最强宗门 这个名字 可谓家喻户晓 更是所有魂师心目中的圣殿 是真正可以和联邦政府 并驾齐驱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还要凌驾于 联邦政府之上的存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52集 骤然听到这个名字 所有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全都震撼了 哪怕是已经猜到了的 吕千寻 蓝轩宇 也无不由种 热血沸腾的感觉 实在是因为 这个名字的震撼力 太强太强 有关于史莱克的传说太多了 其中 有关于神级层次的强者 就有过不知道多少次的传说出现 没错 你们的吃惊是正常的 这次你们要参加的考核 就是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也只有史莱克学院 才能让出测的要求 就是十二岁达到二十级 十三岁达到三十级 如此苛刻的条件 这将会是你们 距离这座全联邦毫无疑问的第一学院 也是全联邦所有回事 心目中最神圣之地 距离最近的一次 错过了这次机会 你们很多人都要超领 将再也没有机会进入了 在纪红冰肯定的话语中 高能少年班二十一名学员们 更加震撼了 他们简直难以想象 原来 高能少年班的成立 竟然是为了考取史莱克学院 而此时此刻 他们现在即将要面对的 就是这份考核 平日里对于艰苦的训练 每个人都可以说是 怨声载道 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却巴不得 之前的自己能够更努力一些 好在考取史莱克学院的过程中 能够更进一步 纪红冰抬手压了压 让众人安静下来 史莱克会比你们想象中更难考上 每年史莱克学院都只招生一次 而这一次 却是向全联邦范围内进行招生 也就是说 全联邦任何一个星球 任何一座城市 任何一个学院 任何一名学员 都有报名的资格 都有考上的可能 可是 你们知道全联邦每年 有多少适龄者吗 我告诉你们 至少百万以上 我指的是年龄啊 并且是浑师 而且符合出测要求的 很可能也会超过十万人 而史莱克学院 每年的招生数量是多少呢 三十人 和你们进入高能少年班是一样 只有三十人 这就很好算了 十万分之三十 万分之三的概率啊 只有万分之三的概率 才能考上史莱克学院 众多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所以啊 接下来你们要参与的海选 将是和十万人一起竞争 当然了 我们天罗星本身也没那么多人 但是天罗星符合考核条件的 几千人肯定还是有的 从几千人之中 名列前茅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们需要做的 是进入天罗星海选考核的前一百名 才有资格继续后面的考核 而之后的考核 更是会直接在斗罗星 也就是联邦总部的所在地 更是我们人类的母星进行 因为啊 史莱克学院也在那里 或许啊 你们就会想问了 学院耗费这么大力气 将你们培养出来 又要送给史莱克学院 这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 是什么目的 第一点 经过史莱克学院的考核 将会对你们是最好的锻炼 哪怕是失败了 对你们也有极好的提升 你们未来会是咱们 天罗学院最优秀的人才 第二点 如果你们之中 真有人考进了史莱克学院 成为史莱克学院的正式学员 那么咱们天罗学院 也将会得到 来自于史莱克的奖励 每考出一名学员 天罗学院就将得到一个 教师进修资格 进修一年 这对我们这样的学院来说 有着巨大的好处和帮助 所以无论是对于学院 还是对于你们 还是你们自己对自己 都要提出一个 无比苛刻的要求 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释放出自己最灿烂的光芒 尽一切可能 去获得好的名次 这一次的拼搏 如果成功了 你们就有踏上人生巅峰的机会 就有一条通天之路 若是失败了 也不后悔 那将是你们值得 回味一生的美好经历 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所有学员 几乎都是大喊着 吼出声来 蓝轩宇身边的刘峰和钱磊 都激动地 身体在轻微地颤抖着 他们何曾想到过 有一天 自己竟然有参与 史莱克学院录取考核的资格呀 而现在 这个机会就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怎能不激动 怎能不兴奋呢 蓝轩宇却要平静得多 一个是 他早就猜到了 另一个则是因为 当季洪斌真的说出 要他们去考取史莱克的时候 他脑海中首先出现的 却是那一道亮影 有着深蓝色长发的亮影 他也要考取史莱克呢 他似乎比我们全班之中 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吧 想要考上史莱克 看来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季老师 那考核的方式是什么 海选考核的方式 目前还不清楚 因为每一年 史莱克考核的方式都不一样 但是唯一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浙江会是综合考核 史莱克学院要求的 必须是三人一组参考 这也是为什么 你们在加入高能少年班之后 就是三个人一组的 那也就是说 三人一组 考上的话 就是三个人一起考上 考不上的话 也就是一起淘汰 嗯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听他这么一说 众多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尤其是各个小组之中 实力最强的人 全都皱起了眉头 像吕千询这一组 他的实力明显要比叶灵彤 和常见义更强 三人一组的话 也就意味着 另外两个人 有可能拉他的后腿 季红冰眼含深意的说 所谓的综合考核啊 不只包括你们的速度 力量 魂力 战动经验这些 也包括你们的智慧 心性 团队协作能力 甚至是一些千奇百怪的能力 千万不要妄图去揣测 史莱克学院的考核目的 因为这史莱克学院 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很有可能啊 你在某一方面的优秀表现 瞬间得到认可之后 剩余的考核 都不用再继续进行 也不是不可能 唯一可以指点你们的是啊 力身要证 这就是根本所在 季红冰这番话 可以说是为了给众人鼓劲 但实际上呢 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 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会考什么 韩选开始 模拟舱 当蓝轩宇和其他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一同进入模拟舱时 惊讶地发现 季红冰 慕重天 竟然也进来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 在模拟舱内 看到老师们的身影 跟我们来 季红冰向学生们点了点头 该叮嘱的都已经叮嘱过了 之后如何 就要看个人的造化 在两名老师的带领下 众人被带到了他们熟悉的训练场内 这是他们平时 练习实战最多的地方 季红冰带着他们 一直走到最左侧的一个柜台 来到这里 他们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训练场最边缘 多了一个柜台 柜台的颜色 比其他柜台 略微浅了一些 后面坐着一名 相貌秀丽的女子 这女子看上去 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端庄秀丽 眉眼之间 始终带着温和的微笑 看到众人过来 她主动站起身 微笑道 你们好 我是011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第153集 季红冰想的点了点头 你好 麻烦你了 011笑容和煦地 看向她身后的 二十一名高能少年班学员 微笑道 应该的 各位请跟我来 她的笑容非常好看 会给人一种 如沐春风般的感受 束手一挥 一片柔和的光芒洒落 下一瞬 除了季红冰和沐重天之外 所有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已经瞬间消失无踪 沐重天有些感叹地说道 真是羡慕这些孩子们啊 我年轻的时候 就没有这等机会 你作为高能少年班的班主任 如果他们有入选的话 你也会获得 进入史莱克进修的机会 怎么 对你的学生 没信心啊 在史莱克学院面前 谁敢说自己有信心啊 季老 你是最了解史莱克的人 不知道 您觉得咱们这些孩子 有没有机会考得上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啊 史莱克每年的口号方式 都会改变 不得不说 有时候运气 也会占据一部分的成功率呢 那您最看好哪一组呢 蓝轩宇那一组吧 蓝轩宇那组 论修伪 应该是吕千寻 他们最好的机会吧 吕千寻自己早就过了三十级 长剑义也过了三十级 叶灵童也有二十八级 三人的综合实力 全班最强 难道不是他们最有机会吗 说出这种话 是因为你对史莱克学院不了解啊 史莱克的校训是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啊 吕千寻他们在同龄人中 实力确实还算可以 但是我问你啊 在全联邦 他们这等修为 还有没有 多不多 就算不是太多 但是也绝对不会太少 他们的武魂不弱 但是就是显得有些普通了 除非啊 是能够在自身的领域中 有着独特的地步 或者就是凭借绝对强势的实力 碾压其他对手 否则呀 我并不是十分看好 可兰轩宇这一组 平均实力有点弱啊 他自己确实是双生武魂 而且非常独特 但毕竟修为较低 他的那个武魂融合剂 毕竟也很大 不能一直使用 钱磊和刘峰 如果没有他的辅助 实力堪忧 所以他们这一组 有的时候看起来还行 但仔细去看 却又是破绽百出 可是他们足够怪啊 刘峰的速度 已经超出常理的快了 你对他的数据 应该很清楚 快到不可控的地步 可是 如果他这种极致的快 变得可控呢 我们交不出来 不代表史莱克学院 也交不出来啊 而且他们三人之中啊 最怪的不是刘峰 甚至也不是蓝轩宇 而是那个钱磊 这小子召唤金钱武魂 我是平生谨见啊 哪怕是当初 在史莱克学院学习的时候 我也没见到 有任何资料典籍上 记载过 这很可能是一种 全新的武魂啊 虽然是有点不靠谱 但是 他却能在靠谱的时候 使钱磊变成 全班最强的一个点 但是他这怪异的武魂 就很值得研究了 所以啊 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地 通过前面的考核 后面的机会 也就会大一些 哦 原来是这样 那看来 如果我们后面继续办 高能少年班的话 寻找新人 还要从怪这个方面去考虑 先看看 这次能不能有人考得上吧 如果一个都考不上 学院 恐怕也不会再耗这么大资源 浪费下去了 不是三个吗 您不是说 要考上就是一组人吗 那是前期 我那么说呀 是为了增强他们团队的意识 别因为抛弃队友 立身不正而被淘汰了 个人自身的特点和能力 学院才是最看重的 至于是否整个团队能考上 还是要看他们的个人能力啊 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史莱克学院的出测标准 还是沿用三万年前 随着时代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现在人的身体素质和天赋 都比三万年前好太多了 所以啊 当年的标准 其实也不算太高了 可是 这只是遵循传统而已 史莱克学院啊 每年就收三十名学员 要考上谈何容易啊 绝不是用简单的魂力 年龄就能评估的 考核方式千奇百怪 但是归根结底啊 就是四个字 综合素质 光芒一闪 蓝轩宇和同学们 就已经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那名叫零一一的少女 站在他们最前方 微微一笑道 各位同学 我是你们在这次海选的引路人 稍后我会给你们讲解一些注意事项 接下来如何 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啦 蓝轩宇一边听着她的话 一边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这似乎是一片山谷 山谷周围 寸草不生 他们此时所在的地方 是半山腰一个平台 放眼望去 下方是怪事灵循 零一一说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生存 以小组为单位 每三个人一组 在这山谷之中 生活着一些魂兽 他们会有较强的攻击性 生存的时间越长 在海选中 所获得的分数就会越高 如果能猎杀魂兽 不同的魂兽 也会有不同的加分 如果被魂兽杀死 就将结束你们此次的海选 计算最终得分 生存 这似乎和以前 他们在高能少年班的考核 很是类似 这种情形的训练 平时他们都曾经参与过 所以 当一众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听了零一一的话之后 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看他们都点头表示明白之后 零一一眼含深意地微微一笑 那就开始了 祝你们好运 一边说着 零一一双手向身体两侧 轻轻挥动 隐约之间 似乎有一层能量 从他身上释放而出 下一瞬 他已经化为一道光芒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钱磊和刘峰 分别站在蓝轩宇两侧 几年来 他们的配合早已十分默契 形成了以蓝轩宇 为核心的战斗方式 零一一一走 钱磊突然皱了皱眉 我怎么感觉 有点不对呢 还有 我们二十多个人 现在都在一起 就算一起行动 不是也可以吗 那岂不会是更安全了 他的话音才刚刚一落 突然 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 突然响起 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全都被吓了一跳 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从他们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下方山谷的全貌 这个山谷地势非常开阔 内部以丘陵地带为主 没有植被 到处看上去都是光秃秃的 那一声怒吼 正是从山谷深处传来 然后他们就隐约看到了 一片烟雾缭绕 有什么情况 绝备 注意隐蔽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家都是竞争关系 但刚刚011已经说了 他们将要面对的考核 是生存 也就是说 活下去 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更大的竞争对手 会来自于外部 而不是这里 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确保生存时间 才是最重要的 众人久经训练 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就地寻找山石躲避 蹲下身体 尽可能地隐蔽自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百五十四集 又是一声滔天怒吼响起 震耳欲聋的怒吼声 在山谷中回荡 经久不绝 低沉的闷响声响起 在整个山谷内回荡 然后 密集细碎的声音 也随之响了起来 蓝轩宇偷眼望去 吃惊地看到 山谷之中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钻出来许多生物 正飞速地朝着 四面八方的山壁冲去 定睛一看 那赫然是一只只 身形瘦长的蜥蜴 这些蜥蜴看起来 大小不一 但最小的 身长也会超过一米 皮肤呈现为灰褐色 隐隐有暗红色的斑纹 那斑纹之中 暗红色光芒流转 宛如岩浆一般 地火蜥蜴 这么多 蓝轩宇一眼就认出了 这些魂兽的种类 地火蜥蜴 火属性魂兽 寻居魂兽 一般以二三十之为 族群生活 防御能力极为强悍 一般生活在火山附近 自带火属性能力 据说 修炼超过万年的地火蜥蜴 能够进化为 地火龙 亚龙种 是一种相当强悍的魂兽 此时出现在那山谷内的地火蜥蜴 何止千百只 他们同时朝着四面八方冲去 身处于山腰之中的 高能少年班众人 无疑将会受到他们的冲击 向山顶上撤退 吕千寻当机立断 毫不犹豫地下令说道 一边说着 他自己率先转身 向山顶方向冲去 他们所在的地方 并没有什么路 身边是陡峭的山壁 但对于他们这些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来说 这显然不是什么难事 众人也明白 先到山顶上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山谷外面 如果地势开阔的话 想要逃走就容易多了 地火蜥蜴 有个缺陷就是 速度并不算特别快 继红斌的课 他们总算是没有白学 有关于地火蜥蜴的特性 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怒吼又一次出现了 下面山谷的地火蜥蜴 听到这声怒吼 奔逃的速度猛然增加 然后 蓝轩羽他们就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一个庞大的身影 正缓缓从山谷内的一处山壁后 走了出来 那咚咚咚的闷响声 竟然就是他的脚步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有些凝固了 更可怕的是 那庞然大巫一抬头 一双巨大的眼睛 正是朝着他们这边看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 钱雷忍不住怪叫一声 那是一头巨大的浑瘦 他的身高足足超过三十米 巨大的尾巴 拖着在背后 身体直立而起 以双腿和尾巴支撑着庞大的身形 剑步如飞 背后还有一对小翅膀 翅膀不大 显然不足以支撑他飞起来 但却依旧在不断拍动 一定程度上的降低他体重 带来的迟缓 增加速度 头部有巨口 整体间隙 从头顶向身后延伸 有一根根巨大的突刺 一直蔓延到尾部 全身覆盖着暗红色的鳞片 在他身体周围 数十米范围内 空气都呈现水状波纹扭曲着 可想而知 在他身边的高温 这种浑瘦谁都没有见过 哪怕是最了解浑瘦的蓝轩宇 也是如此 但无论是从体型 还是气息来看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有大麻烦了 之前在高能少年般修炼时 也会经常被安排这种生存训练 但那时候安排的所有生存训练 都是针对他们自身修为的 也就是说 他们会面对比自己强一些 或者是差不多的浑瘦 却从未像眼前这样 面对根本无法匹敌的存在 任谁看 眼前这些巨型浑瘦 起码是万年层次的 而且 还绝不是普通的万年 根本没给他们更多时间思考 那大家伙 在眼神看过来的下一瞬 一张口 一团巨大的火球 就朝着他们这边喷手而来 那火球跟流星似的 不但速度奇快无比 而且 在飞行过程中 还拖着着一道长长的尾焰 恐怖的气息 仿佛要将天地为之燃烧 巨大的火球 迎风暴涨 刚喷出来时 不过直径一米 可到接近这边山壁的时候 却已经足够有直径五米开外 这简直跟小型战舰主炮 有的一拼了 快跑 也不知道是谁大叫一声 所有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全都竭尽所能 转身就跑 这一下 谁也顾不上阵型了 先尽可能避开这个大家伙的攻击才是 蓝鲜鱼反应速度飞快 左手一把抓住前蕾 右手 则是抓住流风的手臂 右手金纹蓝银草 瞬间浮现而出 不是反卷自己手掌 而是缠绕在流风的手臂之上 修为提升到二环之后 他已经发现了 在辅助流风和前蕾的时候 只需要用自己的蓝银草 缠绕住他们就行 这样 就算没有身体接触 只要蓝银草接触在对方身上 辅助效果也是一样的 流风早就已经召唤出了他的白龙枪 两圈黄色魂环从脚下升起 枪杆尾部 在岩壁上一点 就猛地冲了出去 宛如白色光影一般 带着蓝轩宇和前蕾 直接冲出了山腰 有着蓝轩宇的踪幅 他的速度不但奇快无比 而且可控 身形在空中一个优美的转折 在瞬间向上攀升了七八米之后 一个回旋又靠近山壁 白龙枪在山壁上一撑 带着两人继续向上 驯 山摇地动的轰鸣声响起 那巨大的火球 狠狠地砸在山壁上 意识见 飞沙走石 巨大的声浪 伴随着恐怖的火浪爆发 蓝轩宇身上散发出一层冰雾 将前蕾和流风 尽可能搂照在内 对抗那骤然暴增的高温 但是 那强大的冲击波 还是将三人带飞地 向上冲起 蓝轩宇一拉身边前蕾 把他护在自己身前 背后一片冰层棉袭 用自己的身体 挡住前蕾 同时也帮流风挡住了 大量的冲击波 一层金色亮光 从他身上一闪而没 当冲击波冲在身上的时候 固然将他们带飞 但蓝轩宇却明显感觉到 一股大力传遍全身 反而是精神大增 金文蓝银草第二魂技 霸体 瞬间进入霸体状态的蓝轩宇 可以大幅度化解攻击力的同时 将其中一部分转化给刺身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看不到 高能少年般其他人了 也不知道在刚刚 这巨大火球的冲击之下 其他人都是如何应对的 流风继续向上攀升 凭借着金文蓝银草的增幅 他对自身速度的控制极强 白龙枪像是活过来一般 每一次在山壁上清点 都能带着两人攀升七八米 挡过冲击波 蓝轩宇回头 向山下看去 那巨型浑兽正一低头 咬住了一只硕大的地火蜥蜴 然后三口两口就给吞了下去 身体一横 巨大的尾巴横扫 直接就扫飞了一片地火蜥蜴 然后大踏步地正是朝着他们这个方向冲了过来 此时蓝轩宇也看到了部分少年班的同学 像他们这样向上攀升的也有 比如擅长于飞行的金翔那一组 还有实力强悍的吕千寻那一组 但另外几组却都选择了下坠 没错 当火球到来 眼看着无法闪避的时候 如何才能最快地拉开距离 自由落地 所以 另外四组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几乎都是第一时间 选择了跳下那山腰平台 他们甚至更好地避开了那火球的余波 只需要应对从空中滚落的岩石就行 但是 这么做 也无疑拉近了 他们和那巨型浑兽的距离 同时 他们也要与冲过来的地火蜥蜴 接火了 第155集 钱磊心有余悸地问道 轩宇 那 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对于蓝轩宇对他的保护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平时训练的时候 也是蓝轩宇经常会保护他 谁让他最为脆弱呢 蓝轩宇说 你的感觉没错 刚刚零一一消失的时候 应该就是把这个家伙给放出来了 钱磊的精神力总量 现在并不逊色于蓝轩宇多少 也在450以上了 当他的魂力突破二环的时候 精神力曾经有一段爆发性增长 和蓝轩宇在这方面并称 而且 钱磊还有一种特别敏锐的直觉 擅长于发现危险 我也不认识这种魂兽 应该是变异魂兽 看他的样子 李子应该还是地火蜥蜴的 只是不知道修炼了多长时间的地火蜥蜴 可能有数万年了 然后发生了蜕变 因为地火蜥蜴 成为地火龙也不会有翅膀的 但他却有了翅膀 而且全身红色鳞片 我很怀疑 他因为出现了异变之后 正在朝着真正的龙族进化 火属性龙族首推赤龙 他应该是介于地火龙和赤龙之间的存在 冷静下来的蓝轩羽 对于这头怪兽 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 这家伙虽然还不是真龙 但已经远超地龙的层次了 别说是他们 就算来一些六七环的强者 恐怕也对付不了 那绝对是 沾到就死 所以 他们现在已经彻底明白 零一一离开时的眼神 为什么会看上去有些怪异了 恐怕 是在为他们默哀吧 地火赤龙 这是蓝轩羽临时 给这个大家伙想的名字 此时 这巨大的地火赤龙 目光没有看向山上 正在迅速逃离的三族人 而是直接集中在了 下面落下的四族人身上 毫无疑问 看上去他对人类的兴趣 明显远远大于那些地火蜥蜴 而地火蜥蜴 也已经开始 对那四族高能少年班学员 发起了进攻 轩羽 你说我以后 能召唤出这么强的魂兽吗 前蕾双眼放光 自从有了蓝轩羽的辅助之后 他的召唤 可是靠谱多了 而且似乎都多少 有点地形龙的血统 每次虽然不一样 可实力 都是不同凡响的 蓝轩羽瞥了他一眼 你 你期还以后再想这种问题吧 话说 上次让你存的那个 还在吧 还在的当然在 我这么靠谱的人 前蕾立刻拍拍胸脯 正带着他们急迟地流风 没好气地说 能不要脸到你这种程度 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我真佩服你的脸皮 你滚 又是一声震天怒吼 地火赤龙一张嘴 第二枚巨大的火球 已经朝着下方那四组人的方向喷去 此时 为了应对四面八方而来的地火蜥蜴 四组人刚刚聚集在一起 已经展开了和这些地火蜥蜴的战斗 巨大的火球突然到来 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啊 蓝轩羽突然灵机一动 向上方带着他们逃窜的流风道 快 拉开和金翔 以及吕千寻两族的距离 那地火赤龙 似乎喜欢攻击人多的地方 是的 从他出现一开始 立刻就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攻击 而当两边分散之后 却是看都没看这边一眼 直接选择了攻击地面的四组人 两边有什么差距呢 人数 蓝轩羽头脑极为灵活 和银天凡学习这么多年 不灵活也跟不上那位老师的节奏 再加上 他刚刚突然想起 011在给他们介绍 寒选进行方式的时候 就说过 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 虽然话没有明说 但似乎是在暗示着什么 也就是说 他们很可能会面对 地火赤龙的直接攻击 那么 分为小组为单位 会好一些吗 还是说 会有什么变化 这些蓝轩羽现在都还无法确定 但他必须要去尝试 那地火赤龙实在是太可怕了 谁也扛不住他的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活下去 首先就要尽可能地 避免正面面对他的攻击 刘峰对于蓝轩羽的决定 一向是深信不疑的 三人一组 三围一体 必须要有一个核心 核心不只是战斗的核心 同时也是指挥的核心 身形一闪 刘峰不再向上攀爬 而是朝着远处 迅速闪身冲去 下面的第二枚火球 又一次炸开了 恐怖的火浪肆虐 大便的地火蜥蜴被先飞 同时被炸飞的 自然也有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海选 会是如此的惨烈的情形 而且是面对 根本无法对抗的对手 四组人一共十二个 瞬间就有七个被火狼湮灭了 剩余的人 也无不被炸得四散纷飞 不是他们不想闪避 而是面对来自于四面八方的 地火蜥蜴围攻 根本没有给他们闪避的机会啊 刹那间 损失惨重 蓝玄宇一直在注意下面的情况 当十二人 有七人被火狼吞没 退出了海选的时候 他立刻注意到了 那地火赤龙的变化 地火赤龙 充满冰冷的双眸抬起 朝着山顶方向看了过来 本来蓝轩宇 他们这三组 是相距不远的 可是 在向上攀爬的时候 也较为接近 此时 蓝轩宇 他们拉开了距离 吕千询和金翔这两组 就显得距离很近了 金翔他们能飞 自然是刻意跟着吕千询去的 谁不愿意和强者在一起呢 至于蓝轩宇这边 大家关系本来就不算太好 自然没有靠拢的意思 下面的情况如此恐怖 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蓝轩宇他们 拉开了距离 而下一瞬 地火赤龙又是一张嘴 第三颗火球 直奔他们六人的方向而来 蓝轩宇一直紧密关注着 下面地火赤龙的动向 眼看他火球喷出 立刻肯定了自己先前的判断 大吼一声 分开 快分开 以小组为单位 或许就不会招惹他的攻击了 所有人都分开 他这一声是竭尽全力吼出来的 足以传遍山顶和山下方向 无论怎么说 大家都是在一起三年半的同学啊 能帮一把 当然还是要帮一把的 眼看火球飞舍而来 吕千寻等人 早已下得魂飞天外 金翔三人赶忙向旁边飞去 而蓝轩宇的声音 就是这个时候传来的 吕千寻一向果断 当机立断 一只手抓住长剑翼 同时向身边的叶灵桶道 跳下去 他们先前是凭借着自身强悍的实力 硬是攀爬上来的 眼看火球到来 根本不可能向上躲避 吕千寻和叶灵桶 一跃而下 头顶上方 下一瞬就传来了剧烈的轰鸣 大块的岩石带着火光滚烫而下 当头砸落 常见义立刻一个迟缓向上释放 延缓了下坠的岩石 吕千寻仰头一声长啸 黄金狮子吼 在他气惯丹田的一声怒吼之中 坠落的岩石 无不被震偏开来 叶灵桶一把抓住吕千寻 身上白光绽放 身体居然骤然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然后一掌拍向旁边的山壁 减缓冲噬 三人又重新落到了半山腰的平台之上 三人的配合不可谓不默契 吕千寻第一时间将目光投向的 并不是地火赤龙的方向 而是看向了远处的蓝轩宇三人 此时蓝轩宇三人已经拉开了 和他们之间的距离 正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向上攀爬 深吸口气 吕千寻自言自语地道 蓝轩宇 厉害 无疑 他是成了情的 没有蓝轩宇那一声提醒 他不见得会如此当机立断地 和伙伴们跳下来 好不容易才爬到那么高啊 但月下却是最好的 与金翔他们拉开距离的办法 瞬间就完成了分散 蓝轩宇的判断 无疑是拯救了他们剩余的这些人 而下面仅存的五人 此时也已经迅速分开 一边两人 一边三人 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其一的一幕也随之出现了 当他们全部分开之后 那头身形巨大的地火赤龙 就像是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似的 大尾巴横扫 火球喷吐 攻击的 却都是周围的地火蜥蜴 事实证明 蓝轩宇的判断完全正确 当他们分开成小组之后 这对他们来说 根本无法对抗的地火赤龙 并不会去攻击他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56集 七个人 整整高能少年班 三分之一的人呢 就这么因为 没有判断清楚形势 而结束了他们的考核 无疑 他们自身的实力 都没有展现出来 甚至可以说是憋屈的 但是 在这考核之中 却根本没有再来一次的可能 留下来的人 无疑是庆幸的 心中更是对蓝轩宇 感佩不已 不是他的提醒 金翔和吕千寻他们 就算能够躲过这次攻击 说不定还会会合 而下面的五个人 继续聚集在一起 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 下一轮火球 此时分开之后 他们虽然情况依旧艰难 因为要面对大量的 地火蜥蜴冲击 可最起码 要比面对那些 地火赤龙强的多了 而这个时候 蓝轩宇三人 已经在刘峰的带领下 到了山顶之上 等他们攀爬到山顶 不禁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因为他们此时已经看清楚 山顶的另一边 是什么了 山谷 另一边 也是一个巨大的山谷 而更重要的是 在另一边的山谷之内 他们竟然看到了 宛如镜像一般 一模一样的情况 大量的地火蜥蜴 一头巨大的地火赤龙 还有正在抱头鼠窜 为数不多的几名 在奔跑的少年魂师 毫无疑问 山谷的另一边 就是海选的 另一处战场了 而且看上去 那边的情况更差 此时 最多也就是 剩下不到一巴掌的人数了 快下去 千蕾突然大喝一声 蓝轩宇毫不犹豫的 一拉流风 三个刚刚站上山顶的人 一矮身就蹲了下来 而此时 两枚巨大的火球 正从山顶两边 同时朝着他们这个方向 飞射而来 蓝轩宇魂力 灌注给刘峰 白龙枪飞速点动 三人顺着山壁 迅速朝着一旁冲去 根本不用蓝轩宇说 刘峰和钱蕾 也明白 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山顶 同样是地火赤龙 不可碰触的逆鳞 谁上了山顶 面对的 可就不是一只地火赤龙的攻击 而是两边的同时攻击 另一边 金翔三人 也同样面对了这样的情况 才一露头 看到另一边的情况 立刻就遭遇到了 巨大的火球攻击 吓得三人立刻飞了下来 不过 能够飞行 还是很占便宜的 因为 地火蜥蜴不会飞呀 至少 金翔仙中是这么想的 但也就在下一瞬 他们就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一道红色火柱 突然从那头地火赤龙口中 喷吐而出 不是喷向谁 而是喷向天空 火柱冲天而起 下一瞬 天空中就已经下起了流星火雨 大范围 无差别攻击 一时间 整个山谷仿佛已经化为 人间炼狱 这首当其冲的 就是飞得最高 并且在空中滑翔的金翔三人 那些流星火雨 就像是长了眼睛似的 朝着他们轰击而去 哼得连惨叫 都没来得及发出 三人就彻底消失了 贴紧山壁 快 蓝轩宇突然一拉金纹蓝银草 拉住了高速冲出去的流风 与此同时 右手猛地一挥 悍然抓入山壁最终 五根手指完全嵌入 硬是把流风的冲势 拉了回来 同时 左手一把将手上的前垒 按在了山壁之上 一颗颗火流星 从天而降 剧烈的轰鸣声 响彻在整个山谷之内 山谷内 已经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流风和钱磊回头看时 都不禁吓得脸都白了 他们这才知道 原来强大的魂兽 竟是能够恐怖如斯的 可让他们惊讶的是 那么威力恐怖的流星火雨 竟是没有一颗 朝着他们这边飞来 只是从不远处的空中掠过 然后砸向地面 针对飞行类魂狮的攻击 史莱克的海选 怎么可能会有漏洞 金翔他们三个 居然大摇大摆地飞在空中 这不是找死吗 蓝轩鱼有些无奈地说道 是的 没有漏洞 这场海选 有机会 但没有漏洞 针对于任何能力的魂狮 紧贴山壁 是因为针对空中的攻击 不会针对山壁而来 如果刘峰继续跳跃 一旦脱离山壁方向太远 说不定 他们也会被波及到 因此 在第一时间 蓝轩鱼就做出了精准无比的判断 果然 让他们逃过了一劫 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下面的五个人 只剩下两人的那一组 瞬间就被流星火雨给吞没了 另外一组三人好一些 因为距离山壁比较近 避开了流星火雨 可是 地火蜥蜴也在躲避流星火雨 朝着他们这边 涌来了更多的地火蜥蜴 眼看就要抵挡不住了 不上不下紧贴山壁 才是最好的应对 这场生存考核的方法 有了先前这一连串的变化 蓝轩宇心中已经有了判断 尽管已经有地火蜥蜴 顺着山壁再往上爬了 但数量却并不太多 这场生存考核 真的考的是战斗力吗 明显不是的 如果能从一开始 就清楚那地火赤龙的特性 哪怕是修为较弱 也能多生存一段时间 这就是史莱克的考核呀 吕千寻在这个时候 也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 他一边和伙伴们 抵挡爬上来的地火蜥蜴 一边关注着蓝轩宇这边的动向 眼看着流星火雨降临 他都瞥了蓝轩宇这边一眼 看到三人紧贴山壁 立刻拉着叶灵桐和常建义 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果然又躲过了一劫 而且大量流星火雨落下 让冲上山的地火蜥蜴数量 还一下减少了许多 又给他们争取了喘息的机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地火赤龙 还在下面刺女 但那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跑出来的地火蜥蜴 却像是无穷无尽一般 山谷下方那一组 在继续坚持了三分钟之后 终于还是被地火蜥蜴吞没了 高能少年班 进入山谷二十一人 七组 现在就只剩下蓝轩宇 和吕千寻这两组而已 而越来越多的地火蜥蜴 也开始朝着山壁上攀爬而来 蓝轩宇 这下来怎么办 你有好的想法吗 吕千寻大声向蓝轩宇这边喊道 从海选一开始 蓝轩宇他们就做出了 最正确的选择 现在看上去 还剩下他们两组人 可实际上 蓝轩宇三人的消耗 明显要小得多 地火蜥蜴在攀爬山壁 展开攻击的威力 会小很多 远不如他们平台这边 能够施展得开 而且 蓝轩宇三人在接近山顶的地方 爬上去的地火蜥蜴 本来数量就不多 蓝轩宇的判断 从一开始就没有错过 而且 这家伙实在是太坏了 看看他在干嘛吧 他正在山壁上 向下施展冰元素 冰面覆盖的山壁 划不留守 那些地火蜥蜴 才爬上了一点 就被划下去 能够对他们展开攻击的 简直是风毛麟角 继续这样下去 毫无疑问 蓝轩宇他们 必然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蓝轩宇看向吕千勋这边 无奈地说 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现在只能是耗板 时间越长 我们的考核成绩 不是就越好吗 吕千勋沉默了一下说 没有什么破绽了 蓝轩宇耸了下肩膀 继续完成着他的造兵大业 此时 刘峰把白龙枪插入在山壁之上 给了三人一个休息的地方 钱磊和刘峰坐在白龙枪上 蓝轩宇右手挂在山壁 左手向下释放冰霜 将尖冰的范围尽可能扩大 地火蜥蜂想要爬上来 那就是难上加难 而一旦下滑 那么高的地方 那简直就像是滚木雷石 还能把下面爬上来的地火蜥蜴 砸下去一些 它们现在的情况 显然是最安全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底一百五十七集 钱磊呵呵笑道 班长 别着急 坚持住啊 钱川子 你少说风链话 叶灵彤一边说着 他一拳轰飞一只地火蜥蜴 在他们这一组织中 击退地火蜥蜴数量更多的 反而是他 不是说他比吕千寻强 而是因为 吕千寻的魂迹 都特别消耗魂力 威力大是大了 但却不能老用 叶灵彤家学渊远 从小就修炼古武 不但武魂强悍 自身实力也是相当猛的 他的第一魂技 天罡霸体附加在身上 根本不怕地火蜥蜴的火属性攻击 再加上第二魂技 天罡波动 双拳挥动 每一击都是势大力尘 尤其擅长久战 耐力十足 常见夜的作用 在这个时候就显现了出来 三大辅助魂技 第一魂技迟缓 第二魂技混乱 第三魂技嗜血 除了嗜血流下没用之外 他那第二魂技混乱 效果极好 让很多地火蜥蜴 自相残杀 极大程度地减少了 对他们的威胁 所以 他们这两组人的情况 目前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新的情况 突然出现了 潜蕾突然抬头 向上看去 惊恐地说 上面 蓝轩宇和刘峰 同时抬头向上看去 山顶上方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只只地火蜥蜴 竟然缓缓冒头出来 而且 正开始尝试着 朝下面攀爬过来 这是另一边的地火蜥蜴吗 也就是先前 蓝轩宇他们看到的 另一处海选战场 蓝轩宇立刻就明白过来 肯定是另一边战场上的 参与考核的人 全部被淘汰了 这才导致地火蜥蜴 出现在他们上方 上下夹攻 这可就难办了 不说别的 这些地火蜥蜴 就算是从上 向下砸 对他们都有不小的威胁啊 刘峰和钱蕾目光 第一时间看向蓝轩宇 而下面的吕千寻三人 也看到了这个情况 常见义不禁微微一笑 好像他们离得更近一点呀 这话多少有些幸灾漏祸 接近山顶的蓝轩宇三人 确实是距离更近一些的 也就是更容易遭遇上下夹攻 刘峰急切地问道 薛宇怎么办 蓝轩宇心念电转 转瞬之间 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刚刚这段时间 他们的压力不大 蓝轩宇又仔细回忆了一下 那位来自史莱克学院的 零一一说的话 当时零一一说得很清楚 这次海选 一个是看他们 在这里坚持生存的时间 生存时间越长 得分越高 另一方面 则是击杀魂兽的数量 说是不同魂兽给的得分也不一样 目前时间上 他们和吕千寻一组差不多 但在击杀魂兽数量方面 却明显要逊色于吕千寻他们 毕竟 直接接触的地火蜥蜴数量少 而所谓不同魂兽 给的得分不同 现在就两种魂兽 无非就是地火蜥蜴 和地火赤龙不一样 那这么看来 难道说地火赤龙 也是可以击杀的 而不只是一个恐怖的攻击存在 理论上来说 他们这个年纪的魂师 怎么可能杀得了地火赤龙呢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但从前面的情况来看 零一一所说的每句话 都不是无地放逝的 那也就是说 他们这种年龄的魂师 不是完全没可能 击杀地火赤龙 怎么杀 显然不是完全凭借自身实力 那么 击杀地火赤龙的可能性 和奥秘 也就在这山谷之内才对了 正所谓 富贵险中求 而且 之前纪老师已经说过 他们是在和整个天罗星上 所有天才少年们 竞争那少得可怜的资格呀 想要进入下一轮 就需要有精彩绝艳的表现 才可能超过其他人 此时 隔壁山谷的地火蜥蜴 已经开始向这边攀爬了 那么 隔壁的地火赤龙 会不会过来 如果过来 又会怎么样 谁也不清楚 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 不如搏上一搏 他们坚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从隔壁已经全军覆没 就能看得出来 就算是没有找到 击杀地火赤龙的机会 他们也能击杀更多的地火蜥蜴 也获得更多的积分 现在钱磊的能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在山壁上 他也没法发挥 因为 他召唤出来的生物中 能飞得少之又少 因此 蓝轩宇的决定就是 我们下去 刘峰 蓝轩宇右手 再次抓住刘峰 左手抓住钱磊 刘峰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但是 却在第一时间 拔出了手中的白龙香 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早已形成了默契 最重要的 就是信任 蓝轩宇一次又一次证明过 自己是值得信任的 所以 刘峰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要放弃眼前的大好形势 好不容易凝结出这一片兵壁 但还是第一时间 执行了蓝轩宇的要求 腾身而起 刘峰带着蓝轩宇和钱磊 飞速向山下落去 此时 上面攀爬下来的地火蜥蜴 还没有到他们的攻击范围 他们真是疯了吗 眼看蓝轩宇三人 竟然向山谷下而去 叶灵彤不禁吃惊地说道 先前下面那一组 是如何被围攻而死的 他们可是看得清楚得很呢 怎么会傻到要下去呢 吕千寻确实有些犹豫了 蓝轩宇先前的判断 都太正确了 肯定不会做无谓的事情 关键是 现在他们要不要跟 跟进的话 就也要下去 而且 有地火赤龙攻击群体目标的威胁在 还不能和蓝轩宇他们会合 只能是各自为战 在短暂的判断之后 吕千寻还是决定 继续守在这里 无疑 这一处山腰 是他们最有利于防御的地方 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如果下去 不可控 尤其是 在他们根本不知道 蓝轩宇目的是什么的情况下 吕千寻没动 蓝轩宇三人却很快 就要落到山下了 距离下面越近 地火蜥蜴的数量也就越多 在这个时候 就展现出了刘峰在蓝轩宇增幅下的实力 手中白龙枪不断挥舞出片片残影 不只是带着两人下落 而且还不断将地火蜥蜴挑飞 因为地火蜥蜴众多 空气中的温度明显变得灼热起来 这些地火蜥蜴会喷火 范围只有一米左右 不算强 但自身防御却是极强的 刘峰在蓝轩宇的增幅下 白龙枪也只能勉强戳穿他们的身体 但那样一定会迟滞他的速度 所以蓝轩宇要求只是挑飞不杀 现在不是杀这些地火蜥蜴的时候 终于 他们距离下面越来越近了 蓝轩宇道 向远处跳 越远越好 尽可能避开下面的地火蜥蜴群 明白 刘峰回应一声 白龙枪尾部猛地点向山壁 在那刹那间 白龙枪甚至在他的全力以赴之下 微微弯曲 然后借助反弹之力 三人猛地飞跃而出 蓝轩宇也同样是双脚蹬在山壁上 全面发力 三人足足向外冲出十五米左右 才开始向下落去 刘峰身上的第二魂环亮起 手中白龙枪 发出一声长吟 一道白光 瞬间涌入流风体内 流风皮肤表面 都浮现出了一层白色 身形在空中猛的一摆 口中发出龙吟的同时 带着蓝轩宇和前蕾 居然向前方滑行开许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百五十八集 第二魂剑 白龙反 引白龙将本身的白龙血脉 反馈自身 令他暂时拥有白龙血脉特性 在蓝轩宇的金纹蓝阴草增幅之下 他这白龙反的效果暴增 如果只是他自己使用 皮肤不会变色 持续时间也只有十秒 但在蓝轩宇的增幅之下 这个时间能够增加一倍之多 威力也是大增 这一下 三人足足向前滑行出去 三十米开外 避开了山下最密集的地火蜥蜴 虽然周围 依旧有地火蜥蜴冲来 但数量就少了一些 但是 在这个时候 似乎是感受到 有人在飞行 那地火赤龙 又是仰天一声怒吼 一道巨大的火柱 喷吐向空中 刘峰和钱磊 吓得脸都白了 他们这会儿 距离山壁 已经有四十多米了 而且山壁周围 全都是地火蜥蜴 想回去 是回不去了 流星火雨 却是下一刻 就会降临的呀 冲 全力冲向地火赤龙 蓝轩宇 也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他当机立断 立刻向刘峰说道 死就死吧 刘峰一咬牙 猛地朝着地火赤龙方向冲去 而伴随着流星火雨的出现 那些地火蜥蜴 一个个都恐惧地蜷缩起来 他们所过之处 竟是没有遇到什么阻拦 刘峰高能少年班第一的速度 在这个时候完全展现出来 尽管带着两个人 但在蓝轩宇 金文蓝银草 增幅之下 速度依旧是奇快无比 流星火雨从天而降 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有先有后 金翔三人 因为是在空中太高 才会第一时间被灭顶之灾 而且身在空中 会被流星火雨传射 蓝轩宇他们先前只是滑行 自然就没有了 传射这种待遇了 在转瞬间 蓝轩宇就冷静下来 在地面上避开初期的流星火雨 并不算太困难 麻烦的是 接下来流星火雨会炸开 形成的大片火海 钱磊现在已经完全下傻了 那地火赤龙此时 正仰头向天 持续喷涂着火柱 地火蜥蜴 要么蜷缩不动 要么疯狂逃窜 整个山谷内 都充斥着一种 恐怖的疯狂气息 到地火赤龙肚子下面去 蓝轩宇向流风叫道 流风眼睛一亮 这时候 他已经明白了蓝轩宇的意思 正在仰天咆哮的地火赤龙 身体不会继续攻击 因为要保持流星火雨的威力 这个过程 从上一次看 是足足有接近20秒的 也就是说 在这20秒的时间内 整个山谷内最安全的地方 很可能就是地火赤龙的肚子下面 本身这不是蓝轩宇想要面对的局面 在他原本的设想中 进入山谷 立刻远离成群地火蜥蜴 去探查山谷内部的情况 可突然遭遇到眼前的近况 他也只能是临时应变了 吕千寻三人此时 自然是毫无选择 面对流星火雨 赶忙又去贴向山壁 这时候 他们已经顾不上蓝轩宇三人 在干什么了 在他们心目中 这三个人已经完了 流风此时还处于白龙反状态之下 正是速度最快的时候 真的宛如一条小白龙一般 身腔合一 只用了七八秒的时间 就带着蓝轩宇和钱磊 接近到了地火赤龙附近 此时 已经有流星火雨落向地面 发出阵阵轰鸣 炽热的火浪 从四面八方清晰而来 蓝轩宇眉头紧簇 但眼神却非常凝滞 冷静地释放着冰雾 帮两名同伴化解火毒 同时 不断观察着空中落下的火流星 用自己缠绕在流风身上的 金纹蓝银草牵引 提醒他 规避火流星落下的方向 这种改变方向的操作 他们早就练习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蓝轩宇一只手提着前雷 脚下不断垫步 配合流风飞速前行 而流风就像车头一般 带着他们三围一体 把三人的速度达到了极致 一枚火流星在他们附近炸开 巨大的气浪掀起 蓝轩宇大喝一声 眼中神光缭绕 一堵冰墙骤然出现 再轰然炸开 用自身的爆炸力 去抵挡的吹袭而来的冲击波 流风在这个时候也拼命了 魂力毫无保留的全力释放 白龙枪在地面上猛然一撑 带着三人飞射而去 虽然身体还是被接踵而来的冲击波 带歪了几分 但他们总算是向地火赤龙附下 扑堤而去 炽热的热浪扑面而来 才只是接近地火赤龙 那火热的气息 就已经让蓝轩宇三人全身发烫 幸好有蓝轩宇的水元素掌控 尽可能地调节了一下温度 三人落地几乎是贴着地面滑过来的 头顶上就是炽热的高温 那是地火赤龙的身体 离得近了 更能感受到这大家伙的恐怖之处 太庞大了 那一块块巨大的鳞片 散发着炽热的温度 伴随着它喷射火柱的怒吼 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震颤着 外面的一切已经化为一片火海 只有在它附下这一块地方 似乎才是净土 此时此刻 蓝轩宇 刘峰和钱磊三人 都有种心脏要停跳的感觉 一切都实在是太惊险了 可与此同时 他们心中又都出现了一种 强烈的刺激感 中围是滔天火海 头顶上是恐怖的地火赤龙 而他们三人却能活着在这里 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啊 足足有十几秒 地火赤龙的怒吼才渐渐停歇 但周围却已经是一片火雨 蓝轩宇用自身的水元素掌控 化为冰雾 保护着三人的身体 现在怎么办 他们这个时候 显然是没法冲出去的 外面这片火海 绝非他们现在这点修为 所能够抗衡 出去就会被烧死 蓝轩宇毫不犹豫地说 灯下黑 地火赤龙往哪里走 我们就往哪里走 它体型太大 肚子底下的情况 反而未必能够发现得了 等周围火灭了 我们再找机会出去 好 也只能是如此了 他们既然选择了冲进来拼一下 就是做好了冒险的准备 这次毕竟是模拟舱进入的斗罗世界 并不是真实世界 地火赤龙在释放出流星火雨之后 似乎也有些疲惫 站在原地喘息了一会儿 才继续向旁边走去 蓝轩宇三人赶忙跟上 他们就在地火赤龙肚皮底下 两条粗壮的大腿中间的位置 地火赤龙身体太庞大了 这个空档 足以让他们直立行走 身边是东东巨响 地火赤龙每一步跨出 大地都会随之震荡 但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蓝轩宇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当初唐月一脚踩在战舰上 然后八条金龙翻滚毁灭战舰的一幕 那地火赤龙踩踏地面的感觉 似乎和唐月的那一脚 隐隐有相合之感 现在回忆起来 当初太空中一战 唐月叔叔脚下出现的金龙 那条率先出现救了我的金龙 是不是就和唐月叔叔有关啊 三人心惊肉跳地跟着地火赤龙走了一会儿 这大家伙忽而慢行 忽而加速前冲 着实是令他们疲于应对 幸好 速度不是地火赤龙最擅长的 周围的火焰渐渐熄灭了 留下焦黑的大地 蓝轩宇低声道 做好准备 刘峰 稍后 从左腿后方向 斜后方向冲出去 这边 是最有可能的视觉盲区 好 刘峰毫不犹豫地 答应下来 准备 走 伴随着蓝轩宇一声大喝 他再次为流风增幅 同时拉着前蕾 三人瞬间就从地火赤龙左腿后方冲了出去 闪身之间 已经到了外面 蓝轩宇选择的这个时机 刚好是地火赤龙猛地前冲 去扑击撕咬地面地火蜥蜴的刹那 当他们冲出之后 立刻就和身后的地火赤龙 拉开了距离 蓝轩宇向前蕾急促地说道 前串子 准备召唤 好 前蕾立刻就释放出了自己的召唤金钱五回 自从进来以后 他就一直都是在蓝轩宇和流风的保护之下 还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 终于要用到他的召唤了 他怎能不努力呢 地火赤龙身体周围的大片空地 都没有什么地火蜥蜴 地火蜥蜴躲避他还来不及呢 自然是不敢往上凑的 所以 在这个时候 他们反而是最安全的 但也就在下一瞬 一声山摇地动的轰鸣声 忽然响起 蓝轩宇回头看去 只见先前他们所在的山壁那边 突然有大块大块的石头滑落 一个巨大的缺口炸开 然后 一颗硕大的头颅 就从那缺口中探了过来 赫然正是另外一头地火赤龙 而他出现的地方 距离苦苦挣扎的 吕千寻三人 并不算太远 这巨大头颅出现的那一瞬 吕千寻三人吓得 魂飞天外 他们可并不知道 另一边的情况啊 这边只是一只地火赤龙 就如此恐怖了 此时又是一只 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 这么庞大的地火赤龙 竟然能够爬山 也就在这头地火赤龙 出现的一瞬间 整个山谷内 突然掠过一层金色光月 两头地火赤龙庞大的身体 都是震颤了一下 下一瞬 他们的目光几乎是同时集中到了 吕千寻 常见义 和叶灵桐的身上 还选考核 进入第二阶段 而第二阶段的主旋律就是 无论人数 地火赤龙 优先攻击所有人类 两枚硕大的火球 一上一下 同时朝着吕千寻三人这边 喷脱而来 吕千寻目自欲裂 爆鹤道 他双手分别拉住 常见义和叶灵桐 瞬间纵身 一跃而下 在跳下的同时 黄金狮子吼随之发出 将周围大量的地火蜥蜴震飞 剧烈轰鸣 再次响起 无数岩石从天而降 更可怕的是 那头攀爬过山顶的地火赤龙 猛然跃起 同样是一跃而下 一双并不能飞行的翅膀张开 减缓冲势 直奔他们三人 当头而落 这一幕 完全看在蓝轩宇和钱磊眼中 刘峰正在向前挤驰 他还没有发现这边的状况 钱磊倒吸一口凉气 他很清楚 如果他们还在先前的山壁上 此事会有怎样的后果 不得不说 他们这一组 不只是蓝轩宇应对得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运气 也正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呢 召唤 快 蓝轩宇一拍刘峰 刘峰迅速停顿下来 同时手中白龙枪横扫而出 道道枪芒 绕飞周围冲上来的几只地火蜥蜴 召唤金钱释放 第一魂祭 召唤之门 硕大的召唤之门 缓缓开启 伴随着千磊的精神力提升 魂力提升 他现在的召唤速度 也要比最初的时候 快了许多 蓝轩宇脸上表情沉宁 在这个时候 他们至少已经可以确定 在高能少年班这边 可以拿到第一的成绩了 吕千寻他们击杀的地火蜥蜴数量虽多 但此时 两头地火赤龙注意力都在那边 而他们此时拐过一个弯 刚好是躲藏到了一处山壁之后 这个方向 也正是最初那头地火赤龙出现的地方 足以给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刚刚那层金色光运出现的情况 蓝轩宇也同样注意到了 他隐约明白 地火赤龙会直接攻击三人小组 应该和那光运有关 011一上来就说过 最重要的是生存 寒选的考核主要是生存 只要他们能够在生存更长的时间 尤其是在地火赤龙 开始直接进攻的情况下 获得的分数一定不会少 但是蓝轩宇的心比着更大 因为他想要看看 是不是还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可能 前蕾召唤 他的右手中 释放出金纹蓝银草 缠绕在召唤之门上 自己则是向前方远处看去 地火赤龙最初就是从这边出来 在前方不算太远的地方 蓝轩宇看到一个硕大的岩浆池 没错 就是岩浆池 有不少地火蜥蜴 正在从那边爬出来 然后朝着这边跑来 低吼声在身边响起 蓝轩宇扭头看去 一个粗壮的身体 从召唤之门中爬出 身长在七米开外 通体覆盖着铁黑色的鳞片 背脊上 猙獰的突刺一直蔓延到尾部 倒是和那地火赤龙有几分相似 一双黄色的眼睛之中 胸光四射 全身都迸发着强大的力量气息 铁背龙 一种他们曾经多次召唤出来过的地龙 亚龙种 没有什么远程攻击能力 但防御力却是超强 力量强大 尤其擅长肉搏 看到被召唤出来的是铁背龙 蓝轩宇反而是松了口气 召唤出熟悉的魂兽 总要比召唤的是 悬心不清楚情况的要好 至少铁背龙的战斗力 和具体状态 他们都很清楚 只需要进一步利用就可以了 钱磊 你上铁背龙 在前面冲 我跟刘峰 在后面跟着你 蓝轩宇一把抓住钱磊 直接将他甩向铁背龙的背脊方向 钱磊双手一伸 抓住铁背龙的背刺 在他胸锥上方 两根最大的尖刺之间坐稳 铁背龙是他的召唤物 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想法去战斗 冲向那岩浆池的方向 蓝轩宇大喝一声 然后与刘峰一起 跟在铁背龙身边 身长七米多的铁背龙 猛地向前冲出 他也不用什么技巧 那些身长一两米的地火蜥蜴 攻击在他身上 根本不够看 他简直就像是一台 推土机式的向前猛冲 所过之处 地火蜥蜴 无不被一一撞飞 根本没有能阻挡到前进之路的 蓝轩宇右手释放出蓝银草 缠绕在刘峰身上 不用他说 刘峰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那些被撞飞的地火蜥蜴 很容易露出腹下的破绽 白龙腔在蓝轩宇的增幅下 相忙四射 不断地趁机击杀着一只只地火蜥蜴 这都是积分的 可不能放过 蓝轩宇则是一边跟随在后面 一边不知扭头 看向身后 而另一边 吕千寻三人的运气 似乎是已经用尽了 从半山腰跳下 他们几乎是用尽浑身解数 才化解了充施 可从天而降的巨大地火赤龙 远处奔袭而来的地火赤龙 再加上大量的地火蜥蜴 他们所能做的 就是最后将自身所有的魂迹 全部释放 耗尽魂力 尽可能地 在头顶上方的地火赤龙 落下之前 多杀戮一些地火蜥蜴 然后 就被那庞大的兽群所吞噬 巨大的轰鸣声中 隔壁的邻居 地火赤龙 悍然落地 这边的战斗结束 而原本的地火赤龙 也已经冲到了近前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两头地火赤龙四目相对 几乎是同时发出怒吼 然后 他们竟是同时调转身形 鼻子抽动着 似乎在闻着味道 然后下一刻 就在滚雷般的 咚咚脚步声中 朝着蓝轩 与他们三人的方向追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60集 听到背后如雷的脚步声 蓝轩宇顿时脸色大变 他明白 两头地火赤龙 并没有因为领地观念 而相互碰撞 也就是说 按照程序设定 他们是务必要将进入的 所有人全部扎死的 前方 岩浆池已经快到了 但是 除了山壁和岩浆池之外 并没有看到什么其他东西 后面的脚步声 正在越来越近 前面却是前进无门 他们三人 也瞬间陷入了绝境 轩宇 刘峰扭头看向蓝轩宇 铁背龙背上的前雷 也是如此 在这个时候 他们更需要蓝轩宇 这个主心骨 来决定 接下来 所要做的一切 难道说 设计这场 还选考核的人 真的没有给我们 流出一线升级 可是 那为什么 011会说 不同的魂兽 给予的几分不一样呢 在这里 只有两种魂兽啊 除了地火蜥蜴 就是地火赤龙 也就是说 无论怎样 地火赤龙 都应该有可能被杀死的呀 可哪怕是七环级别的魂师 和地火赤龙放对 都不一定能战胜 更别说 我们这些平均只有十二岁左右的少年了 所以 应该是有机会的才对 机会 究竟在哪里 蓝仙宇没有吭声 而是不断地 将目光投向前方 周围 一个剑步 他来到岩浆池旁 确实 除了岩浆之外 这里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滚滚热浪 不断从前方的岩浆之中涌出 还有地火蜥蜴 从岩浆之中钻出来 铁背龙凶狠地攻击着周围的地火蜥蜴 保护着蓝仙宇三人 等等 蓝仙宇的眼睛突然一亮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地火蜥蜴 是从岩浆之中钻出来的 这些不过十年 最多也就勉强百年的魂射 能够承受得了岩浆的高温 这怎么可能的呀 就算是千年魂射 也不可能在岩浆中生存 万年魂射 也要是地火赤龙 这种极为特殊的才有可能吧 也就是说 这岩浆有问题 想到这里 蓝仙宇心中顿时豁然开朗 没错 这应该就是这场海选考核 设计者给留下的机会 快 我们进入岩浆池 直接进去 一边说着 蓝仙宇当机立断 甚至都没有先尝试一下 一个纵月 就朝着岩浆池之中 跳了过去 刘峰和钱磊的眼睛 都差点瞪出来 那可是岩浆池啊 怎么可能呢 扑通一声 蓝仙宇瞬间纵身入池 他心中又何尝不紧张呢 如果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恐怕瞬间就要被眼前的岩浆吞噬了 炽热 滚烫 瞬间传遍全身 令蓝仙宇整个人都围着紧绷 但是 下一瞬 他就感觉到了 这岩浆看上去粘稠 可真正进入其中 感觉却和水差不多 浓郁的火元素萦绕 可真实温度 也就在六七十度的样子 水元素掌控释放 尽可能地为自己皮肤表面降温 他立刻就适应过来 一头钻出岩浆池 看到钱磊和刘峰 还发呆地看着这边 而另一边 两头巨大的地火赤龙 已经是一前一后 拐过弯来 正向这边 狂奔而来 快下来 你们还懂什么 蓝仙宇双脚踩踏着岩浆 让自己悬浮在表面 猛地向他们招手 看到他重新冒头 钱磊和刘峰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赶忙向岩浆池方向跳下 但这个时候 铁背龙显然是畏惧于岩浆的 说什么也不肯下来 钱磊当机立断 直接命令他 转身冲向两头地火赤龙 自己和刘峰 也是一跃而下 蓝仙宇释放出两道银纹兰茵草 缠绕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进入岩浆之中之前 就把一层冰雾 离漫在他们身体周围 纵身跳入岩浆池 两人也立刻感觉到了滚烫 可也就是滚烫而已 蓝仙宇一拉他们 就把两人牵扯到了自己身边 进入第二魂环 可以用蓝茵草 直接为他们增幅之后 现在蓝仙宇 已经可以轻松地 同时为他们二人增幅了 准备 别气 蓝仙宇深吸口气 三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钱磊和刘峰 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同样是张大嘴 深吸气 然后在蓝仙宇的拉拽之下 三人一起潜入岩浆之中 周围是一片火烫 他们甚至不敢睁开眼睛 哪怕是在岩浆之中 他们也能清晰地听到 外面的咚咚咚的脚步声 铁背龙毫无疑问 是没可能阻挡两头如此恐怖的地火赤龙的 钱磊很快就失去了对自己召唤屋的感应 剧烈的脚步声 一直到岩浆池附近才停了下来 三人也随着紧张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面 身在岩浆池内 他们根本就是带宰羔羊 只要两头地火赤龙能够发现他们 立刻就是个死 他们甚至连憋气也不可能一直憋下去 身为魂师 他们比普通人强一些 以目前的修为 最多也就是五分钟左右 唉 多一秒是一秒吧 这就是钱磊和刘峰的想法 唯有蓝轩鱼感觉不一样 这岩浆池既然温度有奥妙 那就意味着 设计者并不是白白设计的这一切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奥妙所在 地火赤龙的脚步声停顿下来 大约已经有半分钟了 岩浆池内依旧没有再遭遇攻击 这就意味着 两头地火赤龙并没有攻击岩浆池的习惯 三人也随之大大的松了口气 就算之后露头被杀死 至少他们也可以多坚持五分钟 在如此烈度的考核内 能多坚持每一秒 都应该有积分上涨 五分钟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就在这时 突然之间 大地再次震动起来 震耳欲聋着怒吼声 咆哮声 震荡声 随之响彻天地 剧烈的震动 甚至令岩浆池内的岩浆 都剧烈波动起来 蓝轩鱼赶忙拉着两人 向岩浆池更里面的方向游荡过去 眼看憋气已经要控制不住了 三人这才悄悄地冒出头来 在炽热的空气中 大口大口地呼吸 而他们下一瞬 也看到了远处剧烈震荡的原因 似乎是因为失去了攻击目标 两头巨大的地火赤龙 已经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正相互攻击着对方 他们的身形看上去差不多 攻击手段也类似 一时之间 火光迸射 更激烈的肉搏也随之展开 他们不断冲撞彼此的身体 用前掌尾巴 力齿 在对方身上留下一道的伤痕 周围的地火蜥蜴 已经不见了踪影 显然都已经跑掉了 整个岸上 早已是一片火海 反倒是只有岩浆池这边 成了净土 钱磊和刘峰对蓝轩宇 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是什么脑子 才能想出来 要进入岩浆池避难啊 当他们看向蓝轩宇的时候 却发现 蓝轩宇那双大眼睛之中 充满了明亮的光芒 没错 他看到了机会 正如他先前判断的那样 灵依依的话 每一句都是含有深意的 机会 已经来了 胖子 准备好你的第二魂迹 等我通知 蓝轩宇低声向身边的前蕾说道 你要干嘛 前蕾疑惑地问 蓝轩宇嘴角处 流露出一丝有些怪异的笑容 捡便宜 看着他这坏坏的笑容 前蕾向他竖起一根大拇指 哇 轩宇 我服了 以后你就是我哥 别的不说 大家都四百多精神力 你这心理素质 真是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蓝轩宇翻了个白眼 心理素质怎么来的 天天被银天凡和季鸿斌虐出来的 尤其是银天凡 那个教导方式 简直是以虐他为乐趣啊 别气 下前 蓝轩宇深吸口气 一拉二人 三人顿时重新憋气 浸泡在岩浆之内 好不容易发现机会 绝不能冒险 万一被两头地火赤龙发现 他们还活着 一切就结束了 三人只有换气的时候 才冒头出去看上一眼 他们的身体 也渐渐适应了 岩浆池内的温度 虽然肯定不舒服 也持续消耗着他们的魂力 但整体来说 还是没有太大影响 再浸泡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而岸边两头地火赤龙的战斗 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 那绝对是要分出生死的感觉 疯狂地进攻着对方 伤痕越来越多 大块大块的鳞片被撕扯下来 很多地方的伤口都已经是身可见骨 他们的攻击力明显都要超过自身防御力 所以进攻的时候特别凶猛 受伤也是特别的严重 十几分钟的时间已经是遍体鳞伤 气息大幅都摔落 此时要足足十几秒 才会奋起余力凶猛地攻击对方一下 不时会有骨骼断裂的声音传来 眼看都已是身受重创 前蕾准备第二魂计 目标那两只地火赤龙的眼睛 等他们下一轮攻击结束 蓝轩宇一拍身边前蕾 前蕾这会儿也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了 老大 你可真是太阴险了 不过 我好喜欢你的阴险 怎么办 他随兮兮地看着蓝轩宇 终于明白蓝轩宇为什么让他准备第二魂计了 这是补刀剪便宜啊 完全状态的地火赤龙 他们一丝机会都没有 但两头地火赤龙 在失去目标之后 却会展开如此凶猛的缠斗 这就不一样了 身受重创时 正是补刀的好机会 一想到有可能击杀地火赤龙 无论是流风还是前蕾 都有些心跳加速的感觉 这是多少积分呢 前蕾第二魂环缓缓亮起 魂计准备 远处 两头地火赤龙终于又凶猛地碰撞在了一起 邻居地火赤龙一口咬断了这边原本那一只的一只前掌 而这边的这只则是用自己的大头狠狠地撞击在对方的脖子上 令那头邻居地火赤龙 颈椎破裂 整个头颅都歪向一边 快 攻击那只后来的 蓝玄宇大叫一声 前蕾第二魂计 瞬间发动 一扇召唤之门 几乎是瞬间出现在的头顶上方 也不需要蓝玄宇辅助 一道避影 电闪而去 正是翠魔鸟 前蕾第二魂计 复刻 可以将自己第一魂计召唤出来的魂兽 复刻一只 烙印在自己的第二魂计之中 使用时 直接召唤 事实上 当前蕾拥有了这个第二魂计之后 它就已经变得靠谱多了 就算是没有蓝玄宇的增幅 也可以凭借着这个魂计 让自己有一战之力 在个人战斗力方面 立刻就变得强大起来 毕竟 它可以在第一魂计召唤物中 不断地选择 其中一只 自己认为最强的 用来召唤 二环境界 复刻出来的召唤物 可以战斗三十秒 是第一魂计 正常召唤物的一半时间 翠魔鸟 正是它们三人琢磨出来 千蕾目前能召唤出来的最强魂兽 这只翠魔鸟足有千年修为 要知道 就算是千年的翠魔鸟 也能够威胁到万年魂兽 其速度奇快无比 又是凶残无比 身形虽小 但攻击力却极为可怕 一向是魂兽杀手 复刻召唤物 只能战斗三十秒 身形迟缓的魂兽 显然是不能起到太大作用的 所以 最终就决定 复刻了这翠魔鸟来 蓝轩宇那会儿问过千蕾 复刻一个洞千秋行不行 事实证明呢 不知道为什么 洞千秋根本复刻不出来 复刻完了之后 出来的竟是一条 没法在陆地战斗的大鲨鱼 挣扎个三十秒 就消失了 而它们 也从来没有能召唤出来过 其他的人类召唤物 翠魔鸟第一时间 就感受到了 两头地火赤龙的存在 它实在是凶性十足 以至于潜蕾 都没办法完全控制得住 但给它一些攻击方向的指令 还是可以做到的 翠魔鸟宛如一道碧绿色的电光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就到了那头颈椎被撞断的 地火赤龙身边 身形一闪 哭的一声 就钻入了那头地火赤龙的眼睛 翠魔鸟为什么如此凶残 因为它的食物 乃是浑瘦的脑浆啊 那头地火赤龙 顿时歪着脖子 发出滔天悲鸣 庞大的身体 在剧烈的颤抖中 轰然倒地 而另外一头地火赤龙 看得似乎有些发呆了 它的情况 也没比这只好多少 但很显然 却是有一定智慧的 毫不犹豫张开大嘴 直奔倒地的这头的龙头飞去 闭光一闪 翠魔鸟从那头倒地的 地火赤龙的另一只眼睛中冲出 身上还带着淋漓的脑浆 下一瞬再次闪烁 绕开火球 一瞬间就到了 这第二头地火赤龙面前 地火赤龙眼睛一闭 全身炽热爆发 想用自己的身体的防御力 来抵抗 但是 翠魔鸟之所以被称之为 浑兽世界的恐怖杀手 那就是因为 它的性格实在是太凶残了 不但没有闪避 反而是瞬间加速 化为一道闭光 凶狠无比地 撞击在了地火赤龙眼皮之上 碧绿色的身影 被瞬间弹飞 甚至还带着火光 地火赤龙的防御力 确实惊人 可是 那地火赤龙 依旧发出剧烈的惨叫 眼皮虽然弹飞了翠魔鸟 但也被撕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更重要的是 里面的眼珠 受到剧烈的冲撞 破裂了 地火赤龙疯狂地咆哮怒吼 大口大口地火焰喷涂 而那弹飞的翠魔鸟 翅膀一拍 身上火焰瞬间熄灭 重新露出它那一身 翠绿翠绿的羽毛 再次化身闪电 就从那大片的火焰缸缝隙中飞过 一闪而适 呼的一声 从先前撕开的破口处 钻入其中 第二头地火赤龙 硕大的身体 也随之轰然倒地 剧烈地挣扎着 蓝轩宇三人 浸泡在岩浆之中 看得都有些头皮发麻 他们以前也召唤过翠魔鸟 当然是无往而不利 可这次 他们才算是真正看到了 翠魔鸟恐怖的一幕 全力以赴的战斗中的凶鸟 那真是无所畏惧啊 蓝轩宇甚至怀疑 如果一上来 他们就释放出翠魔鸟 或许都能硬拼地火赤龙一会儿 哪怕是不能这样 将地火赤龙杀死 也能将其中创 蓝轩宇和刘峰 看着钱磊的目光 都有了些变化 这翠魔鸟的实力 他们这些同龄人 谁能抵挡得住 这么来看 在复刻了足够强的魂兽之后 钱磊才是高能少年般 战斗力第一人呢 他这不靠谱的魂迹 可真的是越来越强了 看我干嘛 没有轩宇的辅助 我根本召唤不出来这玩意儿 我们呢 也勉强 可以算半个五魂融合剧了吧 钱磊老神在在地说道 他可不认为 自己慢慢召唤 也能召唤出翠魔鸟 这种凶残玩意儿来 他自己私下里 又不是没试过 有蓝轩宇和没有蓝轩宇 召唤出来的魂兽 那简直是天差地远 品质差得太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六十二集 我们杀了两头地火赤龙 刘峰有些傻眼地看着二人 钱磊全身一震 失声道 是啊 我们竟然杀了两头地火赤龙 这下玩得有点大呀 正在这时 热流突然奔涌而来 整个岩浆池的温度 似乎开始上升 不好 快走 蓝轩宇迅速用金纹蓝银草 缠绕在刘峰腰间 刘峰会议 在蓝轩宇右手的推动下 瞬间冲出岩浆池 同时一拉金纹蓝银草 带着蓝轩宇两人 就冲了起来 蓝轩宇身形半转 在空中 追上落下的刘峰 又是一推他 刘峰魂迹此时已经释放出来 白龙腔向下抽击 借助抽击岩浆产生的反冲之势 带着蓝轩宇和钱磊 扑向岸边方向 闭光闪过 翠魔鸟重新回到钱磊头顶上方 出现的召唤之门中 消失无踪 这只翠魔鸟似乎很是心满意足的样子 在离开之前 还深深地看了蓝轩宇三人一眼 那眼中的凶光 看得三人都有些哆嗦 所幸 这一代凶鸟只是复刻出来 不可能再出现了 复刻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复刻出一只魂兽 而是产生一种召唤联系 可以二次将它同时召唤出来 只是召唤时间会减少 下次再能够召唤到同一只翠魔鸟的几率 应该是很小的才对 三人刚刚冲上岸边 背后就是一阵炽热传来 岩浆池的温度 明显和先前截然不同了 身前就是两头巨大的地火赤龙 蓝轩宇赶忙拉着钱磊和流风 撒腿就跑向他们的身体 就在这时 那两头地火赤龙庞大的身体 开始随之淡化 竟然就那么要凭空消失了似的 一扇红色的光门 也随之出现在前方 门 三人赶忙停顿一下 但那光门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钻出来 反而是伸出来一只由光芒凝聚而成的大手 向他们三个人招了招手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海选还没结束吗 在他们看来 地火赤龙都已经死了 海选应该已经结束了才对啊 可怎么还有眼前这种情况出现呢 但这会儿也由不得他们再犹豫了 背后岩浆池突然开始奔涌 大片的岩浆向岸边涌来 进去 蓝轩宇当机立断 刘峰和钱磊 此时对他自然是无不听从 三人迅速冲向那光门 当他们冲进去之后的下一瞬 背后岩浆已经汹涌而来 光门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眼前景物骤然一变 当再次出现的时候 蓝轩宇三人发现 他们已经又来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 依旧是一个山谷 但和之前光秃秃的山谷相比 这里的一切 却都已经变得不同了 在这片山谷内 全都是郁郁葱葱的各种植被 还有一株株巨树 高大的树棺 遮挡着阳光 到处都充斥着生命气息 刚从那近视火焰的世界跑出来 三人都有种精疲力竭的感觉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先前的一切 实在是太惊险了 判断力 应变 运气 实力 可以说缺一不可 能够最终坚持到 地火赤龙自相残杀重创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就算是再来一次 他们也没有半分把握 能够做到同样的情况 这是啥情况 怎么没把我们传送出去啊 难道说 海选还没有结束 我不信还有和我们一样优秀的存在 哼 千蕾没好气地说道 无论怎么看 他都觉得先前的海选的强度 根本不是他们这个年纪和修为 能够面对的 蓝轩宇说 既来之则安之 把咱们传送过来 肯定是有意义的 就在这时 树林之中 突然有脚步声响起 三人顿时紧张起来 刘峰一闪身 就挡在了二人面前 蓝轩宇右手一挥 两根金纹蓝银草 分别缠绕在刘峰和钱蕾身上 钱蕾抛出自己的召唤金钱 已经缓过来的他 二次开启他的第一魂祭召唤之门 三人的应变 绝对可以用训绩来形容 实在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啊 树林之中 一道修长的身影 缓缓走出 面带微笑 可不正是先前将他们 送入海选之中的那位零一一吗 看到是他 三人才算是松了口气 钱蕾赶忙打断了自己的召唤 你们做得很棒 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将你们传送到这里 是有事情要告诉你们 林姐姐 我们的考核还没有结束吗 海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结束了 现在先说最重要的一件事 钱蕾 啊 怎么了 林姐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被提前招生了 啥 提前招生 钱蕾一脸的梦圈 显然没有明白 提前招生是什么意思 灵依依微笑道 你的武魂得到了学院的认可 所以你可以选择被提前招生 也就是说 只要你愿意 你现在就是史莱克学院外院的一名新学员了 三十个名额之一 钱蕾整个人都愣住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以至于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钱蕾目瞪口呆地 按着灵依依 灵姐姐 你不是逗我玩的吧 那你信还是不信 还有 你需要立刻告诉我你的选择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啊 谢谢 谢谢 因为激动 钱蕾已经有些语无伦策了 史莱克 那可是史莱克学院呢 史莱克学院那是什么地方 所有魂是梦想的殿堂 钱蕾万万没有想到 以自己这不靠谱的武魂 居然能够得到史莱克学院的青睐 成为史莱克学院外院的一名学员 这简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呢 只要他能够从史莱克学院外院顺利毕业 未来无论是做什么 都自然有一条通天之路 虽然他才十二岁 这个道理还是明白的 尤其是 像他这个年龄 哪有不爱显摆的 要是让家人知道 自己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员了 这简直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啊 而且他也会是高能少年班 第一个进入史莱克学院的人 简直了 想想都兴奋得不能自已 蓝轩宇和刘峰 在吃惊的同时 也不禁都心生艳羡 没法不羡慕呀 这就直接越过重重考核 正式成为史莱克学院新生了 看来 钱磊的召唤金钱武魂 已经被充分重视 可不是吗 翠魔鸟先前的最后的凶才 多么强势啊 连杀两只地火赤龙 话不可能为可能 灵依依看钱磊兴奋地 做出了选择 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 好 那稍后你就跟我去进行一下登记 好的好的 谢谢姐姐 这个时候 钱磊的嘴可是甜得很呢 零一一目光看向蓝轩宇和刘峰 眼中却流露出几分遗憾之色 你们会被传送回去 有些抱歉的是 因为学院设置的后续考核 都是以三人小组为单位进行的 所以 你们可能没办法参与后面的考核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岛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蓝轩宇和刘峰都是一愣 他们虽然羡慕钱磊 但也同样为钱磊高兴 从高能少年班 一直以来的最后一名 一跃成为第一个考上史莱克学院的人 怎能不值得骄傲呢 可是 他们却没有想到 钱磊的提前招生 会让他们面临这样的情况 刘峰迟疑道 那 我们两个不能参加后面的考核吗 那岂不是被淘汰了呀 林姐姐 我们两个人 也可以尝试参加正常考核吧 面对其他对手是三个人 也没关系 可以吗 不只是他们俩吃惊 钱磊听了零一一的话 也是吓了一跳 看着蓝轩宇和刘峰的眼神 顿时有些变了 先前的兴奋感都下降了许多 哦 因为我的离开 竟然导致轩宇和刘峰 无法继继续考核 哦 零一一有些为难地看着蓝轩宇和刘峰 抱歉 这是规矩 事实上 你们这一组三人能够有一个被选上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试问 在整个联邦有多少人报名今次的考核啊 你们这一组能够占据三十分之一的名额 对于你们天罗学员来说都是大好事 所以 很抱歉 你们没办法参加后续的考核了 一边说着 零一一束手一挥 一道光芒笼罩向蓝轩宇和刘峰 光芒一闪 两人在错愕之中 消失无踪 前蕾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再扭头看向零一一 这一下的变化太快 以至于他都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光芒闪烁 蓝轩宇和刘峰 下一刻就已经回到了先前的岩浆山谷之中 岩浆水池已经恢复了平静 周围一切都空荡荡的 而此时此刻 他们心头却都有些萧索的感觉 先前的海选可谓是惊险万分 他们是拼尽全力 闲死还生才终于化险为夷 并且连地火赤龙都杀了 可是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前蕾一人升天 他们两个却惨遭淘汰 刘峰牙关紧咬 这不公平 史莱克学院怎么能如此不公平 或许这就是运气吧 怎么会这样啊 我本以为我们真的有机会了呢 是啊 谁能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愿不怪吗 怎么可能 他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三年半来的刻苦修炼 蓝轩宇自己 每天几乎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韩玄也获得了好成绩 却突然被一个令他们无法理解的理由淘汰了 怎能心中没有怨对 轩宇 我不甘心啊 我们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们没法改变 已经成为事实的一切 真的 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刘峰突然看到蓝轩宇抬起头 然后笑了 没错 他笑了 刘峰目瞪口呆地看着蓝轩宇 你笑什么 其实啊 钱磊可能比我们更惨 我们现在需要祝福他才行 啊 你是不是气疯了呀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了 没什么 只是我没想到 史莱克学院对我们会用这种方式考验 考验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史莱克能够传承三万年之久 能够成为大陆第一学院 凭借的不只是实力 更是因为他自身的体系 史莱克学院一向是中立的 不参与争斗 只是培养优秀魂师 试问 这样一所如此老牌的世界第一学院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呢 所以说 我们刚刚所遇到的一切 很可能并不是真实的 可是 刚刚那位灵姐姐已经说前蕾被提前招生了呀 在那一瞬我也信了 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因为对我们两个来说 这太不公平了 可是 也正因为太不公平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史莱克学院会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吗 我对咱们在海选中的表现有信心 我们真的做到了非常大的努力 甚至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 而且 我们没有被送出去 而是被送回到了这里 为什么不让我们走 这都是问题 所以 我刚刚突然想明白了 那位灵姐姐 可能是要考验前蕾 考验她的性格 哦 你是说 灵姐姐是要看看 前蕾会不会因为自己被提前招生 而放弃咱们俩 嗯 是啊 应该就是这样 而且 很可能 把咱们传送到这里 是要看看咱们 是不是因为这种情况 而怨恨前蕾啊 毕竟 是她导致我们被淘汰 一点怨没有 是不可能的 应该是史莱克 想要看看我们的反应吧 刘峰这下是全明白了 然后一脸震惊地看着蓝轩宇 突然一把掐住她的脖子 用力地摇啊摇 你是不是人呢 你这都能看得出来 刚刚那种情况 你的心不会乱吗 嗯 你要是有一个 带着你在星际战机 模拟对战第一次出战的时候 就从后面直接攻击你的老师 你就不会奇怪 为啥我能平静了 什么大风大浪 咱没见过 是的 当银天凡第一次让蓝轩宇 在模拟舱之中 驾驶星际战机的时候 就从后面射爆了她的战机 让蓝轩宇差点气疯了 然后银天凡告诉她的答案是 没有绝对可以信任的队友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让自己处于安全状态 这是对她的第一个提醒 银天凡各种狡猾的理论 各种千奇百怪的作战方式 就是从那时候 开始传授给蓝轩宇的 不是蓝轩宇有一颗大心脏 实在是因为 有这么一位老师 心脏不大 早就被玩死了 刘风松开手 突然有些担忧地说 你说 闲串子能扛得住吗 他要是选择了放弃我们 那史莱克的提前招生 是不是就完蛋了 我不知道 不得不说 史莱克真是太损了 我们才十二三岁的年纪啊 他们这也太坑人了吧 就算是成年人 也扛不住的吧 看来你说得对 只能为前串子祈祷了 蓝轩宇刚要再说什么 突然光芒一闪 一道身影 跌跌撞撞地出现在他们不远处 两人赶忙警惕地看过去 却看到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分开不久的前蕾 前蕾一脸地失魂落魄 一抬头 就看到了他们俩 然后下一刻 就猛地扑倒在地 放声痛哭 蓝轩宇和刘风 面面相去 两人赶忙走过去 刘风想起 先前蓝轩宇的话 忍不住说道 千串子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然后遭报应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刘风此言一出 前蕾猛地抬起头 满身泪痕的脸上 突然充满了凶恶之色 一下就蹦了起来 一把抓住刘风的胸襟 怒吼道 你有没有良心 你这家伙有没有良心 你知不知道 为了你们 我放弃了什么 我放弃了 提前招生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机会 我放弃了 知道吗 你竟然说我对不起你们 你的良心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刘风被他用力地摇晃着 可无论是他 还是蓝轩宇 在这一瞬 内心之中都充满了震撼 认识三年半了 钱蕾呢 是个胖子 是个贪财的胖子 是全班排名倒数第一的胖子 平时胆小如鼠 热爱金钱 除了精神力高之外 几乎没什么太好的品性 如果不是因为有蓝轩宇的到来 他和刘风 可能早就已经被淘汰了 无论是蓝轩宇还是刘风 都万万没有想到 在史莱克学院 如此巨大的利用面前 只是这么短的时间 钱蕾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哎呀 别摇了 别摇了 哎呀 你先说说清楚 钱蕾毕竟没什么战斗力 被刘风拉开双手 刘风一脸吃惊地看着他 到底什么情况 我要是被提前招生了 你们就要被淘汰了 我欲心何人 我怎么能这么做呢 没有你们 我根本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而且 哥是聪明人啊 我精神力四百多呢 我难道不知道 如果没有轩宇的存在 我这招混根本就没什么用吗 我自己一个人上了史莱克学院 估计冲不了一个月 就要被踢出来 没有你们 我 我啥也不是啊 我放弃了 我为了和你们一起后续考核 我放弃了提前招生 我 我 我好舍不得呀 我好痛苦 我念个没有这个提前招生 听着他语无伦次的解释 蓝轩宇和刘峰已经完全明白了 虽说前蕾的小念头之中 包括了离开蓝轩宇 自己会重新变得不靠谱 可是 那诱惑 毕竟是来自于史莱克学院的呀 他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何等的不容易 刘峰一把抱住前蕾 认真地说 好兄弟 蓝轩宇也笑了 双手分别搭在两人的肩膀上 此时此刻 他的目光 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们一定会考上史莱克学院的 我们三个 一起 排选结束 电子音响起 光芒闪烁 蓝轩宇三人 同时消失在这荒芜的山谷之中 再次出现时 已经身处于训练场入口 也就是他们初见011的地方 011笑盈盈地站在那里 等待着他们 看到三人之后 微微一笑 向他们汗手致意 前蕾一脸的颓然 低着头 显然心中还在纠结着自己的痛苦 蓝轩宇则是向周围看看 并没有看到其他人的出现 向011问道 林姐姐 我们其他同学呢 结束海选之后都已经离开了 你们是最后出来的 如果前蕾选择提前招生 那我和轩宇真的会被淘汰吗 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道路 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那如果我选择了提前招生 抛弃了他们俩 会真的被招收吗 我也不知道 这要老师们决定 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 你的能力确实是很特殊 有学员老师看上了 见011说话滴水不漏 三人也没什么办法 蓝轩宇问 林姐姐 那我们的成绩 之后会统一公布 整个天罗星的海选成绩 具体如何 到时候看榜吧 蓝轩宇一阵无语 这位还真是什么都不肯说 不过 算了 三人结束斗罗世界之旅 模拟舱缓缓开启 当从那褶梨般的营养液中 钻出来的时候 强烈的疲惫感 才随之传遍蓝轩宇全身 他的修为消耗 其实并不算特别大 但精神消耗 却是巨大的 这一场海选 始终绷紧心神 寻找着所有的机会 总算是过关斩将 应该还是和两个伙伴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现在放松下来 顿时整个人 都感觉到倦意袭来 三人钻出模拟舱 却发现 其他人都没走 全都在外面等着 也包括纪红斌 迎天凡和一众老师们 眼看着三人的模拟舱 终于开启了 众位老师在松了口气的同时 眼中也不约而同地 流露出了期望之色 实在是因为 他们三个在里面的时间 比别人长得太多了 就连在他们之前 出来的吕千寻 那都是十分钟以前的事情了 他们 竟然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 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 吕千寻看着 蓝轩宇的目光 怪怪的 没有人比他更想知道 为什么蓝轩宇他们 会坚持得那么久 他们在里面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那时候 另外一只地火赤龙也过来了 而且主动攻击他们 不可能放过蓝轩宇三人的才对啊 在那种情况下 他们不应该能够活下来的 季红兵有些急切地 快步上前 来到蓝轩宇面前 露出一个询问的眼神 蓝轩宇从011那里 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也不敢乱说 毕竟 这是整个天罗星的海选 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参加 究竟成绩会如何 他自己也没有任何把握 老师 我们应该还行 不过还不知道成绩 说是要统一公布 蓝轩宇向季红斌说道 季红斌点了点头 心中列威安稳了一些 以他的经验 海选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很长 而且烈度会非常强 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至少蓝轩宇他们这一组 应该是能够进入下一轮的吧 银天凡上下看看蓝轩宇 听他们说 其他人说了你当时的判断 表现不错 没给我丢人 行了 都先回去休息 成绩应该是明天公布 试试 二十一名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应喝一声 这才向外走去 蓝轩宇明显发现 绝大部分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比如被流星火雨 砸出去的金翔那一组 还有最初就直接陨落在 火球攻击的那几组 他们甚至都没有将自身实力 完全发挥出来 就已经在海选中结束了 可想而知成绩不会太好 吕千寻 常见义和叶灵桶 相对还是平静一些 至少他们把自己的能力 也发挥得差不多了 得到蓝轩宇他们的提醒 总算是坚持的时间不短 击杀的地火蜥蜴数量 也相当不少 吕千寻主动走了过来 向蓝轩宇伸出手道 谢了 蓝轩宇抬手和他机长 没什么 大家都是同学 应该的 可惜判断的还是晚了一些 不然的话 估计大家的成绩也会好一点 我们出场后 你们后来怎么能坚持这么久的 我当时还以为 你们已经结束了比赛 第二次流星火雨 他是眼看着蓝轩宇三人 在火海中消失的 所以 怎么也想不出他们之后是如何应对的 蓝轩宇也没有隐瞒 坦然地把自己当时的想法说了一下 还有后来发现岩浆池的问题 三人在岩浆池中躲避 不过 他也就说到这里 并没有把最后他们连两头地火赤龙都击杀了的事情说出来 毕竟 吕尖寻三人 也很可能会通过海选这一轮 后面 他们可是很有可能成为对手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写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65集 听了蓝轩宇的说法和判断 吕尖寻三人都不禁有些震撼 在地火赤龙肚子下避祸可还想 还能在后面判断出岩浆池可以进入躲避 他们看着蓝轩宇的目光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平时这位也是不险山不漏水的 上课甚至就犯困打哈欠 却没有想到 真正到了实战之中 居然能够如此冷静 吕千寻一向自诩 在同龄人中是非常沉稳的 可这次海选 他就看出来了 蓝轩宇实在是要比自己更沉稳得多 关键是冷静的判断力更是远超自己 在没有什么强大能力展现的情况下 居然就带领着他的小组能够走到最后 这绝对是相当优异的表现了 他凭借的不是实力 而是智慧 如果后面我们还能继续参加考核的话 我们一起吧 一起结盟如何 吕千寻诚恳地说道 蓝轩宇一愣 没想到一直有些高傲的吕千寻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不禁对他的印象有所改观 这位不只是全班个人实力最强的 更是班长 自然有他骄傲的理由 吕千寻又加上一句 由你来指挥 统一指挥 嗯 好吧 如果依旧是一起行动的话 我们没问题 吕千寻和叶灵桶 都是很强的强攻系战魂师 常见义的控制力也相当不错 如果双方结盟 自然是大有好处的 叶灵桶一直站在旁边 冷眼旁观 什么都没有说 心中却有些怪异的感受 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三年前 蓝轩宇曾经单独找过他 似乎是想要和他说什么 自己却被吕千寻拉走了 并没有完成那次的交流 在那之后 蓝轩宇就再也没有找过他了 平时大家呢 也就是同学的关系 因为学业紧张 大家都有相当大的消耗 平时说话的时候都很少 只是没想到 在蓝轩宇的带领下 他们这一组 不但没有被淘汰 反而似乎是越来越优秀了 有了他的加入之后 刘峰和钱磊都像是脱胎换骨了 他们自然早就看出来 是蓝轩宇的辅助 让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增幅 叶灵桶也隐约有些明白了 当初蓝轩宇来找自己的意义 他很可能就是想要试试和自己 是不是也能够拥有辅助效果吧 可有些事情呢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他毕竟是和吕千寻一组的 三人一组 没有更换的可能 他自己也更看好吕千寻 所以也就这么过来了 直到这次 在烈度如此之高的比拼中 大家真正地面对艰难时 他又一次看到了蓝轩宇的冷静和睿智 这让他不禁想起 当初高能少年班考核时 蓝轩宇为了救他 引走了那头三眼魔猿的一幕 心中多少产生出几分愧疚的感觉 哎 好了 别垂头丧气的 回到宿舍 刘峰就给了钱了一巴掌 我们的成绩不一定会差 有谁能做到我们那种程度 海选排名考前 我们后面的考核 应该很有优势的 更何况 我们还有轩宇啊 这次海选 真的是让刘峰对蓝轩宇 佩服得五体投地 钱磊抬起头 愁眉苦脸地说 你们替我保密啊 这事千万千万别说出去 不然的话 不知道有多少人 骂我是傻子 傻得挺可爱的 我们前串子 也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的 多好啊 啊 啊 我的心好痛 我的心好痛啊 三人笑闹了一会儿 也就放松了下来 顿时都觉得疲倦 各自盘心冥想 蓝轩宇坐在自己的床榻上 默默感受着体内魂力的流淌 进入二环之后 他感觉变化最大的并不是自己的魂力 而是血脉之力 再次进行了调和的血脉之力 金银双色血脉气息变化非常明显 比以前壮大了 而且彼此之间的圆融又增加了几分 虽然依旧是境尾分明 但却没有半点冲撞的感觉 在他调动时 总能如臂食指一般地提供他所需要的力量 而且 经过寒选这一战 他也发现 自己的持续战斗能力明显增强了许多 他一直都在为流风增幅 还要为浅累增幅 魂力和血脉融合在一起的气息 一直在持续输出 但感觉上 消耗却并不算太大 魂力有了血脉气息的注入之后 似乎变得粘稠了 他的魂技释放 不单纯是魂力在支持 血脉之力也给了很大的助力 所以他有种感觉 自己的真实实力 似乎不该是二十级 应该有更高的水平 更何况 他双手蓝银草 双生五魂 本身魂技就是四个 不过 这次海选 也让他有了全新的见识 史莱克学院的海选 烈度都如此之强 那后面的考核 肯定也不会降低 只会更加困难 看来 真的是要特别小心才行 而且 这海选考核的 不只是单纯的个人实力 对于判断能力 分析能力 智慧 甚至是勇气 都有着综合性的考核 没有足够的勇气 谁敢跳入岩浆池之中避难呢 相比之下 史莱克学院 真的是厉害啊 带着这些有些纷乱的思绪 他渐渐进入冥想状态之中 渐渐的 这些纷乱的思路 宛如抽丝剥茧一般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蓝轩宇内心之中 一片空鸣 隐约之间 他仿佛听到了巨龙的咆哮 又仿佛回到了 曾经黑暗的太空之中 巨大的金龙 从他面前掠过 悍然扑向那一艘艘海盗战舰 耳边 似乎又听到了 地火赤龙 大踏步跺地 发出的咚咚声 震耳欲聋 每一下 都仿佛踏在心头 岳公子一步步走向那巨大的战舰 最终一脚踏落 八条金龙上下翻飞 将那战舰摧毁 阵阵暖热传遍全身 蓝轩宇渐渐陷入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状态之中 彻底地物我两望 清晨 当地玉璃阳光照入宿舍的时候 钱磊和刘峰就先后爬了起来 钱磊揉了揉眼睛 看向身边的窗铺 惊讶地发现 蓝轩宇竟然还坐在那里冥想 然后向对面的刘峰 挥了挥手 指了指蓝轩宇 刘峰也是一脸惊讶 昨天考核之后 回来大家都休息了 他俩是直接睡着了 蓝轩宇呢 则是开始冥想 可到了饭点 蓝轩宇还在冥想 也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他们就自己去吃饭了 还给蓝轩宇带饭回来 可一直到晚饭 蓝轩宇都没有行转的迹象 一直都还在冥想之中 他们也不敢惊扰 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了 这可是一天一夜的冥想了呀 这样的情况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但蓝轩宇的气息 明显十分稳定 身体周围 隐隐有魂力波动 皮肤下光运流转 很有几分宝像庄严的味道 显然是处于修炼状态 可他就是不行 这该怎么办呢 刘峰抬手指了指外面 轻轻地从床铺上一跃而下 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前蓝也小心翼翼地下了床 两人都向外面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科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到了楼道里 两人嘀咕了几句 决定还是去请老师过来看看 避免蓝轩宇出现什么问题 一会儿的功夫 慕重天和纪红斌就来了 本来他们只是通知了慕重天 但纪红斌正好和慕重天在一起 等待着海选最终成绩出来 听说蓝轩宇可能有问题 纪红斌哪能不急啊 立刻就跟着一起过来 进了宿舍 纪红斌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那里平和冥想的蓝轩宇 他双眼微眯 向其他人打了个近身的手势 然后缓缓闭合双目 默默地感受着蓝轩宇身体周围的 魂力波动和精神力波动 在这一刹那 钱磊和刘峰突然都感觉到 面前的纪老师仿佛消失了似的 人分明站在那里 可却有种已经化为石雕的感觉 再也没有任何的生命气息存在 彻底地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天人合一 慕重天心中暗暗说道 眼中满是惊险之色 瞬间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状态 这位纪老师究竟是怎样程度的修为啊 片刻之后 纪红斌重新睁开双眸 向其他人招了招手 率先走了出去 慕重天分明看到 他满脸都是喜色 纪老师 轩宇这是怎么了 出了门 慕重天赶忙追问道 好事 深度冥想 他竟然进入到了深度冥想状态之中啊 这小子还不到十二岁 哎呀 看来 昨天的海选 对他触动不小啊 深度冥想 慕重天一脸的震惊 他当然知道深度冥想是什么 那是所有魂师梦寐以求的状态 是一种身心完全融入到冥想之中 达到最佳状态的特殊情况 深度冥想 不只是会让冥想状态变得更好 从而提高魂力更快 更重要的是 在这种身心一片空明的状态下 能够极大的增强悟性 感悟到平时所无法达到的层次 最有利于突破或者是提升 慕重天现在都不只是吃惊了 甚至还有些嫉妒 他自身都从来没有过深度冥想 相对来说 修为越高 深度冥想的意义就越重大 提升的也就越大 蓝玄于此时年纪还小 自身能力又不算多 可就算如此 能够在如此年纪 就进入一次深度冥想 对他的好处可想而知 季洪斌又怎能不惊喜呢 他能够在刹那进入天人合一状态 就是在经历了一次深度冥想之后 自然而然就达到的 从而让他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把自己的战斗力 发挥出百分之百的水准 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 当初史莱克学院的一次考核 就是要求学员必须要达到一次深度冥想 那可是要一直冥想 直到进入深度冥想为止 否则不许出关 超过了规定时间 就会被视为失败啊 对于魂师来说 有过一次深度冥想的经历 下一次再进入深度冥想 就会容易得多了 等等 突然间 季洪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瞳孔骤然收缩了一下 然后猛然回身 看向身后的宿舍 表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原来是这样啊 如果真是如此 那机会可就更大了呀 季老师 您在说什么 我知道他为什么进入深度冥想了 不只是因为这次海选之中受到了启发 同时也是因为啊 他的精神力达到了临界点 还记得之前的测试吗 499的精神力 达到这个临界点之后啊 这轩宇正好接住了这次海选的刺激 竟是直接要开始突破了 慕重天目瞪口呆 突破 499点精神力向上突破 意味着什么 他再清楚不过了 灵海境 精神力将会从灵通境进入灵海境 那可是一个大层次的跨越 难道说不该积累一段时间 才有突破的可能吗 这小子是没有瓶颈的吗 深度冥想来突破精神力层次 这毫无疑问是会成功的呀 这是运气还是实力啊 慕重天突然觉得 自己开始有些看不懂这个世界了 或者说是看不懂天才的世界了 秦磊 刘峰 你们两个今天不用去上课了 就留在宿舍里 守着轩宇 不要让他被任何人打扰到 直到他自己醒过来 他这是初次深度冥想 时间啊 应该不会太长 但是收获肯定是不小的 等他醒过来啊 你让他给你们讲讲他的感悟 会对你们未来也进入这个境界有帮助的 是 季老师 刘峰 刘峰和钱磊对视一眼 赶忙答应下来 对于蓝轩宇 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嫉妒的 正相反的是 他们巴不得蓝轩宇的实力更强一些 他们现在是三维一体 共荣共辱 而且 蓝轩宇的实力越强 对他们的辅助效果就越好 事实上 他们现在都弄不清楚 蓝轩宇究竟算是什么系的混事了 说他是控制系吧 他的辅助能力超强 说他是辅助吧 他自身又可以通过兵属性魂技去控制 甚至还有一定的直接战斗能力 唯一的问题就是 魂力太低了一些 可就算如此 在他们心中 蓝轩宇也绝对是高能少年班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 太全面了呀 回到办公室 季洪斌志得意满地 双手抱在胸前 坐在椅子上 看着面前的屏幕 待会儿 整个天罗星的海选成绩就会公布 按照以往的惯例 海选是最为激烈的 而且 是淘汰人数最多的 能否进入下一轮 海选至关重要 这是一场绝对综合性的考核 在天罗星成千上万的考生之中 只有前一百名 才能够进入到下一轮呢 当然 这个一百名 实际上呢 指的是一百个小组 每个小组三个人 也就是 一共可以有三百人 进入到下一轮 天罗星大大小小 有多少座学院 天罗学院 已经有很多年 没人考上过史莱克学院了 所以才会有 高能少年班这个产物 今年着实是寄予了厚望 可先前海选之中 好几个小组 都是瞬间就结束了比赛 毫无疑问 将会被淘汰 季洪斌心中哪能不及呀 幸好 后面的学员们 坚持的时间较长 尤其是蓝轩宇 吕千寻这两组 现在就看 最终的成绩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了 而且 从这次海选的情况来看 学生们的个人实力 其实不弱 只是应变的能力 就要差一些了 史莱克学院的海选 真的是太综合性了 甚至 连运气成分都有一些 出来了 慕崇天有些急切的声音响起 令他身边的季洪斌 瞬间就坐直了身体 目光向屏幕上看去 首先出现的一排 是91名到100名的排名 先出现三个名字 然后 先是学院和得分 慕崇天一眼就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第99名 金翔 唐岳阁 李鹏冰 天罗学院 积分39 哈哈哈哈 金翔他们入围了 太好了 慕崇天兴奋地差点跳起来 虽然只是进入海选 还不算什么 但能够进入海选 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这绝对是大好消息 而且 在他的印象中 金翔他们坚持的时间 并不算太长 至少 还有四组人 都要比他们坚持得更久一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所以 金翔他们能够入围 那就意味着 天罗学院高能少年班 至少有五组人 能够入围成功 而且 另外四组的成绩 肯定更好 季鸿斌也是松了口气 他当然也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忍不住笑道 这金翔他们三个运气 还真是不错呀 就差那么一点 就被淘汰了 这不过 这么看来啊 这一次海选的猎度 还真是强啊 他们一共也没坚持多久 竟然还能入围 那这更多的学员 恐怕上来就被秒杀了吧 金翔三人才坚持了多久 有没有一分钟啊 屏幕上的名字再次滚动 这次是81到90名 没有属于天罗学院的名字 这反而让两人都露出了笑容 这意味着 剩余几组的排名更高 很快 他们又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第75名 属于高能少年班 也就是后来在下面两组人之中 剩余两人的那一组 然后在第67名 看到了另外一组的名字 至此 确定入围的 已经有三组 而蓝轩宇和吕千勋小组 都还没有出现 一共七组 五组入围 也能交代得了了 高能少年班 没白耗费那么多资源啊 哎 别高兴得太早喽 等什么时候啊 真有人考上了史莱克学院 那时候再高兴也不迟 现在啊 这只是海选 后面等着他们的选拔 还有很多呢 这接下来啊 就是一百进十 只有进入天罗星前十 那才有资格前往母星 真正到史莱克学院 接受最终的考核 嗯 但总算跨出了第一步 真是期待啊 不知道蓝轩宇和吕千勋 他们这两组 能在海选排名多少 我记得每个星球的海选前三名 似乎还有物质奖励吧 嗯 是幸运转盘 谁也不知道奖励会是什么 我也从来没见过 或许 名单还在滚动 当进入到第三十一 至四十的排名 依旧没有看到蓝轩宇 和吕千勋两组人的名字时 季红冰和沐重天 不由得又紧张起来 这意味着蓝轩宇和吕千勋两组 都已经进入到了前三十 他们现在是不希望看到他们的名字呀 如果看不到 才意味着他们的排名更高 别出来别出来 沐重天嘴里念叨着 二十一到三十名的名单出现了 沐重天瞬间扫过 没有熟悉的名字 不禁用力地挥动了一下拳头 太好了 没有 前二十 他们两组都进入了前二十啊 太棒了 季红冰此时也已经站起身 双手撑在桌面上 目光一顺不顺地看着面前的屏幕 韩选前二十 这可是整个星球的前二十啊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可是 在他心中 自然还有着更高的期望啊 他希望看到的 又何止是前二十的成绩 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的名单 终于出来了 没有 依旧没有 沐重天忍不住跳了起来 头撞到了天花板 发出咚的一声 哈哈大笑 哎呦 哈哈哈哈 前十 前十啊 太棒了 两组前十 下一批高能少年班 有望了 考上史莱克学院 有望了 接下来的考核 就是天罗星这前一百的团队 进行战斗 选出前十的团队 进入到最终前往 史莱克学院的考核 而能够在海选排名前十 无疑脱颖而出的几率 会大得多 季鸿冰嘴春敏的紧紧的 他现在就希望 在前三名之中 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毫无疑问 比吕千询他们坚持 超过了十分钟的 蓝轩宇小组 在名字上 应该更好 如果吕千询他们 都能够进入前十的话 那么 蓝轩宇三人 进入前三的可能 就大得多了呀 会不会 会不会有 终于 最终的名单出现 第九名 吕千询 叶灵彤 常见义 天罗学院 积分 五百三十一 第九 他们第九 宇军他们 木重天的目光 是从下往上看的 所以 一下就看到了 吕千询三人的名字 一个第九名 足以令他震撼般的惊喜了 然后他的目光 就继续向上 搜寻着另外一个名字 可是 却始终没有看到 是的 没有 根本没有啊 哪去了 一直到 他的目光落在最上面 一排名字上时 天罗星海选 冠军 蓝轩宇 钱磊 刘峰 天罗学院 积分 两万零三百四十一 十话 瞬间 木重天记红冰全部十话 木顿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名单 屏幕上 字体开始缩小 钱一百名的名单 全部排列呈现出来 最上面的那一串名字前 有一个金色的皇冠 代表着冠军 虽然心中一直有所期盼 可是 当这一幕真正呈现在眼前的时候 木重天和纪红冰 还是充满了不敢置信之色 第一名 冠军 还选冠军属于天罗学院 属于高能少年班 在这一瞬 木重天眼泪都下来了 三年半的时间 付出全部心力 这一刻 他觉得一切都值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第一名 竟然会是他们的 这积分 是怎么回事啊 纪红冰突然有些 目瞪口呆地问道 木重天也愣了一下 然后擦掉泪水 揉了揉眼睛 定睛看去 两万零三百四十一分 什么鬼 第二名 一千二百三十一分 这 也就是说 第一名比第二名 高了一万九千分 再说的那啥一点 后面九十九名的 得分加起来 都不如第一名的 蓝轩宇小组多 昨天 纪红冰他们 并没有过多的询问 在里面发生了什么 因为当时蓝轩宇 看上去 就已经非常疲惫了 而且 从其他学员那里 他们了解到了 大部分的情况 生存 是考核的中心 生存的更久的 蓝轩宇他们 成绩自然是会不错的 可是 眼前这个数据 也太夸张了吧 慕重天 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会是搞错了吧 不可能 史莱克学院 那是何等的言解 怎么可能 在这种事上搞错呀 这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发生了 什么特殊情况 给予他们 特殊的积分奖励 只不过 这实在是 高的有点多呀 何止是有点多呀 简直是 高的太多了才对 两万多分 这什么概念 恐怕不只是天罗星 如果还选的考核项目 都是一样的 在这次全联邦 这成绩 估计都是第一了吧 毕竟高的太多了 不行 去问问他们 究竟干了些什么 慕重天坐不住了 直接跳起来 就往外走 季红斌紧随其后 很快 他们就再次来到了 三三三寝室 正在尝试着冥想 看看自己能不能 也进入深度冥想的 钱磊和刘峰 被叫了出来 什么 我们是第一 冠军 冠军 全天罗星都冠军啊 第二名才一千多分 你们两万多分 你们干了什么呀 慕重天急切地问 钱磊和刘峰对视一眼 两人却是同时摇了摇头 钱磊说 不能说 你们问轩宇吧 昨天我们商量好了 最后的情况谁也不告诉 后面还有考核呢 我们不能过早地暴露自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沐崇天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啥 还保密 轩宇说了算 等他醒了 你们问他吧 他要是便宜说 就告诉你们 不愿意说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哇 冠军啊 冠军啊 钱磊的心都在飞扬 先前因为提前招生的事 带来的郁闷 早就一扫而空了 看着沐崇天惊讶的样子 甚至还有点心中暗爽 心说 我要是告诉您 我被提前招生了 还拒绝了 您指不定啊 要惊讶到什么程度呢 最终 沐崇天和季洪斌 也没问出什么来 他们还没离开 银天凡就火烧火燎的跑来了 神度冥想 银天凡同样是一脸的吃惊 灵海惊啊 这要是破灵通镜 进入灵海镜 不愧是我的弟子 积分的事 回头再说吧 话说 下一轮考核 什么时候开始啊 三天后 神度冥想 时间可没准 三天醒得过来不 而且 还要去转幸运转盘 获得海选奖品呢 银天凡一脸亢奋 跃跃欲试 关于幸运转盘 他和季洪斌 也都只是听说过 并没有真的见过 那是什么东西 但据说 幸运转盘里 是有好东西的 以史莱克学院 几万年积累的财力 绝不可能吝啬呀 当初他们在上学的时候 凡是抽过 幸运转盘的学员 只要后来进入史莱克的 似乎进入内院的概率 特别大 对此 他们可是记忆犹新 幸运转盘最好 是能够抽到 直接提升实力的奖品 这对后面的考核 自然是大大有利的 季洪斌说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他修为低 不会太久的 事实上 蓝轩宇也确实 没有让他们等待太久 当夜幕再次降临时 蓝轩宇的精神意志 也渐渐回归 他只觉得全身 不断传来阵阵清爽 在自己感知到的世界中 金银双色漩涡 在自然而然的流转 这是 所有的一切 他似乎看得更加清晰了 那一条条青脉上 那一根根骨骼 似乎都覆盖着淡淡的金色 与银色 而且都是网格状的规律排列 二者之间 敬畏分明 但却隐隐又有所碰撞交融 他自己的整个身体 似乎都是由这两种颜色 组成似的 意识回归 精神力外放 没有睁开双眸 但蓝轩宇 却能明显感觉到 在宿舍之中 刘峰和钱蕾 都坐在那里 盘膝冥想 张哥宿舍内很安静 但哪怕是一粒灰尘 却都在他的感知之中 丝感的延伸 让他渐渐感觉到了 外面楼道之中 甚至能够像眼睛一般 看到更远的地方 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 更有着 全身融会贯通般的舒爽 心灵若海 浩瀚无边 这是 林海静 我的精神力突破了 突破到了500点以上 真正进入到了 林海静的层次 蓝轩宇不自觉的 有些亢奋 和他那修炼缓慢的 魂力相比 他的精神力提升速度 只能用惊人来形容 他还不到12岁 精神力就已经 进入到了林海静 未来 无疑还会以高速 继续提升下去 而林海静的精神力 无疑会对他的整体实力 都有着极大的提高啊 自然而然地 睁开双眼 视觉 与精神力感知的 一切重合 所有的一切 变得越发清晰了 在蓝轩宇 双眸之中 仿佛有两道冷电 一闪而过 虚空声电 暗示声光 似乎是感应到了他的变化 或者是受到了他的精神力 外放的刺激 潜蕾第一时间 就睁开了双眼 看向了对面的蓝轩宇 你醒了 潜蕾一脸的笑容 蓝轩宇点了点头 感受了一下体内奔腾的魂力 整个人似乎都处于巅峰状态 甚至连平时提升速度缓慢的魂力 似乎都在这次冥想之中 祸以非浅 潜蕾一说话 对面的刘峰也清醒过来 潜蕾哈哈笑道 我们是冠军 还选冠军 冠军吗 蓝轩宇愣了一下 虽然猜到成绩会不错 但真正获得了冠军 还是有一股莫名的惊喜 瞬间袭来 是啊 听说还有奖米呢 幸好你醒过来了 不然的话 明天就只能我们两个去抽 代替你也抽了 幸运站盘听说过没 一人一刺 是莱克学院给的奖励 潜蕾点了点头 蓝轩宇笑了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给你们的辅助效果 对于运气有没有增加 听他这么一说 潜蕾和刘峰也不禁都笑了出来 冠军 他们是冠军呢 两人心中不约而同地想起 蓝轩宇之前说的话 他们会一起考上史莱克学院的 一定 我饿了 你冥想了两天 没法不饿 走 我们陪你去吃 直接找上 银天凡 吃小灶 蓝轩宇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 一边听说了自己深度冥想的事情 他的经验 自然也不会吝啬于 分享给伙伴们 可是 他也没什么经验呢 就是到了那个状态 自然而然就进入了 银天凡 直接给他测试了一下精神力 505 这是最新的数据 确实是已经进入到了 领海净层次的精神力了 蓝轩宇几乎把银天凡的存货 吃了个一干二净 才算是心满意足 这次海选获得的好成绩 得到了学院的极大认可 对高能少年班的支持力度 再次加大 已经决定 进入海选前一百名的五组学员 在之后的伙食方面 全部改为珍惜食材 以助力他们获得更好的成绩 两万分怎么来的 赶快坦白 银天凡把季红斌也叫来了 蓝轩宇的两个老师 都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面对这二位 蓝轩宇哪敢隐瞒 这才将后面应对的过程 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听着他的讲述 季红斌和银天凡 表情各异 季红斌的脸色明显有点黑 而银天凡呢 却是一脸的亢奋 重重地拍了一下蓝轩宇的肩膀 不错 不愧是我的徒弟 现在我可以放心地把我的星际作战经验 开始传授给你了 个人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 原来你这两万分是偷鸡取巧得来的呀 我跟你说 还是得多加修炼 提高修为 那才是正理 别把太多心思 放在思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上 什么叫乱七八糟 这叫冷静 睿智 硬变 机敏 你懂个屁 要不你考不上内院 就是因为太死板了 只知道傻恋 总比某些人直接被开除了强啊 难道你想轩宇以后考上了 也被开除啊 蓝轩宇有种要蒙上脸的冲动 又开始了 这二位只要一见面就会吵 刘峰和钱磊 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钱磊忍不住说 等等 季老师 副院长 听你们这意思 你们以前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听他提出这个问题 银天凡的办公室内 突然安静了下来 事实上 蓝轩宇也早就猜到了一些 只是一直都没好去问 每次提到史莱克的时候 银天凡那一脸的纠结 他又不是看不到 季红冰淡淡地说 嗯 是的 我毕业于史莱克学院的外院 却没什么成就 给母校丢脸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课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银天凡却是大怒 你几对谁呢 我就是被开除的 毕业都没毕业 怎么了 好歹我后来还凭借着一身本事 指挥上了舰队 我在史莱克学院 星际指挥系学习过好几年 后来因为一些特殊情况 被开除了 说到这里 他的眼底闪过一抹痛苦 尽管过了这么多年 可每当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银天凡心中 依旧是忍不住抽筒 季红斌的脸色 恢复了几分 眉头微醋道 其实那次的事情 也其实不能全怪你 虽然你自己 战斗力不怎么样 但是在指挥方面 的确是很有天赋 那会儿啊 我们都以为你能考上内院呢 这一旦从内院行系 指挥系毕业 你就很有可能 成为联邦舰队的 大指挥官了 别说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早就已经是事实了 轩宇 今天说到这儿了 老师就给你讲讲 当初我为什么被开除的 给你引以为戒 一边说着 他瞥了一眼刘峰和钱雷 你们俩小子 还在这儿眼巴巴地 看着干嘛 也想听老夫丢人的事啊 老季啊 他们可是跟轩宇一组的 不该操练一下吗 你们两个跟我走 刘峰和钱雷在惊骇之中 就被大魔王给带走了 办公室内 就只剩下蓝轩宇 和银天凡师徒二人 说起来 当初开除那件事 直到现在 我都有些不服气啊 银天凡轻叹一声 在这一瞬间 蓝轩宇似乎从自己这位老师身上 感觉到了几分苍老 无疑 只有在意 才会如此 对银天凡来说 那绝对是一段非常不美好的记忆 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 老季说的没错 我那时候一心就想要考上内院 而且也自觉有几分把握 正所谓春风得意 马蹄级 当年在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我也算得上是相当的骄傲了 那会儿我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史莱克学院 星际指挥系 当然了 也没想到这么胖 还是有点英俊的 班里好几个女同学 都对我有意思 那绝对是各顶各的漂亮 身材也特别好 要不是学院规定 十八岁以下不许恋爱 老师 您是不是跑题了 现在回忆起来 都是眼泪啊 得到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等失去了 才觉得痛苦 我初入史莱克 在最先进的教学之下 各方面都是突飞猛进 当时老师就说我 非常有行战天赋 未来必定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 唯一的问题 就是我太喜欢剑走偏锋 喜欢出奇制胜 需要在正面作战上面加强啊 我却不以为然 我总觉得 以最小的代价 获得最大的胜利 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战术 至于战术是什么 要看战场情况 所以那时候的我 在指挥方面 就以诡辩多端筑成 这一点 你应该从我驾驶星际战机的时候 也能看出来一点 那能看不出来吗 第一次让徒弟驾驶星际战机模拟 就在屁股后面开炮 把徒弟的飞机都给炸毁了 还美其名曰 为了促进我提高警惕 之后几年学习 我在骑兵突袭 诡辩战术方面 有了不少的心得 学院里有一些老师 喜欢我这方面的天赋 有些老师却不太喜欢 但我自己却无所谓 我觉得 我只要做好我自己 就足够了 我自己认为正确的 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那时候 我总觉得 老师的一些教训 根本没必要 无论什么事情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直到那次 那是六学期的期末考试 等到考试结束时 我正好十八岁 一般来说 这个年纪才是刚刚要进入 高等学院学习的时候 可对史莱克来说 却已经完成了 高等学院的所有学科 接下来 就看能不能考上内院了 如果不能考入内院 还可以在外院 继续深造四年 如果考上了 那就不知道会是多久了 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也非常有信心 能够在期末考试之中 脱颖而出 然后再去接受内院考试 当时对我最好的那位老师 跟我说过 说我有指挥一支 宇宙舰队的天赋 未来一定能大放异彩 所以啊 那时候的我 真的是有些太骄傲了 也听不进去其他人的劝说 我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懂得自行 后来我懂了 可一切也都晚了 那场期末考核 考的是一场大型战役 我们所有星际指挥系的学生 都要参加 然后分组 每组三个人 分别指挥一支舰队 组成联合舰队 和其他组进行对抗 以作战情况 来决定最终考试成绩 那时候 我对自己信心十足 我那两个队友 都是相对比较弱的 这也是老师 特意安排给我 希望我能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更好地发挥出 自己的能力 然后考核开始了 刚开始的时候 情况还算顺利 我带着他们联合舰队 所向披靡 很快就歼灭了一股力量 壮大自己 但是 我们却很快遇到了围剿 有三组同学 组成了联军 对我们展开了全面围剿 他们就是祭荡我的实力 不希望我的成绩太好 那样的话 他们还有考上内院的一丝机会 我当时 哪里会在乎这些 立刻就和他们对上了 用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术 套路他们全体 将他们带入各种埋伏之中 不断地通过骚扰 干扰 挑拨等方法 削弱他们那联合舰队的实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队友舰队 不断地遭受损失 因为他们的舰队 和我相比 控制能力差了许多 我也需要他们去诱敌 我那两个队友 对此毫无意义 一直都配合着我的行动 终于 那三组同学的联合舰队 在我的各种战术下 开始渐渐地支持不住了 他们在这时 选择了和我谈判 他们希望 能够通过谈判 让我放他们一马 让他们的成绩 能够相对好看一些 他们甚至保证 听从我的调遣 并且愿意配合 我后面的行动 去对付其他的同学 当时的我 实在是太骄傲了 一亿组人 面对三倍于己方的敌人 竟然能够战而胜之 压迫对方投降 那种感觉 让我的心态出现了问题 我只觉得 以我一己之力 就足以获得最终的第一名 又哪里需要他们 而且他们三组人 联手对付我 早就让我心生怨念 于是我表面 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但在双方 准备进行联盟的时候 却突然偷袭 将那三组人的舰队 彻底击溃 令我没想到的是 一直支持我的两个队友 对这样的情况 出现了不满 他们质问我 为什么言而无信 我告诉他们 兵不厌诈 战场上没有仁慈 更不需要仁慈 只有实力 才能证明一切 以最小的代价 去摧毁敌人 那两名队友 却依旧很愤怒 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当时正处于信心爆棚 骄傲无比的时候 在战斗中 我总能保持冷静 所有人都说我狡猾如虎 可事实上 我不听人言 不懂自行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 就彻底暴露了 我被他们激怒了 然后就做出了 令我自己 后悔终生的决定 我指挥着自己的舰队 将他们的残军 直接毁掉了 他们因为先前 为我诱敌 阻挡敌人 本来就消耗了很大 又怎么会是我的对手啊 一时间 时间 安静了 在将他们的旗舰击溃之后 我其实 就有点后悔了 后悔自己太冲动了 但我那时又觉得 我展现出了 如此之好的战斗天赋 就算这么做了 又能怎么样 蓝轩宇听到这里 不禁有些目瞪口呆 他虽然一直都知道 自己这位老师的性格 有些特殊 却没想到 居然会是如此程度 银天凡一脸的苦涩 考核结束 我的成绩是第一名 毫无疑问的第一名 但与此同时 我万万想不到的是 学校的开除处分 也随之而来 当时我特别不服气 那是战场 而且只是模拟战场 我觉得我虽然做错了 但也不至于被开除吧 可是 就连对我最好的老师都说 战术诡辩可以接受 擅长以骑兵作战 也同样可以接受 但是 连友军都不放过 因为一点矛盾 就将友军也毁掉 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这样的我不配成为 一名指挥官 如果真的让我指挥一支舰队 很可能会带给舰队 灭顶之灾 那样的我 只会成为一名奸雄 而不是英雄 于是 我就被开除了 带着万分的不甘被开除了 而且抹去一切 在史莱克获得的荣誉 史莱克学院 甚至正告联邦 不允许任何一所 高级学院的星际指挥系 接受我继续学习 当时的我 几乎是走上了绝境啊 那段时间 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间 整整两年 我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 但也正是那次打击 让我有了巨大的触动 在所有的愤怒过去之后 我终于明白了一些道理 然后 我找到了当初的队友 向他们诚恳地道歉 史莱克 我是回不去了 但我不甘心 就这样碌碌无名一辈子 于是我选择了参军 我没有高级学院的毕业证 甚至连中级学院的都没有 所以 只能从一名普通士兵 开始做起 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从普通士兵成为特种兵 然后成为一名星际战机驾驶员 一步步提升 最终 终于能够指挥一支小型舰队 也拥有了少将军衔 但是 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在史莱克学院的劣迹 最终让我只能直步于此了 我再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继续前进 直到后来 心灰意冷之下 我才来到了这里 我一直都渴望着 有更大的舞台 可惜 是我自己的错误 让我失去了这一切 我自问有一身能力 有专属于我自己的星战方式 可是 我却根本没办法 将它带到星际战场上去 大家 给了我一个模糊的绰号 可他们又哪里知道 我只是一只 心死的模糊啊 轩宇 所以 你要记住 无论你从我这里 学到的战术 多么诡辩 立身 一定要正 心正 才能走得更远呢 银天凡此时 一脸的沧桑之色 回忆 总是令人痛苦的 蓝轩宇轻轻地点点头 嗯 史莱克学院 是不是矫枉过正了 他们应该给您一个机会的 以前 我也一直这么觉得 可后来 我渐渐明白了 或许 是我自己的性格之中 真的有问题吧 如果一直那样 顺风顺水地发展下去 我恐怕真的是 嚣张地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所以 我早就不恨学院了 但没能从史莱克毕业 没能进入史莱克学院内院 一直都是我一生中 最大的遗憾 更这样 你现在已经有了机会 前往史莱克 你愿意为老师完成心愿 加入兴� ripe 加入兴战指挥系吗 银天凡 云辟肯切地看着蓝轩宇 眼中隐隐有泪光闪现 蓝轩宇也不自觉地 被他带的情绪有些激动 竟要点头答应 傻小子 那都是套路 就在这最后等着你呢 加入什么星战指挥系 你的世界不只是星辰大海 那更应该是无敌英雄啊 一声断鹤传来 纪红斌推门而入 一脸愤怒地看着银天凡 你这家伙 将我又走就是为了套路轩宇是不是 让他答应你只考入什么星战指挥系吧 好你个死胖子 你还要不要点脸呢 说好的公平竞争呢 在蓝轩宇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银天凡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有些善善地说 我说的也都是事实啊 事实 你怎么从军队下来的 要不要我给轩宇讲讲啊 那学院当初开除你是一点错都没有 你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 就算现在是好多了 但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人间不拆啊老季 好了 轩宇 你先回去休息吧 后面还要继续参加选拔赛呢 这可是咱们天罗星的正式选拔了 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 你要搭起精神 努力获得好成绩 一边说着 银天凡搂着蓝轩宇的肩膀 就给他推出了房间 蓝轩宇又不傻 这会儿已经明白了 尹老师刚刚这一番话之中 恐怕 多少是有那么一点水分的 之所以如此的情真意切 主要还是为了忽悠自己 一定要报考星战指挥系 如果不是之前在太空中的一战 所见所闻 对他触动太大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 但现在 心中却多少有些变化了 他自己也有点没想明白 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他自己也明白得很 如果选择了星战指挥系 或者说是星际指挥系 那肯定要在个人修炼这方面 有所放松 尤其是机甲 豆凯这些方面 有点头疼的呀 不过 他一向擅长自我调整 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现在考虑这些 还延迟过早 我能考上史莱克学院再说吧 才回到宿舍 慕重天就找来了 要抽奖了 抽奖 还是在斗罗世界中进行 蓝轩与前蕾流风三人 带着亢奋的心情 再次进入模拟舱之中 慕重天再次将他们带到了训练场 灵依依笑眯眯的 早就等在那里了 一看到他 前蕾就莫名的有点郁闷 当初 可就是这位带给了他那么巨大的希望 然后又让他不得不放弃啊 他那美丽的笑容 在他眼中 可就不那么漂亮了 恭喜你们 能够获得海选第一名的好成绩 而且 根据我所知道全联邦的情况 你们的总分 应该在全联邦也是排在第一位的 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哦 过往基本都是 母星那边的考生名列前茅 你们为天鹅星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灵依依微笑着说道 一旁的慕重天也是心头一震 全联邦第一吗 灵依依点了点头 她是仔细看过蓝轩宇 他们三人的海选录像的 全联邦第一 这个海选成绩 可是相当了不得的 第二名 也不过是一千多分而已 他们 却足有两万分之多 这和最后翠磨鸟的强悍 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同时 能够创造那个机会的蓝轩宇 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事实上 蓝轩宇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海选全联邦第一这个成绩 其实 都可以帮他们三人提前招生了 但上面却有人打了招呼 说要再看看他们后续选拔中的表现 所以 就按压了下来 继续让他们参与选拔 灵姐姐 全联邦第一 是不是有什么额外的奖励 比如 多抽一轮奖品之类 蓝轩宇漂亮的大眼睛 看着灵依依 一脸的期盼之色 她长得本来就好看 再加上那温和期盼的眼神 灵依依看的都是一呆 但很快就缓过神来 心中暗想 这小子还真是厉害呢 她可是看过蓝轩宇在海选中的表现的 那种冷静 胆大 心细 关键时刻 毫不犹豫的勇气 都可圈可点 和眼前这个有些卖萌的样子 简直是截然不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小子腹黑呀 他才多大 这是怎么交出来的 还是天性使然 没有 为了公平起见 一视同仁 零一一脸色微微一沉 故意不给她好脸色看 蓝轩宇道 一视同仁 可我们第一名可以抽奖 这本身对于其他人 也不算公平吧 为什么不索性 让我们多抽一次 那你可以选择不抽 不就公平了 那也不对 其他星球的第一名 肯定是要抽奖的 如果我们不抽 对我们就更不公平了 那既然只能一次 那就一次吧 好了 准备抽奖 一边说着 他右手在虚空中一按 一扇粉红色光门 浮现而出 向蓝轩宇三人 做了个请的手势 第171集 三人走入光门中 光门内 有种光怪陆离的感觉 四面八方投射而来的 是道道粉红色光运 头顶是无限太空 脚下 是一片彩色世界 那是一个巨大无比 高速转动中的轮盘 因为转动速度过快 根本看不清下面是什么东西 你们现在可以围绕着轮盘跑一圈 选择自己的站位 当轮盘停止转动时 你们的奖品就会出现 一旦站定 你们将无法再移动 幸运轮盘 竟然是这么抽的吗 那我们三个 可不可以站在一个地方 不可以 每个位置只能站一个人 那这幸运轮盘抽奖中 都会有什么好奖品呢 这颜色 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你们进去之后 不要停下小步 只要停下 就意味着选好了位置 都说了是幸运转盘 当然是拼运气的 下去吧 零一一一挥手 一道光运 将三人卷起 朝着幸运轮盘上 落了下去 不要停步 蓝轩宇赶忙说道 虽然停在什么地方 看上去都是一样 但还是观察下来 再选择会更稳妥一些 刘峰和钱磊 自然都听他的 三人落在幸运转盘上 就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大不得在上面行进 脚下一片光怪陆离 看不清 在旋转的究竟是什么 蓝轩宇双眼微眯 刚刚达到 连海镜的精神力 微微外放 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变化 更高境界的精神力 让他的感知能力 也变得更强 此时在刻意的凝神之下 顿时对周围的感知 有所增强 依旧看不清 下面是什么 但蓝轩宇 却隐约能够感觉到 这幸运转盘上 是有一些不同气息的 有的气息 充满了清香般的诱惑 有的气息 则是凶利无比 还有的气息 会给人一种 难以形容的抗拒感 也有一些地方 是没有任何气息的 这究竟要如何选择呢 这些气息一直都在旋转 并没有停下 也就是说 就算他能够辨别出 什么气息对应着什么 也不可能真正的选中 这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 想到这里 蓝轩宇有些无奈地叹息一声 转身示意道 前蕾 你先选个地方停下 好 前蕾的兴奋 来自于抽奖 至于奖品是什么 既然决定不了 那就无所谓了 他直接停在了 自己所在的地方的原位 光芒一闪 一道紫色光韵 瞬间出现在他脚下 然后 一个悦耳的女声就随之响起 所有魂魂修为提升五百年 前蕾被吓了一跳 蓝轩宇和刘峰也都是一愣 魂魂等级提升五百年 这奖励可是相当好的呀 蓝轩宇在前蕾停下脚步的那一瞬间 就集中精神在他身上 他清楚地发现 出现在前蕾脚下 瞬间凝固了一下的 是先前自己感受到的那个 轻心的诱惑气息 而这气息在前蕾停下之前的一刻 还在四步之外 轻心气息 是提高魂环粘线 这个提升 对前蕾来说 可是相当不错的呀 不但会有魂力反补 而且 也会让他的魂迹更加强大 召唤速度自然更快 也有可能召唤出 更强的魂兽 甚至召唤出来的魂兽 能够坚持的时间也更长 这对于接下来的选拔赛 显然是大好事 但更重要的还是 蓝轩宇对幸运转盘的判断 刘峰 你停下 好 刘峰答应一声 也停下了脚步 在他停下的一瞬间 蓝轩宇极大程度地 集中了自己的精神 感受着转盘的变化 转盘突然加速 刘峰脚下 七步之外的一股气息 突然转到他脚下停了下来 那是一种充满凶恶的气息 传灵塔制造 两千年又被魂骨一块 附带魂界一个 魂骨 听到魂骨二字 蓝轩宇三人 不禁都瞪大了眼睛 这绝对是再好不过的东西了 魂骨是什么 那对于魂师来说 重要性 甚至还远远超过魂环 但却极其难以获取 在上古时期 魂骨只会在魂兽身上诞生 当魂兽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下 被杀死后 魂骨有极小的几率会出现 魂骨主要分为六种 分别是头部魂骨 躯干骨 左臂骨 右臂骨 左腿骨 右腿骨 这是主要的六块魂骨 魂骨的作用是什么呢 任何位置有了一块魂骨 就会对该位置有着极大的增幅 同时附带一个魂迹 魂师一般来说 每提升十几才能拥有一个魂迹 九环以上的是神迹 也就是说 魂迹数量一般来说是有限的 一个魂环对应一个魂迹 但同样也是固定会出现的 一个魂环必然会有一个魂迹 可魂骨却不一样 魂骨是额外的 不是通过修炼能够获得的 多一块魂骨 不但意味着在身体那个位置会被增强 同时也意味着多一个魂迹 这对于魂师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早在上古时期 魂骨就是极其珍惜的存在了 而且魂环会随着魂师死去而消失 魂骨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这就让它显得越发珍贵 一直到最近几千年来 由联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 传灵塔 才开始逐步研发出了人造魂骨 让魂骨开始得以推广 但人造魂骨在研制过程中花费巨大 所以购买人造魂骨所需要的金钱 也是天文数字 一般来说普通魂师自己是买不起的 联邦经常会将人造魂骨作为 对有重大贡献魂师的奖励而发放 这幸运转盘上的奖品之中 居然有魂骨存在 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啊 虽然不知道这块右臂魂骨附带的能力是什么 对应的是什么魂兽 但这绝对是大好事 就算拿出去卖了也能获得大量的联邦币 刘峰兴奋的都要跳起来了 只是停下脚步之后却不能继续移动 蓝轩宇深吸口气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神 继续认真地感受着脚下转盘的气息 想到这里 他继续前行了一段 在认真感受着脚下气息的同时停了下来 在他停步的那一瞬间 蓝轩宇顿时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仿佛被牢牢地吸附在了地面上似的 紧接着远处似乎有一股气息 直接牵引到了他的身上 嗖的一下就飞射了过来 这至少也是食不开外的气息了 根本没有规律可循 先前那悦耳的声音随之再次响起 奖励进入初级森林台一次 当这句话结束之后 三人身上都是光芒一闪 又重新回到了零一一身边 蓝轩宇唯一感受到的是 刚刚停下在自己脚下的气息 是没有气息的那种 生灵台 那是什么 零一一带着他们重新返回 微微一笑道 你们的奖品稍后会发放给校方 蓝轩宇 你和钱磊的奖励 需要到传灵塔去领取 但你的奖励 我建议等到选拔赛结束之后再零 因为生灵台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 仓促结束 没法将其利用到最大程度 说完这句话 零一一就消失了 第172集 生灵台是什么 蓝轩宇还真不知道 但他的疑惑 慕重天很快就为他解答了 听了三人的奖品 慕重天大为兴奋 不说钱磊的所有魂环 增加五百年修为 但是刘峰这块两千年魂谷 就连他都大为羡慕了 魂谷的产量极为稀少 联邦几大星球 魂师众多 需求量是巨大的 两千年虽然不算特别高的年限 但是 人造魂谷的好处是 未来 它可以持续提升啊 年限提升 随着魂岛科技的发展 人类魂环和魂谷 都可以进行年限的提升 而提升年限的地方 就是蓝轩宇获得的奖励 生灵台 在生灵台之中 魂环 魂谷 年限都可以提升 前提是 在其中击杀那里面的虚拟魂兽 获取能量 直到自身被魂兽击杀为止 每一次进入生灵台的机会 都极为珍贵 价值高昂 而且每年生灵台放出的名额 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蓝轩宇的奖励 虽然不如刘峰 但也相当不错了 如果她能够在生灵台之中 有不错的运气 获得魂环提升年限 甚至有可能超过前蕾 那五百年的奖励 听了她的解释之后 三人自然都是兴奋不已 但蓝轩宇心中 却有些嘀咕起来 她嘀咕的原因很简单 她的魂环 似乎和别人的不一样 她从来都没有融合过魂灵 魂环都是突破之后 直接出现的 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 当她修为到了二环之后 两个魂环 就都变成了黄色 之前浅磊和刘峰 也问过她这个问题 她的回答 只能使原本魂环 应该就是接近百年的 提升到二环之后 好像是触发了一些变化 这才直接提升到了百年境界 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拥有百年魂环 才是正常情况 钱磊和刘峰也就没有多问 拿了奖励 离开模拟舱 慕崇天带着他们 直接向银天凡和季鸿斌 汇报了情况 银天凡双眼微眯 说道 你们三个的奖励 我觉得要统一进行调配 魂骨等拿来之后 看看最适合谁 就给谁用 你们有没有意见 听她这么一说 刘峰不禁一愣 看看身边的蓝轩宇 再看看钱磊 突然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没意见 看她回答得如此干脆 反而是银天凡愣住了 世人都有私心呢 而且 有关于魂骨的知识 学院早就教过了 刘峰不可能不知道 魂骨有多么巨大的作用 可她却愿意 有可能地放弃 怎能不让人惊讶呢 季鸿斌也是一脸惊讶地问道 你这么没意见 季老师 副院长 我真的没有意见呢 没有我的伙伴们 我们哪有机会 拿到第一 这奖励本来就应该 是大家的 谁最合适 谁用 最后 我们才能获得 更好的成绩 你这孩子 也太懂事了吧 刘峰和钱磊 对师一言 都笑了 在场诸位 又哪里知道 他们在海选中的经历呢 相比于这块 两千年的魂骨 钱磊可是放弃了 史莱克学院 提前招生的机会 这其中的价值差多少 钱磊虽然痛苦 但还是选择了放弃 刘峰觉得 自己这块魂骨 和进入史莱克学院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蓝轩宇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蓝轩宇 他们恐怕早就在 高农少年班 被淘汰了 蓝轩宇在海选结束之后 那坚定的话语 刘峰和钱磊 都记得很清楚 他们也都明白 想要考上史莱克学院 最主要的 还是要依靠蓝轩宇 否则 仅仅凭借他们的实力 根本就没可能的呀 这么一想 放弃一块魂骨 就不算什么了 更何况 还要看这块魂骨 是适合谁的 纪红斌欣慰地说道 哎呀 好啊 都是好孩子 银天凡的气息 略为有些粗重 和纪红斌对视一言 咱们这老脸 是不是也该刷一刷了 园长那里 我去说了 正好这次抽到了一个 进入生灵台的机会 等天罗行选拔赛结束 只要他们被选上了 进入前十名 我豁出去这张老脸 也弄两个名额给他们 让他们三个 一起进入生灵台 去提升一下境界 千雷有了这五百年的 浑环提升 应该距离千年 也不远了 进去一次生灵台 应该是足够的 让他们就更有把握 能够考得上史莱克 你看如何 他们获得了全联邦 海选的第一名 奖励不只是史莱克学院有 我们天罗学院 本来也不该吝啬 他们已经是这天罗的荣耀 这次 让灵天那些家伙看看 我们天罗 虽然是后期 但是也依旧能够超越他们 三个进入船灵塔 生灵台的机会 我的放弃 似乎得到了更好的回报啊 不知道为什么 刘峰和钱磊心中 都有点怪异的感觉 好像东西放弃了之后 才会有更好的事情到来 放弃 原来竟然也是这么的美好 下午时分 奖品送来了 进入生灵台的指标 是一张卡 五百年魂环境界提升 是另外一张卡 而那块魂骨 却是实实在在地 呈现到了蓝轩宇三人面前 在银天凡的办公室内 银天凡 季洪斌 慕崇天 再加上三三三寝室的三个人 围在桌子旁 看着眼前的这块魂骨 魂骨通体呈现为淡淡的银色 看起来和人类手臂骨骼的样子 十分类似 只是体积要小了许多 光运内运 却隐隐有风锐之气薄发 离得近了 都会觉得 肌肤有些隐隐作痛 关于这块魂骨 有专门的介绍 银月狼右臂骨 提取自银月狼骨骼 经过特殊的调整制作而成 境界两千年 附带魂迹 银峰 可以通过右臂骨 将银峰附带在自己的右臂和右手上 或者向物体传导 使其更加锋锐 形成三尺银月锋芒 消耗魂力 银天凡 眉毛挑了挑 笑道 人品好就是人品好啊 是你的跑不了 刘峰 在 刘峰赶忙上前一步 不用问 这右臂骨最适合的自然就是他了 增加锋锐 可以贯注到武器之中 自然就能够融入武魂 配合他的白龙枪 自然会让他的攻击力大增 他本身的攻击力 受到武魂限制和速度的不靠谱 对战斗力有不小的影响 拥有第二魂纪白龙反之后 虽然好了许多 但攻击力不够这个问题 依旧存在 需要在蓝轩宇的增幅下 才能发挥出强大的实力 而有了这银月狼右臂骨 一切就变得不同了 毫无疑问 会让他的攻击力被大大强化 实力明显提升 融合了吧 我们给你护法 两千年的魂骨 以你现在的修为融合 可能会有一定困难 但这毕竟不是野生魂骨 人造魂骨会温和得多 应该还是可以完成的 老季给你护法 谢谢副院长 谢谢杰老师 我谦让了 我放弃了 却居然 还是回到了我的手中 这个结果 越发坚定了刘峰心中 那谦让是美德 谦让会有好运气的信心 盘西坐下 接过迎天凡抛过来的魂骨 刘峰却有些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 他哪里融合过魂骨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写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百七十三集 季红彬来到他面前 说道 宁神 释放五魂 将你的魂力注入到魂骨之中 然后跟随着他带给你的感觉 去感受变化 融合过程中可能会有些痛苦 你要忍住啊 是 刘峰按照季红彬的提示 开始尝试融合 当他将自身魂力注入到银月狼右臂骨的时候 顿时感觉到 一股无比锋锐的气息 瞬间在手中爆发 他抓住右臂骨的右手 仿佛被切断了一半 传来剧痛 闷恒声中 那剧痛就随之传遍整条右臂 而在蓝轩宇和钱蕾的注视下 他们只是看到 刘峰手中的银月狼右臂骨 突然变成了一团灿烂的银芒 然后就猛地钻入了他的右臂之中 刘峰的右臂瞬间膨胀 肿大 一道道锋锐的银芒 在他手臂上跳动 将右臂的衣袖切碎 露出了整条手臂 此时 他的手臂已经膨胀得 如同成人大小 上面一道道荧光跳跃 流转 锋芒刺射 刘峰的身体 开始不受控制地 剧烈颤抖起来 大滴大滴的汗水 顺着额头滑落 太疼了 实在是太疼了 那剧烈的疼痛 令刘峰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似乎舍心那条右臂 也在所不惜 宁神 守住灵台清明 月姬融合魂骨 要有坚韧之心 你想要驾驭它 就必须先要战胜它 季洪斌低沉的声音 在流风耳边回荡 同时 一股热流 也随着从头顶灌入 稳定住他颤抖的身体 季洪斌并没有 加魂力注入到流风体内 去帮他融合魂骨 那样的融合 是没办法让魂骨 彻底认可他的 融合过程需要靠他自己 季洪斌在做的 就是稳定住他的心神 同时提醒他应该做什么 给他足够的鼓励 同时保护他的安全 得到季洪斌的指点 刘峰嘴唇敏得紧紧的 身体依旧在不受控制的 轻微颤抖 但比先前却好得多了 能考上高能少年班 哪一个不是优秀的天才 刘峰性格坚韧 这个特点 季洪斌是知道的 他的付出 不比任何人少 为了控制自己超快的速度 几乎每天都会自己加练 在他们三人之中 哪怕是最不靠谱的前蕾 都在努力地练习精神力 希望在精神力层面保持优势 增加自己召唤的可靠性 每个人都在努力 荧光缭绕 刘峰的感觉也在不断地变化 最初是整条手臂 被切断一般的剧痛 渐渐地 剧痛变成了钝刀割肉的感觉 然后是凌迟般 一刀刀切开手臂般的痛苦 在他膨胀的右臂上 已经开始有点点血珠尽出 可想而知 他此时所承受的痛苦 有多么剧烈 银天凡的脸色 都不禁有些凝重起来 两千年修为的魂骨 融合起来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啊 哪怕是人造魂骨 竟然都是如此的强横 但显而易见的是 一旦融合成功 对于刘峰的提升 无疑也是巨大的 蓝轩宇看向银天凡 说道 老师 我可以帮他吗 我的武魂对他的武魂 有很强的辅助作用 还有引导作用 对于蓝轩宇 对刘峰的增幅 几位老师当然都是清楚的 有蓝轩宇在 刘峰的战斗力 简直可以说是用 脱胎换骨来形容 来吧 季鸿冰点了下头 这块银月狼右臂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虽然制作者是传灵塔 但感觉上品质相当高 所以刘峰的融合 才会如此的困难 蓝轩宇点了下头 右手一挥 一根带着金色纹路的蓝银草 就缠绕上了刘峰的右臂 顿时 金银双色交加 当蓝轩宇的金纹蓝银草 缠绕上的时候 他也感觉到 那锋锐的气息 似乎要将自己的金纹蓝银草 切割开来似的 赶忙催动自身的气血之力 浓烈的气血波动波发 金纹蓝银草上的纹路 顿时变得越发清晰了 一层淡淡的金蒙蒙的光蕴 随之荡漾开来 弥漫而上 荧光受到那金色光蕴压制 瞬间收敛了几分 刘峰先前释放出来 横放在双膝上的白龙腔 顿时响起了一声 悦耳的嗡鸣声 那似乎是畅快知其的 欢愉龙吟 白龙腔竟是化为一道白光 冲向刘峰右臂 与金纹蓝银草汇聚在一起 白龙腔已经不再是长腔模样 而是变成了一条小白龙的样子 围绕在刘峰右臂上盘旋往复 龙眸睁开 散发着夺目光彩 不断地倚靠着金纹蓝银草 盘旋往复 刘峰的身体 几乎是肉眼可见地稳定下来 就连紧促的眉头都随之舒展了许多 他自己的身体也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韵 与自己的白龙腔相互呼应 右臂上的荧光明显比先前变得柔和了许多 纪红冰暗暗惊讶 这轩宇带给刘峰的不只是增幅啊 同时还有对银月狼幼鼻鼓的压制 轩宇这才刚刚两环修为啊 竟然就能凭借武魂压制两千多年境界的魂骨 这绝对是一件相当了不得的事啊 这孩子的武魂究竟是怎样的一变啊 更是魂魂进化到了百年 在没有进入生灵台提升的情况下 这哪怕是一年的修为 魂魂也不应该会提升才对啊 难道是因为这武魂异变带来的 有了蓝轩宇的帮助 刘峰接下来融合的过程就变得容易得多了 半个小时后 他那膨胀的手臂渐渐恢复正常 只是手臂表面上有一道弯月状的银色纹路 刘峰长出口气 缓缓睁开双眼 他身上的衣巾早就已经被汗水完全浸透了 但是当他睁开双眸的那一瞬间 眼底却有一道银芒闪过 风锐十足 整个人的气息也明显多了一道风锐 嗯 魂力牺牲了 快三十了 季洪斌满意地点点头 月级融合一块魂骨 而且是效果如此之强的魂骨 对韵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刘峰的修为直接就被推升到了二十九级 距离三十级也不远了 对于这一点 蓝轩宇是着实有些羡慕的 他最痛苦的就是 自己的魂力提升实在是差强人意 谢谢金老师 刘峰向蓝轩宇咧嘴一笑 向季洪斌道谢 快回去洗洗吧 然后尽快适应一下你这副魂骨的作用 后天你们就开始选拔赛了 在那之前你要尽可能地熟悉了 这样在选拔赛之中 他可以作为你们的杀手锏来用 是 刘峰融合了银月狼右壁骨 钱磊也被木虫天带着 前往天罗城传灵塔分布 去提升五百年魂环境界去了 蓝轩宇自己呢 则是回去继续冥想 他的精神力突破到灵海境 也需要稳固一下 这段时间会是精神力提升最好的时机 至于魂力 他还是二十级 不知道啥时候能奔三十级去 两天时间转瞬即过 当五组通过了海选的高能少年班学员 再次聚集在一起 准备进入模拟舱 开始选拔赛的时候 其他各组看着蓝轩宇三人的目光 都多少有了些不同 实在是因为海选赛中 他们的成绩太可怕了 是的 就是可怕 两万多分呢 大家都是经历过那个过程的 地火赤龙多么可怕 每个人都看到了 吕千寻后来自己也分析过 这两万分从何而来 显然不是依靠击杀地火蜥蜴能够获得的 除非是他们杀了地火赤龙 否则 哪来的这么大的分叉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科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74集 但无论怎么说 他们是全天罗星第一 甚至是全联邦海选第一 这个成绩 已经带给了天罗学院巨大的荣耀 据说 院长已经直接下令 筹办下一届的高能少年班了 获得第九名的吕千寻小组 虽然也还不错 但相对来说 又怎么可能和第一名的光彩相比呢 所以 今天在排队列的时候 以吕千寻的骄傲 都主动带着叶灵通和常见义 站在蓝轩宇三人后面 五组参加选拔赛 却要在前一百中争取前十名 很显然 依旧有人会被淘汰 所以 大家都显得有些紧张 站在最后的金翔 不时看看排列在最前面的蓝轩宇 心中突然有些后悔 后悔当初不该在蓝轩宇刚来的时候 就主动挑衅 以至于闹得 这几年来 大家一直都很少来往 他也不傻 那天的情况回来之后 分析下来 谁都明白 蓝轩宇最厉害的 不是个人实力 而是敏锐的洞察力 和指挥能力 他和前蕾刘峰的绝对实力强吗 没多强啊 可是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 人家获得了第一名 甚至其他几组 都因为他的指点而获益 否则 五组进入前一百的可能性 都很小 所以 吕千寻都主动示好 表示愿意在接下来的选拔赛之中 以蓝轩宇 马首是瞻 其他几组 自然也是有着这样的打算 唯有金翔 不太好意思主动贴过去 纪红斌陈生说道 马上就是选拔赛了 也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你们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发挥出自身的实力 如果在选拔赛之中 还可以集体行动 就由蓝轩宇统一指挥 听了他的话 金翔突然第一次觉得 纪老师原来也还挺可爱的 他也放松了几分 统一指挥好啊 时间差不多了 进入模拟舱 慕重天陈生喝道 15台早已准备好的模拟舱开启 众人纷纷进入其中 连接 斗罗世界 回到熟悉的虚拟世界 一个悦耳的声音 仿佛是从天穷之上响起 欢迎进入史莱克学院 天罗星选拔赛 选拔赛规则如下 第一 以小组为单位行动 进入之后 每个小组都会被随机传送到 浑兽森林的某个角落 选拔赛场地 为摩尼姆星曾经的 星斗大森林 你们需要做的是 深入星斗大森林 尽可能地猎杀高等级的浑兽 以猎杀浑兽积分 来计算最终成绩 每个小组单独积分 谁完成最后一下击杀 获得积分 第二 各个小组之间可以相互击杀 击杀其他小组成员 会获取对方身上积分的一半 而被击杀的小组 最终成绩是剩余的一半积分 第三 选拔赛考核时间为 斗罗世界内的七天 七天后选拔结束 计算各小组得分 准备进入 倒计时 十 九 八 蓝轩宇极为认真地听着 宣布的选拔赛规则 有了之前海选赛的经验 所有规则都不会是无地放食 都有意义存在 看来 这次是没法大家在一起战斗了 因为每个小组 都是要各自为战 而且 相互击杀会获得积分 并且被传送到不同地方 想要联手都很难 三 二 一 进入开始 一道道光芒 从天而降 分别覆盖在他们每个人身上 下一瞬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天旋地转之下 让每个人都有种失去自我的感觉 清新空气扑面而来 眼前一切也从模糊中变得清晰 蓝轩宇下意识地蹲下身体 警惕地看向四周 钱磊和刘峰分别在他们身边两侧 钱磊是一脸的茫然 刘峰则是眼神锋锐地同样在观察周围 此时 他们所在的是一片大森林之中 蓝轩宇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森林 身边是一株株参天大树 巨大的树棺 甚至让他们看不到 这树木究竟有多高 周围则是一根根粗壮藤蔓 各种植被 根本就没有道路 他们甚至有种被植物包围了的感觉 蓝轩宇站起身 一拉钱磊 把他拉到了自己和刘峰中央的位置 钱磊低声问道 往哪边走 先别急 我们先分析一下情况 好 蓝轩宇看看四周 拉着两人来到了一株 需要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下 自己和刘峰一左一右 把钱磊护在中央 从先前给的提示来看 选拔赛依旧是考验综合素质的 但时间却拉长了 要整整七天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需要在这里生存七天时间 这是摩尼姆星原本的星斗大森林的场景 同时 那提示音提到了深入星斗大森林 这么看的话 越是深入 评分 应该会越高 因为提示 绝不会毫无意义 所以 总结下来就是 在这片星斗大森林之中 深入 猎杀浑兽 击杀其他小组 坚持到最后 这四个方面最为重要 因为如果被其他小组击杀 那么 先前的努力 就会付出一半 而提示音 没说被浑兽杀死会减分 这就意味着 宁可被浑兽击杀 也不能被其他小组击杀 或者是说 哪怕自杀 也不能被别人杀死 钱磊和刘峰听得连连点头 率先分析一下情况 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 才能确认 接下来进行这场选拔赛的大方向 相对来说 钱磊和刘峰的心情 都是比较放松的 因为他们很清楚 越是这种综合考试 蓝轩宇的作用就越大 他的分析能力 判断能力 对他们两人的辅助能力 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反而是擂台那种 不太有利于他的发挥 因为擂台需要的 只是战斗力的展现 智慧的作用会降低 刘峰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里 根据纪老师上课时 给我们的讲述 上古时代的星斗大森林 乃是母星最大一片 浑兽森林 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浑兽 但整体来说 分为几大区域 外围区域 混合区 核心区 还有最中心的凶兽区 以我们的实力 不太可能一上来 就被扔到核心区去 所以 很可能是外围区域 最多也就是混合区 我们先尝试着 探查一下周围 感受一下 这浑兽森林中的情况 还有浑兽的实力强度 然后再深入 如果贸然深入 一旦遇到我们无法抗衡的风险 选拔赛直接就结束了 没有第二次机会 所以 至少前面几天 我们一定要特别地小心谨慎 嗯 就这么办 那我先去周围看看 刘峰向蓝轩宇问道 他是闽宫系战魂师 探查这种事 自然是他最为擅长的 蓝轩宇点了下头 嗯 半径三百米范围 你先侦查一下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 钱磊 你准备好召唤金钱 如果刘峰遭遇魂兽 我们要随时准备战斗 刘峰现在 有了银月狼右臂鼓 战斗力大增 让他出去探查 也会比较放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75集 刘峰释放出自己的白龙枪 身形一闪 脚尖在前方一根藤腕上一点 就窜了出去 蓝轩宇让千磊背靠大树 自己则是释放出银纹兰茵草 把周围释放出一根根冰锥向外 守护着两人 同时默默地感受着周围的变化 千磊双眼微眯 同样在感受着 他对于危险的感知非常敏锐 我目前没有感受到 什么有危险的气息 好 他们俩在高能少年班之中 是精神力最强的两个 在感知方面 自然也是最好的 时间不长 刘峰回来了 告诉他们 周围并没有发现浑兽 轩宇 咱们也没有地图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如何能够得知 怎样是前往星斗大森林深处 怎样又是往外的呢 不急 看浑兽实力 星斗大森林越是外围 生存着的浑兽实力就越弱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如果在外围区 只要不是运气特别差 最多也就是遇到十年和百年的浑兽 还是能够对付的 遇到千年浑兽 就要特别小心了 然后我们随着行动 遇到的浑兽越强 就意味着我们越深入 反之则是越远离中心了 哇 你行 反正我们听你的 你说怎么走 咱们就过怎么走 你召唤个浑兽 用它探路 咱们先朝这一个方向走 啊 现在就召唤 刘峰召唤一次 至少要间隔十五分钟 到二十分钟 才能再次召唤 这也是他这五魂 最大的弊病所在 空挡期 蓝玄宇说 你有第二魂计复刻在 随时可以用来应变 既然让我们在这里 生存七天 那么 就总会有眼前 这种安全地带 让你恢复魂力和补充的 有复刻魂兽 作为后补 应该是足够的 先召唤 是为了尽可能 避免风险 有什么危险 都让你的召唤魂兽 先承受 我们更能从容面对 好 你也不用解释了 反正你说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可以不动脑子 真是好 前蕾一边笑着 一边抛出自己的召唤金钱 两圈黄色魂环 随之从他脚下升起 如果仔细看 就会发现 他这两圈魂环的黄色 比原本要深邃了许多 增加了五百年的境界之后 魂环效果明显提升了 金纹蓝银草 缠绕而上 落在召唤之门 辅助召唤 宣宇 你现在怎么都不用 一文蓝银草帮我召唤了 冻千秋的实力 应该也有很大作用啊 听钱蕾提到冻千秋 蓝宣宇的表情略微一僵 不禁想起 自己和冻千秋之间 发生的种种 蓝宣宇拿拿头 我把他得罪了 现在召唤 人家怎么肯来 而且 他应该也在参加 史莱克学院的选拔赛吧 史莱克学院选拔赛 在全联邦是同步进行的 虽然宇宙间隔遥远 但史莱克自有算法 这是为了避免不同星球 提前知道考试情况 所以 此时此刻的冻千秋 应该也在选拔赛考核之中 至于他能不能通过海选这种事 蓝宣宇从来都没有担心过 他可是娜娜的弟子 跟随娜娜老师的时间 比蓝宣宇长多了 低沉的咆哮声响起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 从召唤之门中钻了出来 当蓝宣宇三人看到 这个召唤魂兽的时候 表情都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身长五米左右 通体长着赤红色鳞片 背脊有突刺 头部硕大 全身散发着赤热的气息 口中还有烟雾流转 地火龙溪 这分明是地火蜥蜴的进化版 永远不如地火赤龙那么强大 地龙的异种 防御能力中等 但攻击范围却比较大 也可以喷涂火球 寒选赛中 刚经历过和地火蜥蜴 地火赤龙的较量 却没想到 召唤出来的 却是他们的近亲 前蕾有些腻外地挥了挥手 地火龙溪立刻行动起来 一头向前面冲去 凭借着身上的鳞片 挤开藤腕 在前方开路 刘峰走在最前面 前蕾居中 蓝玄渝走在后面断后 他的金纹蓝音草 缠绕在刘峰腰间 随时保持着对他的增幅 而前蕾 则是用精神遥控着地火龙溪 继续向前 伴随着魂环境界提升 他这地火龙溪召唤时间 也增加了许多 可以持续一分半左右了 他们自然要趁着这个时间 多向前行进一些距离 认准一个方向 笔直向前 大森林之中 似乎十分平静 各种植被 散发出的清香 不断传来 令他们都有种 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种被大自然包裹的感觉 还真是舒服呢 地火龙溪贴地而行 速度很快 他头部的鳞片最为坚硬 而且带有活属性 碰触之下的藤蔓 都会自然枯萎 被他碾压起过 三人也不知道 向前行进了多久 就在地火龙溪的召唤时间 差不多了的时候 突然 意义变发生 地火龙溪一直是闷头向前 当他想要撞开一根 粗壮的藤蔓时 那藤蔓 却像是活了一般 骤然弹起 直接向地火龙溪身上 缠绕而去 钱磊和流风都被吓了一跳 但也立刻就辨认出 这应该是植物系的魂兽 只是平时在斗罗世界中 十分少见这一类 地火龙溪 毕竟是地龙鼠 比当初他们对付过的地火蜥蜴 要强得多 藤蔓才刚刚缠绕而上 地火龙溪的身体 就像是变成了烧红的铁条似的 一块块鳞片变得通红 顿时 刺耳的嗤嗤声随之响起 落在他身上的藤蔓 顿时变得焦黄枯萎 有些浓烈的植物气息 也随之散发出来 那藤蔓类植物系浑兽 顿时吃痛 藤蔓纷纷收拢 火刻木 地火龙溪 本来就专门克制他们这一类 更何况 这些星斗大森林外围区域的浑兽 本来就算不上强大 周围的大片藤蔓 对时自行分开 地火龙溪迅速前窜 跟在他身后 快速行进 毕竟 每次召唤 只能存在一分半的时间 他们要趁着这短暂的时间 在较为安全的前提下 尽快向内推进 以他们浑湿的速度 一分半时间 差不多推进了接近一公里 要比自己试探着 慢慢行进 快得多 地火龙溪回归到 悬浮在前磊身边的召唤之门中 消失不见 三人也找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 停了下来 前磊恢复魂力 然后再召唤出一只新的浑兽 继续向内 魂环境界提升之后 他开启召唤之门的时间 也缩短了一些 比以前召唤得快了点 对于他这种自身 没什么战斗力的魂师来说 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真想早点去生灵他呀 赶快把我这第一魂环 提升到千年境界 看看能有多大提升 要是能不间断地召唤 直到魂力消耗殆尽就好了 唉 前磊由衷地说道 要是能不间断持续召唤出 地龙之类的魂兽 那他的实力 绝对可以冠绝高能少年般 刘风没好气地说 想什么好事呢 要是如此容易 我们还混什么呀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你现在的修为还不够 从你之前这几年来看 影响你召唤的因素 有很多种 比如你的魂力等级 精神力等级 魂环强度 都有所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魂力等级足够高的话 应该也可以连续召唤 只是那时候 你召唤出的魂兽实力如何 却无法确定了 所以 想要大幅度降低召唤时间 你就要从多方面下手 譬如 你要是也将精神力 提升到灵海境 我估计这召唤时间 一定能大幅度下降 从你自身的各方面能力提升 就能看出来 精神力和召唤的相互关系 应该是最重要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百七十六集 前蕾眼睛一亮 对啊 有道理 我自己也觉得 精神力越强 我召唤起来 就会越容易 而且就算现在没有你的辅助 我在召唤的时候 召唤生物的强度 也要比以前强多了 这应该就是我修为整体提升的原因吧 我给自己先定这个小目标 精神力五百 再加上魂力三十几 以争取一年内做到 不过 他才刚收完目标 脸就垮了下来 可是 精神力提升似乎不以意志为转移 只能是依靠冥想 或者是不断地使用 真的是 你还嫌弃自己精神力提升的脉 那我怎么办 你就是太懒惰了 你多拥有召唤之门不就得了 现实之中不好用 难道不能到斗罗世界训练场去练习吗 我懒惰 你知不知道 精神虚弱有多难受 那种极度虚弱的感觉 简直像死了似的 头痛欲裂不说 而且连一丝力气都提不起来 整个人仿佛都不是自己的了 比魂力透支 都知道难受多少倍 你们的能力都和精神力关系不大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精神力透支 但我召唤的时候 精神力消耗远远超过魂力消耗 哼 你这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哼 正是因为痛苦才更有效吧 你承不承认 如果你努力点 说不定早就突破灵海境了 贤雷撇了撇嘴 却没有再反驳 事实上 他确实是很不喜欢那种虚弱中的痛苦 那种感觉 着实是不美妙啊 而且 一旦他的精神力虚弱到一定状态 控制不了召唤魂兽 还有可能被魂兽反噬 所以 他一般来说 都不会让自己达到透支的状态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刘峰说的有道理 如果每次都以透支的方式练习 他的精神力提升速度 一定会有所增加 蓝轩宇拍了拍钱雷的肩膀 笑道 如果只是咱们在高能少年班 咱们又在一起 你的能力足够用了 但是 如果你想要未来 进入史莱克学院 并且能够站得住脚 兄弟 你恐怕要对自己狠一点才行了 说到这里 蓝轩宇的笑容 突然都变成了苦笑 钱雷有些好奇地说 你怎么了 好像不开心 你好歹还有选择的机会 我这连机会都没有 根本不用我自己 对自己狠一点 季老师和尹老师 早就帮我做了 钱雷和刘峰听他这么一说 不禁都大笑起来 蓝轩宇每天啥时候回宿舍 他们可是很清楚的 有的时候 真的是近乎于爬回来的 能支撑着冥想 已经是好情况了 有些时候 甚至是一回来就昏睡 有次他们两个都睡着了 蓝轩宇回来太累了 直接倒在地上 睡了一晚上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 可想而知 他是遭受了 怎样非人的苦恋 我们都该努力了 使得苦中苦 方位人上人 宣宇说得对 想要在史莱克立足 我们就必须要付出更多才行 刘峰攥紧了拳头 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他们年纪都不大 以前虽然也知道努力 但身边高能少年班的同学们 都很努力 他们根本上并不能看到太多自己努力的成果 但是 这次拿了海选第一之后 对刘峰的触动非常大 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块魂骨 有了这块银月狼右臂骨之后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实力提升有多大 这是什么带来的 是海选冠军的好成绩带来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越强大就会越强大 长此以往 距离就会拉开 就像天罗学院这种 虽然在天罗星已经是顶级学院 可是 和史莱克学院相比呢 会差多少 越努力就能看得越远 拥有和经历原本同层次同学 所无法经历的一切 时间长了 积累下来 那就是巨大的差距 所以 那块右臂骨 对于刘峰的激励 绝对是巨大的 就像当初蓝轩宇在太空之中 亲眼看到月公子 一脚踩爆战舰时一样 都让他们有了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只有真正的拼尽全力 努力过 当有一天回头看的时候 才会明白 自己的努力 是多么的有意义 咱们继续吧 钱磊再次开启召唤之门 三人继续前进 就这样 他们一路向前 路上也遭遇到了一些魂兽 但确实都不算太强大 顺手解决之后 继续前进 随着前进过程中 遇到的魂兽不同 蓝轩宇随时才进行着 方向的微调 寻找着向星斗大森林 深处前进的正确路途 当夜幕降临时 三人判断下来 应该是深入了 二十公里左右的样子 钱磊的消耗是最大的 因为一直都是他在召唤 直接盘膝坐在一棵大树下 冥想休息 蓝轩宇和刘峰 守在旁边 轮流休息 在模拟舱内 就是有这么个好处 模拟舱的营养液 会提供充足的营养 根本不需要吃饭 喝水 在斗罗世界中 也不会有饥饿之类的感觉 选拔在一共七天时间 第一天眼看着就要过去了 期间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只有一次遭遇到兽群 三人爬上树避开了 也没有碰到其他各组人 毕竟 虽然有一百组参与了选拔 但对于弱大的星斗大森林来说 他们这些人就不算什么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三人都已经恢复了精力 前蕾正准备再次开启 自己的召唤之门时 却被蓝轩宇阻止了 前蕾疑惑地说 不召唤了 昨天这一天 有点太平静了 你们有没有不安的感觉 没有啊 我的感觉那么敏锐 没有发现什么危险啊 不是危险 是不安 你别忘了 我们这次选拔赛 获取好成绩的方式 要尽可能地深入 尽可能地击杀魂兽 才能获得更多的几分 昨天 我们一直很小心地前进 深入星斗大森林不远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积分不会太多 那么现在 其他各组深入情况 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不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的分数 很可能落后啊 而最终只有前十名 能够胜出 这意味着 落后的我们 很可能会被淘汰 轩宇说的不安 应该是这个吧 蓝轩宇点了点头 前来却听得有些发呆 奇怪地看着刘峰道 你怎么跟开窍了似的 善于思考和观察 跟轩宇学的 你以为 谁都像你似的 傻白缺吗 你怎么骂人啊 我这是在夸你 傻人有傻福 你知不知道 你才傻 好了 我们出发吧 刘峰 你在前面开路 还是原本阵型 我们今天 尝试着加快一些深入 看看会遇到 怎样的魂兽 前来 你随时准备召唤 从昨天的情况来看 不能太过小心了 这次的选拔赛 很有可能 是要考验 我们的冒险精神 以及冒险过程中的 应变能力 胆大 心细 实力 应变 这几个方面 估计会重点考察的 当然 还有运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百七十七集 三人再次上路 刘峰在前 腰间缠绕着一根金纹蓝蚓草 在蓝轩宇的辅助下 它的速度奇快无比 金纹蓝蚓草 也同样缠绕在前蕾腰上 以便于应变 刘峰在前 蓝轩宇在后 通过金纹蓝蚓草 两个人几乎是扯着前蕾在前进 这前行的速度 一下就变快了许多 但安全性也随之降低 前蕾双眼微眯 不大的眼睛中 金光四射 默默地感受着周围的变化 用不着他费力赶路 他就把精力 都用在赶直周边的情况上 前行时间不长 突然 左前方传来一声声 低沉的闷哼声 钱蕾猛地扭头 朝着那个方向看去 低声道 有危险 前面的刘峰立刻停下脚步 三人随之收敛气息 在一片灌木丛中蹲了下来 钱蕾向蓝轩宇问道 召唤不 等等 刘峰 你去看一下 蓝轩宇向刘峰比了个手势 刘峰点点头 解开腰间金纹蓝银草 趁着增幅还没有消失 腾身而起 快速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 嗖嗖几下 刘峰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钱蕾已经把自己的召唤金钱 握在手中 随时准备召唤 时间不长 刘峰回来了 有两只魂兽在打斗 似乎是在争抢什么 实力都不弱 修为大概是七年左右 一只是金丝园 另一只是棕绿熊 不算特别强的魂兽 他们两个打得很激烈 都受伤了 作为闽宫系魂石 侦查是最为擅长的能力 有了刘峰的描述 蓝轩宇和钱蕾顿时明白了具体情况 眼睛都是一亮 千年魂兽 已经是他们三个联手 正常情况下 所能面对的最强对手了 而且一下就是两只 还运气很好的 在自相残杀的两只千年魂兽 如果能够将其击杀 那么对于他们的积分来说 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蓝轩宇当机立断 沉声道 走 我们去看看 在刘峰的带领下 三人悄无声息地 向两只千年魂兽交手的方向 潜伏了过去 距离并不算太远 很快 他们就听到了 阵阵嚎叫声 和碰撞产生的闷哼声 蓝轩宇轻轻一拉金纹蓝银草 刘峰和钱蕾的速度 顿时减慢下来 蓝轩宇指了指 钱蕾手中的召唤金钱 钱蕾点了下头 把召唤金钱收了起来 靠近了 前方明显有阵阵气流冲出 还有一声声 低沉的咆哮声 在刘峰的带领下 三人躲在一株大树后面 偷眼看去 只见不远处 大片的残枝断木 灌木丛七零八落的 两个硕大的身体 不断地碰撞在一起 再相互分开 打得不亦乐乎 金丝圆 右脚金丝魔圆 一身金色毛发 分外显眼 光芒折射之下 熠熠生光 身高大约有两米左右 双臂修长 纵月之间 犹如一道金光闪烁 速度奇快 不时会腾越而起 借助那些粗大的树枝 改变自己的方向 一双长臂 宛如铁锤 他那身金色毛发 可不只是好看 防御力极强 还能单独射出 犹如豪光 中距离范围 威力非凡 只是一般来说 金丝魔圆 对自己的毛发 非常珍惜 轻易不会释放 而他的对手 那头棕熊 身高足有四米五多 开外 全身覆盖着 棕褐色的毛发 一双眼睛 也是棕黄色的 胸口处 有一个大大的 白色V字纹路 奇异的是 那白色V字毛发上 隐隐有光运流转 速度不快 但力量巨大 金丝魔圆的攻击 落在他的身上 不是会发出闷响 却只能将他打得后退 无法真正地中创 但他那看上去 有些蠢笨的攻击 却始终无法落在 金丝魔圆身上 总体来看 那棕褐熊 站在原地不动 直立而起 盯视着不断在周围 辗转腾挪 向他发起攻击的 金丝魔圆 只要金丝魔圆靠近 他就挥动有力的手臂 防御反击 两只魂兽身上都有伤 金丝魔圆的一边肩膀上 明显的有三道爪痕 一直蔓延到 几乎整个胸口 隐隐有血迹渗出 显然是被棕褐熊 拍中过一爪子 而棕褐熊 一只眼睛闭着 有血液流淌 脖子上 还有很多金丝毛发 竟是被金丝魔圆 用自身金毛 射下了一只眼睛 两头千年魂兽 显然都已经打出了真火 凶鹤无比的推撞 一时间 刚风四射 中围的植物 可算是遭了殃 前雷有些兴奋地 看向蓝轩鱼 意思似乎是在问 什么时候动手 蓝轩鱼赶忙摇摇头 开什么玩笑 正所谓困兽游斗 魂兽临死反扑 才是最可怕的 而且 他们现在手上 有没有脆魔鸟 那种杀手型魂兽 哪能在这个时候 轻易参与到战斗中去呢 前雷召唤出的 地龙类魂兽 也就是百年级别 面对两头 打出真火的千年魂兽 根本不够看的 现在 显然不是出手的好时机 而蓝轩鱼感觉到 很奇怪 无论是金丝魔猿 还是宗吕雄 都不是那种 试杀的魂兽 属于魂兽之中 较为温和的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 可现在 却打得如此激烈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对 这种情况下 不观察清楚贸然出击 肯定是不明智的 所以 他向伙伴们 比了个等的手势 然后仔细观察着 战场上的情况 很快 蓝轩鱼就发现了问题 那这千年宗吕雄 是直立着战斗的 但是 他那站在原地的双脚 却始终没有移动过 那完全是纹丝不动的 只是上半身扭转 挥舞前爪 宗吕雄的天赋魂迹 是重力掌控 能够在一定范围内 骤然增强重力 这也是为什么 金丝魔源速度 那么快的情况下 还会被他拍中的原因 但蓝轩鱼发现 宗吕雄 却很少用自己 这个天赋技能 似乎是在担心着什么 他示意 刘峰和钱磊别动 自己则是悄悄地 向远处绕去 他要换一个角度观察 大约绕出几十米 从侧面绕到了千年棕吕雄的斜后方 蓝轩鱼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看到 在那千年棕吕雄的双腿之间的地面上 有着一株植物 这株植物不大 和棕吕雄庞大的身躯相比 显得很渺小 大约只有齿鱼高 通体呈现为暗紫色 上面是散盖模样 下面连接在地面上 在它旁边 是一株折断的大树 不知道是两只浑兽谁干的 也就是说 这株植物 是原本生长在大树之下的 对于植物类的天才地宝 蓝轩鱼看过一些文献 再看两只浑兽搏斗如此激烈的情况 顿时明白了眼前的情况 地上这株植物 应该是一株子枝 天才地宝 从大小来看 恐怕有千年火候 这玩意儿 无论对于人类浑石 还是浑兽来说 都是绝对的好东西 这种千年层次的 浑兽吃了之后 能够平添千年修为 人吃了 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 这两只千年浑兽 显然就是为了争抢这株子枝 才打了起来 谁不想增加千年修为呢 只是 这玩意儿吃了 药性强大 需要时间消化 必须是在安全情况下才能吃 否则贸然吃了 没法战斗 就要被对方杀死 所以他们才会打得这么厉害 就是为了赶走 或者杀死对方 好踏踏实实地带走死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阿吉 这千年棕榈熊 其实很聪明 论速度 他肯定是不如那金丝谋原的 所以 他就站住位置 用自己的身体 守护着那千年子枝 打算让金丝谋原 知难而退 但金丝谋原 骤然见到这种 罕见的天才地宝 又哪肯放弃呢 双方这才大战起来 为的 就是争夺 想明白了眼前的情况 蓝轩宇悄无声息地 回到伙伴们身边 把自己的判断 低声告诉了二人 哇 千年子枝啊 以我们现在的修为 吃了估计 能增加五级婚礼以上吧 我直接就三十级了 哇 好棒啊 唉 说你缺心眼 你还不爱听 这是现实中吗 这是斗罗世界里面 你吃了 有个屁呦 模拟世界 只有能量存在 能有真正的食物吗 唉 你脑子呢 钱蕾表情一僵 这次善善地 连反驳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可不是吗 这玩意儿对于 虚拟中的魂兽有用 对他们来说 能有什么用呢 这还是选拔的场地 连正常的斗罗世界都不是 拿出去换斗罗 必都做不到啊 钱蕾迅速转移话题 现在怎么办 你发挥的时候到了 我 召唤 现在 不 不是召唤 是沟通 你试一下 沟通 这恐怕行不通吧 不是我召唤来的魂兽 估计会有很强的敌意 怎么沟通啊 还有 钱蕾一脸的惊讶 他的武魂召唤金钱 有一个特殊的天赋能力 钱蕾本身不能战斗 自身实力相当于无 但也因此 拥有了一些普通魂师 所不具备的天赋 这个天赋能力 就是沟通 和魂兽之间的沟通 试问 如果他没法和魂兽沟通的话 又如何能够指挥那些 被他召唤而来的魂兽呢 慕重天就说过 如果钱蕾是生在几万年前 但是和魂兽能够沟通这一点上 就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魂师了 魂兽多少都是拥有智慧的 只是不同层次的魂兽 智慧水平也不同 修为越高 智慧就越高 到了万年 甚至是十万年层次的魂兽 智慧甚至不会迅速于人类 但低级别魂兽的智慧有限 就很难沟通了 而钱蕾的沟通能力 则是直接可以通过自己的精神力 和魂兽进行沟通 至少能够让魂兽明白 他的想法 召唤来的魂兽 自然会和他亲和 也就能够通过沟通来操控 和非召唤蕾魂兽沟通 他也试过 确实可以 但那些魂兽大多数都会立刻向他发起攻击 就是在斗罗世界内尝试的 所以 此时一听蓝轩宇让他沟通 眼前这两只千年魂兽 钱蕾顿时惊了 这要是那魂兽攻击过来 他们怎么办呢 蓝轩宇说 你按我说的做 有很大的成功概率 一边说着 他在钱蕾耳边 低语了几句 钱蕾听了之后 再看蓝轩宇时 简直惊为天人 哇 你这脑子怎么长的 这也行 我觉得真有戏啊 钱蕾吞咽了一口唾咽 也是一脸的兴奋 蓝轩宇微笑道 纯粹的战斗力 我们能深入多远 不用点特殊方法 想要名列前茅 可就不容易了 我跟刘峰会做好准备 如果事不可为 我们立刻转身就跑 以刘峰的速度 跑路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你自己 也准备好第二魂迹 顺发复刻来断后 好 钱蕾搓了搓手 又是兴奋 又有点紧张 刘峰虽然没弄明白 他们要干什么 但他对蓝轩宇的信心 更加充足 再加上自己 新得了魂骨 倒是很想正面打一场 试试银月狼右臂骨的锋芒呢 三人悄悄向前 潜伏了一段距离 蓝轩宇的金文蓝银草 分别缠绕在刘峰和钱蕾腰间 钱蕾走在最前面 很快就接近到了战场边缘 此时 千年金斯某远 已经又展开过了一轮进攻 但皮操肉厚的千年棕榈熊 还是将他击退了 依旧是对质的情况 而且 宗吕熊也学乖了 一只熊掌 始终豁着自己的另一只眼睛 不给金斯某远 趁势进攻的机会 钱蕾扭头看了一眼蓝轩宇 蓝轩宇向他点了下头 深吸口气 钱蕾的眼神 开始出现了几分苍茫之色 在瞳孔中央 隐约浮现一个方形的浅口模样 精神力释放 缓缓向目标而去 正一脸警惕注视着千年棕榈熊的千年金斯某远 突然身体一震 一脸警惕地 朝着他们三个这边看了过来 同时口中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蓝轩宇上前一步 挡在前蕾身前 身体内金色血脉催动 炽热的血脉波动上涌 口中发出一声清悦的长啸 啸声宛若隆吟 悠长激昂 金色血脉气息 融入其中 顿时带有一种特殊的气息 无论是千年金斯某远 还是千年棕榈熊 听到了这个声音 都是身体一颤 眼神之中 明显多了几分悍然之色 前蕾嘴唇 下意识地吸动 精神力持续将自己的意念传递出去 金斯某远先是警惕地后退了一段距离 但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口中连续发出一连串低沉的咆哮声 他可以后退 棕榈熊却是没法后退的 因为他身下还有那株千年子枝 弄不清来者是敌是友 只能是警惕地注视着长啸传来的方向 伴上之后 金斯某远似乎平静了许多 又沉默了片刻之后 他口中猛地发出一声低吼 又一次朝着千年棕榈熊扑了出去 这一次 他的速度更快了 全身金色毛发 都散发出一层 类似于波澜般的金色光月 在树影中照落而下的阳光中 绚丽夺目 速度也是奇快无比 又凶悍无比 一闪身 他就冲在空中 双臂挥动 数百根金色毛发 化为金针一般爆发而出 全面向棕榈熊覆盖而去 同时 一双拳头抡起 直奔千年棕榈熊 当头砸去 突然全力以赴拼命般的攻击 让千年棕榈熊 也吓了一跳 他猛地咆哮一声 一双熊掌护住眼睛 胸膛却挺了起来 胸口处的微似白纹 光芒爆射 化为一道强光 直奔千年金丝某园红去 就在这时 一道金色的藤外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 金丝某园背后 缠绕在了 他那腾越身体的右腿之上 轻轻一拉 金丝某园 顿时改变方向 显而又显地 避开了那道白光 不仅如此 金丝某园那一身金色毛发 在瞬间 绽放出灿烂无比的金光 整个身体都随之膨胀了几分 因为改变方向而落地 但下一瞬 就已经骤然冲起 双拳狠狠地砸在 千年棕榈熊的胸前 哼的一声巨响 千年棕榈熊 被硬生生地砸得倒退开来 就在这时 一道白色身影 宛如闪电一般一闪而过 在千年金丝某园下手去捞之前的瞬间 把那千年子枝抓在手中 在腾身而起 冲到远处 千年金丝某园正准备追击 可原本缠绕在他腿上 带给他强烈增幅的那根金纹蓝银草 却突然气息一变 来自于血脉层次的微压 骤然降临 金丝某园气势大将 不仅如此 身体甚至随之一软 哪里还能追得上 那一闪而去的白色身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一百七十九集 千年棕榈熊 闷哼后退 此时 刚刚放下一双熊掌 低头看时 只见那千年子之不见了 而金丝某园 就在先前千年子之所在的位置 顿时愤怒地疯狂了 猛地朝着有些虚弱的金丝某园冲来 金丝某园脑海中 再次传来那个精神波动 他赶忙用力点头 顿时缠绕在他脚上的金纹蓝银草 光芒再现 金丝某园的身体 也像是被点亮的灯泡一般 骤然散发出强烈金光 猛地一窜 就影响了千年棕榈熊 与此同时 一根贴地而行的金纹蓝银草 悄无声息地缠绕在了千年棕榈熊 粗壮的腿上 正疯狂扑击之中的千年棕榈熊 顿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恐惧 传遍全身 仿佛在身侧 有一头巨龙出现了似的 气势顿时大跌 金丝某园哪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迅速柔升而上 双拳上冲 宛如冲天炮一般 砸开千年棕榈熊的双臂 用自己变得格外有力而粗壮的手臂 一搂他的脖子 就翻转到了千年棕榈熊背后 双腿撑住他的后背 双臂全面发力 喀巴一声 硬是把千年棕榈熊的脖子给折断了 正常情况下 以千年棕榈熊的力量 哪有这么容易就死 可是 他们一个受到增幅 一个受到血脉压制 此消彼长之下 顿时被金丝某园强悍的爆发 干掉了 踩着千年棕榈熊的抽搐的身体 落在地面上 千年金丝某园 也是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因为他发现 棕榈熊一死 落在自己身上的增幅 又转变成了压制 低头看到纤细的藤外 一时之间 一双眼眸中 充满了惊疑不定的神色 蓝轩宇带着钱磊和流风 这才缓缓从大树后走了出来 保持着一定距离 警惕地看着这头金丝某园 告诉他 把击沙棕榈熊的最后一下给我们 蓝轩宇向身边的钱磊 示意了一下 钱磊赶忙将他们的意思 传递了过去 千年金丝某园 看着面前的三个人类 先是呲牙咧嘴了一阵 可看到蓝轩宇手中的千年子之 终究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缓缓后退 而蓝轩宇 也随之收回了自己的金纹兰银草 扭头向身边的流风 示意了一下 流风腾声而起 白龙枪释放 右臂上浮现出一层 银色软毛 流光溢彩 白龙枪顿时射出 三尺银月锋芒 枪囊从棕榈熊眼睛处灌入 完成了最后的终结一击 击杀一头千年浑兽 蓝轩宇三人 顿时感觉到身上一热 似乎多了一点什么 明白 这应该是积分大幅度上升的征兆 心中不仅都是暗暗一喜 这可是千年浑兽啊 以他们的正常实力 几乎是没法对抗的 从海选时 一头地火蜥蜴 可能才几十分 可地火赤龙却有万分 就能够看得出 差一个等级的魂兽 在这考核之中给的分数 却是截然不同的 是成几何倍数上升的 初步目的达到 但这还不是蓝轩宇的最终目的 他示意了一下千蕾 然后向千年金丝谋原 比了比手中的千年子之 千年金丝谋原 刺了刺牙 蓝轩宇把千年子之交给身边的钱磊 同时 双手一伸 金纹蓝银草和银纹蓝银草 同时飞射而出 在地面上蔓延 他的双眸 也随之散发出强势的气息 两种蓝银草 各有两圈魂环 浮现在他的手臂上 来自于金色血脉 和银色血脉的气息 随之毫无保留地向外绽放 先前千年金丝谋原 已经感受到了 他那金纹蓝银草的增幅和削弱 此时 顿时警惕地后退几步 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这边 蓝轩宇向前蕾道 告诉他 跟我们合作千年子枝就是他的 只需要他跟随我们六天 帮我们对付其他魂兽 同时 我会一直为他增幅 如果不同意 那我们就毁掉千年子枝 然后再和他决一死战 前蕾赶忙通过精神力 去传达一年了 蓝轩宇先前就是让他 主动联系的这千年金丝谋原 传递给这只金丝谋原的信息很简单 就是告诉他 愿意和他配合 一起杀了那千年棕榈熊 帮他夺取子枝 然后请他帮个忙 之所以选金丝谋原 蓝轩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 金丝谋原因为是猿猴类 智慧要明显比棕榈熊高 更容易沟通交流 其次 千年金丝谋原的速度也要快得多 更擅长于在丛林中战斗 对他们的帮助也会更大 蓝轩宇在看到这两只魂兽相互残杀的时候 心中就有了这个想法 通过前蕾的精神沟通 尝试和其中之一合作 正常情况下 野生魂兽自然是不可能和他们合作的 可有了那千年子之就不一样了 金丝谋原投鼠忌器 就有了谈判的可能 再加上蓝轩宇的自我展示实力 如果真的打起来 加上前蕾的两次召唤 蓝轩宇的能力包括五魂融合计 还有刘峰的整体实力 他们都是有一拼之力的 鹿死水手 还要拼了才知道 伴随着三人实力的提升 单独面对一只千年魂兽 他们已经有信心能够硬拼一下了 这就是蓝轩宇的底气所在 没有实力 就没有谈判的资格 果然 受到他的威胁 再加上千年子之的存在 那金丝谋原有些心动了 眼神中的胸光渐渐收敛 他尤其记得蓝轩宇的金纹蓝银草 缓缓上前 用前找轻轻地碰触了一下 蓝轩宇控制着金纹蓝银草 缠绕在他的前臂上 将血脉增幅感觉传递过去 对他来说 增幅和削弱 只是在一念之间 传递出善意情绪 他的血脉之力 给出的就是增幅 传递出自己的恶意 立刻就会变成削弱 修炼了这么多年了 从当初面对叶灵同时的 诡异变化到现在 他哪还能不明白 自己的血脉之力的妙用啊 终于 千年金丝魔源 向蓝轩宇三人 点了下头 前蕾大喜过望 兴奋地说 他同意了 但他说 如果遇到对付不了的敌人 他就会离开 那是应该的 打不过咱们 也一样要跑 答应他 然后告诉他 我可以帮他清洁一下伤口 以表我们的善意 千蕾如言转述 金丝魔源 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靠近了过来 蓝轩宇心中保持着警惕的同时 一个水球释放出去 缓缓落在他的伤口上 帮他洗涤了一下 水元素凝结而成的清水 是极为纯净的 把上面的脏东西 以及棕榈熊爪子上的毒素 冲刷干净 金丝魔源看着他们的眼神 顿时又柔和了许多 双方的初步结盟 完成 刘峰和钱蕾 此时对蓝轩宇 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先不说他们如此轻易地 就搞定了这件事情 关键是 敢这么想 这么操作 就简直了 真的是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呢 无形中 他们这就相当于是 钱蕾召唤了一头 超级召唤兽 而且还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如虎添翼啊 更何况 这位还是当地土著 对于魂兽的情况 再熟悉不过了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向你杀进去 不能那样 这金丝魔源 虽然和我们暂时达成协议了 但肯定也不会特别信任我们 而且他毕竟是魂兽 没有原因和其他魂兽自相残杀 他肯定也不会太愿意 毕竟魂兽整体 肯定是排斥人类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百八十集 贤磊听得一愣 纪红兵的课 他们也都上过 多少也了解 魂兽和人类之间的情况 人类与魂兽 和平共处之后 给了魂兽 专门的生存空间 这则能保持眼下的和谐 而这斗罗世界中 模拟出来的魂兽 显然是按照原始风貌的 否则也就没有了 历练和有趣的地方 钱磊疑惑地问道 那怎么办 你告诉他 让他带我们去找 他在魂兽中的敌人 他最讨厌的魂兽 然后我们帮他杀 只要把这些魂兽 最后一下击杀权 交给我们就行 刘风眼睛一亮 钱磊也是一样 两人同时向蓝轩宇 伸出了大拇指 毫无疑问 这样做的话 自然能够化解金丝魔猿 帮他们猎杀魂兽的不情愿 而且还能拉近彼此的关系 简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贤雷赶忙把他们的想法 告诉了金丝魔猿 金丝魔猿果然 很容易就接受了 而且看上去 还有些兴奋 抬起前掌 使了指蓝轩宇 钱磊说 他说让你 用金纹蓝银草 给他增幅 没问题 金丝魔猿口中 发出一声长笑 向他们挥了挥前掌 招呼了一下 就朝着丛林深处而去 虽然只有千年修为 但猿猴类魂兽的智慧 确实是远超普通魂兽的 蓝轩宇心中暗想 就算没有我们出现 恐怕那千年棕榈雄 最后也斗不过 这头千年金丝魔猿 有熟悉森林情况的 金丝魔猿在前面开路 蓝轩宇三人 就轻松得多了 至少不需要再担心 有突如其来的攻击 至于金丝魔猿 要朝着哪个方向走 蓝轩宇并不在意 这金丝魔猿聪明得很 他带着三人前往的 一定是他在受到 蓝轩宇能力增幅范围内 能够对付的对手 而对于他们来说 时间还有的是 不急于深入 星斗大森林内部 正是借助金丝魔猿 尽可能多猎杀魂兽的 好机会 足足行进了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却几乎相当于 他们昨天半天走的路程 前面的金丝魔猿 突然慢了下来 而且略微压低身体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蓝轩宇三人跟在后面 不用他提醒 钱雷已经尝试着 和金丝魔猿沟通 他说他的敌人 就在这附近 是三头千年金眼豹 这金眼豹曾经吃了他的孩子 是死敌 让我们帮他 杀了那三个家伙 钱雷低声向蓝轩宇说道 蓝轩宇眼神微动 和他判断的相比 要对付的魂兽 明显更强一些 没想到 金丝魔猿 竟然有这么强的敌人 金眼豹在魂兽中 属于实力较强的 而且 一般都是群居 数量不是太多 但也并不算少 一个族群 一般是 三到七只不等 速度快 攻击力极强 主要攻击手段 是利爪和撕咬 但这还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他最强悍的是 拥有一个天赋能力 如果用人类魂师的体系来评价 金眼豹 肯定是闽宫系的 但他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他自身还克制闽宫系 这就是他那天赋能力带来的 天赋能力 金眼凝视 能够瞬间令对手身体僵硬 僵硬时间 使双方修为差距而定 但也至少是一瞬间的僵硬 以金眼豹的速度 哪怕只是一个瞬间 也足以给对手致命一击了 蓝轩宇在心中衡量了一下 金丝魔源和金眼豹之间的实力对比 无疑 金丝魔源的防御力 要更强一些 他以自身金矛发出的攻击 也对金眼豹有相当的威胁 但速度方面 金眼豹甚至更快 再加上金眼凝视 一对三 金丝魔源 必败无疑 但现在加上他们三个 确实是有一拼之力了 关键是 怎么打 你问一下他 那三只金眼豹具体是什么修为层次 多少年近见 一千五百年左右 蓝轩宇听了他的话 略微松了口气 这金丝魔源有两千年左右的修为 金眼豹如果是一千五百年 那确实是大有可为 如果是三千年以上 他恐怕要带着伙伴们掉头就走了 那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蓝轩宇毫不犹豫地说 好 我们帮他 做好战斗准备 金丝魔源得到前蕾的确认 转头看了三人一眼 看着他们的目光 又柔和了几分 向三人点了点头 然后猛地窜上前面一株大树 口中突然发出一声 凄厉的长笑 蓝轩宇低声说道 他是在将那三只金眼豹引过来 金眼豹速度快 而且感知很敏锐 偷袭是不可能的 所以引过来也好 我们要全力以赴了 千磊 你准备好召唤 金丝魔源 站在一根粗大的树叉上 一双拳头 用力地捶击着自己的胸膛 那刺耳的尖笑声 充斥着激励 愤恨和强烈的杀鸡 蓝轩宇三人在一片灌木丛中蹲下 静静地等待着 他也通过钱磊和金丝魔源 沟通了一下稍后的战术 这可是三只千年魂兽 如果能够猎杀成功 无疑 他们的积分 必能大大的增加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片树叶 被风吹动般的沙沙声 同样是在树冠之上 三道身影 从远处高速而来 他们是分散开来的 却呈钱状半包围过来 一直到距离金丝魔源不远的地方 才缓缓停下 显然对于金丝魔源 也是有所忌惮的 三道身影 在树丛中若隐若现 很显然 这片区域 应该就是他们的领地 很多魂兽的领地意识 是极强的 更何况金丝魔源 又是刻意挑衅 金丝魔源张开大嘴 凶恶无比地 朝着三只千年金眼豹 发出咆哮 蓝轩宇能够大约辨别出 这三只千年金眼豹的身形 都不算太大 身长都在两米左右 但四只却明显粗壮 爪子弹出 稳稳地抓在树干上 全都目光冰冷地 看着金丝魔源 金丝魔源再次发出愤怒咆哮 在金眼豹眼中 他似乎是按捺不住了 猛地扑出 扑向左侧距离他最近的那只 千年金眼豹 双腿在树干上一蹬 宛如箭矢一般 那头金眼豹 却毫不慌乱 甚至也没有后退闪避的意思 站在树干上 纹丝不动 反倒是另外两只金眼豹 迅速地从两侧扑出 直奔金丝魔源背后冲去 金光一闪 那头作为金丝魔源目标的金眼豹 释放出自己的天赋能力 金眼迎视 身体正在空中的金丝魔源 顿时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 正前冲的身体 顿时有些失去控制和平衡 侧后方冲来的两只金眼豹 迅速冲上 利爪直奔他的脖子和后背抓去 这三只生活在一起的金眼豹 配合无疑是十分默契的 正面的金眼豹也迅速下扑 利爪当头抓落 眼看着金丝魔源 较陷入三只金眼豹的围攻之中 而且他身在空中 又失去了平衡控制 怎么看都无法抗拒了 但是 就在这时 一根带着金色纹落的藤腕 突然扶摇之上 瞬间缠绕在了 千年金丝魔源的脚踝之上 用力向下引拉 顿时改变了金丝魔源 那有些失控身体 原本向前行进的轨迹 直奔地面上坠落 不仅如此 他身上的金色毛发 骤然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金丝魔源也在瞬间 恢复了清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81集 金丝魔源扑出的方向 正下方正是蓝轩宇三人 躲藏之处的附近 无论是他 还是蓝轩宇都很清楚 想要干掉这三只千年金眼报 就必须要移上来 给对方以重创 否则的话 他们那么快的速度 完全可以寻找机会 逐一击破 所以 金丝魔源就是以自身为诱饵 把自己的破绽暴露出来 千年魂兽智慧有限 金眼报的实力虽强 但论聪明智慧 却远不如金丝魔源 面对如此好的机会 更不可能放过 金眼报速度快 但他毕竟不能飞 目标突然消失 眼看着三只金眼报 彼此就要撞在一起了 他们赶忙收拢利爪 彼此拍击 在空中试图改变方向 金丝魔源身上 突然亮了起来 也让他们产生了警惕 但是 此时的金丝魔源 又怎么会放过这个 刻意营造出来的机会呢 背后金光骤然闪亮 紧接着 大瞳的金毛 化为金针 瞬间喷射而出 这一下 真的是全力以赴 千年金丝魔源 整个背部 超过三分之一的毛发 都化为了攻击 将空中完全覆盖 封锁 金眼报 有金眼凝视 有超快的速度 但防御 却是他们较弱的一环 所以 在面对金丝魔源的时候 也要等他被金眼凝视 控制之后 才主动出击 此时身在空中 才刚刚完成戒力 还没能脱离攻击范围 就已经被金芒覆盖 更何况 这还是在蓝轩宇的金文蓝音草 增幅之下的金丝芒 一连串的低沉声中 三头千年金眼报的身体 在空中接连颤抖 被大量的金丝芒射中 他们只能是用爪子 护住眼睛 尽可能地将身体 在空中蜷缩起来 再凭借自身防御来抵抗 可戒力的身体 却没能再扑出 直接就从空中 向地面坠落 这一下变化 实在是太快了 以至于 三只千年金眼报 根本就没做好准备 更想不到 金丝魔源这么快 就能从控制中苏醒 再加上 他如此不惜代价的攻击 和增幅之后的金丝芒 残叫声中 全都受到了重创 一团火光 猛然冲起 扑向了三只 下落的金眼报之一 悍然将它抱住 一口就咬住它的脖子 金眼报勉强闪躲 用前爪去拍击 但身上一下就被火焰所覆盖 还是被咬住了前爪 赫然是一头 身长四米多的地火龙 地火龙速度不快 正常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追得上金眼报 可此时情况特殊 重创之下的金眼报 又前爪 顿时被咬断了 一道有黑的身影 从侧面也扑了上来 大尾巴如同铁锯一般轮起 狠狠地砸在这只金眼报的腰部 刺耳的骨骼断裂声响起 腰部是金眼报的要害 惨叫一声 顿时跌落在地 被两个庞大的身体覆盖 铁背龙 没错 一只地火龙 一只铁背龙 都是三百年左右的修为 正常情况下 根本无法威胁到千年金眼报 可此时此刻 却成为了他致命的对手 另外两边 一道白芒扶摇直上 带着月儿的龙银声 灿烂的银白色枪芒绽放 这一枪刺出 刘峰只觉得自己的精气神瞬间都提升到了极致 在蓝轩宇的金文蓝银草增幅下 银月狼右壁骨的银月锋芒 毫无保留的释放 在空中足足带起长达五尺的锋芒 这一枪刺出之时 刘峰自己就已经有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他从未感觉过 自己的长枪刺出 会有这样的畅爽感受 金眼报连强用前掌去阻挡 却硬生生地被银月枪芒刺穿 两道身影一闪而逝 交错而过 金眼报的喉咙 已经被银月枪芒刺穿 在刘峰的身形带动下 落向不远处 最后一只金眼报 总算是要落在地面上了 可等待他的 却是一声低沉的龙吟咆哮 刺目金光闪耀 一个金色龙头升起 昂扬而骄傲 霸道而疯狂 正是金龙升天 修为提升到二环 血脉进化 终于让蓝轩宇 从娜娜那里学来的金龙升天 出窥门境 可以真正意义地使用了 这也是他自身除了 武魂柔和剂之外 最强的一击 灿烂金光 辽亮龙吟 还有那一往无前的气息 金色血脉在体内爆发 蓝轩宇的双眸 都随之变成了淡金色 强势无比地碰撞 重窗之下的千年金眼豹 被直接轰击地飞了出去 蓝轩宇自己 也是双脚陷入地面之中 那金眼豹的一双前臂 已经完全骨折 蓝轩宇身体下蹲 猛然前冲 一枚冰锥陡出 电射堆上金眼豹 精准无比地 从他眼瞳之中刺入 这一切说起来慢 但实际上 都是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 千年金丝魔源 诱敌 拖战 拼尽全力的金丝芒 范围攻击 成为了这场战斗 最重要的爆发 而蓝轩宇三人所做的 就是给予重窗之下 并且在空中失控的 千年金眼豹 已致命一击 战斗从开始到结束 其实也就是 十秒钟左右的时间 三只千年魂兽 就这样陨落在他们手中 流风落地 他自己都有种 不敢置信的感觉 哇 这可是千年魂兽啊 竟然就这么被我们杀了 金丝魔源口中 发出嘀嘀的咆哮声 眼中凄厉的光芒 越发强盛 他猛地扑向一头 已经被杀死的千年金眼豹 一双前掌 用力地垂击着 那金眼豹的尸体 一声声闷响声中 血光崩陷 看得蓝轩宇三人 直皱眉头 但这时候 他们也不好上前阻止 金丝魔源的情绪 显然已经有些失控了 骤然解决了杀子抽敌 对他来说 正是情绪释放的时刻 足足十几分钟后 金丝魔源才渐渐平静下来 他的眼神开始变得暗淡 明显有些虚弱了 蓝轩宇列威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上前去 将之前收起来的千年子汁 取出 递向金丝魔源 虚弱中的金丝魔源 愣了愣 看着他递过来的千年子汁 却没有动手 似乎是有些犹豫 前蕾 你告诉他 给他吃 帮他恢复 说我们相信他 会遵守诺言 前蕾赶忙通过精神力 转达了蓝轩宇的意思 金丝魔源没有再犹豫 接过子汁 三口两口吞入腹中 但他却没有急于修炼 而是突然调转身形 用沾满了金眼暴鲜血的前兆 在那已经破烂的尸体里面 翻腾了几下 然后拿出一个东西 转身递给了蓝轩宇 那是一个金灿灿的事物 看上去 竟像是一个小小的头骨 奇异的是 头骨的眼睛部位 并不是空荡荡的 而是有两块 宛如金色镜片一般的存在 啊 这是 蓝轩宇 钱蕾和刘峰的瞳孔 一下就收缩了 他们虽然从未见过 可是 从刘峰当初得到 幸运转盘的奖品 与眼前这东西对比 也能猜得出这是什么 魂骨 而且还是一块头部魂骨 在人体所能吸收的 正常六块魂骨之中 头部魂骨是最为稀有和罕见的 比躯干骨都要罕见得多 自然也是最珍贵的一种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击上了这三只千年金眼鲍 竟然会出现一块金眼鲍头骨 这简直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啊 这运气也太好了点吧 可是 三人在震惊和兴奋的下一瞬 就变得一脸颓然 这次 连蓝轩宇也不例外 毕竟 他们都还只有十几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82集 腿燃的原因很简单 这里是虚拟世界 别说头骨了 就算是一块十万年魂骨 那用不了 有啥用啊 如果是正常的斗罗世界 或许还能够用来换取斗罗壁 可这是考核区域 完全不同于正常斗罗世界 应该是专属于史莱克学院的 这玩意儿是既带不出去 也没法吸收成为自己的战斗力 简直是连鸡肋都不如 三人看着这块金眼抱头骨 眼睛都有些红了 如果这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该多好啊 毫无疑问 这头骨之上 很可能附带的就是金眼抱的天赋能力 金眼凝视啊 能够瞬间控敌的超强能力 我想哭 怎么办 钱雷此时心中 有种之前拒绝了史莱克学院提前招生的感觉 流风嘴角抽搐道 我宁可没有出现过这个东西 他是魂骨的受益者 自然明白 一块魂骨 对于魂尸的提升有多大 他现在的右臂力量 几乎是左臂的三倍 就算没有蓝玄鱼辅助 攻击力也相当强了 蓝玄鱼抬手接过那块 还沾着血的金色头骨 眉头微醋之下 突然将头骨递还了过去 递给了那金丝魔缘 然后向钱雷说 你告诉他 他更需要这东西 让他自己留着吧 什么意思 雷人行魂射 也有柔和魂骨的可能 金丝魔缘正属于此类 也就是说 这块魂骨 它有可能也有用 我们拿了一点用都没有 还不如做个人情给他 钱雷一脸无奈地翻译了 金丝魔缘看着蓝玄宇的目光 有些呆滞 指了指头骨 在直指自己 他问 他可以融合 你把我刚才的话告诉他 他应该是可以的 钱雷再次翻译了 金丝魔缘看着蓝玄宇 三人的目光 彻底变得柔和了 先前的凶残 暴力 在这一瞬 渐渐消失 突然用力地 向三人点了点头 结果魂骨 匍匐在地 他此时背上的毛发 明显变得有些稀疏 这金丝芒乃是他的力量本源 先前大量的释放 已经伤了自身 此时又吃了千年子汁 药力发作 顿时要坚持不住了 我们为他护法 蓝玄宇拉着钱雷和刘峰 后退几分 金丝芸身上 开始出现若隐若现的 金色光运变化 似乎已经陷入了沉睡 帮他护法 他这需要多长时间啊 咱们的时间可有限 我们已经杀了四只千年魂射 这个进度 应该是其他人很难超越的 不妨等等看 如果一天时间 他还不能恢复过来 我们就离开 如果他能完成融合 那我们就中奖了 从先前金丝某员 对他们的态度 就能看得出 他已经是真正地认可了 几方三人 如果能够得其助力 接下来他们的考核成绩 必然有所保障 刘峰和钱雷 都对蓝玄宇信服得很 又有了四只千年魂兽打底 三人就留了下来 刘峰负责观察周围情况 蓝轩宇和钱雷互法 钱雷在蓝轩宇的辅助下 召唤了几次之后 又完成了自己的召唤复刻 把实力恢复到巅峰状态 而让他们有些惊讶的是 这次复刻的对象 赫然又是翠魔鸟 没错 他又一次召唤出了翠魔鸟 而且 钱雷还认出 这似乎和之前召唤的是同一只 这肯定是好事啊 这是 翠魔鸟本性极为凶残 也不无反思的可能 当他们刚把翠魔鸟召唤出来的时候 这位就差点直接扑向金丝魔源 幸好被钱雷竭尽全力阻止了 才善善而去 这翠魔鸟吃上瘾了吧 上次两头地火赤龙 让它很满意啊 不过 我有个疑问 如果这翠魔鸟 是从拥有魂兽的其他地方召唤过来的 那么 我们这是在虚拟世界之中 虚拟世界内的魂兽 它吃了脑水 也有帮助吗 这我哪知道 不过 我以前听说过 斗罗世界某种意义上来说 并不能完全算是虚幻世界 甚至可以说是 另外一个魏面 一个我们联邦创造出来的魏面 具体情况应该是联邦机密吧 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了 联邦自从开始兴计移民成功之后 有了充足的资源供给 最近几千年来 科技又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具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只有真正的高层才清楚 而联邦最重要的几大组织之中 就包括了史莱克学院在内 金丝魔源 就像是睡着了 身上的金色光月 若隐若现 呼吸十分平稳 蓝轩与三人轮流休息 很快也都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夜幕降临 虽然不会饥饿 但三人还是有些无聊 商量之后 他们决定 如果第三天清晨时 金丝魔源还醒不过来 他们就要上路了 其他参加选拔赛的各组 肯定也在全力以赴 百年魂兽 虽然没有千年魂兽积分多 但数量如果对得多了 还是一样的 他们不清楚其他各组情况 自然是要更加努力才行 虽说猎杀其他各组参赛选手 很可能是最快提升积分的捷径 可是 星斗大森林这么大 很可能在结束之前 一组人都碰不到 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所以 还是不能将希望 寄托在这方面之上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金丝魔源依旧没有醒过来 蓝轩宇没有犹豫 当机立断 准备上路 他们在临走之前 用一堆树叉 堆积在金丝魔源身体周围 把他那沉睡的身体 围拢在内 相识一场 也算是尽力了 重新上路 留风开路 三人小心谨慎地 继续向内前行 速度不快 但却稳定 路上遇到一些 力所能及的魂兽 顺手杀掉 根据魂兽强弱 判断方向 持续向星斗大森林 深处而去 转眼间 又过了两天 他们进入到这里 已经四天时间了 第五天 即将到来 也要进入 本次选拔 最后三天 谨慎起见 他们没有再猎杀千年魂兽 都是找十年百年的魂兽下手 而伴随着持续深入 十年魂兽已经看不到了 至少都是百年魂兽 也偶尔能够遇到千年魂兽 凭借着刘峰的速度 和钱雷的感知 他们努力地避开那些强者 继续稳定地前行 轩宇 还有三天了 也不知道咱们积分的情况怎么样 十来客学院也真是的 让咱们都看不到积分 怎么知道该如何努力啊 钱雷有些抱怨着说 蓝轩宇微笑道 看不见才会更全力以赴 史莱克学院 应该是想要看到 每个人的全部潜能吧 我估计 我们的积分 应该是中等偏上水平 但应该还进不了前十 钱雷顿时有些急了 作为曾经差点被提前招生的人 他对史莱克学院的那种渴望 还要超过刘峰 那怎么办 进不了前十 就没法进行下一轮了 别着急 现在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 随时都保持在最佳状态上 然后等待机会 在之前宣布规则的时候 既然说过了 碰到其他组时 可以抢劫积分 那么 就应该不是无地放逝 海选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有的话都是有意义的 既然如此 我们就要继续实力 一旦遇到其他组的人 完全状态之下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嗯 我支持 就算要着急 也要等最后一两天再急 正在说话的功夫 突然 前方传来一连串嘈杂行音 似乎有故事 也有闷哼声 呼喊声 三人对视一眼 不用多说 刘峰身形一闪 就已经窜上了树 蓝轩宇 以金文蓝银草相连 在刘峰的拉扯下 三人迅速隐藏在一株 大树的茂密树冠之中 蓝轩宇宁神聆听 低声道 像是打斗的声音 而且隐约似乎还有人声 真是说什么什么就来 很可能是碰到其他的参赛选手了 一道身影 迅疾无比地朝着他们这边跑过来 从树冠上能够清楚地看到 而当他们看清这个人的时候 却不由得都是吃了一惊 这人认识啊 而且正是他们的同学 尤其是对于蓝轩宇来说 那更是熟悉无比 赫然正是叶灵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本应该和吕千询和常见义 在一起的叶灵彤 可此时看上去却只有他一个人 而且样子很是狼狈 身上很多地方的衣服都是破损的 嘴角处还有血迹 三道身影 从远处急速狂奔而来 追向前面的叶灵彤 这三人来得极快 身上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显然是同一组人 唯一首艺人是一名身材瘦高的青年 他在追击三人之中处于中央位置 身上闪耀着淡淡的黄色光芒 速度奇快无比 身下骑成着一只猛虎 猛虎有些虚幻 应该是魂灵之类的 另外两人 一人备有双翼 飞行速度奇快无比 最先就要追到叶灵彤的背后 另外一人却宛如幽灵一般 身形若隐若现 手中提着一柄长矛 三人显然都没有放过叶灵彤的意思 他们的衣服胸口处 有两个大字 灵天 灵天学院 看到这两个字 蓝轩与三人心头都是一脸 天罗星一共有两片大陆 分别是天罗大陆和灵天大陆 其中天罗大陆略大一些 所以星球以此为名 就像天罗学院 乃是天罗大陆上最好的学院一样 灵天学院 则是灵天大陆首屈一指的学院 而且 灵天学院才是过去百年来 天罗星的第一学院 为什么天罗学院 要办高能少年班呢 事实上 正是跟灵天学院学的呀 灵天学院 已经连续有三届 有学员能够考入史莱克学院了 正向循环之下 灵天学院也变得越发强势 在各方面都要胜过天罗学院 高能少年班 就是为了针对灵天学院而成立 在这次的史莱克学院招生之中 排名第一的是蓝轩宇他们这一组 而第二到第六 整整五个组 全部都来自于灵天学院 也就是说 至少有五组人 要凌驾于吕迁寻他们之上 可想而知 灵天学院的整体实力 有多强了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天罗学院 看到蓝轩宇他们这一组 获得冠军之后 会如此兴奋 并且加大资源 对他们的支持 以及再办第二期高能少年班 此时 追杀叶灵彤的三人 正是灵天学院中的一组学员 三个人之中 倒有两人都是三环魂尊 还有一人 是两环大魂尸 帮不帮 前蕾向蓝轩宇张了张嘴 蓝轩宇双眼微眯 送到手的积分 为什么不要 此时 叶灵彤眼看着 就要被追上了 但她就像是背后 长了眼睛一般 猛地向前一个愉悦 避开了从空中下扑的一击 同时 身体在前扑的过程中翻转 竟是以背部着地 双手向地面上一撑 双脚竖起 踹向空中扑落的那个人 这一下兔灯鹰的动作 用得极为完美 显然是蓄谋已久 叶灵彤很清楚 自己想要逃脱 那么就必须要解决 空中这个能飞的家伙 对方速度太快了 又不受到地面 地形的限制 不把她中创 自己只要被缠住 就不可能脱身了 所以 为了这一击 她一直在等待机会 也一直在蓄力 骤然发动之下 自身的天罡霸体 提升到极致 同时 刚气外放 正是第二魂迹 天罡波动 双脚之上 汇聚成一团 直径两尺的白光 瞬间爆发 那飞行魂师 显然没有料到 宛如丧家之犬的对手 竟然还能在瞬间 爆发出这么强的攻击力 仓促之间 反应也是极快 背后双翼猛然合拢 挡在自己身前 同时身上暗蓝色光运泵射 化为一圈圈连衣 护在身前 轰的一下 他的身体 被直接踹飞了出去 左侧的翅膀折断 以至于 身体瞬间失去平衡 撞在一株大树上 反弹而下 虽然没能将对方杀死 但叶灵彤 还是心中一喜 断了一只翅膀 对方想要追我 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就在这时 一种窒息感 瞬间传来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一拳挥出 当的一声 一道虚幻光影 反弹而起 叶灵彤自己 则是身体向后滑出 全身都冒起一道道灰色光运 这些灰色光运 向他身体内钻去 天罡霸体 都有些摇摇欲坠的感觉 空中虚幻的身影一闪 一个人 已经接住那反弹到空中的虚幻长矛 从天而降 再次朝着叶灵彤次来 叶灵彤一个后滚翻 迅速改为下蹲 银牙紧咬 双拳冲天 同时天罡霸体 白光大放 他已经顾不上消耗过度了 又是当的一声巨响 叶灵彤接连退后四步 每一步退出 都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脚印 但也就在这时 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凉意 他拼命地想要闪避 可是 接连两次重击 已经令他历劫 无论如何也闪避不开 而此时此刻 出现在他身后的 竟然是一个 和身前这位一模一样的身影 完了 叶灵彤心中 一阵悲哀 无论他多么不甘心 他都知道 自己这次的选拔 应该是结束了 在还有接近三天时间的情况下 此时退出比赛 无异于被淘汰出局 但也就在这时 突然间 他只觉得自己腰间一紧 然后 整个人就被横向拉拽了开来 显直又显得 避开了从背后次来的那道锋芒 诶 那人口中发出一声轻疑 却没有继续追击 而就在此时 一声低沉的咆哮声响起 紧接着 一道道电光 突然爆发 覆盖了直径十米的区域 那两道一模一样的身影 迅速冲合为一 身体骤然变得越发虚幻起来 在电光之中闪烁 但终究还是被电光带上一些 亮抢后退 一头身长不过一米五 但通体却呈现为亮紫色 宛如大溪一般的存在 从树丛中钻了出来 一双同样是紫亮的眼睛 冷冷地看着它 紫电龙 地龙鼠 擅长操控雷电 不擅长进展 属于地龙中 少有的不擅长进展 可血脉又十分纯正 接近真龙的存在 没错 这正是刚刚被前蕾召唤而来 并且运气爆棚召唤的产物 低沉的吼叫声中 那骑成这猛火的身影 也已经赶到了 但它却没有冲向这边 而是冲向了 那翅膀断折一只的队友身边 一道刺目的白光 从它口中喷射而出 直奔那队友身边而去 而一道银芒 也就在此时出现 轰的一声 银芒和白光同时消失 而一道迅疾无比的身影 也随之隐没于树林之中 如果不是骑成这猛火的青年 及时出手 她的队友恐怕就要陨落了 是你 此时叶灵童才看清楚 把自己拉拽到身边的人是谁 可不正是蓝轩宇吗 不知道为什么 当她看到蓝轩宇的那一瞬 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踏实感 就像是遇到亲人了 蓝轩宇把她拉在身边 眉头却是紧簇起来 对手比想象中更加难缠 她原本以为 刘峰趁机突袭 这边又有紫电龙的攻击 吸引注意力 足以把那个飞行魂石解决了 可没想到 那骑虎魂石的警惕性那么高 化解了刘峰的攻击 此时 那飞行魂石 已经收敛了背后翅膀 脸色有些苍白 但总算是逃过一劫 跳上了骑虎魂石的光虎背上 与那身影虚幻的魂石 汇聚到了一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课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84集 他们是灵天学院的人 吕千学和常见义 已经被他们杀了 作为同族队友 被杀之后 他们的积分就转移到我身上 只有把我也杀了 所有积分才会有一半 被他们分走 不用蓝轩宇问 叶灵桶已经飞快地 将情况说明了 蓝轩宇眉头微醋 实力差那么多 吕千学和常见义的实力 他是很清楚的 尤其是吕千学 黄金狮子武魂 可不是闹着玩的 高能少年般 个人战斗力第一人 实至名归 怎么会被对方杀了 对方三人先前看起来 还是完好的 叶灵桶悲愤地说 他们偷袭 我们遇到了一只 修为在三千年左右的 天怒魔尸 好不容易快要将其杀死 他们却突然偷袭了千学 潜寻被重创 然后便死在了天怒魔尸的爪牙之下 程介义为了救我控制全场 我才跑了出来 显然也被他们杀死了 蓝轩宇顿时明白了 很显然 眼前灵天学院这三人 应该至少有一个特别擅长隐匿的 早就盯上了吕千寻三人 寻找机会 最终在他们面对天怒魔尸的时候 图穷比现 不只是拿下了那三千年的魂兽 还要拿他们这一组身上的积分 无论是实力 还是计谋 都是上上之选 恐怕是先前海选赛中 同样排名前十的存在 齐成在光虎身上的瘦高少年 微微一笑 认识一下 天灵学院李耀明 那身形虚幻的少年 已经变得凝实 脸色有些苍白 淡淡地说 灵天学院 舒子轩 那断折了一只五魂翅膀的少年 则是恶狠狠地看着夜灵头 灵天学院 许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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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雷此时也已经走了出来 忍不住吃小出声 但蓝轩宇的脸色 却有些凝重 这三个名字 他看到过 寒选赛 排名第五 综合实力第五 无疑 这会是他们极大的竞争对手 天罗学院 蓝轩宇 钱雷 刘峰 蓝轩宇直接爆出了 几方三人的名字 刘峰却并没有出现 还是隐藏在树林之中 听到他爆出的名字 对面三人显然是受到了相当的震动 正所谓 人的名 树的影 排名第一 而且是两万多的高分排名第一 很可能是全联邦海选赛的总冠军存在 怎能不让他们为之震撼呢 尤其是在不清楚对手真正实力的情况下 李耀明淡淡地说 原来是海选冠军 久仰了 相信你们也明白 我们如果碰撞下来 很可能会是惨淡的结局 无论是谁赢了 都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只要蓝兄 肯把你身边这位姑娘交给我们 我们扭头就走 选拔赛 希望与贵族一同出现 面对冠军 他心中也充满了警惕 自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跟蓝轩宇三人动手 但好不容易营造出局面 能够获得叶灵彤那一组的积分 又实在是舍不得放弃 在他看来 对方也未必愿意和几方动手 情况很明显 大家如果全力一拼 露死水手 不好说 但就像之前吕千询这一组一样 很容易给别人可趁之机 但是 张李耀明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蓝轩宇的回答 动手 蓝轩宇冷喝一声 在他身前不远处的紫电龙 已经在前累控制下 猛然抬起头 一道粗大的闪电 直奔李耀明 当头劈去 这一击来得太突然 而且毫无保留 数百年修为的紫电龙 全力一击 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是百年回收 但作为血脉纯粹的地龙 实力绝不逊色于千年 李耀明吃了一惊 他不明白为什么 蓝轩宇竟然这么快 就决定要硬拼几方 这不是智者所为啊 对方能够获得海选冠军 一定是聪明人才对 他又哪里知道 眼前这紫电龙 并不是魂灵 而是召唤兽 召唤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 前累完全是碰运气 才能召唤出 这么强的魂兽 哪能不利用一下呢 而且 眼前的局面 并不是三对三 而是四对三 李耀明双手在身前一合 顿时 一面光盾竖起 挡住了紫电轰击 轰鸣声中 白光似箭 李耀明差点被从光虎背后轰下来 但他那光虎 也是一张嘴 一道光之箭 电射而出 直奔蓝轩宇而来 叶灵童 上 蓝轩宇分出一根金纹蓝银草 缠绕在叶灵童腰间 血脉之力引动 叶灵童先前 本来是消耗不少的 但在这一刻 他只觉得自己体内 仿佛有什么东西苏醒了似的 一声低沉的龙银声 在体内响起 自身的天刚波动 瞬间恢复到巅峰 化为强烈白光 他吃惊无比地看了一眼蓝轩宇 但也知道不能一物战机 第一时间就扑了出去 李耀明三人显然没有想到 蓝轩宇会如此不客气地直接发动攻击 在他看来 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就算对方在海选赛中排名第一 但受到年龄所限 大家怎么也不会差距太大才对 这样贸然拼斗 太容易被他人捡便宜了 可对方已经动手了 就再没转环的余地 他身下光虎猛然窜出 自己则是跳远而下 落在后面 身上白光大放 一道白光射出 却并非攻击 而是落在了他身边的许荣心身上 许荣心重新释放五魂 断折的翅膀 竟是以惊人的速度愈合 而李耀明身边的舒子轩 则是闪身而出 手中长矛光运吞涂 幻化出数十道光影覆盖而下 阻拦向冲上来的叶灵桶 李耀明身下光虎 合身扑出 直取紫电龙 很显然 他们也看得出 紫电龙的威胁相当大 雷霆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根本连闪避都很难做到 叶灵桶冲上前的身形 没有丝毫停顿 强盛的天纲波动攻射 第二横环光芒大放 受到蓝轩宇的 金文蓝银草增幅 他此时只觉得自己体内 血液都在剧烈地沸腾着 前所未有的力量感 传遍全身 似乎必须要宣泄出去似的 一团耀眼的白光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骤然向外爆发 强盛的白色光芒 喷波而出 将那数十道毛影吞噬 舒子轩心中一惊 他自身乃是三环魂尊修为 武魂又是特殊 个人战斗力一向极强 无论是规避攻击 还是速度 在灵天学院 也是名列前茅的 攻击力更是异常强悍 而且诡异非凡 可此时面对 叶灵彤的天纲龙武魂 他却有种被浩然之气 瞬间摧毁的感受 一道道毛影 就那么泯灭 大力传来 让他不得不全力闪避 蓝轩宇几乎是 跟随着叶灵彤 一同扑出来的 目标直指李耀明 光芒和紫电龙 已经打了起来 紫电龙身上 不断绽放出一道道电光 阻拦着光芒的前行 光芒也在释放 光属性攻击和他对抗 一时之间 竟陷入僵持状态 千年魂灵 毫无疑问 这光芒乃是千年魂灵 而且是拥有 相当强战斗力的 罕见存在 许荣心的翅膀 恢复速度很快 李耀明一道圣光 落在他身上之后 自己跨前一步 全身有金光绽放 背后缓缓浮现出 一道金色的身影 脚下三个魂环 两黄一死 向上攀升 其中第二魂环 光芒大放 面对蓝轩宇 他的双眸也变成了 夺目的白色 双手一挥 一团巨大的光球 已经以身体为中心 喷火而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五集 浩瀚 强势 温暖 这是那光球带给蓝轩宇的感受 无疑 眼前这位乃是光束性操控者 而且实力相当强大 蓝轩宇眼神平静 脚下步伐陡然加速 迅速地侧向闪避 那光球巨大 他也只能勉强避开正面 一层冰墙瞬间升起 挡在身前 光球从冰墙上擦过 冰墙瞬间被磨平 消失 还有更多的圣光 向蓝轩宇身上渲染而来 亮金色光月 从蓝轩宇体内喷勃而出 与那光芒一接触 顿时 让蓝轩宇自身金光大胜 正是金文蓝银草第二魂技 霸体 霸体效果 能够吸收对方攻击力的 百分之三十为己所用 增强自身的一切能力 进一步激发血脉之力 同时 极大程度地化解对方攻击力 低沉的龙银声爆发 蓝轩宇猛然前冲 没有半分保留的 直接就是自己的最强攻击能力 金龙升天 龙头在双拳前方凝聚 宛如催枯拉朽一般 那强盛的气息 以李耀明的修为 都只觉得自身呼吸困难 面露震惊之色 蓝轩宇双臂各有两个魂环 这显然不是四环修为 而应该是双生五魂 同时把两个五魂的魂环都展现出来 这是两个五魂同时施展呢 这和正常的双生五魂还有所不同 正常双生五魂按道理说是要来回切换的才对 只是此时他已经过不上去判断这些了 只能是深吸口气 第三魂环光芒大放 在他身后 一道金色身影浮现出来 那是一尊人像模样 双手环抱在胸前 充满了圣洁的味道 强盛的光明气息勃发 周围的一切 也仿佛都被这份光明渲染的一片神圣 李耀明整个人都随之变成了白赤色 双手柔和地向前拍出 他的动作仿佛与周围的神圣完全融为一体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整体 拍出的光球不再是先前的白色 而是灿烂的金色 第三魂祭 千年魂环之际 光明神附体 这才是李耀明能够在灵天学院之中 脱颖而出的强大能力 也是他所有魂祭之中 威能最强的存在 甚至在整个灵天学院之中 单纯评价第三魂祭的话 就要数他这个 拥有强大增幅能力的魂祭为罪 为了获得这个魂祭 他的家族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也正是因为这个魂祭的存在 才能让实力强悍如舒子轩这样的存在 甘愿为他马首是瞻 此时 那金色光球一出 光元素飞速凝聚 周围的一切光明 似乎都被抽空 以至于 如果此时抬头看向天空 都会发现 天空是一片黑暗 黑暗中的光明 那是最纯粹 最为浓缩的存在 蓝玄宇也同样是心中震惊 大家同样年纪 对方竟然能够将元素掌控到这种程度 这是他所不及的 无论是水元素 还是火元素 他都自问自己 还远远达不到眼前这个李耀明的境界 难怪对方敢于主动袭击李千询三人 就算不是偷袭正面对抗 恐怕李千询他们 也未必会是人家的对手 这李耀明 可还有一头强大的光属性魂灵啊 金龙升天 与那神圣光球正面碰撞在一起 蓝玄宇只觉得全身一暖 下一刻 一股佩然强大的力量 瞬间奔涌而来 就仿佛要将他的身体吞噬似的 体内金色血脉飞速爆发 运转 加上先前霸体借来的力量 才勉强能抵挡 就算如此 他的身体还是被轰击的倒飞而出 李耀明也并不好受 金龙升天到来 他自身突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仿佛自身血脉 在那一瞬间流淌的速度 突然变慢了似的 以至于他的攻击力 没能完美地爆炸开来 紧接着 来自于金龙升天的强大冲击力 混合着一种 令他血脉为之颤抖的炽热气息 爆发而来 虽然没有被轰飞 但他也接连后腿三步 才勉强站稳身形 李耀明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不禁暗暗赞叹 真不愧是双身武魂 难怪能夺得海选冠军 在秀薇和我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够击退我 而且好像还没有被我中创 这个家伙很了不得 只是想要击败我们 也没那么 他的念头才刚到这里 却突然凝固了 在他的双眸之中 更是流露出 不敢相信的震惊之色 整个人的身体 完全凝固在那里 背后的金色身影 也随之绷紧 李耀明整个人 都僵硬在那里 甚至连双手 都还是在身前 保持着先前的动作 是的 他无法相信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相信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下一瞬 他的身体 已经化为点点光芒 破碎而去 同行的舒子轩 和许荣心 都只觉得身上一热 似乎有什么东西 涌入他们体内 只有蓝轩宇 才清晰地看到 先前在光芒环绕之中的 李耀明 额头上 多出了一个不大的血洞 他的生命 也在那一瞬被带走 能够排名海选前几名 其团队实力 可想而知 在决定动手的那一瞬 蓝轩宇就已经做好了 全力以赴 击杀对方的准备 绝不给对方 留下任何机会 他甚至判断到 自己的金龙升天 很可能奈何不了对方 所以 金龙升天根本就不是他的杀招 之所以使用 是因为金龙升天附带的血脉之力 一定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对方 尤其是影响到对方的感知 从而让隐藏在自己身后的杀手 完成致命一击 一点脆光闪过 在空中一闪而逝 就在蓝轩宇对李耀明出手的同时 树林中 一道无比锋锐的枪芒 也早已笼罩了许荣心 许荣心本是飞行类魂师 可奈何先前 却被叶灵彤冒险打断了翅膀 正在盛光的恢复之下 那白色长枪爆来之时 他也只能是迅速规避 作为三人团队之中 唯一的二环大魂时 他更多的还是要依赖队友 可是 敌人来得太快了 白龙枪 白龙挑 突如其来的枪芒之中 许荣心终究还是被挑上了空中 他赶忙释放自己的第二魂技 背后翅膀舒展开来 猛然下拍 一圈强烈的气暴绽放 将接踵而来的白龙枪芒击退 但音乐枪芒 还是在他的翅膀下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而这个时候 也正是李耀明和蓝轩宇 正面碰撞的那一瞬 在许荣心看来 以李耀明的修为 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对手 都一定能够战而胜之 然后 自然就能帮助他 将眼前的敌人解决 二环而已 对手 不过是二环而已啊 可是 背后的动静 却突然凝致 紧接着 一点脆光 就已经到了他身后 此时此刻 正是他刚释放完第二魂技 勉强挡住了流风攻击的下一瞬 闭光一闪而逝 许荣心身体僵硬 从后脑传入 额头传出 只是一瞬间 他的生命 就已经完结 脆魔鸟 毫无疑问 能够瞬间在关键时刻 作为杀手出现 并且解决了二人的攻击力 正是脆魔鸟 从一开始 蓝轩宇就没打算 有任何保留 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 他当然考虑过 李耀明先前疑惑的问题 如果他们拼个两败俱伤 被别人捡了便宜怎么办 遇到强大的魂兽 又怎么办 所以 唯有倾尽全力 在尽量少消耗之下 将对手 以最快速度解决掉 这才是最好的方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到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而以对方的修为 再加上先前抢了一头 强大的三千年魂兽 其身上的积分 必然是十分可观的 值得将脆魔鸟 直接用出 因此 至圣的关键 一直都不是蓝轩宇 刘峰 更不是叶灵彤 而是来自于远处 看上去人畜无害 却早已在召唤出紫电龙之后 又得到蓝轩宇示意 以复刻召唤出 翠魔鸟的前蕾 李耀明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在蓝轩宇背后 隐藏着这样的危机 在双方全力一击碰撞之后 正是最虚弱的时刻 翠魔鸟这杀手浑兽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骤然抱起 他哪里还能抵挡得住 而实力更弱的许荣心 就更别说了 受到刘峰的攻击 他自身先前又有伤 自然是被翠魔鸟 轻而易举地得手 李耀明一死 他那魂灵光虎 也随之消失 早已受到 前蕾指挥的紫电龙 顿时爆发出大片的雷霆 直接覆盖向了舒子轩 舒子轩的速度很快 刚刚的这一切 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 以至于直到李耀明消失的那一瞬间 他才反应过来 但是 雷霆已至 他只能左闪右臂 尽可能地规避 雷霆对于他的武魂 是有所克制的 他的武魂名为 幽冥魔枪 以身枪合一为主要修炼方向 可以化身幽冥 攻防一体 最擅长于隐匿身形 抱起突袭 但强攻克敏攻系 叶灵桐在金文兰茵草的增幅下 修为大幅度提升 已经绝不逊色于三环境界的他了 本来他就没法战胜对手 紫电龙加入 瞬间就让他慌了手脚 更重要的是 两个队友都死了 所有的经验都在他身上 他现在只想逃离 可蓝轩瑜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呢 在先前出手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 要将对方三人 永远留在这里的打算 翠魔鸟的召唤时间还没到呢 地光闪烁 翠魔鸟卷土重来 几乎只是翠光一闪 就到了舒子轩身边 周围有雷霆密布 正面有叶灵桐强势的 天罡波动范围攻击 此时的舒子轩 已是潜虑技穷 必无可避 关键时刻 他只能点燃自己的第三魂技 大片虚幻的光影 从体内喷勃而出 幽冥魔腔勉强抵挡住了 自己的额头正面 冰的一声翠响 翠魔鸟也受到了一定的干扰 被他那幽冥魔腔 一下挡歪了 但却依旧从他颈侧传过 呼的一声 血光迸发 舒子轩颈侧的大动脉 已经被划破 大量的鲜血狂涌 他只觉得自己的修为 也瞬间为之倾斜 眼看就要活不了了 完胜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完胜 整个战斗过程 其实也就不过是半分钟的时间而已 一切就都已经要结束了 但也就在这时 变化突生 哪怕是蓝轩宇 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出现了 叶灵彤一个剑步 骤然冲前 一拳砸在了 已经献出真身的舒子轩面膛上 砰的一下 舒子轩头颅破裂 全身化为光点消散 能够明显地看到 一蓬红光 也随之蜂拥而入 全部钻入到了叶灵彤体内 消失无踪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蓝轩宇三人都是以待 舒子轩本来就已经是必死的 叶灵彤这一拳补上 这 前雷忍不住教导 你干什么 叶灵彤的表情 略微有些僵硬 勉强一笑道 我怕再出变果 他太狡猾了 速度又快 谁知道能不能趁机逃跑啊 蓝轩宇流风 此时都已经走了过来 蓝轩宇脸色沉宁 显得非常难看 一股难以形容的怒火 在胸口出蔓延 他扭头看向前雷 沉声道 复刻紫电龙 翠魔鸟召唤时间一到 就会消失 必须要再复刻一只魂兽 保持前雷的战斗力 之所以肯在刚才这种情况下 就把它释放出来 正是因为先前前 钱雷运气大好 召唤出了紫电龙 这可是丝毫不逊次于 翠魔鸟的存在 而且 补足了三人远程攻击的问题 钱雷说 他抢了所有的经验 轩宇 他真的有些急了 前串子的外号 可不是白叫的 更何况 这次选拔 关系到能否进入 史莱克学院呢 李耀明三人一身经验 有多么丰厚 猜都能猜得到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却被叶灵彤给拿走了 蓝轩宇向前雷点了下头 示意他先做证事 前雷眉头微醋 但还是转身 去复刻紫电龙了 蓝轩宇这才看向 略微低下头 明显是有些心虚的叶灵彤 为什么 我需要一个解释 我不是说了吗 我怕他跑了 要是跑了 也追不上了 叶灵彤 你当我们是傻子吗 他在那种情况下 还能跑得了 更何况 他能快得过刘风 快得过醉魔鸟 你逃命而来 眼看就要被对方击杀 是我们救了你 并且击溃敌人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吗 蓝轩宇真的很愤怒 那是一种被人背叛的愤怒 他和叶灵彤 虽然关系算不上有多好 但大家毕竟都来自于此罗程 而且 一直以来 叶灵彤的努力 他都看在眼里 不说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但也绝不算坏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种时候 叶灵彤居然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来 叶灵彤眼圈微红 逼声道 对不起了 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 怎么就一冲动 就出手了 只是 先前那三千年魂兽 本来是我们的 被他们抢走了经验 我不甘心啊 而且 这关系到 我们能否进入史莱克学院 你们小组还很完善 实力又强 后面有的是机会获得经验 而我们组 就只剩我自己了 大不了我之后的过程 都好好配合你们 帮你们多猎杀一些魂兽 补偿你们就是了 有他们这些经验 我们小组说不定 也有可能 从选拔赛中出现呢 帮我们猎杀魔兽 完成最后一击吗 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队友 叶灵彤 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叫什么吗 你这叫恩将仇报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一个如此自私之人 叶灵彤瞪大了眼睛 看着蓝轩宇 她没想到 蓝轩宇竟然会对她说 这么重的话 顿时怒火上涌 我自私 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团队 咱们都是高门少年班的同学 相互帮助一把怎么了 你怎么那么消气 不就是一点经验吗 你至于的吗 大不了我走 我走就是了 用不着你们的保护 你这女人不可理喻 分明是你抢了我们经验 怎么就变成我们小气了 那是一点经验吗 更何况 你突然出手 可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没有我们 你们小组自身的经验 都已经没有了 轩宇说得对 你这是恩将仇报 你少废话 我在跟蓝轩宇说呢 她话才说到这里 突然 一阵无力的虚弱感 迅速传遍全身 她吃惊地看向身上 先前的金纹蓝银草 因为作战的缘故 一直都缠绕在她的腰间 并且给了她 强有力的支持 可此时此刻 那强大的增幅效果 不但消失了 一种源自于血脉 最深处的压制 却骤然出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第187集 蓝薛宇 你 她猛地再抬起头 却只觉得眼前一花 下一瞬 一只有力的手掌 就已经掐住了她的脖子 蓝薛宇 你干什么 她的声音有些 不清晰地吐出 而那收紧的手掌 却在瞬间 要抽空她所有力气似的 蓝薛宇淡淡地说 没有人能够侮辱我的兄弟 刘峰是我兄弟 钱雷也是 没错 你有你的组员 你想要获得经验 帮助他们 但是 我也有我的同伴 我要为他们负责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决定 我们根本不需要救你 等他们将你杀了 再出手抢夺他们 以我们的战斗力 你是看到的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 而正是因为 我这个错误决定 导致原本该属于我们的收获 被你抢走了 而你们小组的经验 肯定不如李耀明他们多 就算是杀了你 我们原本获得的经验总量 也会降低 这是我的错误 我要为此而负责 乙灵彤 你听好了 你今天的决定 让我们再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更不可能成为伙伴 你背叛了我的信任 以后桥归桥 路归路 各走各的 再见 你敢 叶灵彤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双眸猛然圆争 嘶声叫道 蓝轩宇闭上双眼 脸上流露出一丝挣扎之色 在他身边的刘峰 也不禁有些担忧的低声道 轩宇 你 咔嚓一声 蓝轩宇手腕猛然用力 手指合拢 捏断了叶灵彤的脖子 白光一闪 叶灵彤消失 一层浓郁的红光 也随着涌入到蓝轩宇体内 消失不见 另一边刚刚完成了复刻的前蕾 也是吓了一跳 吃惊地看着蓝轩宇 轩宇 这 这不太好吧 回去之后 怎么想帮你交代啊 蓝轩宇闭着双眼 胸前起伏不定 半晌之后 才缓缓地平复下来 沉声说道 我的责任 我承担 对不起 是我的错 刘峰的眼神有些复杂 刚才蓝轩宇的那一句兄弟 着实是深深地触动了他 说什么废话呢 什么叫你的责任你承担 难道我们不是一体的吗 我们是一个整体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有什么责任 也是我们一起承担 哎呀 疯子说得对 我们还分什么彼此 前蕾也走过来 拍拍蓝轩宇的肩膀 而事实上 击杀叶灵彤 哪怕是在虚拟世界之中 对于蓝轩宇自身的冲击 也还是相当不小的 他深吸口气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我必须要这样做 我没得选择 他背叛了我们 夺取了经验 这样的人 怎么能做我们的临时队友 他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 我们接下来的选拔赛考核 如果影响到 只是我一个人 或许 我可以拂袖而去 但是 他影响到的 是我们这个整体 银老师说过 在战场上 最可怕的 永远都不是来自于 正面的敌人 而是来自于 背后的友军 我不能让我们的后辈 托付给这样的人 更不能让他 继续这样下去 如果这次 我纵容了他 那么 或许下次 在真正的战场之上 在真实的世界之中 他也会这样做 那样的话 他很可能会真的死去 希望他能从这次的事情 和打击之中 明白一些道理吧 至于学悦 如果要责罚 我们一起承担 没等蓝轩宇说下去 刘峰和钱雷 已经异口同声地说道 蓝轩宇扭头看看他们 因为击杀叶灵童 而产生的痛苦 消散了许多 他在心中告诉自己 这毕竟是虚拟世界 但他也同时 在心中扪心自问 如果是在真实世界中 面对这种情况 自己还能下得去手吗 他毫无疑问地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也不禁因此而苦笑 正在这时 远处树丛中 突然传来一连串的声音 令三人骤然 从此刻的情绪中惊醒 不敢怠慢 立刻向周围的大树上 挪移而去 飞速攀升 先前还是有一定消耗的 此时此刻 并不是他们的最佳状态 那声音传来的速度很快 三人才刚刚上树 搜的一声 一个硕大的身影 就已经落在了 他们先前所在的地方 壮硕的身体 落在地面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看到他的出现 刚刚隐藏在树上的三人 都是一愣 因为出现在下面的这位 正是先前他们守护了一晚 却没有结束修炼的 千年金丝魔源 和之前相比 他此时看起来 体型增大了几分 一身金色毛发 也重新长满 随着身体的移动 金光流转 宛如金色波浪一般 一双眼睛 更是炯炯有神 眼瞳也变成了金色 这应该是吸收了 金眼抱头骨所带来的变化 也正是因为这双金眼 才让他们完全能确定 这就是先前那只千年金丝魔源 千磊看下蓝轩宇 蓝轩宇向他点了下头 千磊这才释放出自己的精神波动 尝试着跟金丝魔源联系 金丝魔源口中 发出几声低沉的咆哮 朝着树上的三人 招了招手 那动作竟是非常的人性化 三人对视一眼 这才一跃而下 钱磊说 他说他是来旅行诺言的 让我们等太久了 向我们道歉 蓝轩宇看着面前的千年金丝魔源 眼神有些复杂 低声道 看来 有些时候 人还不如魂兽 这金丝魔源 如此信守承诺而来 相比之下 叶灵桐为了一己之词的动手 就着实是显得拙劣了 这怎能不让三人心生感慨呢 谢谢你 你来得并不晚 不用道歉 现在才正是关键时刻呢 蓝轩宇沉声说 千年金丝魔源口中 发出一声嘀吼 向他点了点头 千磊 你让他先警戒周围 我们恢复实力再说 好 有了金丝魔源的看护 三人赶忙冥想 把之前的消耗恢复过来 这也是蓝轩宇制定的策略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让自身保持在最佳状态上 通过先前叶灵桐他们的遭遇 就能看出 一旦虚弱 就有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 这和实力没关系 当三人重新恢复到最佳状态之后 蓝轩宇思考了一会儿后 说道 看来 我们要开始找人了 找人 嗯 我们一共进来一百族人 看上去不少 可是 在这如此广袤的新斗大森林之中 相互遭遇 其实 和大海捞针也没什么区别 可就在之前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们却先后遇到了 叶灵桐和李耀明这两族人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进入最后三天之后 很可能 是史莱克学院 主动让我们相互碰面的 也就是说 虽然不知道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但我们这一百族人 很可能 被限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 并且非常有可能 相互碰到 所以 我认为这七天的考核之中 前面四天 应该是让我们积累积分 而之后的三天 则是让我们进行混战 相互争夺积分 从而决出最后的名次 在这个过程中 分别对付魂兽 魂尸 能更好地看出 每个团队的综合实力 所以 我们接下来这两天多的时间 更重要的 不是面对魂兽 而是要时刻小心同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一百八十八集 刘峰和钱磊同时点头 冷静地分析 能让他们更好地 去面对接下来的情况 刘峰问道 那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等 不着急 等 既然是要自相残杀 总是要战斗的 战斗 就有消耗 不只是实力上的 也是精神上的 所以 我们现在要等 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再说 我们就在这里 哪都不去 一边说着 蓝轩宇四下寻找了一下 很快就看中了一株参天大树 向刘峰道 刘峰 你用白龙枪 在树冠内的树冠上 开出一个树洞来 能让我们在里面休息的 钱磊 你让金丝摩原 在周围探查 可以走得远一点 如果碰到我们人类魂师 立刻就回来告诉我他们的位置 却不要与他们冲突战斗 你的意思是 以义代劳 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出去 然后 黑吃黑 这和当初他们在迷宫之中的情况 差不多 那时候 要不是碰巧遇到吕千寻三人 他们恐怕能一直等到最后结束 蓝轩宇说 事实上 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 最重要的 不是抢夺别人 而是要先保护好自己 因为只要不死 带出去的积分 就是完整的 而一旦马前尸体 被击杀在这里 那么 积分 就只剩下一半 我们有着之前的积累 再加上 来自于李耀明 和叶灵桐他们两组的积分 整体分数 应该已经不少了 只要不死 带出去的积分 都很可能 可以进入前十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是以稳为主 等下去 等到他们相互残杀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找机会 出去补刀 争取再捞一点积分 有金丝魔源的帮助 你的召唤魂兽 我们打不过 这跑也跑得了的 你真是太阴险了 太狡猾了 不过 我喜欢 银月锋芒用来挖树洞 也挺好用的 蓝轩宇还特意小心地 让千年金丝魔源 把挖出来的木线给运走 很快 三人就在一个树洞内 盘膝坐了下来 有大树的掩护 树冠的遮掩 根本连他们的气息都感觉不到 三人就默默地在其中冥想 休息 金丝魔源 凭借着对星斗大森林的熟悉 则是在外面不断地探查情况 果然 蓝轩宇的判断是正确的 到了傍晚左右的时候 金丝魔源回来告诉他们 已经遇到了六波人类魂石 而且还遇到了三次人类魂石 相互战斗的情况 他都只是在远远看着 并不靠近 等 继续等下去 蓝轩宇明白 自己的判断既然是正确的 那么 最后两天的战斗 恐怕会更加地激烈 果然 到了整个选拔赛的第六天 也就是倒数第二天 金丝魔源几乎一个小时 就会带回来消息 有人类魂石在战斗 有人死伤 至少已经有十几次战斗的经历了 而让蓝轩宇有所注意到的是 金丝魔源对一伙人的描述 那一伙人 足足有九个 也就是三个小组的样子 他们联合在一起 采取伏击 强攻等手段 专门找别的组下手 因为人多 所以金丝魔源 关注到他们好几次 可以肯定的是 至少已经有四五组人 折在了他们手里了 而且 他们的掠杀还在继续 三组人联合在一起 这确实是非常不好对付的情况 九个人 人数太多了 相对来说 在掠杀其他各组的时候 消耗也就会减小 在轮流休息的话 保持在最佳状态 也不是不可能 只要这三组分赃均匀 甚至能够持续到选拔赛最后 携手出现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显然是有组织的情况 虽然天罗学院 一共近来有五组人 也有另外三组 还不知道情况 但蓝轩宇完全可以肯定 这绝不是来自于天罗学院的 因为其他三组 并没有事先约定过什么 实力也都不够强 那么 除了天罗学院之外 最有可能联合在一起的 就只剩下 灵天学院了 若不是已经杀了 李耀明那一组 他们会不会四组联手 都很难说 李耀明三人的实力 他们已经领教过了 一对一的情况下 蓝轩宇自问 在不用五魂融合技前提 是很难战胜李耀明的 那个舒子轩 实力也是相当强 可就算是这样 在灵天学院之中 还有实力比他们 更加强大的团队存在 可想而知 灵天学院这三组人 会非常难对付 从现在开始 只盯着他们这一组 蓝轩宇让钱磊 向金斯某员 转告了自己的要求 毫无疑问 这九个人联合在一起的三组 将会是他们 获得好成绩的最大阻碍 现在 就看他们后面的情况如何了 如果一直保持完整阵容 并没有什么太大消耗的话 那么 蓝轩宇他们 宁可错开他们 在其他方面增加积分 毕竟 选拔赛只要进入前十就行了 用不着非要第一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被杀出去 才是真正要被淘汰了 金斯某员不断传来消息 到了第六天傍晚的时候 那三组人 已经先后服杀了 超过十组参加选拔的魂师 效率惊人 而那九个人之中 也有三个人受伤了 只是伤势都不算太重 而且 在这九人之中 还有一名治疗血魂师 能够为他们治疗伤势 蓝轩宇听到消息之后 不禁眉头微醋 毫无破绽啊 这样的对手 可不好面对 无疑 对方这九人之中 一定有高人在指挥 指挥能力相当优秀 难道就这么放过了 第六天终于过去 选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天 在最后一天结束之后 所有的一切也将随着结束 考核将完成 而前一晚 蓝轩宇几乎没怎么睡觉 一直在思考着什么 前磊 刘峰 我有件事情 想要和你们商量一下 听听你们的意见 听我们建议干什么 哎呀 别扰乱了你的思路 你说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好了 你从来都没错过 没错 就是干 玄宇 你就说怎么干吧 嗯 我这个计划很大胆 如果失败了 我们可能就要被淘汰 可是 因为对方现在的情况 我也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办法 如果计划成功了 我们不但能够出现 应该还是第一名的成绩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不执行这个计划 也还是有可能进入前十的 虽然积分不明 但我们还是有机会 所以 要不要冒险 玄宇 我听听你的想法 你有多少成功率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是有的 但战场上瞬息万变 我也不敢说就一定能保证 银老师教过我很多东西 他擅长以旗制胜 所以有很多兵型险招的作战方式 我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在进行这种计划的时候 总是想要把利益最大化 这已经成了惯性思维 如果让我决定 我会选择进行这个计划 轩宇 我支持执行计划 因为你和尹老师其实不一样 你的本性是沉稳的 这不是我说的 我是无意间听季老师说的 所以 你说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概率 应该是考虑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事实上 你很有可能有更大的把握 我说的对不对 我没法保证 那 先说说整个作战计划吧 然后我们再判断一下 蓝轩宇点了下头 他当然要把作战计划 完整地告诉伙伴们 因为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他们必须要完美地执行每一步 才能有最大的机会 此时 他不禁想起了叶灵彤 如果叶灵彤不背叛的话 有他在 多一人的情况下 他们的把握性会大很多 而且 他这个计划 有了叶灵彤的加入 甚至可以帮叶灵彤 也获得大量经验 真的有可能 携手出现的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89集 计划是这样的 我们的目标 是那九个人的小组 首先 我们要做的是 让疯子 在远处亲自观察一下 确定这九人小组之中 有哪三人 是一组的 蓝轩宇完整讲述了自己的计划 钱磊和刘峰听得都有些目瞪口呆 这完全可以呀 没有什么危险性 只是看收获有多少了 哇 完美呀 轩宇 你不用死是不是 也不是毫无破绽的 所以 需要你的运气相对好 哎呀 干吧 我觉得机会已经非常大了 这要是还不行 只能说我们运气太差 也怨不得别人 好 那就准备吧 你把我们的计划 完全交代给金丝魔源 让他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需要他精细的配合 三人开始了他们 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情绪上都有些紧张 但也同样有些兴奋 冰天梁站在一处山坡上 眺望远方 双手背在身后 明明只有十二岁的他 站在那里 却宛如镖枪一般 给人一种刚硬的感觉 一身灵天学院的校服 显现着他的身份 他的目光平静而冰冷 只有偶尔才会闪过 一抹热切的狂野 灵天学院第一人 不是白叫的 在整个灵天学院中 他是公认天才中的天才 同学之中 有的是桀骜不驯之辈 可在他面前 却都显得非常谨慎小心 没有任何人敢于挑战他的地位 至少在他十岁之后 就再也没有过了 他不只是个人实力强悍 还有着极为优秀的统育能力 是老师们眼中真正的天才 甚至称他是有史以来 灵天学院最优秀的学员 甚至因为他的优异表现 还得到了来自于史莱克学院的 提前招生报名表 可是 灵天梁却并没有接受提前招生 而是选择参加选拔赛 因为他认为 这是对自己一个非常好的历练机会 他也有绝对的信心 自己一定能够考得上史莱克学院 他要用所有的荣誉 将自己送到那个梦想中的殿堂 他要通过史莱克学院那条通天之路 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 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也一直有着这样的结果 直到不久之前 当海选选拔赛的最终成绩出现时 当他看到排名第一的 并不是自己小组的时候 冰天梁的情绪 第一时间出现了变化 当时的他 默默而去 带着冰冷的气息 输了 我输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失败 而且输的是那么的惨 积分鸿沟般的巨大差距 令他内心之中 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 但是 他告诉自己 要冷静下来 一次的失败 并不代表永久 更何况 两万多分的成绩 绝非凭借实力能够达到的 毕竟大家都还只是十二岁 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差距 不是实力 那是什么 运气 也或是 智慧 冷静下来的冰天梁 对于海选赛的情况 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想出了 很多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最终他隐约猜到 那两万分 应该来自于地火赤龙 而且 是两头地火赤龙 当时 他和他的团队 是死在两头地火赤龙围攻之下的 那根本是无法抗拒的强者 他猜到 应该是对方用了什么方法 让两头地火赤龙打了起来 并且两败俱伤 这才有机会减了便宜 有了这个判断之后 他其实 很想要见见 天罗学院的这三个人 问清楚当时的情况 选拔赛开始了 他其实 一直都在寻找 寻找那第一次战胜自己的对手 正是因为冰天良在学院之中的绝对统治力 他才能够在遭遇到同学院其他小组的时候 把他们拉在一起 成为了一个整体 他告诉其他人 只要听从他的安排 所有人都可以出现 事实也正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在他的指挥下 他们已经先后击溃了 12组参加选拔赛的魂师 获得了大量的积分 毫无疑问 他们这三组 就算是只凭借现在身上的这些积分 都应该能够达到前十的成绩出现了 可是 冰天良内心深处 却一直在期待着 期待着那组人的碰撞 他现在 最希望的就是 看到他们的出现 一决胜负 至于公平不公平 九人对三人这种事 他根本就没有多想过 他父亲曾经告诉过他 在战场上 没有公平 只有活着 杀死敌人 获得最终胜利 才是一个军人 应该做的事情 冰天良的冷静 也正是遗传于自己的父亲 就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 那组人还是没有找到 不知道是不是 并不在这个区域 还是自认为积分足够 躲起来了 这让冰天良心中有些失望 还选那么好的成绩 难道他们就不想在 选拔赛上 再获得一个冠军 从而得到史莱克学院的关注吗 冰大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冰天良回身看去 只见一名巧笑 燕燃的少女 蹦蹦跳跳地跑了上来 看到她之后 又分明有几分拘谨 可眼神中的热气 却是有增无减 术师 怎么了 都说了不要这么叫我 你还跟他们学 冰天良脸上的表情 温和了几分 冰大 是同学们给她起的外号 梁书师 同样来自于 灵天学院天才班 更是一组之长 而且 她和冰天良一起长大 关系密切 冰天良只比她大一个月 两人真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只是因为五魂之间的配合问题 他们才被分别分在了两组 对于这一点 梁书师可着实是郁闷了很长时间 她当然更愿意和她的冰大在一起了 梁书师嘻嘻一笑 挺可爱的呀 那我叫你什么呢 冰哥哥好不好 说吧 怎么了 还能怎么又发现一组人 看起来应该还有点实力 准备动手吧 你不是说 无论怎么样的对手 你都会出手 全力以赴吗 能够确认身份吗 应该不是田落学院的 所以不是你要等的人 冰天良眉头微醋 略微有些失望 但还是说 走吧 准备战斗 在她制定的策略之中 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 哪怕对方很弱小 也一定要三组人一起出手 用最小的代价 战而胜之 不给敌人以任何机会 两人携手下了山坡 山坡下 周围的灌木丛和大树上 纷纷有人跳下 聚拢过来 冰大 众人无不恭敬地 向冰天良打招呼 冰天良向他们点了点头 一切照旧 准备战斗 有了先前十几次的经验 众人已经配合得非常默契了 虽然有三人受伤 但经过治疗之后 已经都没有大碍 只是略微影响实力而已 九人悄无声息地 没入丛林之中 一场新的猎杀 就要开始了 冰天良腾身而起 身在空中 轻微地扭动了几下 就那么消失了 两道身影 也随之跟上他的步伐 悄无声息地 隐没于树丛之中 只是 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在数百米外 一个巨大的树冠上 一双眼眸 正注视着 他们的所有行动 直到九人完全消失之后 这才悄无声息地 隐没于阴暗之中 星斗大森林内 三名魂狮正在飞速前进着 他们来自于 天罗星一组魂师学院 名为龙峰魂师学院 龙峰魂师学院之中 也只有他们三人 创入到了选拔在 这前一百的名单之中 在学院内 他们自然是名人 对自己的实力 更是有着相当的信心 只是 海选成绩出来 他们也不过是排在六十多名而已 这对三人可着实是不小的打击 进入选拔赛 三人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总算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而且 运气相当不错 裂伤了不少魂兽 甚至还碰上了 有两组人 两败俱伤 捡了漏 获得了不少分 这也让他们的胆子 渐渐大了起来 就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他们现在 也不打算 深入星斗大森林了 未知的危险 太可怕 死了的话 积分是要扣除的 所以 就想再猎杀一些魂兽 增加增加积分 熬到选拔赛结束了 他们自己觉得 还是有几分机会 能够进入到前十名的 而就在刚刚 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只 受伤的魂兽 而且看上去 伤势十分严重 一条手臂都不能动了 还不断有血液滴落 那是一只 至少有千年修为的 金丝魔源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百九十几 龙峰魂兽学院的三人之中 为首一人名叫 扭义伟 他的速度不是三人中最快的 但另外两人 却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快追上了 他受了重伤 速度不快 这样消耗一下也好 等会打起来的时候 他的反抗能力就会更低 扭义伟有些兴奋地说道 另外两人自然也是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那金丝魔源身上 一直都在向下滴血呀 身形壮硕的金丝魔源 在树林之中辗转腾挪 突然 他那一双金色的眼眸动了动 最后 捏了捏手中 已经死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的小魂兽 再挤出点血液来 滴落向地面 然后 猛地将它扔向远处 自己速度陡增 飞速地 朝着森林深处而去 牛义伟三人快速行进 而来自于灵天学院的九人大王 也已经覆盖了过来 等一下 怎么回事 牛义伟突然停下脚步 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 那只魂兽逃跑时 传来的声音不对 声音迅速变小 而且变得密集了 像是突然远去了似的 停 他一抬手 让自己的两名同伴 跟随他一起停了下来 好想跑远了 穷寇莫追 能够一直坚持到选拔赛这个阶段的 无不是精英 在感觉到不对之下 牛义伟也顿时变得警惕起来 走 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起来 牛义伟看了一下周围 立刻朝着树林茂密的方向一指 带着同伴就要顿离 但也就在这时 一道光影闪烁 平和的声音随着响起 留下吧 虚空中 一道人影就那么浮现出来 看上去和他们年龄相仿 相貌普通 身材修长 在他出现的瞬间 牛义伟和两名同伴的瞳孔 无不迅速收缩 一 二 三 四 他们看到了什么 四个紫色魂环 围绕在那人身上 赫然正是一名四环魂宗 四环 在绝大多数同龄人能够达到两环 就已经很不错的情况下 竟然有一名四环魂师 出现在这里 纽义伟三人简直不敢置信 他们自问 都算是天才了 可三人之中 也只有纽义伟一个人 是三环修伟 另外两名都是两环 眼前突然出现一位四环魂师 这种震撼感 实在是太强了 不仅如此 一道道身影 从周围缓缓浮现出来 以半包围之事 围拢过来 赫然正是 灵天学院的三组人手 他们胸前的灵天二子 凤婉明显 也清楚地让眼前的 纽义伟三人 试到自己遭遇了 怎样的对手 只不过 围拢上来的不是九人 而是一共六人 身上有四个魂魂光运闪烁的 自然正是 冰天凉 当他凭空出现 拦截在眼前 这三人面前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纽义伟三人的结局 纽义伟的心 已经沉入谷底 他很清楚 眼前的情况意味着什么 被这么一群人围上 还有这么一个 四环魂尸坐镇的情况下 他们想要逃走的机会 都等同于无 先别动手 纽义伟抬起双手 冰天凉目光平淡地看着他 纽义伟说 我们来自于龙峰魂尸学院 我叫纽义伟 我知道你们的目的 但能否打个商量 如果你们肯放过我们 我愿意用斗罗币来交换 一千斗罗币 买我们活下去的机会 如何 我愿意签订斗罗世界契约 出去之后就给你们 冰天凉听了他的话 不禁笑了 他们之前歼灭了那么多组对手 什么样的情况都遇到过 想要逃脱的 直接拼命的 甚至是想要分散逃离的都有 但一上来就表示 要用斗罗币买命的 这却还是第一个 一千斗罗币 对于他们这个年龄来说 可不是小数目了 因为 他们还没有被允许 进入真正的斗罗世界 都是在外围的学院区域 想要赚到一千个斗罗币 就意味着 训练场的一千次胜利 那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而斗罗币在斗罗世界中 能够做很多事情 比如 如果能积攒到足够的数量 也有可能提前进入 真正的斗罗世界 所以 哪怕是对于冰天凉来说 这也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三千斗罗币 就可以购买一张 进入真正斗罗世界的门票 这个规则 是专门为那些年轻 却拥有非凡能力的 魂师们准备的 至于普通人 或者是普通魂师 那就等到十八岁成年之后 自然就会开放权限 三千 我考虑一下 冰天凉淡淡地说 我倒是想给 可我也要有才行啊 一千已经是我们 能拿出来的极限了 而且 以我们目前的积分 也不一定能进入得了 选拔赛的前十 但如果我们杀了你们 你们就一定进不了前十 一千五 这是我们好久的积蓄 而且是我们全班的积蓄了 你们全班的积蓄给了你们 就是为了在选拔赛之中 买命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然的话 我们连进入下一轮的机会 都没有了 一千五 冰天学院的兄弟 你应该知道 这在我们这个年龄来说 是非常难积攒的了 你自己只需要再努力努力 以你的修为和天赋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进入真正斗罗世界 去闯荡 拥有自己在虚拟世界中 遨游的权利 真正的斗罗世界 所有东西 都是可以反补现实世界的哟 冰天梁眉头微醋 面露思索之色 不得不说 对方给出的条件 确实是打动了他 一千五百个斗罗币 确实是可以大幅度 节约他的时间 他自己 已经积攒了有八百多斗罗币了 相差确实是不远 抬头再次看向纽一伟 他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看到他的笑容 纽一伟顿时松了口气 自己知道自己是 他们这次进入星斗大三菱之后 运气可以说是相当之好 着实是积攒了不少积分 对于是否能够进入到前十名 他们还是有一些把握的 无疑 眼前这些人 很可能是目前所有参加 选拔赛众人之中 最强的实力了 只要避开他们 最后这一段时间 再谨小甚微一些 就有可能出现 而到了史莱克学院那边 所有的考核 可就都是针对于个性化的 谁也不敢说 谁能进入 谁无法进入 关键还是要看实力 和有没有被看中的特点 可就在冰天梁准备开口之前 突然间 森林远方 一声刺耳的尖叫声响起 听到这个尖叫声 冰天梁脸色骤变 微笑消失 毫不犹豫地一挥手 杀 摇身一晃 身上第一个紫色魂环 光芒绽放 他整个人 突然变得有些虚无 下一瞬 人就到了纽依伟面前 纽依伟的反应也很快 能活到现在 不只是靠得圆滑 自身的实力也很重要 右手一弹 脚下三个魂环 升起的同时 一颗漆黑的东西 从他手中弹射而出 就在身前 突然炸开 砰的一声 气浪绽放 纽依伟自己的身体周围 浮现出一层光膜 受到那爆炸力冲击 迅速反弹后退 而冰天梁抓出的手掌 也被他炸得弹开了 纽依伟身上的第一 第二两个魂环 同时绽放着光芒 双手连弹 一颗颗和先前一样的东西 飞射而出 覆盖全场 分头跑 他口中大叫一声 对方既然已经动手了 那就没有任何侥幸的可能 只要三人之中 有一人能够逃跑成功 他们就有机会 带走完整的积分 他自己不是不想跑 但奈何 他并不是闽攻系魂师 速度也并不快 从先前冰天梁展现出的速度 他就明白 自己是无论如何都跑不掉的 更何况 纽依伟自己 也是一名拥有十分罕见武魂的魂师 他擅长的能力 几乎在魂世界中 很少有人会拥有 那一颗颗小东西 就像是魂倒炸弹一般 飞快地覆盖在大片的范围之中 正冲上来战斗的 灵天学院学员们 一时间 竟然真的被阻挡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科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91集 纽依伟的五魂是纽扣 准确地说 应该是纽扣炸弹 它的第一魂级更有意思 叫做爆炸隔绝 对于任何冲击波类的攻击 都有非常强的防御作用 对于它自己释放出的 纽扣炸弹的爆炸力 更是可以百分之百防御 第二魂级就是最基础的 纽扣炸弹了 以消耗魂力为代价 进行投射 爆炸力相当不弱 纽依伟其实最大的梦想 并不是考入史莱克学院 而是考入唐门 传承数万年的唐门 有一门绝学叫做暗器白结 它特别想学会其中的手法 如果那样的话 它的实力必定大幅度提升 只是想要进入唐门 实在是太难了 史莱克学院算是捷径 毕竟二者同气连之 此时 它这纽扣炸弹一施展出来 连冰天梁都大为吃惊 它的两名队友 更是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 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 飞速而去 冰天梁身上第二魂环闪耀 它整个人的身体 突然被拉长了起来 从原本只有一米六左右的身高 突然膨胀到了两米 只是被拉长的身体 显得有些怪异 全身都亮起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 身形一闪 它整个人就剧烈地扭曲起来 宛如一道扭曲的电芒 穿伏在爆炸之间 所有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似乎都只能从它身边划过 两次闪烁 就已经到了扭翼尾的面前 扭翼尾的反应奇快 第三魂环直接亮起 先前手中的黑色扭扣向两侧抛出 在它掌心之中又多了一枚白色扭扣 白色扭扣瞬间炸开 就那么在它手中炸开 顿时 一道刺目强光伴随着强大的冲击力 以它的身体为中心向外绽放 第三魂技 爆闪扭扣 这可是千年魂环技 也是扭翼尾最强魂技 爆闪扭扣 不但能够在刹那间产生出强光 更有着全方位的推力 就像是一些魂师的抗拒火环效果似的 全方位防御 配合它自身的爆炸隔绝第一魂技 有着极强的自保能力 冰天梁带着紫电的手掌 眼看就要抓中纽翼尾了 突然爆开的刺目强光 却一下就让它失去了视觉能力 不得不身体蜷缩 被那爆闪扭扣的推力再次震开 而那一枚枚扭扣炸弹的爆炸力 也充分地阻挡住了其他人 让他们无法靠近过来 一时之间 纽翼尾竟然凭借自己之力 将灵天学院的六人 全都拦了下来 这绝对是出人意料的情况 但纽翼尾自己也是暗暗叫苦 他这五魂擅长的是中距离战斗 这是魂师中很少见的 可魂力消耗也是极大的 每一枚钮扣 都是由他自身魂力凝聚而成 他这种不惜代价的释放 自身魂力正在飞速下降 他的老师就曾经对他说过 在修为达到七环拥有魂力漩涡之前 他的实力最大的局限性 就在于魂力消耗这方面 他现在只是期盼着 趁自己阻拦下眼前这些人的机会 自己的同伴能够跑得更远一些 而此时此刻 另一边 另一场战斗 却已经接近了尾声 金丝魔猿重拳出击 悍然将已经被重创的一名魂师 砸成了白光 消失在半空之中 此时 他面前的敌人 就只剩下一个了 正是之前去找冰天良的梁书师 而在梁书师面前 还有一个人 可不正是蓝轩宇吗 金丝魔猿全身金光暴涨 庞大的神躯站在那里 宛如魔神下凡一般 而蓝轩宇 则是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方向 狡猾地避开梁书师手中 一双尖刺的不断攻击 手中飞射出一些冰刃 冰锥之类的 骚扰着对方 就是不让他脱身 纽一伟他们发现了金丝魔猿 一直在追杀 而灵天学院九人组 既然发现了纽一伟三人 又怎么可能没发现这只受伤的千年魂兽呢 所以 冰天梁直接分出一组人 前来追杀金丝魔猿 他自己则带着其他六人 去包围纽一伟那一组了 梁书师和冰天梁一起长大 并且能够作为一组之长 实力自然也是相当不弱的 三环修为 两名队友也都是二环巅峰 在他们全部三组人之中 虽然是实力较弱的一组 但整体 却依旧能够在海选赛名列前茅 可是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三人追上的 是一只完全状态 并且修为 足有三千年开外的 金丝魔猿 不仅如此 在金丝魔猿身边 竟然还有一名魂师 一名实力相当不弱的魂师 梁书师完全可以肯定 这只金丝魔猿 并不是对方召唤出来的 因为 哪怕是冰天梁 也都驾驭不了 这种层次修为的魂灵啊 而且这金丝魔猿看上去 就是实体 哪有一点魂灵的样子 他根本想不出 为什么会出现 魂兽和人类配合的原因 可是 从蓝轩宇身上的装束 他却认出了 这人正是来自于 天罗学院 金丝魔猿被三人追到近前 直接就反扑了 在金纹蓝银草的增幅下 他在瞬间所爆发出的实力 又岂止是普通三千年魂兽 所能达到的 一个全力铺击 就解决掉了一名 梁书师的队友 蓝轩宇在旁边 只是辅助战斗 增幅金丝魔猿 同时 用冰锥 冰刃 巧妙地骚扰 梁书师的眼力 哪会看不出 这金丝魔猿 正是在他的增幅之下呀 自然就想要先把他解决了 可蓝轩宇却有着一种 诡异的步伐 根本不跟他硬碰 只是不断地闪避 依靠冰墙 冰盾 水窝之类的水元素 掌控 来阻挡 减缓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金丝魔猿 就已经把另外一名 梁书师的队友 也击杀了 梁书师眼看要出问题 这才赶忙发出尖叫 向另一边的冰天梁 求救 你是海选冠军那一组的 梁书师目光冰冷地 看着蓝轩宇 蓝轩宇耸了耸肩膀 你说得对 嘴上说着 手上动作可没停 金丝魔猿 已经再次腾生而起 他可不懂得什么怜香惜玉 直接就朝着梁书师扑了过去 梁书师知道 自己是不可能跑得过 这丛林猿猴类浑兽的 此时逃跑 只会败亡得更快 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 冰天梁那边赶快解决 然后来救自己 但他同时心中也隐隐猜到 眼前这人和这只浑兽出现的 绝不是巧合 他们很可能是被对方设计了 此时此刻 他甚至有些后悔 刚才那一声下意识的呼救 双手尖刺挥动 梁书师身上第三魂环闪耀 一层冰蓝色光蕴 覆盖全身 就连双眸都变成了铜色 他的武魂名叫 风光刺 本身却是强攻系战魂师 攻击力极强 却不擅长于防御 脚尖在地面上轻点 猛然窜声而起 身体在空中 慢妙地扭转 不但避开了蓝轩宇 抛射而来的冰锥 更是从金丝魔源 那一双粗壮的手臂之间钻过 第三魂技 风光闪 能够在瞬间将速度提升百分之百 同时攻击力暴增百分之百 附带破纲效果 他知道 自己恐怕很难幸免了 而眼前这头魂兽 又被那天罗学院之人所控制 他性格一向果决 在此时此刻 他宁可自己牺牲在这里 也要尽可能地重创 眼前这头金丝魔源 让之后赶来的冰天梁 能够更容易对付对方就行 而且 他也很清楚 自己如果想要脱身 首先就要重创 眼前这头金丝魔源 才有可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92集 先前梁书师 一直都没有用这个第三魂技 就是在等待机会 此时 金丝魔源扑向他 一定程度遮掩住了蓝轩宇的视线 在他看来 这金丝魔源 就是受到蓝轩宇控制的 所以 他认为 这是自己最好的时机 事实证明 他的分光闪 运用的确实是极其优秀 避开了所有攻击 脚尖甚至是点在 金丝魔源粗壮的手臂上 借力而起 纤细的郊区已经直接腾越到了金丝魔源的斜上方 双手分光刺举起 认准了金丝魔源的一双眼睛 无论是人类还是魂兽 眼睛都是绝对的要害 连凉书师自己都没有想到 竟然会如此顺利 如果能以一己之力 击杀眼前这头三千年魂兽 想想都热血沸腾啊 至于那天罗学院的魂师 不过是二环修为 没有了这金丝魔源 他认为 自己有绝对把握 能够将对方击杀 这些念头 在脑海中飞速闪过 手中分光刺 就要刺出 金丝魔源的头部 一直伴随着他身体攀升而扬起 就在这时 梁书师突然发现 他那硕大的头颅 似乎像自己咧了咧嘴 竟是做出了一个 类似于人类的表情 那表情 好像是 微笑 金色 眼前突然变成一片金色 刹那间 梁书师的大脑 一片空白 已经完全准备爆发的分光刺 在刹那间 突然变得无力 只听咔嚓一声 金丝魔源一张嘴 一口就咬住了他的脖子 尖利的牙齿 刺入颈动脉 梁书师整个人的身体 瞬间就软了下来 站在下面的蓝轩宇 表情略微超出了一下 喃喃地说道 似乎太残忍了吧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手中却是一枚冰锥飞出 精准无比地刺入 梁书师的心脏 结束了他的这次选拔赛 一棚浓郁无比的红光 奔腾而来 涌入蓝轩宇体内 梁书师受到 冰天梁的关照 这些天来 积攒的积分 可着实是不少 只是此刻 却已经成了他人的假衣裳 纽一尾不甘心地缓缓软倒 在他第三次要用出 暴染纽扣的前一瞬 冰天梁终于找到机会 抓破了他的胸膛 没有半分停留 甚至没有去追那两名 逃走的浑师的意思 冰天梁掉头就走 一挥手 带着其他五人 直奔先前尖叫传来的方向冲去 他可以不要扭一尾这一组的积分 但他却不能不救梁书师 没有人知道的是 他之所以没有选择 被史莱克学院提前招生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这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女孩啊 那是一种懵懂的情感 像是哥哥对妹妹 抑或是多少有一些其他的萌芽 至少在冰天梁心中 没有什么是比梁书师更加重要的 在蓝轩宇的计划中 金丝摩远就是要引出一组人来 给他们歼灭的机会 而冰天梁这边肯定是要追杀纽义伟那三人 获取他们身上的积分的 这样自己就能争取充足的时间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他并不知道梁书师在冰天梁心目中的重要性 但是他也同样没想到 纽义伟居然能坚持那么久 所以阴差阳错之下 冰天梁还是被耽搁了时间 冰天梁的身体几乎是在扭曲中前行的 速度已经提升到了极致 宛如一道紫电 他的双眸此时也已经变成了紫色 目光瞬间极远 这是他因为自身天赋优秀 花费了很大代价 从唐门换取的一门绝学 紫及魔童 强大的视觉 让他在参差婆娑的树影中 捕捉到了自己所担忧的那道身影 可他在这一瞬 却不禁目自欲裂 因为他赫然看到 梁书师被金丝魔源一口咬住 下一瞬 已经化身白光 不 冰天梁怒吼出声 全身响起一声 炸雷般的轰鸣 瞬间化为一道紫电 报射而去 梁书师死了 那就意味着 将会断绝和他一起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机会啊 他费了这么大力气 一直谨小慎微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要带他一起去考史莱克学院 他好后悔 后悔自己一时大意之下 竟然让梁书师去追杀那受伤的魂兽 他更是万万想不到 那魂兽竟然会是个陷阱 变光之中 他看到一道身影 窜到了金丝魔源背上 金丝魔源庞大的身体 扭头就朝着远方跑去 钻入树林之中 爆发下的冰天梁 速度太快了 几次呼吸之下 就已经追得近了 梁书师不见了 他的两名队友也同样不见了 这意味着什么 冰天梁再清楚不过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他一定能够冷静下来 冷静地去面对这一切 可是 梁书师的死 彻底将这名十二岁的天才少年 心情搅乱了 第四魂环光芒大放 冰天梁全身爆发出 刺目刺光 在这一瞬间 他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 巨大的雷球 直奔金丝魔源 以及在他背后的蓝轩宇撞去 蓝轩宇看到那 迅极无比的紫色身影追来 也是吓了一跳 尤其是当他看到对方身上 竟然有四个魂环的时候 心头不禁一片悍然 他也没有想到 在灵天学院的九祖人之中 居然有这么强大的存在 对方的第四魂记 全面爆发 那恐怖的威胁 瞬间就要抵达 冰天梁来得太快了 以至于蓝轩宇 有种避无可避的感觉 深吸口气 气沉丹田 体内气血瞬间抑郁 低沉的龙吟声 从金色血脉中震荡 释放 蓝轩宇的双眸 也随之弥漫上了一层淡金色 他没有选择动用自己 最强的五魂融合剂 因为还不到时候 那就唯有金龙升天 低沉的龙吟声中 双拳猛然挥出 蓝轩宇从金丝魔猿背后 腾跃而起 双拳在前 低沉的龙吟咆哮 金纹蓝银草 反卷在右臂之上 金龙头在前 悍然迎上了冰天梁 双方几乎是下一瞬 就碰撞在了一起 冰天梁锁化雷球 在空中停顿 坠落地面 而蓝轩宇 则是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全身电光缭绕 已是一片焦黑 金丝魔猿听到背后的声音 赶忙转身去看 眼看蓝轩宇被炸飞 他咆哮一声 就朝着冰天梁冲了过去 一双粗壮的手臂 直奔冰天梁砸下 蓝轩宇抛飞的身体 狠狠地撞击在一株大树上 那大树一片焦黑 竟是受到他自身电光的影响 麻木 此时他感觉不到痛苦 只觉得自己全身都是麻痹的 自从两环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力 对方的攻击实在是太强了 他只觉得自己胸口内的金银双色漩涡 仿佛都要被烘碎了似的 全身皮肤一片焦黑 整个人都在冒烟 麻木的身体 甚至连移动一下都变得很困难 在冰天梁全力一击之下 蓝轩宇重创 在这一刻 蓝轩宇明白了一个道理 无论计划是何等的周密 在很多时候 绝对的实力都有扭转乾坤的可能 论真实的修为 他和对方相比 终究是差得太远了呀 两环面对四环 哪怕是双生五魂 他也没有任何一点机会 他只能勉强睁着眼睛 看着金丝魔园 与冰天梁站在一处 紫电闪耀 冰天梁似乎根本没有受到 先前金龙升天冲击的影响 在那一道道电光缭绕之下 竟是压迫的 足有三千年修为的金丝魔园 节节败退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93集 蓝仙宇的眼睛有些模糊 此时麻木正在下降 痛楚开始传来 幸好 这是在虚拟世界之中 痛感比真实世界要低得多 否则的话 恐怕他此时 已经要腾晕过去了 勉强一咬舌尖 让自己清醒几分 凭借着林海静的强大精神力 他勉强将意识 转移到胸口内的 金银双色漩涡之中 推动着漩涡旋转 事实上 如果不是他身体强度惊人 在冰天梁那充满爆炸性威力的第四魂级之下 早就已经云灭了 银色血脉传来丝丝清凉 从胸口处像四肢柏还蔓延 金色血脉则在轻微地跳动 传来阵阵温热 催动着血脉涌向全身 一清凉一温热 焦香灰映之下 痛楚明显降低了几分 而也就在此时 灵天学院的另外五人 已经赶了过来 他们没看到倒在地上的蓝轩雨 全都被那三千年修为的金丝魔源 吸引了注意 立刻扑上加入战团之中 非一个人去看看 那边那个家伙死了没有 冰天梁冷冷地说道 同时 全身不断炸开一道道雷霆 轰向金丝魔源 他没有看到白光出现 只是见蓝轩雨被炸飞 此时 他已经渐渐冷静下来 事情已经发生了 梁书师已经离开了选拔赛 再怎么愤怒都没用 在这种情况下 想让梁书师出现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杀掉所有还在选拔赛之中的对手 如果最后只剩下他们两组人 那么 在先前积分足够多的梁书师他们 哪怕只有一半积分 也足以出现了 而击杀了梁书师的人 必须要死 五人之中立刻分出一道 速度快的敏弓系魂师 直奔蓝轩雨这边而来 蓝轩雨身边的树 还在着火 目标太明显了 他自己也不禁在心中暗暗叫苦 虽然他的身体恢复能力很强 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也不可能恢复战斗力啊 哪怕是他多志如妖 此时也是毫无办法 钱磊和刘峰 被他派出去干别的了 什么时候能够赶回来 他也并不清楚 而且眼前的局面 已经有些脱离了掌控 冰天梁真的是太强了 速度 爆发力 根本不像是这个年龄 应该拥有的 就算钱磊和刘峰赶回来 他的计划 能否继续 也很难说 他现在反而不希望他们赶回来了 有先钱梁书师那组人身上 得到的积分 已经足以让他们顺利出现 只要钱磊和刘峰夺好就行 唯一让蓝轩宇心中有些难过的是 金丝魔缘面对灵天学院众人的围攻 哪怕有金眼凝视能力 想要逃脱恐怕也很难 没死 我送你一程 那名灵天学院魂师 此时已经来到近前 自然是一眼就看到了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蓝轩宇 在选拔赛中死亡 就会化为白光消失 还躺在这里 自然是没死 他没有半点犹豫 腾身而起 手中光芒一闪 一柄银白色的匕首 就已经出现在掌中 荧光吞吐 直奔蓝轩宇心脏扎来 蓝轩宇此时心中 只是暗暗地祈祷着 刘峰和钱蕾 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叮嘱 如果发现这边情况不对 赶快远顿 只要三人有一个活到最后 那么他们就算是赢了 尤其是他们两个 应该是能够得到 扭一尾身上的积分的 体内金银血脉还在运转 恢复着他的伤势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蓝轩宇勉强抬了抬手 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手掌 去挡在胸前 这也是他此时唯一能够做的 阴芒刺落 蓝轩宇自己也闭上了眼睛 选拔赛 结束了 就在这时 一声翠鸣突然响彻全场 在这一刹那 蓝轩宇只觉得 自己全身上下 仿佛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那一声翠鸣 仿佛来自于远古 一种洪荒般的冰冷气息 瞬间迸发 也是这同样一声翠鸣中 另一边战场上 包括冰天梁在内 所有人和金丝魔源的动作 都在瞬间停顿 被这一声翠鸣吸引了注意 暗蓝色 那是一抹忧森的暗蓝色 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竖起 巨大的脊刃 贯穿了那从空中落下的身影 将它化为白光 那是一柄暗蓝色的画感 方天极 巨大的脊刃竖起 从它上面传来的冰冷 甚至令蓝轩宇被电击的痛楚 都降低了许多 脊刀的尾部 插在蓝轩宇身边的地面上 而他的手掌 正碰触在那脊刀之上 这 这是什么 蓝轩宇自己也完全呆住了 一股仿佛来自于 远古的恐怖气息 瞬间弥漫全场 所有人在这一瞬 仿佛身体都僵硬了 包括蓝轩宇自己 也是如此 那恐怖气息 仿佛能够将世间一切吞噬得一干二净 以至于整个天地间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似乎这一方世界 根本无法再继续承担它的存在 蓝轩宇离得最近 所以也看得最是清楚 那画感方天极本身是有黑的 但上面却密布着一道道魔纹 那魔纹繁复而华丽 不知是如何打造而成 魔纹内阴晕着蓝色光运 在前一刻还向外噴薄 这魔纹为什么看上去有些熟悉的感觉 就在蓝轩宇心生疑惑的同时 那巨大的画感方天极上 光芒已经收敛 变成了黑油油的大吉 下一瞬突然光芒收敛 化为一道流光 融入到蓝轩宇右手拇指之上 消失了 蓝轩宇下意识地抬起手臂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似乎勉强能够移动半分了 赫然看到了在自己手指之上 那自幼就戴着的根本无法摘下来的戒指 是的 正是那枚深蓝色的戒指 在这一刹那 他瞬间想明白了前一后果 似乎 刚刚那灵天学院学员攻击时 自己下意识地抬手想要抵挡 而他那银色匕首 好巧不巧地 正好扎在了自己手指上的这枚戒指处 所以才出现了之后这一幕 我这枚自幼就有的戒指 竟然能够变成一柄画干方天极吗 而且 那似乎绝不是普通的存在 他究竟是从何而来 他的特性又是如何 似乎以我现在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掌控得了这一切 带着满心的疑惑 蓝轩宇有些惊呆了 吃惊的何止是他呢 三千年修为的金丝魔园 庞大的身躯 剧烈的颤抖 包括冰天梁在内 剩余的五名灵天学院学员们 此时也还在强烈的心计 都只是因为那出现了短短几个瞬间的 画干方天极 那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冰天梁心下亥然 他万万想不到 蓝轩宇竟然还有这样的杀手锏 只是一瞬间就秒杀了自己的队友 而这样强势的存在 绝不是他想要面对的 幸好那气息来得快 去得也快 金丝魔园回头深深地看了蓝轩宇一眼 在他那双金色的眼眸之中 仿佛多了一些什么 下一瞬 他就已经猛然扑出 再次扑向冰天梁 一身金色毛发 骤然喷勃 一道道金丝芒 电射而出 不只是覆盖冰天梁 更是连另外四人也笼罩在内 大有几分要拼命的态势 竟是在爆发之下 以一己之力 全部挡住了冰天梁五人 蜚宇 蜚宇 正在这时 蓝轩宇身后的大树后 传来熟悉的声音 蓝轩宇勉强扭头去看 顿时看到 前雷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课读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94集 蓝轩宇赶忙说 快走 你跟刘峰分头走 走得越远越好 计划有变 对方有四环魂石 我们打不过的 那边情况如何 我们偷袭得手 先击杀了一个 然后又追杀了另一个 不过 我的复刻紫电龙用掉了 召唤出的又是铁背龙 只能是复刻一个铁背龙 疯子也回来了 在另一边等待机会呢 现在通知不上他呀 怎么办 蓝轩宇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还是出现了 伙伴们不愿意舍弃他 回身来救 现在想走 恐怕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最理想的 其实应该是刘峰逃走 刘峰的速度最快 逃跑也最有机会 可现在刘峰没过来 在战场边缘四级出手 他跟钱磊 根本没办法通知刘峰 而一旦三人被杀 那可就是前功尽弃了 能否进得了前十 全要凭运气才行 刹那间 蓝轩宇心念电转 此时金丝某员 近乎疯狂地反扑 勉强拖住了对手 但毫无疑问 刚不可久 先前只是一个冰天梁 就杀得他节节败退 此时近乎透支的进攻 根本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 败亡 这是迟早的事情 怎么办 蓝轩宇深吸口气 脑海中浮现出 银天凡的话语 无论在怎样危机的时刻 都要尽一切可能 保持冷静 忙乱 只会错过机会 时机在任何时刻 都不会缺乏 在任何时刻 都依旧存在 大脑飞速运转 将自己此时 所能利用的一切 瞬间过了一遍 蓝轩宇当机立断 沉声道 简磊 释放你复刻的铁背笼 参加战斗 帮助金丝某员 然后开启召唤之门 我帮你 猛地一咬舌尖 蓝轩宇催动着 勉强积蓄起来的 一丝魂力 缓缓抬起自己的左手 钱磊和他在一起 早就习惯了听他指挥 复刻魂迹释放 一头身长四米多的铁背笼 顿时窜了出去 直奔战场 与此同时 召唤金钱抛出 一扇召唤之门 在蓝轩宇身边开启 英文蓝银草释放 勉强缠绕在门边 就只是释放武魂 这么一个简单的行为 蓝轩宇就觉得 全身疼痛欲裂 你把召唤之门留在这里 立刻跑 返回咱们之前的树洞 藏起来 啊 那你怎么办 召唤还没有完成 钱磊不禁有些呆滞 蓝轩宇低声道 你就别管我了 咱们三个 必须有一个活着 才能将积分 完整地带出去 你记着 逃回树洞之中 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动静 你都不要出来 用你的精神力 全面封锁自己的气息 不要有任何一点流露出来 快走 刘峰无法通知 他现在只能是寄希望于 钱磊能够跑掉 钱磊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身就跑 这毕竟是虚拟世界 并不会真正死亡 完成选拔赛 才是最重要的 钱磊离开 蓝轩宇身边的召唤之门 发出轻轻的嗡鸣 银纹蓝音草 缠绕在门边 荧光闪烁 蓝轩宇的眼神有些复杂 他也不知道 在此时 是否能够召唤成功 但如果只是用金纹蓝音草 召唤出一头 拥有地龙血脉的浑瘦 实际上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根本对付不了 灵天学院的众人 唯有寄托在 那个人身上了 召唤我干嘛 声音从另一边传来 明显有些冰冷 也不太友善 还带着几分怨对的情绪 一听到有回音 蓝轩宇顿时大喜 有回音就意味着有机会啊 这我 我不行啊 蓝轩宇虚弱地说道 声音比先前跟前蕾说话时 刻意压低了几分 另一边传来一声惊疑 下一刻 一条修长的大腿 就已经跨门而出 一道靓丽的身影 出现在蓝轩宇身边 淡蓝色的连衣裙 裙摆刚刚过西 腰部完全收身 将它那纤细的腰肢 展现得淋漓尽致 绝美的容颜 带着几分吃惊之色 蓝色长发飘扬在脑后 一低头 深蓝色的眼眸 瞬间就找到了 那躺在地上的蓝轩宇身上 看着蓝轩宇通体焦黑的样子 洞千秋一眼 差点没认出来 脱口而出道 你怎么让人给烤了 烤了 蓝轩宇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憋死过去 没好气地说 什么叫烤了 你没看我快不行了吗 你以为我愿意啊 洞千秋这才抬起头 看向战场的方向 再看看地面上的蓝轩宇 用脚碰了碰他 啊 这是在斗罗世界里吧 你又不会真的死 这是史莱克学院选拔赛 你没参加吗 你也参加选拔赛了 我那边已经结束了呀 你帮不帮我 洞千秋眼神一动 突然笑着蹲下身体 近距离看着一身焦黑的蓝轩宇 嬉嬉一笑 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又不是真的要死了 而且 我干嘛让你考上史莱克学院 跟在我身边碍眼 怎么说的 好像你一定能考上似的 不是好像 是已经 我被特招了呀 提前招生 有没有听过呀 这个世界啊 总是有那么一些事情不太公平 我在这打生打死的 人家却早已经被提前招生了 好歹你也抱过我 还亲过我 多少 我们也有点亲密关系 念在旧情的份上 蓝轩宇才刚说到这里 洞千秋就已经恼羞成怒 给了他一巴掌 打在手臂上 闭嘴 再说我就弄死你 让你直接结束比赛 一想起当初被这个家伙 占便宜的时候 洞千秋翘脸 不禁飞起两抹红韵 真有掐死这家伙的冲动 好吧 我错了 我不说就是了 那你怎么才敢帮我 蓝轩宇一脸的哀怨 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他 尽管他被冰天梁的紫电 轰得一身焦黑 可他毕竟长得好啊 尤其是那一双大眼睛 澄澈的眼眸 看得洞千秋 也不禁微微一愣 洞千秋伸出三根手指 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就帮你 好 我答应 不就是让你亲回来抱回来 最多再踹一脚吗 没问题 我说你 谁要请你抱你了 冻千秋翘脸通红 忍不住又给了他一巴掌 这一下打在胸口上 打得蓝轩宇直翻白眼 这三个条件 你必须无条件答应我 以后再见到 只要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放心 不会让你去死 保证是你能做得到的 怎么样 冻千秋眼珠连转 记上心来 蓝轩宇嘴角抽搐了一下 他真不想答应这种条件 鬼知道这个姑娘以后 会提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来 如果只是他自己 他宁可被弄死 结束选拔赛 也不会答应的 毕竟 就算这次没有进入前十 以他的年龄 明年 还会有一次机会 可是刘峰和钱雷怎么办呢 他们都已经是士领 明年 就没机会再参加选拔了 也就是说 如果这次失败了 他们就将错过机会 再也不可能进入史莱克学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课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前蕾为了能够和他们一起进入 甚至放弃了有可能的提前招生 蓝轩宇更是答应过他们 三人一定要一起考上十来课的 所以 他没得选择 正在这时 一道匹链式的白光 突然进入战场 悄无声息地 从金丝魔源腋下穿过 挡开了一柄 险些砍中他胸膛的长刀 银白色光芒 随着席卷而上 在对方身上留下了一道 深深的伤痕 当金丝魔源的攻击力 开始下降 爆发即将结束之际 刘峰终究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好 我答应你 蓝轩宇一咬牙 答应下来 冻千秋被召唤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呀 他不能再耽误下去 否则的话 就算是之后他肯出手 恐怕也来不及了 冻千秋这才满意地站起身 看向战场的方向 冷喝一声 是谁伤了他 意识间 森冷的气息 从他身上喷勃而出 目光在刹那间 就选中了目标 当他看到冰天梁身上的四个魂环时 也是吃了一惊 既然蓝轩宇是在参加选拔赛 那么十二岁就一定是一个界限 最多也就是十三岁而已 对方却已经四幻修为 在魂力境界上 还要超过自己 这样的对手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这边的变化 冰天梁自然也看到了 先前那柄画感方天极的出现 着实是令他大吃一惊 此时看到居然又出来个女孩 他也不禁为之诧异 不是他不想对蓝轩宇出手 而是那金丝魔源 突然像疯了一样 不惜代价的狂攻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发射出的金丝芒 何止千百刀 这可是千年魂寿的看家本领 被命中一下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尤其是 这金丝魔源 居然还有控制能力 眼睛一瞪 就能让人短暂失去控制 以至于他的一名队友 在突发情况下 还被打伤了 此时金丝魔源 已经不如先前狂暴 明显是后继乏力 可对方又出现一名 用长枪的魂尸 修为不高 但速度却是奇快无比 偷袭之下 连伤两人 给了金丝魔源喘息的机会 冰天梁身上 紫电闪烁 猛然向地面坠落 狠狠地砸在铁背龙身上 剧烈的轰鸣声响起 地面出现一个直径三米 有黑的大坑 铁背龙已经化为一道光芒 回归召唤之门 消失无踪 强势爆发 电神魔魁 这就是冰天梁的武魂 强攻闽攻双戏 以攻戴守 这就是他的战斗风格 那一道道从他身上 迸射而出的扭曲紫电 影响着整个空间的波动 以至于刘峰的实力 都受到了影响 蓝轩宇的意外重创 无疑对他们这个小组的 整体实力 有着巨大的影响 没有了蓝轩宇的增幅 刘峰能够凭借的 就只有银月枪芒 可是 修为和对手 差得实在是太多了 对方剩余的 这五名魂师之中 除了冰天梁之外 都还有两名三环修为 各个实力 都不逊色于吕千寻多少 此时刘峰才知道 天罗学院的高能少年班 毕竟是后期 和灵天学院 这天才班的差距 着实是不小的呀 铁背龙陨落 董千秋看对方 没人理会自己 冷哼一声 身形一闪 冲了出去 看着姑奶奶 终于肯动手了 蓝轩宇不禁松了口气 对于董千秋 她还是很有几分信心的 当初 她可是被追杀得 毫无还手之力呀 进入战斗状态 董千秋的气场 顿时一变 冰冷浮现于面庞之上 角色娇言 顿时变得冷若冰霜 悄无声息切入战场 郊区腾起 曼妙前行 三个紫色红环 从脚下升起 环绕在郊区周围 举手投足之间 仿佛有冰霜随行 周围空气骤冷 影响的却只有对手 冰天梁主要针对的是 金丝魔源 这边顿时分出两人 迎向洞千秋 一鸣三环 一鸣两环 两环魂师双手一合 从他脚下顿时蔓延出一根根 墨绿色的藤腕 朝着洞千秋 蜂拥而至 三环魂师 正是先前被刘峰偷袭 受伤的那一位 他的五魂 是一柄长刀 长度足有四米开外 巨大的刀刃 类似于灵形 磨刀 他的战斗方式 有个说法 叫做极度强攻 一刀出 一网无前 他是冰天梁真正的队友 能够被冰天梁所认可 其实力可想而知 面对那一根根蔓延而来的藤腕 洞千秋丝毫不拒 甚至连理会都没理会 一棚冰雾 从脚下释放开来 冰雾所到之处 那藤腕顿时停滞下来 竟然被冻僵了 那位三环魂师手中 木刀举起 他的身材高大 在先前全部 九名灵天学院学员之中 都是最为魁梅的一个 十二岁 身高就超过了一米七 校服下有着结实的肌肉 一头短发 宛如钢针般树立 眼神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坚定 哪怕是胸前伤口 依旧在低血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气势 木刀举起 第一魂魂也随之亮起 刹那间 洞千秋只觉得 周围的空气 突然变成了坚硬的墙壁一般 从两边向内挤压 而在正中央 那举起的木刀 已经带着一股恶风 直奔自己劈斩而下 那鲜鹤的气势 似乎是必然要将他一刀两断似的 雨天 五魂末刀 魂力三十三级 灵天学院天才班 一族组员 与冰天梁同组 这一刀的风采 那瞬间爆发的强势 必无可避的劈斩 无不给人一种 难以抗拒的感觉 以至于洞千秋 都面露惊讶之色 同龄人之中 果然还是有藏龙卧虎之辈啊 难怪能够连那个家伙都给烤了 心中虽然这样想着 他手上可没有停顿 并没有试图闪避 此时如果他想要躲闪 唯有向后后退才行 但是 他完全能够感觉到 眼前这个对手 最强大的地方 其实是气势 如果自己后退 对方的气势 必定会随之提升 攻势 必然会持续爆发 会越发的难以对付 洞千秋的战斗经验 十分丰富 尤其是在战场上的判断 更是异常的敏锐 一道深蓝色光芒亮起 一柄长枪 已经出现在的双手掌握之中 不但没有后退 反而是上前一步 手中长枪 直奔那末刀挑去 丁的一声脆响 在双方碰撞的一瞬间 雨天脸上就流露出了吃惊之色 他最擅长的 就是力量与气势的结合 在完美配合魂迹 正面战斗 就算是冰天梁 也不太愿意和他直接碰撞 可是 眼前这个相貌绝美的女孩子 却就是做到了 当对方冰锚挑中末刀的一瞬间 雨天只觉得自己全身一冷 周围的空气仿佛在刹那间 骤降数十度 令他整个人都僵硬了一瞬间 然后冻千秋手中的冰锚 就在瞬间刺中在他末刀力度最强的一点上 一点即收 末刀顿时被撼动 带着恶风斩落 却是从冻千秋的身侧斩落 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这一切说起来慢 可实际上就是眨眼的功夫 冰锚一点 末刀错开 冻千秋已经柔身而上 冰锚幻化出点点蓝光 直奔雨天覆盖而来 雨天末刀一阵 第二魂环毫不犹豫的点亮 一股佩然强悍的气势 从他身上爆发开来 风锐如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96集 它不只是有末刀 自身也是刀 面对点来的长矛 末刀收回已经来不及了 左手力掌如刀 猛然一刀向前斩去 根本不管那幻化出的所有枪盲 只是笔直向前 第二魂技 身如刀 身可舍去 刀必重 那强悍的气势 配合着它视死如归的气息 更是化被动为主动 这分明是与狄阶王的舍身疾 冰毛收束 叮的一声 又是一声翠鸣 这次 却并非点在掌刀之上 而是依旧点住墨刀 雨天只觉得一股极度冰冷的气息 顺着自己的墨刀 蔓延而上 传入右手 整个右臂都随之麻痹 墨刀更是提不起来 而自己的左手掌刀 眼看就要斩中对方 对方的娇躯 却诡异地扭动了一下 居然在自己气势锁定的情况下 硬生生地摆脱开来 没有半分停顿 雨天第三魂级绽放 千年魂环祭 佩然喧赫的气势 冲天而起 在他背后骤然升起一柄 由纯粹光芒凝聚而成的巨大墨刀 墨刀于身合二为一 令他自身坚韧如刀 刀枪不入 这是首饰 也是攻击之前的蓄力之势 第一魂级 墨刀斩 第二魂级 身如刀 第三魂级 墨刀式 凭借着这三大魂级 除了冰天梁之外 在灵天学院 雨天几乎是打遍无敌手 尤其是进战之中 几乎是从未输过 哪怕是冰天梁想要战胜他 也必须要控制好距离 不给他持续进攻的机会 墨刀式一出 下一刻 雨天的攻击 必定是石破天惊 先前在对抗金丝魔猿的时候 他其实也只是用了第一魂级 并没有急于爆发 可惜 他的对手是冻千秋 兵雾弥漫 涌动 就在墨刀式城 一手围攻的底子 刚刚出现的瞬间 围绕在冻千秋身体周围的冰雾 就已经向侧面涌出 冻千秋的身体一收 似乎是蜷缩在了冰雾之中隐藏 可下一瞬 却已是出现在了 涌出冰雾的另一端 枪芒电闪 没有任何预兆的刺出 扑的一声 那名先前释放藤蔓 配合雨天的灵天学院学员 已经被穿胸而过 化为白光消失 没有回头 甚至没有多看雨天一眼 修长白皙的小腿 在地面上清点 冻千秋宛如偏偏起舞一般掠过 直奔冰天凉而去 末刀是一旦用出 需要蓄力停顿 更重要的是 没办法轻易改变方向 雨天顿是有种想要吐血的感觉 我蓄满了力气的攻击 竟是找不到对手的 这不仅是实力 更是无与伦比的观察力 这个姑娘真的好强 金丝魔源整条右臂炸碎 壮硕的身体更是被轰得倒飞而出 那一身金色毛发 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地方 都变得一片焦黑 冰天凉面如冰霜 凭借着自身强悍的实力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将爆发状态下的金丝魔源击溃 但也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那声急促的惨叫 赫然正是冻前秋击杀了那名 二环魂尸的时候 冰天凉顿时吃了一惊 对方的女孩不过是三环修为 在他看来 由雨天配合一名二环魂尸足矣 却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还击杀一人 三环之中 雨天几乎已经是 冰天凉之道的最强者了 那这女孩的三环修为 又是何等强势 冰雾涌动 洞千秋身形虚幻一晃 大片的冰雾 就已经朝着冰天凉的方向 蜂拥而来 冰天凉双眼微眯 一道道紫殿环绕而出 向冰雾迎了上去 但是 令他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意料之中的导电并没有发生 紫殿穿过冰雾 居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只是向外示范开来 一点极度寒冷的气息 正面而来 冰天凉双手在身前一合 掌心相对 一团扭曲的紫殿光芒 顿时出现在胸口处 冰锚点入 枪间顿时被紫色垫浆融化 但他却只是一点击退 随即而来爆发的紫色垫芒 完全落在空处 觉得纯净的冰雾 冰天凉脱口而出 纯净的水是不导电的 但一般来说 哪有水是纯净的 尤其是水雾 水雾在空气中 自然会有杂质 导电才是正常情况 但冻千秋这冰雾 竟然能够不倒电 这是何等武魂 冻千秋冷哼一声 周围的光线突然暗淡下来 因为有冰雾围绕 谁也没有看清 它施展的是第几魂迹 漫天冰冷绽放 一片黑暗阴影 直奔冰天凉覆盖而至 周围突然传来剧烈的刺痛 仿佛四面八方都有无数冰锥 向内刺入似的 恐怖的气息爆发 令冰天凉整个人 都不禁有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 这是什么 不敢怠慢 冰天凉后退一步 第四魂纪释放 四目的紫电 令它整个人 都化为一个巨大的电球似的 轰然爆炸 无数冰粉飞溅而起 周围大片的深蓝色光芒炸开 总算是将那片黑暗化解 但冰天凉却依旧感觉到 全身冰冷 仿佛血液都要凝固了似的 四魂对三魂 我竟然吃亏了 冻千秋出现在二十米开外 翘脸略微有些苍白 刚刚那一下 它显然也是消耗了不少 蓝轩宇一直在远处观战 看到这一幕 心中不禁暗叹 他自己就是重创在冰天凉 这第四魂纪之下的 差一点就被对方直接秒杀了 可换了冻千秋 却仿若无事 这就是差距啊 我和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 终究还是不小的 雨天转身 磨刀再次举起 而就在这时 银白色光芒 却已经一闪而逝 却是刘峰挡在了他身前 可是 另外两名灵天学院的学员 已经围了上来 四对二 冰天凉双眼微眯 上下打量了一下冻千秋 眼底也随之闪过一抹惊艳之色 先前没注意看 此时面对面 他才发现 这姑娘竟是如此的漂亮 修长的娇躯 绝美的容颜 尤其是那一头 深蓝色长发和铜色眼眸 简直让人无法移开目光 面对己方的绝对优势 冻千秋手中冰毛 已经又重新凝聚出风锐 却是丝毫不惧 冰毛缓缓抬起 自身气息持续提升 周围竟是开始 有片片雪花落下 空气中的温度 一直在持续下降 冰天凉催动魂力 勉强将先前涌入体内的冰冷驱散 看着冻千秋的眼神 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虽然对方只是三环 可从刚刚的碰撞 他就能够感觉到 自己想要战胜这个女孩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风子 千秋 到我这边来 蓝轩宇的声音响起 此时 他已经挣扎着 能够坐起来了 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恢复能力 他的气息 也随之恢复了几分 无疑 四对二 他们没有任何机会 但如果是三对四 或许 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冻千秋瞥了他一眼 身形闪烁 迅速后退 向蓝轩宇这边靠拢过来 刘峰就更不用说了 不等雨天末刀叙事 立刻闪电般后退 直奔蓝轩宇靠拢过去 就连地上的金丝魔源 此时也挣扎着 爬到蓝轩宇身边 一双光芒暗淡的眼眸 盯视着蓝轩宇 流露着几分特殊的光芒 天罗学院的 冰天凉冷冷地看向蓝轩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一集 蓝轩宇淡然道 不错 正是 丁天凉看着他 再看看冻千秋和流风 之前还选的第一 就是你们吧 是啊 很好 那么 这次选拔赛的第一 注定将与你们无缘了 紫电缭绕 身上四个紫色红环 在电光的环绕下 显得分外明亮 他一步步向蓝轩宇 三人的方向走去 自身的气势 也在不断地积蓄 那一道道扭曲的电芒 在他身体周围凝聚 紫光越来越强盛 雨天跟在他身边 手中末刀缓缓举起 伴随着冰天凉的叙事 他的气势 也同样在持续攀升 他和冰天凉配合数年 早已习惯了他的战斗方式 更能感受到 此时冰天凉内心之中的愤怒 他们九个人 对方只有三个人 却在对方营造出的局面之下 损失了五个人之多 还包括梁书师整族人 这对冰天凉来说 可以算是不小的打击 更何况 眼前这一组 还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着的 寒选第一名 蓝轩宇双眼微眯 双手同时抬起 金文蓝银草和银文蓝银草探出 分别缠绕在了洞千秋和流风腰间 缠绕在洞千秋腰间的 赫然是银文蓝银草 洞千秋扭头看了他一眼 翘脸上流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因为当蓝轩宇的银文蓝银草 缠绕上他身体的一瞬间 他只觉得 自己感受到的冰元素 骤然变得无比清晰起来 就连先前的消耗 也在这一瞬一扫而空 正常来说 他被召唤出来 只能存在一分半左右的时间 此时 已经过去了足有一分钟 最多三十秒 他就要回去了 可在这一刻 在银文蓝银草的增幅之下 他却是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召唤结束时间 似乎也要变长了似的 这家伙 原来是个辅助细魂师吗 冰天梁左边是雨天 右侧 则是另外一名 他自己的本组队友 林东辉 林东辉头顶上方 一团金红色光球 若隐若现 五魂 耀阳 火属性 三环 三十二级 强攻系战魂师 没错 在他们这一组三人之中 全都是强攻系战魂师 只是战斗方式各不相同 冰天梁的电神魔魁武魂 战斗起来更加综合 爆发力超强 甚至还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雨天的末刀就是纯粹的攻击 而林东辉这耀阳武魂 更擅长的是中远距离攻击 是强大的火力支援 冰天梁一向主张 当攻击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是不需要控制和辅助的 因为 在强大的攻击面前 所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你退开 冰天梁向他们这边硕果仅存的二环魂师说道 是 冰大 那名二环魂师 立刻迅速后退开来 冰天梁不让他跟上来动手 倒不是因为看不起他 而是因为 他是他们那一组 硕果仅存的魂师了 如果被蓝轩宇他们杀了 立刻就会有一半积分被弄过去 这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 更何况 他对自己三人 有着绝对的信心 真正有资格和他配合的 就只有宇天和林东辉而已 放在其他组的话 这两个人都是绝对的主将 他们三人在一起 就是灵天学院的最强组合 甚至连他们的老师都认为 他们很可能是 全联邦同年龄之中的最强组合 也说不定 那名二环魂师一退 首先发动的 就是站在冰天梁右边的林东辉 他们三人配合默契 林东辉很清楚地 能够判断出冰天梁气势积累的情况 头顶上耀阳光芒大放 一团团赤红色的火球 宛如连珠炮一般 直奔蓝轩宇三人这边 轰击过来 蓝轩宇这边 虽说是三人 但实际上只有两个半 他自己已经没法直接投入到战斗之中了 能做的就只是辅助而已 而且冻千秋和刘峰 在战斗过程中 还不能远离他 要保护他 才能持续地有来自于金银蓝银草的增幅 无疑 他们是处于绝对劣势之中 冻千秋冻了 召唤时间有限 他必须要在时间范围内 释放出自己的全部攻击 右手一抬 手中冰毛竟是投射而出 在空中化为一道冰蓝色 那冰毛在射出之后 居然在空中分成数道 精准无比地将那一颗颗火球刺穿 泯灭 在空中炸出漫天火雨 与此同时 冰雾弥漫 瞬间将几方三人包袱其中 冻千秋双眼微眯 第三魂环光芒闪烁 千百道冰刺 宛如井喷一般向外爆发而出 从蓝轩宇的角度能够看到 冻千秋背后隐约浮现出一道白色身影 像是一条巨大的鲨鱼模样 然后那鲨鱼张嘴向外喷射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一道道幽蓝色的光芒 而那光芒钻入冰雾之中 却是迎风暴涨 转瞬就变成了一根根冰锥 再变成冰刺 最终变成宛如冰毛一般的存在 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种时候 他选择了如此毫不犹豫的全力爆发 冰天梁三人吃亏在于 不知道冻千秋是被召唤而来的 有召唤上的时间限制 此时选择爆发也是无奈之举 是为了在最重要的时刻 爆发出最强攻击 刘凤 蓝轩宇在冻千秋爆发的同时 低声疾呼 冰天梁三人也是吓了一跳 那漫天而来的冰毛 每一根都带着无比喧和的气势 逼迫的冰天梁 不得不全力以赴 再次爆发出自己的第四魂祭 殿江绽放 攻防一体 强势正面抵挡 左侧的雨天 也是释放出第三魂祭 莫刀氏 宛如伟岸的海边峭壁 冰毛落在他身边 纷纷破碎 却也是压迫得他身体不断后退 他身上的冰霜 却不断地增加 最难受的却是林东辉了 他本身是活属性 就和冰属性相互克制 在蓝轩宇的增幅下 冻千秋这一下 又是不遗余力的爆发 他刚刚射出的火球 正是魂力回转的时刻 面对着扑面而来的一根根冰毛 骇然之下 赶忙点亮第三魂祭 但是 这却并不是他的最佳状态 头顶上炽热的药阳向下融合 与他自身融为一体 令他整个身体 都变成了一颗大火球 炽热的光焰 喷吐而出 融化着一根根冰毛 雨天节节后退 他们这边 却是退不了 绝大部分冰毛 虽然还是被化解了 但终究有一根冰毛 没有被完全融化 哭了一声 从他右肩处 穿透而过 在闷哼声中 留下了一个血洞 冰雾涌动 剩余的所有冰毛 全部覆盖向了 最强的冰天梁 冰天梁第四魂祭 顿时提升到了极致 硬挡 可也就在这时 冰雾之中 那娇柔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林冬辉面前 刚刚全力以赴 抵挡冰毛的林冬辉 此时已是近乎历劫 还没等缓过口气来 却看到一只鲜鲜玉手 化为深蓝色 轻轻地烙印在了 自己胸前 下一瞬 冰雾回转 瞬间涌入召唤之门 消失不见 只是在那大片的 冰毛冰雾之中 冰天梁三人 并没有看得清楚 林冬辉下意识地 看了一下自己的胸前 他全身都还冒着火光 可却唯有胸膛 出现了一片冰冻的寒霜 砰的一下 心脏位置冰霜炸开 带着满满的不可思议 林冬辉的身体 已经化为一道白光 消失无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198集 冬辉 冰天梁怒吼一声 可已经来不及了 但也就在这时 远处也随之响起一声惨叫 冰天梁也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瞬间翻身而出 化为一道刺目死电掠去 可迎面而来的 却是大片的红色光芒 从他身边掠过 正是积分 银白色光芒闪烁 刘峰面带微笑地 看着迎面而来的冰天梁 想得摊开双手 做出一个 你能耐我何的动作 此时 他身上多处伤口 正在鲜血流淌 可脸上 却只有笑容 电光爆发 刘峰的身体 在电浆中泯灭 可他该做的 都已经做完了 在洞千秋全力爆发的同时 他已经用自己最快的速度 在兵户的掩盖下 追上了那名离开的二幻魂石 不惜被对方中创 以伤患伤 硬是在金文兰茵草增幅 没有结束之前 将对方搏杀 将那份厚厚的经验 败给自己的小组 死也值了 混蛋 雨天气的双目通红 他万万没想到 在几方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居然还让对方杀了两人 那女的似乎是在爆发之后泯灭了 可是 对方却又杀了他们一整组的人 哪怕是最终把他们全都杀光了 他们只能获得整体一半的经验 恐怕也足以出现了 灵天学院在之前这段时间积累的积分 大部分都被他们掠夺走了 哪怕是一半 也是绝对的可观 莫刀抡起 雨天 人随刀走 直奔蓝轩宇扑去 他现在只想将这个家伙 一刀两断 此时他怎么会看不出 这个人才是天罗学院这一组人之中的指挥者 蓝轩宇看着他 脸上只有微笑 虽然一切都显而又显 但是 他最终的目的 终究还是达到了 而且 似乎比他原本的计划效果 还要更好 洞千秋的强大 着实是弥补了他计划中的缺陷 末刀落下 他自然是必无可避 但却突然抬起右手 用自己拇指上的戒指 迎向刀锋 他想要试试 看还能不能再次召唤出 仙前内柄 画感方天旗 但是 雨天并没有重蹈覆辙 犯下同样的错误 末刀在空中带起一道弧线 竟是避开了他的手掌 直接切入了他的胸膛 血光崩陷 蓝轩宇的整个胸口 都被末刀斩入其中 雨天这一刀砍下去 顿时有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总算是将这家伙杀了 他有绝对的信心 这一刀下去 对方的心脏已经被斩破了 但是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一瞬间 蓝轩宇的双眸 却突然变得特别明亮 竟是在心脏被斩破的情况下 猛的双手合拢 做出了他最后一个动作 七彩光芒 伴随着他自身爆发的白光 同时绽放 刺目光彩弥漫 吞噬了他自己 也吞噬了手持末刀 脸上还流露出痛快神色的雨天 七彩光芒爆炸 远处的冰天梁此时 才刚刚回过身来 正好看到那彩光 将两个人的身体完全吞噬 而也就在最后那一瞬间 先前倒在蓝轩宇身边 已经是奄奄一息的金丝魔源 突然猛地扑出 也扑入到那七彩光芒之中 消失不见 光芒足足持续了数秒钟 才渐渐收歇 蓝轩宇消失了 雨天也同样消失了 战场上似乎所有的生命 都已经泯灭 剩余的就只有冰天梁一人 冰天梁呆呆地站在那里 此时此刻 在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简直无法相信 自己所面对的这一切 九个人 我们足有整整九个人 三组 每一组实力都绝对不弱 三组加起来 三环以上的魂事就有几个 可是对方却只有一组人 就算加上牛一尾那一组 也只是两组人 可结局却是 对方全命 我方却只剩下我一个 就剩下我这孤零零的一个 对方拿走了几乎刚刚 包括牛一尾那一组 全部积分 哪怕是剩下一半 等等 冰天梁瞳孔骤然收缩 因为他发现 并没有庞大的积分 向自己涌来 蓝轩宇结束了选拔赛 可是却并没有积分出现 他呆住了 怎么回事 他突然回想起 先前刘峰看着他时 脸上露出的笑容 那绝不是同归于尽的表情 怎么回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心念电转 回忆起先前发生的种种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犯了一个 巨大的错误 好像在先前 他把那个家伙重创之后 还出现过一个人 一个胖子 只是 出现了很短的时间 就消失了 然后 冻千秋就出现了 当时因为他正在和 金丝魔猿大战 并没有太关注这边的情况 那时候 他早就已经认为 蓝轩宇没有任何威胁了 唯一让他注意的 是那柄画感方天急 没错 还有一个人 是那个胖子 那个胖子才是和他同组的 可是 那之前的女孩 还有 还有用长枪的男孩 难道就不是和他一组的了 冻天梁愤怒地咆哮一声 一道电芒 从他体内蜂拥而出 近乎疯狂地向外释放 周围一株株大树炸开 可是 此时却又让他上哪里去找钱磊呢 远处 钱磊归缩在树洞之中 用精神力 全面掩盖着自己的气息 就在刚刚 一股炽热的气息 汹涌而来 足足持续了半分钟之久 哇 这是有多少积分啊 轩宇 疯子 你们到底抢了多少积分啊 啊 这下出现 应该完全不成问题了吧 树洞里偷着乐的钱磊 自然感受不到 此时冰天梁内心之中的痛苦 模拟舱缓缓开启 周围的营养液退去 蓝轩宇却足足缓了半分钟 才从模拟舱中 勉强爬了出来 倒不是说 他已经没有力气出模拟舱了 而是他好好地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身体状态 他最担心的就是 自己爆发了五魂融合剂之后 魂力会从二十级跌落到十九级 但是 正如之前娜娜帮他判断的那样 已经上了二十级的他 哪怕是使用五魂融合剂 也并不会让自己的修为 调回到十九级 之时 他却能够明显感觉到 自己那金银漩涡中的血脉之力 消耗了许多 甚至连模拟舱的恢复 都无法将其复原回来 蓝轩宇不禁有些无奈 原本以为 有可能找到这五魂融合剂的一个破绽 在二十级的情况下 能够肆无忌惮地使用 现在看来 并不是那么回事 还是不能随便乱用 否则 血脉本源消耗过度 恐怕会更加地麻烦 幸好 他能感觉到 在又一次使用之后 自己金银漩涡中心处的那一点彩色 似乎又清晰了一分 他也同时 在暗暗反省自己 其实最后时刻 是可以不使用五魂融合剂的 因为击杀雨天 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只要冰天梁不死 就不会有额外的积分到来 那一下 坦白说 只是为了爽而已 蓝轩雨毕竟还是年轻人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终究按捺不住内心的炽热 被冰天梁重创的他 心中本来就憋着一口气 最后时刻 总算是释放了出来 他完全可以想象 当冰天梁发现自己脱离选拔之后 并没有积分到来的心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刘峰早已从模拟舱中出来了 走上前 将蓝轩雨一把 从模拟舱内拉了出来 然后 两人的目光 就都落在了旁边的模拟舱上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前蕾这会儿也出来 那可就是前功尽弃了 没事的 不用担心 就算是前蕾也结束比赛 一半的积分 也够我们进入前十的了 蓝轩雨向刘峰微笑着说道 正在这时 一声尖叫突然传来 蓝轩雨 蓝轩雨和刘峰 恶然回首 顿时看到一道身影 飞也似的扑了过来 刘峰下意识的就去阻拦 可那人来得极快 砰了一下 把他撞开 然后一把抓住了蓝轩雨的前肩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被蓝轩雨悍然杀出 选拔赛的叶灵桶 此时 模拟舱外 等在这里的人有很多 其中包括老师 同时还包括学员 有些学员在选拔结束之后 已经回去休息了 但有三个人没走 赫然正是叶灵桶 常见义和吕千寻 蓝轩雨也是听到叶灵桶的尖叫 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毕竟他们在里面 多待了好几天 斗智斗勇的 早就把之前击杀叶灵桶的事情 放下了 此时一看他们出来 叶灵桶哪里还忍耐得住 直接就要扑上来 却被同样等在这里的 季洪斌拦住了 蓝轩雨定睛看去 只见叶灵桶双眸通红 眼眸中满是怨恨 在他身边的常见义 和吕千寻 也是脸色铁青地 瞪视着他们 季洪斌沉声道 薛雨 刘峰 叶灵桶取报你们 在里面为了抢夺积分 将他击杀 我需要你们的解释 为了积分不择手段 这绝不是他愿意 看到自己的弟子做的 更何况 史莱克学院 对新性的考核 非常严格 如果出了这种问题 恐怕积分再高 也无法进入史莱克了 这绝对是不明智的 所以 虽然蓝轩宇三人 一直都没有结束考核 但很显然 会获得更多的积分 可这几天 季洪斌的心情 一直都非常不好 当初银天凡 为什么会被开除 就是因为 学院认为 他的心性有问题 蓝轩宇是他的弟子 难道说 在这方面 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没等蓝轩宇开口 刘峰已经怒道 叶灵彤 你倒是会颠倒黑白 你一个女孩子 你还要不要脸了 此言一出 全场皆惊 季洪斌也是一愣 有些狐疑地 看向身边的叶灵彤 叶灵彤一离开选拔赛 就哭诉自己 被蓝轩宇杀了 说蓝轩宇 为了抢夺他的积分 情绪非常不稳定地 哭了很久 然后呢 就说什么也要在这里 等他们三个出来 说是要 要个交代 可刘峰愤怒地反驳 显然这事情 还有其他问题 蓝轩宇拍了拍 刘峰的肩膀 示意他冷静一点 然后 恭敬地向季洪斌行礼 老师 我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对我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 之后 您可以跟史莱克学院 进行核实 嗯 你说 蓝轩宇看向叶灵彤 目光平静地 没有半点感情 原本情绪激动的叶灵彤 不知道为什么 被他盯上这一眼 竟是心中有些战力 脸色难看地怒视着他 叶灵彤 我们当面对峙 我问你 当时 你是不是被三明灵天学院 学员追杀 已经到了 闲死还生的边缘 那个时候 班长和常建义 都已经在对方的偷袭下 被击杀了 是 可是 叶灵彤心头一紧 他心中虽然拧巴地觉得 无论怎么样 蓝轩宇都不应该 对自己动手 但也知道 这件事 自己其实并不占领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 或不是就行了 我再问你 当时 你们遇到的那一组人 在整体实力上 是不是比你们更强 海选中排名前几位的 灵天学院 强大团队 如果当时 没有我们的出手 你能跑得掉吗 在对方 有飞行魂尸的情况下 那个飞行魂尸 已经被我打伤了 但你也被追伤了 那个用庸民磨枪的魂尸 是你能对付的吗 对方两名三环魂尸 叶灵彤扭过头去 没有回答 蓝轩宇转向 吕千寻和常建议 班长 常建议 当时你们已经不在场 剩余的 只有叶灵彤一个人 我们隐藏在树上 发现他被追杀 作为同学 我们救援责无旁贷 不但帮他挡住对手 还想对对手展开反杀 但是 你们与对方交过手 应该就知道 对方有多强 我们在几乎付出了所有底牌的情况下 才勉强击溃对方 而就在我们即将完成 对最后一个人的击杀时 叶灵彤突然出手 将对方最后一个人杀死 抢走了那些人身上的一半击分 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 你们认为我该怎么做 我们最大的底牌 都在那一战用掉了 却没有获得击分 你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 他为了团队能够出现 想要获得击分也是正常的 可是在我们刚刚不惜一切地救了他之后 他却恩将仇报 抢走我们应有的战力 我同样要为我的团队负责 而且我不可能容忍这样一个人 做我的袍责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再对我们出手 听了他的这番话 季红斌不禁眉头紧簇 吕千许和常见义的目光 却一下就转移到了叶灵彤身上 他们也并不清楚 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 蓝仙宇沉声道 在选拔赛开始之前 我答应过你们 如果我们在这里遇到 大家可以联手 如果叶灵彤 不抢夺那最后一击 我们一定会带着他继续深入 也会在我们积分足够的情况下 让一些积分给他 可当时的情况 我就没可能这么做了 那你也可以将他驱逐 为什么要杀他 他毕竟是你的同学啊 班长 你这话说的有点自私吧 那三个灵天学院的学员身上 有多少积分你心中有数 他抢走了所有 我放他离开 怎么跟我的团队交代 更何况 你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放他离开 他只是凭借一个人 能够活到最后吗 遇到任何团队 他也同样要死 积分更会被他人抢走 与其如此 为何要便宜别人 可我是女孩子 你怎么能对一个女孩子 下杀手 叶灵彤愤怒地说 但是 他这句话一说 无疑就坐视了 蓝轩宇之前所说的一切 蓝轩宇淡淡地道 如果是现实世界中 我当然不会杀你 我会让你离开自生自灭 但当时在模拟世界之中 你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要给我的团队交代 不能因为你的自私 而导致我们有可能 无法通过选拔 叶灵同气地双拳紧握 但他也知道 自己打不过蓝轩宇 扭头看向季红斌 一脸委屈地说 季老师 蓝轩宇在选拔赛中 伤害同学 他难道就不自私吗 学校要为我们主持公道 季红斌脸色有些阴沉 看看蓝轩宇 再看看叶灵彤 沉声道 你们两个都让我很失望啊 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就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两百集 蓝轩宇看看叶灵同 再看看旁边脸色难看 但却明显和先前有些区别的 吕千寻和常见义 默默地走到一旁 盘膝坐下 闭上双眸 冥想休息 还有不到半天的时间 选拔赛就结束了 他要在这里 等前雷出来 吕千寻胸前 起伏明显变得剧烈了几分 但终究还是一挥手 转身走了 常见义重重地叹息一声 看了一眼叶灵同 也是转身而去 眼看两名队友都走了 旁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流风 叶灵同顿是觉得心头一阵委屈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哭着跑了 副院长办公室 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徒弟 季鸿斌眉头紧促地 把刚刚的情况 跟银天凡讲述了一遍 银天凡翻了个白眼 什么叫我教出来的 难道你就没教他吗 我认为轩宇做得没错 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要当机立断 这不只是利益最大化 同时也是尽可能地避免 有不可控因素出现 选拔赛的规则 又没有规定 说自己学院的就不能动手啊 毕竟这本身 就是单独团体的竞争 更何况是叶灵同有错在先 人家救了他 他却恩将仇报 这能怪谁啊 鲜宇这年纪还小 就这么沙发过绝的 我是怕他呀 以后跟你一样 就算考上了史莱克 也会出问题 什么叫跟我一样 你完全错了 这小子其实跟我一点都不一样 他没我狡猾 但比我缜密 而且他还是有底线的 那这么说 你没底线 没有又怎样 活得就是个痛快 我这不也为了没底线 而被贬出到这里来了吗 我过得也挺好的 怎么了 挺好的 老婆都不理你了 我真没看出来你哪好啊 还兴计的 你说我别的 我就忍了 你不许提他 我 你要怎样啊 单挑啊 来啊 你给我出去 这是我的办公室 哼 我去等消息 要是轩宇 没从选拔再脱颖而出 那就是你的问题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 蓝轩宇和刘峰都在等待着 前蕾的模拟舱始终没有开启 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情况了 终于 时间到 在一片嘀嘀的声音当中 所有模拟舱全部开启 但事实上呢 真正坚持到了最后的 天罗学院这边 竟是只有钱蕾一个人 成了 钱蕾兴奋地从模拟舱中爬出来 扑上去就给了蓝轩宇一个大大的拥抱 是的 他能扛到最后 把所有积分带出来 毫无疑问 他们必然能够进入前十 这场选拔赛 相比于之前的海选 甚至更加的艰难 七天时间 在星斗大三林内 斗智斗勇 尤其是 最后面对灵天学院那三组人 每一次变化 都有覆没的可能 但终究 还是撑过来了 钱蕾兴奋地说 薛宇 你说我们 会不会又是第一 这个就不清楚了 等结果吧 季洪斌早就过来了 而且已经听蓝轩宇 讲述了这场选拔赛的全过程 此时看到钱蕾出来 心中不禁暗暗赞叹 从他们之前遭遇的情况来看 确实是非常有可能 再次获得第一名的 如果不是叶灵彤 那个插曲 他们的表现 近乎完美 蓝轩宇的指挥方式 和银天法很接近 诡辩 狡猾 大胆 擅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这在他看来 既是优点 也是问题 因为不够稳健 可他就是能够成功 不得不说 蓝轩宇的成长速度 非常快 和他那缓慢提升的魂力相比 他在指挥团队这方面的天赋 简直还在银天凡之上 轩宇 你们进入前十 应该是没问题了 但是啊 老师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史莱克在选择学员的时候 虽然很看重天赋 但是同样的 也很看重天性 这次 你们在里面击杀叶灵彤的事 很可能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 你自己得有心理准备啊 是叶灵彤 太自私太过分了 季老师 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也不知道 但在这方面啊 史莱克学院的尺度 是非常严格的 无论怎么说啊 那叶灵彤 都是你们的同学 哪怕是在这选拔赛之中 算是竞争关系 而且啊 她还是个女性 史莱克学院的评判标准 很多时候那是非常细致的 哼 联邦天天宣传 什么男女平等 这时候怎么不说了 去 蓝轩宇此时才明白 为什么他们出来之后 季红斌的脸色 一直很难看了 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当时 确实是冲动了 就算没有 叶灵彤身上的积分 他们也不会受到 太大的影响 这是义愤之下 迅速做出了决定 考虑的不够周详啊 只是想着那是模拟事件 也不会真正伤害到他 我只是考虑实质性的结果了 季老师 我知道错了 蓝轩宇恭敬地向季红斌 躬身一礼 季红斌愣了愣 眼中渐渐流露出一丝欣慰 正如银天凡所说的那样 蓝轩宇心中是有底线的 而且擅长于自我纠错 自我调整 这才是真正的有潜力 哎呀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轩宇 你要时刻地记住啊 做人心正是首要的 这不是让你迂腐地去交往过正 但是守住你自己内心的底线 才能让你走得更远 正在这时 慕重天突然快步走了过来 看到季红斌和蓝轩宇三人都在 赶忙快步上前 几分出来了 慕重天一句话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季红斌惊讶地问道 怎么样 这么快就出来了 是啊 可能是因为参赛人数 只有一百组吧 咱们学院 只有轩宇他们这一组 进入了前十名 而且名列第一 此言一出 钱磊和刘峰顿时兴奋地跳了起来 但蓝轩宇 却是有些惊讶地看着慕重天 因为 他发现慕老师 并没有因为这个好消息 而兴奋 反而是带着几分疑虑 慕老师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轩宇 这是我要问你的了 史莱克学院那边传来消息 要对你个人进行加考 原因没说 你到底在里面出了什么事情 加考 蓝轩宇顿时愣住了 也立刻就意识到 季老师的担忧 果然出现了 加考的内容是什么 说了吗 没说 只是让他进入模拟舱进行加考 如果不参与加考 他们这一组就要被剥夺名次 所以必须要参加 立刻 马上 好 我参加加考 季鸿斌拦住想要追问的慕重天 沉声向蓝轩宇说 轩宇 记住了啊 无论加考的内容是什么 一定要守住本心 你要面对的很可能是类似于心灵方面的拷问 好的 蓝轩宇答应一声 重新回到自己先前的模拟舱之中 舱门关闭 他自己则是闭上了双眸 努力地调整着自己有些起伏的心态 熟悉的感觉传来 周围的一切又重新变得清晰 当蓝轩宇睁开双眸时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又回到了星斗大森林之中 虫鸣鸟叫声传来 还有那植物的芬芳 湿润的泥土气息 没有任何提示 他就这么回来了 蓝轩宇先朝四周看了看 立刻选择一棵大树攀爬了上去 把自己的身体隐藏在茂密的枝叶中 一边观察着四周 一边努力地让自己沉下心来 家考究竟是要考什么呢 无论他再怎么聪明 没有任何提示就根本无从猜测 在星斗大森林内存活24小时 家考可出现 正在这时 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突然在他脑海中浮现 总算是有提示了 这让蓝轩宇不禁大大的松了口气 有提示就要比自己去摸索好得多了 生存24小时 看来我身处的地方 很可能是更深入星斗大森林了 周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浑瘦 那就是磨时间吧 现在也不太容易辨别究竟哪个方向 是较为远离核心区域 一切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想到这里 蓝轩宇并没有动 靠在树枝上 现在他就只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伙伴的帮助 一动不如一静 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嘛 速度并不是他最擅长的 躲藏才是磨时间最好的办法 他索性就在树上隐藏了起来 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蓝轩宇有些惊讶地发现 自己似乎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虽然树下偶尔也会有些浑瘦路过 但都是实力普通的十年百年浑瘦 这个区域似乎还是星斗大森林 较为外围的 几个小时一晃而过 他甚至没有遇到一只浑瘦 能够发现隐藏在树上的他 蓝轩宇心中虽然有些奇怪 但他也没有妄动 他并不焦急 只是心中在想 史莱克学院从来都不会无地放食 这考核既然已经说了 是生存24小时 那一定会有生存困难的情况要面对 可几个小时过去了 却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他可不会认为史莱克学院考核会遗忘了自己 让自己轻而易举地通过加考 何况还有纪洪斌的提醒 所以虽然一直没有发生什么 可他的警惕丝毫不敢放松 时间依旧在过去 蓝轩宇默默地计算着 渐渐地 天色暗了下来 傍晚来临 一直高度集中的精神 更会容易疲惫 哪怕他的精神力修为 已经突破到临海境 也是一样 天黑了 夜幕降临 星斗大森林内 似乎变得更加安静了 蓝轩宇也不敢大意 他现在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 所以 只能是静静地等待着 按照先前他自己估算的情况 再加上对太阳的观察 他应该是在正午左右进入的 也就是说 到第二天正午 将结束加考 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 半夜的星斗大森林 有些清冷 偶尔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传来 蓝轩宇现在才意识到 有伙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哪怕只有一个伙伴 两人也能交替着休息一会儿 恢复精神 可现在的他 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谁知道考验什么时候 就会到来呢 就这样 瞪大了眼睛的他 足足做了一整夜 可是 却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生 黎明来了 天亮了 再有几个小时 他的加考时间 就将到达 可越是这个时候 蓝轩宇就越是紧张 他突然意识到 这加考很可能比他想象中还要难 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一定强度的压力 那么这份压力或许会持续 但却不会是爆发性的 然后前面什么都没发生 就意味着他很可能会在最后那段时间里遭遇到什么 而且一定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更别说 他已经熬了快二十个小时没有合眼 还是一直处于精神紧绷状态之中的 现在就更不敢放松了 阵阵倦意上涌 蓝轩宇第三次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让疼痛刺激着自己 依旧保持在清醒之中 就在这时 突然间 他听到了一个有些奇异的声音 那是一种 有什么东西在森林中 高速掠过所产生的嗖嗖声 蓝轩宇的眼睛 一下就睁大了 整个人的精气神 瞬间提升起来 金纹蓝银草 悄无声息地释放 反卷在自己的双手之上 真正的考验 很可能就要到来 很快他就辨别出 这声音果然是朝着他的方向来的 透过树叶的缝隙 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在远处出现 快速向前 直奔他的方向飞奔而来 他的速度很快 但却明显有些惊慌 蓝轩宇双眼微眯 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视力看去 那是一个人类 女人 他立刻就辨别出了 而伴随着对方的靠近 蓝轩宇的眯起的双眸 骤然重新睁大 险些尸声惊呼 怎么会是他 是的 那个正在狼狈逃跑的人 他认识 何止是认识啊 就在不久之前 他们还曾并肩战斗过 可不正是洞千秋吗 洞千秋的样子 有些狼狈 一些长裙 明显有裂痕出现 露出了左侧 敷如凝枝的小腿 他的速度很快 一边奔跑着 身上还不时释放出 层层冰雾 向身后喷射 能够把他追成这个样子 毫无疑问 追着他的 一定是强大的敌人啊 眼看着 洞千秋就要跑到 蓝轩宇藏身的树下了 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 蓝轩宇就面临一个问题 洞千秋显然是没有发现他的 他在这个时候 只要不出声 洞千秋应该就会跑过去 可是 他现在的情况 显然不太好 胸前还有些血字 就这么让他过去 不出来相认吗 正在这时 一声嘀吼 从远处响起 蓝轩宇赫然看到 在洞千秋释放的冰雾之中 一道皎洁的身影 猛然扑出 直奔前面快速狂奔之中的 洞千秋扑去 那是一头猛虎 通体黑白花纹 背后却长有一双翅膀 身体周围 有一层层黑色气流涌动 隐隐的 有淡紫色的光韵 在气流中徘徊 就连他身上的 黑白双色花纹 也在不停地涌动 就像是活过来了似的 这是 暗黑模糊 有花纹是百年 有黑雾是千年 紫光引现 这是暗魔已成的征兆 意味着 眼前这头身长在四米开外的巨虎 修为足有万年 万年暗黑模虎 那是什么概念 虎 本身就是寿中之王 暗黑模虎在虎类浑兽的序列中 也仅次于拥有黄金血脉的黄金虎王 和变异的暗魔邪神虎 等少数几种而已 乃是顶级序列的魂兽之一 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也相差无几 更重要的是 眼前这头暗黑模虎 乃是万年修为啊 万年魂兽 尤其是他们这些 二三环的魂师 所能够抗衡的 那暗黑模虎骤然扑出 顿时身体周围 黑雾涌动 腥风扑灭 周围的光线 似乎都被他那硕大的身躯 吞噬了似的 第202集 动千秋明显是受到了影响 身体迟滞 只能勉强回身 抛射出一根冰锚 暗黑模虎 一巴掌拍飞冰锚 冰冷幽森的瞳孔中 水光闪烁 周围的光线 瞬间再来 动千秋身体周围 顿时弥漫上了一道道 紫黑色光月 让他避无可避 血盆大口 顷刻而下 眼看他就要被吞噬了 动千秋绝美的容颜 吓得花容失色 可再怎么挣扎 他自身的修为 也摆在那里 前前已经是全力以 父才勉强逃脱 可这转眼之间 又被追上了 完了 他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 在绝对的强者面前 他再怎么有天赋 也无济于事 而此时此刻 暗黑模虎 扑击动千秋的地方 就在蓝轩宇 藏身的树下 动千秋已经感受到了 扑面而来的腥风 他屏住呼吸 眉头紧皱 自身一根根冰刺 向外爆发 试图在最后时刻 也要给对手一些创伤 可就在这时 他只觉得腰间一紧 似乎被什么东西缠绕住了 下一刻 整个人顿时宛如 藤云架雾一般 被拉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 当自己的腰支 被缠染上的一瞬间 一种熟悉的 源自于体内深处的血脉波动 骤然迸发 力量回归的同时 魂力沸腾 血脉沸腾 他吃惊地睁开了双眸 看到的 赫然是一根 正因为用力 笔直呈现在自己眼前的 金纹藤外 下一瞬 他已经到了树冠之中 四目相对 动千秋一脸不敢置信地说 怎么是你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同时感受到一股 森冷至极的气息 从下方升起 他们所在的这株大树 竟然已经变成了暗紫色 并且迅速溶解 暗紫色气流 也随着席卷而上 蓝轩宇一拉金纹藍银草 就将动千秋扯入自己怀中 脚尖在树干上一点 猛然向外窜了出去 同时 左手银纹藍银草甩出 飞射到十米外的一株 大树树枝之上 一拉一拽 带着两人的身体 宛如荡秋千一般 飞了起来 动千秋被他紧紧搂着 两人身体接触在一起 一股他从未感受过的气息 扑面而来 清爽 而带着些阳光的味道 令他的俏脸 一下就红了起来 就在他们飞升而去的下一瞬 背后那株大树 已经宛如冰雪消融一般 消失了 暗黑模糊庞大的身躯 猛然仰起头 冰冷的双眸 看向正在荡开的二人 仰天发出一声 震耳欲聋的唬笑 方圆百米范围内 所有的虫鸣鸟叫 在这一瞬 全部消失无踪 蓝轩宇和洞千秋 都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发自心底 最深处的恐惧 油然而生 恐惧咆哮 暗黑模糊天赋魂迹之一 但也就在这时 蓝轩宇正在同时释放着的 金银纹蓝银草 却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 散发出夺目光彩 蓝轩宇只觉得 就在自己内心产生恐惧的同时 胸口内 金银漩涡核心之中 那一点细微的七彩光芒 突然亮了起来 竟是在刹那间 将整个金银漩涡 都渲染成了铜色 一股类似于愤怒的情绪 顷刻间充斥在 蓝轩宇的所有感知之中 就像是上位者 被下位者挑衅 而产生的暴怒一样 他完全是不受控制的张开嘴 仰天发出一声 悠长的龙吟 龙吟声中 蓝轩宇的双眸 分别变成了金色和银色 正准备飞扑而上的 暗黑模糊 听到这一声龙吟 顿时如遭雷击一般 一个猎解 险些扑倒在地 原本冰冷无比的双眸之中 顿时流露出一丝 难以控制的恐惧 见是没敢在第一时间 追扑上去 洞千秋此时的感受 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 他只觉得 自己内心刚刚产生 恐惧的刹那 一声刺激他的 全身热血沸腾的龙吟声响起 那搂住自己的男孩 先前身上只是淡淡的 好闻的阳光气息 但在这一刻 却突然变成了 炽热无比 强烈的男人味道 令他自身血脉 受到刺激的同时 更有种 熏熏欲醉的感觉 蓝银草草荡起 蓝千秋迅速收回 银纹蓝银草 又是一根抛射向前方 再次卷住一根远处的树枝 带着两人荡起 飞速掠过 那一声龙吟 让他有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体内晶银双色漩涡 也随之高速旋转起来 之前因为用过一次 五魂融合剂 而导致被削弱的血脉气息 似乎也随之恢复了 但他很清楚 自己这被动发出的龙吟声 当初能够完全震慑吕千询 令自身战而胜之 可面对暗黑模糊 恐怕未必有那么好的效果了 毕竟 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只有先跑了再说 我们没办法一起跑 稍后分开 我引开他 你朝着另一边跑 蓝轩宇急切地低声说道 洞千秋听到他的声音 这才从那熏熏欲醉的感觉中 清醒过来 还没等他开口 蓝轩宇右臂 已经猛然用力 将他朝着另一个方向 甩了出去 同时 缠绕在他腰间的 金纹蓝银草血脉气息 全力传输 注入给他一股 强烈的炽热气息 激发的洞千秋自身气息大涨 快走 蓝轩宇低喝一声 金纹蓝银草在长度即将达到极致的时候松开 暗黑模糊太强了 只有分开跑才有一线机会 而且很明显 刚刚他那一声龙吟 绝对更大程度上的吸引到了那个大家伙 让他来追自己的可能是最大的 当初在面对三眼魔源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做的 引开了三眼魔源 给叶灵彤创造了活下去的机会 然后自己就受到了重创 叶灵彤对他或许是有感激的 可蓝轩宇对他的印象之所以不好 也正是因为那次 那次之后 他好不容易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高能少年般再次见面 当他想要单独叫出叶灵彤 让他试试自己的蓝银草 是否能够对同样拥有龙类血脉的他那天刚龙 有所增幅时 他却被吕千寻拉开了 他选择了和吕千寻在一起 也没有听蓝轩宇的讲述 正是那次之后 让蓝轩宇和他之间的关系 彻底地疏远了 甚至是来自于 以前同学的那一丝友情 也随之消失 而令蓝轩宇对他完全失望透顶的 还是这次选拔赛 他那时依旧选择了带着伙伴们救他 可他呢 却恩将仇报 虽说大家年龄都还小 可是蓝轩宇真的非常非常厌恶他的自私 甚至在那一瞬 还有些激愤 叶灵彤是个很漂亮的女孩 两人可以说是一起长大 或多或少 在蓝轩宇心中 都对他还是有一种 孩子之间的情谊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叶灵彤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失望 甚至是背叛的时候 他也只是个不到十二岁的少年呢 哪里忍耐得住 叶灵彤被他送出选拔赛的时候 蓝轩宇内心之中后悔吗 其实是有一些的 他还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叶灵彤 毕竟他是个女孩子 无论做错了什么 他总归是个女孩子 但是 当他被送入这次加赛之后 当他耳边回想着 叶灵彤那矫情的愤怒尖叫时 那一点的愧疚 也随之消失了 和叶灵彤之间发生的这些 甚至令蓝轩宇 对女孩子的感官 都随之变差了许多 可当他看到洞千秋遇险的时候 还是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那是一种想要保护的感觉 更何况 洞千秋在他心中 和叶灵彤完全不同 第203集 蓝轩宇其实知道 自己上次在天罗星 把洞千秋得罪得挺狠的 可是 当他们遇到危险 尝试着召唤他的时候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就来了 但是这一点 在蓝轩宇心目中 他和叶灵彤的地位 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面对暗黑魔虎这样的恐怖存在 他根本来不及去思考后果 去想自己能否逃脱得了 如果自己失败了 会不会连累刘峰和钱磊 也被淘汰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下意识的行为 没有更多的思考时间 只是希望能够救下他 可是 就在蓝轩宇再次将 银文蓝银草甩出 准备和洞千秋分道扬镳 帮他引开暗黑魔虎的时候 突然间 那已经松开的 银文蓝银草骤然一紧 一股强烈的拉力传来 令蓝轩宇的身体 顿时被扯动 以至于 他的银文蓝银草 都因为距离不够 而缠绕镂空 他愕然扭头看去 看到的是一只 紧紧抓住他那 银文蓝银草的手掌 强烈的拉扯力 将他猛地拉扯过去 洞千秋甚至没有回头去看他 只是一只手 拍击在临近的树干上 兵雾弥漫 把他的手掌和树干 冻结在一起 让他能够临时贴合在那树干之上 而蓝轩宇 已经不受控制地 被他拉到了身边 你干什么 这样都跑不了 蓝轩宇吃惊地说道 他人已经飞了过去 别废话 洞千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双脚在树干上 用力一踹 带着他一起向前方飞掠 你是不是傻 蓝轩宇有些急了 后方森冷的气息 已经传来 周围大片的区域 都隐隐有着暗紫色的光芒涌动 以暗黑模糊的万年修为 他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逃出其感知 在一个方向逃跑 必然会被追上啊 洞千秋扭过头来 有些倔强地看着他 我就是傻子们了 在这一瞬间 蓝轩宇分明看到 他的眼底深处 有泪光闪现 他这是怎么了 此时 他甚至感觉到 洞千秋抓住自己手臂的手 有些用力过度 抓得他挺疼的 可他的速度也已经提了起来 两人才一落地 洞千秋立刻拉着他飞快前行 蓝轩宇也顾不上其他 赶忙双脚发力 和他一起向前狂奔 同时 再将金纹蓝银草 缠绕在他的腰间 千秋 我有种情况从未尝试过 那就是我两种蓝银草 同时给增幅 有可能会增幅过度 导致不良后果 但或许 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机会 蓝轩宇急促地说道 金纹蓝银草 和银纹蓝银草的增幅方向 截然不同 各有千秋 蓝轩宇也不是没想过 尝试两种蓝银草 同时给增幅 他的第一个测试对象 就是前磊的召唤之门 然后 召唤之门就直接崩溃了 这种情况下 他就没有再跟刘峰试验了 万一刘峰的身体 也崩溃了怎么办呢 可此时此刻 他和冻千秋 在万年暗黑魔虎的追逐下 几乎是必死无疑 这里又是斗罗世界之中 此时不拼 更待何时 蓝轩宇知道 自己再用出五魂融合技 也挡不住那暗黑魔虎 而冻千秋的修为比他强 假如双重增幅能够成功的话 或许 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来吧 冻千秋毫不犹豫地说道 蓝轩宇深吸口气 左手上的银纹蓝银草 反卷在自己手掌之上 然后 才按向冻千秋的肩头 冻千秋自己 也是凝神以待 调整自身气息 当蓝轩宇的左手 也按上了他的肩膀时 顿时 他只觉得 在那一刹那 金纹蓝银草和银纹蓝银草 传来的气息 骤然变化 一炽热 一冰冷 两股截然相反的气息 瞬间在他体内奔腾起来 冻千秋全身顿时泛起一层 奇异的七彩色 刺激的他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着 但在他血脉深处的一股 难以名状的波动 骤然爆发 猛然回身 冻千秋的双眸 完全变成彩色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一股极寒之意爆发 周围的光线 骤然暗淡下来 但却不是追来的 暗黑魔虎身上的深紫色 而是一种 动人心魄的深蓝色 在那深蓝色的光影之中 一双冰冷至极的眼睛 仿佛在空中升起 凝实向后方 而此时 暗黑魔虎刚刚冲了出来 冻千秋眼中的七彩色 瞬间变成了无尽深蓝 极致冰冷的气息 澎湃而出 暗黑魔虎那庞大的身躯 瞬间凝至 一层深蓝色 似乎是由内而外的 绽放而出 令他刹那间 化为一尊冰雕 凝固在那里 深蓝色瞬间退去 冻千秋身体一软 就倒在了蓝轩宇怀中 面如金纸 蓝轩宇吓坏了 赶忙抱紧他 撒腿就跑 那一瞬间的急寒 似乎令他的银纹兰荫 也颤动了一下 他记忆最深刻的 就是冻千秋背后 那一双冰冷至极的 深蓝色眼眸 与他自己的双眸 重合在一起的刹那 极寒喷勃 万年暗黑魔虎 也随之冻结 抱着冻千秋 他撒腿狂奔 同时撤回银纹蓝银草 只用金纹蓝银草 缠绕在冻千秋身上 将自己的血脉气息 传递给他 同时也感受着 他的身体状态 此时的冻千秋 极为虚弱 甚至可以用 气弱油丝来形容 那种感觉 跟蓝轩宇 自己用了 五魂融合剂的时候 也相差无几 连蓝轩宇都没有想到 竟是真的成功了 能把万年暗黑魔虎 冻上 可见 刚刚那一下的威力 有多么巨大 发足狂奔 连蓝轩宇 自己也不知道 跑了多远出去 当他渐渐停顿下来的时候 整个人的气息 也随之平和了许多 冻千秋沉沉地睡着了 经过他的血脉之力 不断注入 他的气息 已经恢复了几分 也略显平和 长长的睫毛 垂在眼瞼上 吹弹可破的胶岩 尽在支持 令蓝轩宇不禁想起 上次 在天斗星 自己欺负人家的时候 心中不自觉地 大为悔恨 他第一次见到 冻千秋 如此娇弱的样子 看着她 她顿时有种 发自内心 想要恋爱她的感觉 此时此刻 她脑海中还在回荡着 冻千秋刚刚那句话 我就是傻子们了 简单的七个字 却深深地刺激了 蓝轩宇的内心 在那种情况下 她没有选择独自逃生 而是和自己在一起 共同来面对 所有的一切 渐渐停下脚步 蓝轩宇向周围看看 依旧是茂密的大森林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周围的一切 都有种森忧的感觉 蓝轩宇抱着冻千秋 看看四周 默默地凝聚精神力 让自己的感知 增强几分 正在这时 突然间 周围的一切 都黯淡了下来 蓝轩宇发现 自己完全不能动了 整个人都凝固在那里 而眼前的一切 却像是一种 有着特殊虚幻的存在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她的思维还在 只是 却什么都做不了 一道诡异的红光 突然出现 就像是 从天而降的一道光柱 照耀在蓝轩宇 和冻千秋身上 在她怀中的冻千秋 顿时脱手 缓缓悬浮而起 然后站在她身边 只是依旧双眸闭合 一动不动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一道身影 缓缓从漆黑之中走出 那是一只 极为怪异的浑手 至少在蓝轩宇的记忆中 她从未在任何文献资料中看到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二百零四集 那怪异魂兽 下身像马 可扬起的上半身 却像是人类 有点像是传说中的半人马 只是 它具有两个头 一个像马争宁 一个像马和善 争宁的是男人模样 和善的是女性模样 你是谁 蓝轩宇几乎是脱口而出 那怪异魂兽 猙獰的那个头 发出难听的嘎嘎声 善恶到头终有报 我们是善恶败人马 不用试图挣扎 你们的挣扎没有任何意义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世界 哪怕是十万年魂兽来到这里 也同样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 那你们的规矩是什么 蓝轩宇此时 反而有些冷静下来了 在发现完全无法挣扎之后 只有面对 善恶扮人马 那个相貌和善的女性 投入说道 在我们这里 必须要做出选择 我们提出问题 你来做出选择 然后接受选择的结果 你的运气很不好 今天轮到我来提出问题 我的问题是 如果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你选择他还是你呀 选择他 我就杀了你 选择你自己活下来 我就立刻杀了他 哈哈哈哈 有趣 真是有趣呀 就喜欢看你们人类 因为我的问题 而痛苦的样子 我为什么要痛苦 这里不过是斗罗世界 是个虚拟的世界 就算是我死了 这对我来说 最大的遗憾 无非就是失去 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机会 杀我吧 让他活下去 我们可以读心 你内心依旧是痛苦的 因为你的退出 你的队友也同样 无法进入你说的 那个什么史莱克学院 对不对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愧疚 为了一个女人 而放弃自己的队友 你这叫重色轻友 你现在改变主意 还来得及 我不需要改变主意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早在选拔赛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被击溃了 很可能已经被淘汰 而且我相信 史莱克学院的公正 不会因为我个人被淘汰 就影响到我发挥优秀的队友 而我自己 明年还同样有一次机会 所以 我选择让他活 善良的头颅 和邪恶的头颅 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 对方眼神中的诧异 邪恶的头颅 重新看向蓝轩宇 恶狠狠地说 好 那你就去死吧 他猛地一抬手 一道红色闪电 从天而降 披在蓝轩宇身上 令他灰飞烟灭 善良的头颅 一挥自己这边的手 一道白光 落在冻千秋身上 冻千秋顿时睁开双眸 只是眼眸之中 满是愤怒之色 刚刚他的话你都听到了 他选择让你活 所以他死了 现在你也同样要选择 是让他活 还是你自己活着 你选择他 你就要死 我们可以让他复生 选择你自己活着 他就彻底死了 杀了我吧 让他活 不仅是来客学院又怎样 我一样还是我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好像并没有那么融洽吧 你们怎么那么多废话 要杀就杀 说完 他就闭上了双眼 善良的头与邪恶的头 再次对视一眼 眼神都有些古怪 邪恶的头一抬手 一道红色闪电 从天而降 落在洞千秋头上 将他也化为了飞灰 哎呀 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 一个太聪明 另一个倔强的不行 倒是挺有意思的 我就不信他们没有欲望 等以后的 看我怎么挑逗他们的欲望 这两个孩子挺有趣 他们刚刚联手 那个融合计真是很厉害 至少爆发出 接近六环级别的水准了 都录取了 哎 好了 反正我也懒得很 你看着办吧 我现在只想睡觉 不过 那个小子聪明得很 恐怕是猜到了我们学院 刻意设置的 还用话挤对我们 多致近乎腰 这么小的年纪 就这么狡猾 还要多观察 多给他一些历练 让他明白 什么才是大道 懒惰 你就懒吧 等他们来学院进行下一步考察 我们再看看 反正我是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 让我帮帮他们 给他们制造点机会 等他们对彼此欲罢不能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进一步折腾他们了 随你了 这两个小家伙实力虽然不怎么样 但潜力还是可以的 就这样吧 模拟舱开启 蓝轩宇愣了半天神 才缓缓坐了起来 舱外 是一双双关切的眼神 不只是刘峰和潜蕾在 季红斌 银天凡和慕重天也都在 啊 怎么样 潜蕾拉起蓝轩宇 有些急切地问道 蓝轩宇的表情 有些古怪 我也不知道 有点奇怪 这个加考时间不长 按道理来说 我好像是失败了 但最后那一段太奇怪了 我觉得可能是对心性的考核 你知道吗 我在里面遇到冻千秋了 啊 怎么会遇到他呀 看看老师们 蓝轩宇当下将先前考核的过程 讲述了一遍 听了他的讲述之后 季红斌第一个放松了脸色 银天凡也是呵呵一笑 向季红斌说 我就说吧 这小子比我有底线 我没猜错的话 最后那个什么善恶半人马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浑兽 应该是学院的老师们 进行的角色扮演 你处理得很好 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至少参加后面的副赛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太好了 钱磊兴奋的叫道 碰了碰身边的刘峰 哈哈一笑 疯子 我们可以一起去母星了 可以去史莱克学院了 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等真的宣布了再说吧 我现在就去联系 看看史莱克那边是什么说法 宣约 吃一千长一智啊 记住这次的教训 无论什么时候 立心得要正 不能直耍那些小聪明 真正的大智慧 永远都是阳谋 出奇的 一向喜欢和他唱反调的银天凡 这次没有吭声 蓝宣宇认真的点了点头 是 季老师 我记住了 以后我一定注意 他虽然问心无愧 但这次的问题 确实是自己造成的 至少让他明白了一件事 情绪会影响自己的判断 无疑 史莱克学院这次选拔赛 既是比赛 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 所有经过选拔的学员们 或多或少的 都会因为这次的考核 而有所成长 慕崇天很快带回消息 正如季鸿冰和银天凡 判断的那样 蓝宣宇被准许参加 下一轮的复赛 但是 他们作为第一名 原本应该有的抽奖 被取消了 史莱克学院 并没有说明原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二百零五集 蓝轩宇总算是松了口气 奖励以后还可以争取 如果没了这次机会 他就要再等一年 而更是大大松了口气的 还是钱磊和刘峰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哪怕是他们被允许参加复赛 但如果没有蓝轩宇的话 他们恐怕将没有半点机会 进入史莱克学院深造 疯子 咱们去试试 两种蓝营草同时对你增幅 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确定了能去参加复赛 蓝轩宇立刻想到了 这件重要的事情 当时如果不是他的突然增幅 让洞千秋完成了那次特殊的五魂融合计 他们怎么可能从万年的暗黑魔虎虎口之下逃生呢 那个五魂融合计 蓝轩宇在心中想了个名字 暂时就叫他深蓝凝视 拉着钱磊和刘峰进了模拟舱 可只是一会儿的时间 他们就出来了 刘峰的脸色明显有些苍白 眼神中甚至充满了恐惧 蓝轩宇的表情 则是有些古怪 太惨了 钱磊的嘴角有些抽抽 是的 真的是太惨了 当蓝轩宇的金文蓝音草和银文蓝音草 同时给刘峰增幅的时候 刘峰爆炸了 整个身体爆炸了 炸得支离破碎 整个人先是像气球式的膨胀 然后就砰的一下炸裂 幸好是在模拟舱之中 痛苦不强 可就算如此 也让刘峰产生了强烈的恐惧 蓝轩宇也很不明白 为什么在洞千秋身上能够成功 在刘峰身上却是失败了 而且失败得这么惨 钱磊虽然也会失败 但破碎的不过是召唤之门而已 刘峰哆哆嗦嗦地说道 别 别再找我试了 太可怕了 这 我还要再研究一下 蓝轩宇若有所思地 想着自己两种蓝蝇草融合的情况 目前来看 只有他自己能够使用这个五魂融合剂 还有就是在洞千秋身上成功了 但对他的消耗似乎也是非常之大 以至于导致昏迷 对了 还要进去一次 钱磊 你跟我进去 我要联系一下洞千秋 模拟舱内最安全 无论出什么意外 都是虚拟事件 重新回到斗罗世界之中 蓝轩宇和钱磊进了训练场 召唤之门开启 银闻蓝蝇草缠绕 蓝轩宇开始尝试和洞千秋进行召唤 干嘛 很快 召唤之门另一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 当蓝轩宇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突然有种心安的感觉 他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出现了吗 修长的小腿率先出现 紧接着 穿着一身白色校服 深蓝色长发 披散在脑后的洞千秋 就从门内跨了出来 四目相对 两人都觉得有种 难以名状的异样感 从心底升起 虽然是在模拟舱的虚拟世界之中 可一次同生共死的经历 还是无形中将它们拉近了许多 看到蓝轩宇 洞千秋脑海中 几乎是瞬间就浮现出 他将自己抛飞出去 准备自己引走暗黑模虎时的举动 还有那双色蓝银草 作用在自己身上时 所产生出的那种 近似于呼唤般的悸动 而蓝轩宇看着他 想到的是 他强行把自己拉拽到身边 和他患难与共的那一幕 你们俩这是在看什么 哦 有故事 有故事 前蕾在旁边 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咳咳 蓝轩宇咳嗽一声 略微低下头 避开洞千秋的目光 洞千秋则是扭过头 看向前蕾 乱说什么你 找错是不是 嘿嘿好好 我不说 你们接着看吧 你考核过了吗 嗯 过了 只是被取消了第一名的抽奖权力 你呢 莫名其妙的加赛 本来我都过了的 但说 我影响了你们这边的考核公平性 让我加赛一场 就遇到你了 最后也是过了 但是 我不是第一名 本来就没有什么奖品 你还不是第一名 蓝轩宇惊讶地看着她 在她心目中 洞千秋的个人战斗力 可是相当强大的 洞千秋的眼神 有些凝重 是啊 我不是第一 真的有很多像怪物一样的家伙 就像你之前碰到那个四环的 据我所知 我们天斗星那边 四环级别的就有两个 实力都特别强 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母星那边 似乎还有更强的 真怀疑他们是不是怪胎 大家年龄都差不多呀 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 你就别抱怨了 你看看我 我魂力才二十几 你都有危机感 那我怎么办 看来 去史莱克的负赛不好办啊 尽力而为吧 但说实话 你的队友有点弱 喂 我还在这呢 你就说我弱 留点面子行不行 就是当着你才说 我才不会在背后说人坏话 负赛还有一段时间 你们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行 负赛虽然还是以小组为单位 但却并不是整个小组 都会被录取到最终的三十名 很多时候 也要看个人的能力 钱雷顿是有些垮了脸 他自己的个人能力什么水平 自己清楚得很 可以说 如果没有蓝轩宇 他几乎就没什么机会脱颖而出 唯一指望的 就只能是自己武魂的特殊性了 你知道后面的副赛会考什么吗 具体的不知道 但我们学院的老师说 史莱克学院的副赛 经常会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且还要在考核的时候 就报自己未来想要主修的方向和辅修的方向 这个也很重要 有的时候 如果你报的主修和辅修方向是比较偏门的 反而更容易被录取 所以你们要事先想好 多谢 这个消息很重要 你主修什么 辅修什么 这个和我们现在学院分类一样吗 我现在除了魂师修炼之外 未来希望是朝着窦凯加机甲的双甲流 以及星际指挥系这两方面发展 星际指挥系 是啊 我们轩语可是会开星际战机的 我也学了星际指挥系的基础课程 我喜欢浩瀚的宇宙 但只是凭借个人的实力 是没法在宇宙之中翱翔的 所以我喜欢星际战舰 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名战舰指挥官 啊 我明白了 那我建议你 可以主修选双甲流 辅修星际指挥系 据我所知 在史莱克学院 星际指挥系算是冷门 双甲流却是绝对的主流 史莱克主要培养的 还是个人战斗力和小团队战斗力为主 嗯 我应该会这么选的 只是不知道精力够不够 是在人为 史莱克应该是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几万年的第一学院啊 培养出过太多优秀的人才了 冻千秋说到这里 他的眼神之中带着几分回忆 似乎是在回想着什么 时间差不多了 前蕾提醒道 那就史莱克见吧 好 史莱克学院见 记着你还欠我的三个条件 啊 我以为你忘了 你看 我也救了你 记着你欠我的三个条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二百零六集 等蓝轩宇和钱蕾 再次返回现实世界的时候 强烈的疲惫感 瞬间席卷全身 这次选拔赛对于他们来说 尤其是对蓝轩宇来说 实在是太辛苦了 回到宿舍 三三三起事 很快就回荡起 均匀的呼吸声 这一觉 三人足足睡了二十四个小时 才从满足的睡眠中 苏醒过来 天罗星选拔赛的最终成绩 已经彻底出来 并进行了公布 蓝轩宇小组 再次问鼎冠军之位 而冰天良所在的小组 也是当仁不让的 获得了第二名 整个天罗学院这边 就只有蓝轩宇三人 成功晋级 其他各组 全部被淘汰 这就是选拔赛残酷的地方 想要从整个天罗星 同龄人之中脱颖而出 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且 通过和冻千秋的聊天 蓝轩宇明白 天罗星这边的竞争 还不算激烈的 天斗星的激烈程度更强 母星那边 恐怕也还有更多 强大的同龄人存在 接下来 在史莱克学院内部的副赛 才会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 最艰难的一次考核 想要进入前三十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让蓝轩宇有些意外的是 或许是前面的积分攒得足够多 被他们杀出选拔赛的 梁叔师那一组 在第十名的位置 紧急了 副赛将于一个月之后 与母星斗罗星 史莱克学院进行 事实上 考虑到路程的因素赛内 他们二十天后 就将出发 天罗学院宣布 他们这一期的高能少年班 就此结业 所有没能从选拔赛之中 脱颖而出的学员 全部打散到各个班级去 跳级三年 直接上中级魂师学院 继续学习 毕竟 他们虽然没能出现 却也要远超同龄人的水平 而蓝轩宇 钱磊和刘峰三人 则由纪红斌亲自负责 集训二十天 正所谓 临阵磨枪 他们在海选 和选拔赛之中 都为学院争得了如此之大的荣耀 学院自然也对他们 寄予厚望 首先是待遇上 就给了极大的支持 前往窦罗兴的所有费用 学院全部给报销 而且 还是宇宙飞船 公务仓的待遇 这可是排名第三等的仓位 比蓝轩宇以前做过的 第五等仓位 好了不知道多少 其次 学院专门为他们购置了一批珍稀食材 甚至还有一些天才地宝级别的好东西 请专门的营养师来为他们调配营养 所有待遇 一切从优 对于天罗学院来说 他们能否考上史莱克学院 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将意味着天罗学院是否能够选派老师 前往史莱克学院进修 同时 如果能出一个 甚至是三个史莱克学院学员 对于天罗学院的声望 将会是几何倍数的提升 专门为他们购置的生灵台入场券 也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将会先跟随季红斌 特训十天 然后就进入生灵台 为自己提高而努力 动物罗世界 专属训练场 开一个专属训练场 每个小时就需要五个斗罗币之多 这种虚拟货币 从某种意义上 其实比联邦币都要值钱得多 而此时 在这训练场之中 季红斌站在一侧 而另一边 正是蓝轩宇 钱磊 刘峰三人组 季红斌沉生说道 今天开始将对你们进行为期十天的特训 特训的方式会比较简单 但是也必然会比较痛苦 我要求你们 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分一秒 明白了吗 蓝轩宇三人对视一眼 心中都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坚持到最后一分一秒是什么意思 迫于大魔王的威严 三人都没敢问 季红斌继续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 无论是修炼还是日常生活 在面对外来的东西时 都会接受或者是排斥 当压力降临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抗压能力 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都是如此 而每一次的压力解除之后 对抗过压力的我们 就会有所提升 有所进步 以便于下一次再面对压力时 能够更好地应对 所以这才有了那句话 叫做人无压力轻飘飘 因此给你们特训 就是为了让你们通过对抗压力 来激发自身的潜能 准备好了吗 季老师 是什么样的压力啊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一边说着 季红斌突然向前跨出一步 此时 他距离蓝轩宇三人 大约有十米左右 这一步跨出 不过半米而已 但也就在这一瞬间 蓝轩宇三人心中 都是咯噔一下 一种源自于心底最深处的恐惧 油然而生 在他们眼中的季红斌 整个人的身体 就像是突然膨胀起来了似的 无与伦比的巨大威压 突天盖地而来 三人几乎是瞬间就不能动了 在这一刹那 蓝轩宇甚至像是回到了 面对善恶半人马时的感受 压力从四面八方而来 不只是精神上的 对身体上也是如此 天罗学院之中 一直传说季红斌是学院第一强者 可事实上 他们谁也没有看到过 这位季老师出手 这还是第一次面对 当那巨大的压迫力产生的时候 三人顿时大吃一惊 四身魂力 应激反应 血脉之力也是如此 可那压力来得太大了 令他们都有种 身体瞬间就要崩溃般的剧烈痛苦 刘峰又比发热 银月狼又比鼓 自行护主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体内每一根血管 都在这份压迫中收缩 全身都有种 攻血不足的感觉 与蓝轩宇给他 双蓝阴草增幅 暴体的感觉刚好相反 因为 一个是向外 一个是向内 鸡鸿兵就停在跨出一小步的地方 窥然不动 一圈圈魂缓 也开始从他脚下 向上升起 紫色 紫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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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黑色 八圈 整整八圈魂缓 攀升而上 环绕在他身体周围 而在他背后 一个巨大的黑影 也随之缓缓升起 伴随着那黑影变大 蓝轩宇三人内心的恐惧 也在飞速增强 他们都有种自己的身体 在压迫之中 即将崩溃的感觉 但和身体所承受的 巨大压力相比 他们的内心 更是极度的震撼 八环 意味着什么 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呀 而且 有六个魂环 都是万年层次的 简单来说 如果之前家考中 面对暗黑模糊的是 季老师 恐怕他举手投足之间 就能轻易地将其压服 除了实力不明的 娜娜老师和月公子之外 这绝对是蓝轩宇 见到过的最强者 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 蓝轩宇心中甚至在想 季老师是否能像月公子那样 在太空中击溃战舰啊 这回头 我一定要问问 不过 他也就是心中勉强能生起这个念头而已 然后身体就要承受不住了 那份压迫力实在是太强了 最先要崩溃的就是前雷 他的能力主要是召唤 自身并不具备什么战斗力 只能是凭借魂力和精神力硬扛 精神层面还好说 但他的魂力修为并不强 身体素质也很一般 哪里能扛得住啊 口鼻开始出血 身体在颤抖中就要软倒 刘峰因为多了一根右臂骨 情况比前雷要好一些 但他是敏弓系 身体素质同样不是他最擅长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岛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207集 在这样的压迫下 唯有蓝轩宇的情况最好 双生五魂 再加上他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 相对还勉强能够抵抗 有压迫 就有反抗 就像之前面对暗黑魔虎的恐惧咆哮似的 当恐惧和压力达到极致的时候 蓝轩宇胸口内的金银漩涡 顿时剧烈地旋转起来 一声龙吟几乎是脱口而出 激昂的龙吟声中 那扑面而来的压力 顿时被他勉强挡住瞬间 腾出手的蓝轩宇右手挥动 两根金纹蓝银草迅速飞出 分别缠绕在了千蕾和流风腰间 血脉之力灌注 令两人都是精神一震 勉强站直了身体 在那巨大的压迫力之下 三人竟是勉强重新站稳 全都咬紧牙关去抵抗 激昂冰眼中闪过一抹亚异之色 他的武魂手中气势 当初能够被史莱克学院选中 哪怕只是外院学员 也必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他原本的打算是一上来 就以威压令三人崩溃 让他们真正感受一下 面对顶级强者时的压迫 有多么强烈 然后在重新复活后 逐渐增压 让他们在压力之下 被激发潜能 却没想到 蓝玄宇居然能够 在自己的压力下 勉强反抗 还释放出了武魂 增幅其他二人 一时之间 竟是挡住了 难怪他们能够从海选赛 以及选麻赛之中脱颖而出 果然是有着他们自己的优势所在 一抹淡淡的微笑 浮现在面庞上 纪弘斌少见地露出一丝微笑 只是 他此时脸上的笑容 在蓝玄宇三人眼中 却是那么的冷酷 下一瞬 纪弘斌背后的身影 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那是一个身高超过十米 体型庞大而壮硕的人类模样 他穿着漆黑如墨的铠甲 就连面部 也都在头盔面甲覆盖之下 手中握着一柄巨大的长枪 纪弘斌右脚跺地 顿时 在他身后那漆黑的身影身上 轰的一下 紫焰生腾 恐怖的气息瞬间爆发 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巨大恐惧感 铺天盖地的威压 顷刻间碾压而来 蓝轩宇三人几乎是同时瞪大了眼睛 然后又同时蹊跷喷血 轰的一声全部炸为积粉 纪弘斌看着被自己威压压碎的漫天血雨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魔王的称号并不是来自于学生 同时也来自于老师们 最初就是从真正了解他的人口中传出去的 他的武魂是恐惧歧视 一种极其罕见 其实应该算是邪武魂的存在 这是在史莱克学院的教导下 他这武魂可以说是用之正 责正 不但没有邪恶 甚至是反向而来 脾气太来地养成了他刚正无比的性格 以迎天凡的骄傲 在他面前都是无可奈何 自然不只是因为他的脾气 更是因为实力 虽然仅有八环 可事实上 他的战斗力 绝不逊色于普通的封号斗罗 他可是来自于史莱克学院的 哪怕是刚刚这一下 也只不过是他强大实力的 冰山一角而已 当蓝轩宇三人 在训练场外复活的时候 整个人都还处于蒙圈状态 那是一种完全凝固的感觉 仿佛体内的细胞 已经彻底地停滞了 身体被微压压碎 是什么感受 哪怕痛感在模拟世界中很低 那也绝不是一种美妙的经历 就像是有压路机 从身上碾过似的 然后自身的一切 就随之崩溃了 蓝轩宇的感受 与钱磊和刘峰 又有所不同 在那一瞬间 在完全无可匹敌的情况下 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仿佛是收缩了 完全向内收缩 好像是瞬间 融入到了自己胸口核心内的 那一点七彩色之中似的 下一瞬 痛苦消失 身体在这里复活的时候 又像是所有的一切 都从那七彩色之中 舒展开来 重新在这里 蓝轩宇心头疑惑 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 这是在模拟世界中 复活是很正常的 可是 我刚刚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而且 还有种破而后立的变化 体内的精英双色血脉 明显都有些躁动 互相冲突 需要他用意志力强行去压制 这才渐渐平复下来 而自己核心处 那一点七彩色 似乎黯淡了几分 但我又能感觉到 那并不是本源的消耗 而是其中 有什么能量被消耗了 正在通过吸收自己的血脉之力 渐渐恢复 朝着之前最佳状态方向恢复 这都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感觉 连蓝轩宇自己都说不清 这究竟是真实的 还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但这种感觉 却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头 让他心中有了深刻的记忆 再来 姬红斌默默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只是一招手 三人就重新跟随着他 一起被传送到了训练场之中 这次连话都没说 气势直接开启 向三人压迫而去 但和上一次相比 这次明显变得柔和了一些 至少不是一上来就威压全开 令他们迅速崩溃了 在压力之下 三人的表情都变得丰富起来 分别释放魂力 释放武魂 蓝轩宇曾福苦苦抵挡 先前的一下 着实是在他们心中产生了阴影 他们甚至都不明白 季老师的武魂是什么 那种被碾压的感觉 实在是太可怕了 换了任何人 都绝不想再承受一遍 所以 他们在抵抗的过程中 完全是拼尽全力来对抗 一时间 三人都是额头青筋毕露 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抵挡 而这 也正是季洪斌希望看到的 然后蓝轩宇三人 就开始体会 什么叫过山车一般的感觉 季洪斌迸发出的气势 由弱变强 而当他们的身体近乎崩溃 抵挡不住的时候 那气势又突然减弱 让他们能够松口气 体内的气血波动 顿时变得极其紊乱 魂力也是如此 等他们好不容易调整过来一些 以为能够松口气的时候 那气势又陡然增强 很快又让他们逼近了极限 那真是折磨得他们 愈生愈死 欲罢不能 季洪斌就只是站在那里 却已经真正化身为 无所不能的恐怖大魔王 对自身气势运用得如臂食指 令三个小小少年 被折磨得淋漓尽致 三人甚至都不知道 后来是怎么回到宿舍 精神上的疲惫 连离开模拟舱都恢复不了 等他们睡醒的时候 是觉得全身酸痛 大脑更如同针扎一般痛苦 然后迎来的是一顿 带有天才地宝的大餐滋补 大餐吃完 总算舒服了一些 就又被季洪斌带走 进入模拟舱 如此循环 反正呢 三人都有种感觉 这十天呢 简直是如同地狱一般的生活 他们只是隐约记得 季洪斌说过 宇宙航行的时候 就是他们恢复休息的时候 十天之后 休息两天 而对于蓝轩宇三人来说 这休息的两天 实际上就是昏睡两天而已 等他们总算精神恢复了一些 就被沐重天 亲自送到了 位于天罗城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那是一座高塔 一座巍峨的高塔 从外表看去 足有九层 四面八方 占地面积极大 周围有一大圈漂亮的绿化带 将它们围绕在中央 是的 这里就是传灵塔 蓝轩宇一直都只是听说过 却从来都没有来过的地方 正常来说 魂师修为道瓶颈之后 需要融合魂灵 然后从魂灵身上 再融合魂环 一个魂灵 可以有一个 甚至是多个魂环附加 而传灵塔 就是获取魂灵的地方 他们模拟曾经魂兽的能力 人造魂灵 这也是人类能够与魂兽 和平共处的根本所在 不再需要猎杀魂兽 来增强自身了 只是 对于蓝轩宇来说 这却是极为陌生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融合过任何魂灵 他的魂环 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因此 他还是第一次来到 传灵塔这个地方 三人每个人手中 都拿着一张卡片 这是传灵塔里面的 生灵台入场门票 每一张只能进入一次 生灵台是个什么地方呢 这就和他们先前 在选拔赛中的历练 有点像了 生灵台里面 也是模拟的 魂兽森林的样子 而且里面 有大量的魂兽 这些魂兽身上 是有能量的 将其击杀 就能获得能量之中的 一部分融入自身 融入到魂环之中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十年魂环 在里面猎杀了足够的魂兽 就有可能晋升到百年魂环 以此类推 魂骨也是如此 也同样能够吸收里面的能量 而生灵台能够持续使用 乃是传灵塔花费巨大力量 将外来的能量融入其中 甚至里面还包含着一些 空间法则的奥秘 具体是什么 就是传灵塔的最高机密之一了 每年 只有很少数的人 能够通过门票进入其中 所以 可想而知 这门票有多么珍贵 其中一张是蓝轩宇三人 当初获得的奖品 而另外的 则是学院 花重金买来的 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们 在考取史莱克学院之前 能再加强一些自己的实力 慕重天带着三人进入传灵塔 传灵塔的下面两层 是对所有公众开放的 尤其是对魂师开放 可以在这里购买魂灵 如果购买珍惜魂灵 还可以进入更高层 一层大厅 是宽阔的八角形 装修风格 以石材为主 顶部是彩色壁画 上面画着的是各种魂兽 而且 明显是有主题故事的 蓝轩宇认出 此时这里的故事 显示的 乃是一座古代城市 正在被万千魂兽 奔袭攻击的场面 在那个时代 应该被称之为兽巢 最引人瞩目的 是天空中翱翔的一条巨大黑龙 它有着金色眼眸 所有的魂兽 就是在它的指挥下 向人类城市发起冲击的 而在那城墙之上 众多人类魂师 释放着各种魂迹 抵挡着魂兽的冲击 那灰红壮丽的场面 史诗般的战争 完全被画面呈现出来 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感觉 刘峰和钱磊 都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自然没有太多的惊讶 而蓝轩宇心头 却被深深地震撼了 震撼的同时 他心中 也有种特殊的情绪弥漫 似乎那指挥着万千魂兽的 应该是自己猜对 或许我天生就是想要 做一名指挥官吧 所以才会选择星际指挥系 蓝轩宇心中 如是想着 慕重天看到蓝轩宇 一直在盯着房顶的壁画看 微笑道 这壁画显示的是 大概两万多年前 母心上 受潮攻击咱们人类城市的景象 在那个时候 咱们的魂倒器才刚刚发明 却还不够强大 魂兽或许已经感受到了危机 所以才会如此不顾一切地攻击我们 试图削弱我们 可惜 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 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魂兽逐渐被我们压迫生存空间 甚至一度濒临灭亡 传灵塔以此为鉴 就是要让我们明白 与魂兽和平共处的意义 它们也同样是母星的一部分 当我们足够强大 不再需要担心它们带来的危害时 更应该和这些物种和平共处 当年传灵塔的创始人 也是因此而发明了魂灵 嗯 走吧 咱们要抓紧时间了 你们在生灵台之中 能够持续的时间越长 会对你们越是有利 距离前往史莱克学院的宇宙飞船起飞 还有八天时间 这相对是很充分的 但学院自然希望 蓝轩宇他们 能够在生灵台之中坚持得更久 让这三张门票 发挥出最大效果 慕重天熟悉地 带着他们向电梯方向走去 正在这时 一声惊疑响起 蓝轩宇 这个声音相对陌生 却准确地叫出了蓝轩宇的名字 众人愕然回头 顿时看到 也同样是四个人 刚刚走进了传灵塔的大厅 这四个人之中 倒有三个 是蓝轩宇认识的 看到他们 蓝轩宇前蕾和刘峰的表情 也都随之多了几分怪异之色 除了一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不认识之外 另外三人可都是熟人呢 而且 是被蓝轩宇坑得很惨的熟人 可不正是来自于灵天学院的 冰天梁 雨天 和林东辉三人吗 他们不是应该在灵天大陆那边吧 怎么会跑到天罗大陆这边来了 还来了天罗城 难道说是 来兴师问罪的 蓝轩宇心里想着 慕崇天却不认识这三人 目光疑惑地看向蓝轩宇 蓝轩宇苦笑道 选拔赛第二名 冰天梁和他的团队 就是那个四环的 慕崇天顿时明白过来 心中也顿时产生出 和蓝轩宇同样的疑惑 为什么冰天梁三人会来到这里啊 他们应该是从灵天城那边直接出发的呀 斗罗星有两片大陆 也有两座最大的城市 就是天罗城和灵天城 这两座城市都是由宇航中心的 也就是说 冰天梁他们是可以直接从灵天城飞向母星的 根本不用到天罗城这边来 那么他们此行到来又是为了什么 而且还来了传灵塔 碰到你们正好 冰天梁快步走上前来 他的脸色看上去十分平和 似乎已经忘却了在选拔赛之中 被蓝轩宇坑的事情 蓝轩宇向他点了下头 你好 林东辉和雨天 看着蓝轩宇的目光都显得有些怪异 他们可是完全忘不了 在斗罗世界选拔赛之中 被蓝轩宇坑得外焦里嫩得一幕幕 他们明明只有三四个人 却坑得起方这边九个人三个小组 再加上一个其他学院的小组 最后只剩下冰天梁一个人 还能带走全部的积分 你好 能在这里碰到你们正好 我能不能和你谈谈 本想等我们先去了圣灵台之后 出发的时候再找你 现在既然碰到了 就正好跟你谈谈 你们不会也是要去圣灵台的吧 似乎就是这么巧合 你们专门来找我们 嗯 是的 专门来找你的 放心 我们不是来报仇的 毕竟那是选拔赛 猜得到 你们也都出现了 没什么可报仇的 最多 也就是史莱克学院的副赛剑 冰天梁看着他那漂亮的面庞 满是温和 似乎人畜无害的大眼睛 突然有种 上去给他一拳的冲动 这家伙 总是看上去有些无辜的模样 可计算起人来 那就一个阴损 在选拔赛结束之前 真的差点被他气死过去 自从开始修炼以来 我还从未这么生气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二百零九集 木重天的目光 则是看向对方那位中年人 那位中年人向他点了点头 一眼神示意之后 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两个中年人随后走向一旁 却单独交流了 把这边都留给了年轻人 这里可是传灵塔 他们总不可能打起来 请说吧 蓝轩宇向冰天良点了点头 冰天良略微平复了一下 自己再次见到蓝轩宇 而产生的情绪 沉声道 很简单 我专门来找你 是希望能和你合作 合作 这家伙 真的一点都不记仇的吗 坦白说 我很讨厌你 恨不能狠狠地揍你一顿 你知道吗 原本选拔赛 我们很有把握 至少出现四组人 可却被你搅和的 只有两组出现 我们学院恨你的人 大有人在 但是也正因如此 让我明白了 在某些方面 我们和你的差距 你的实力不怎么样 但脑子却够用 所以我们合作吧 你都不知道 史莱克学院的 副赛考核的是什么 怎么合作 无论考核的是什么 都一定有综合素质这方面 史莱克一向 以真实的实战为主 我们的合作很简单 在战斗方面 我们可以帮你们 但在出谋划策方面 我们需要你的建议 你不像是那种 没信心的人 以你的修为 从负赛之中出现 并不是什么 太难的事情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为的是 你们的另一组人 是 其实主要只是 为了一个人 她是我青梅竹满 一起长大的妹妹 我希望能够 一直保护她 让她和我一起 进入史莱克 她的实力 你见过 只是凭借 她自己的力量 有点难 我可以帮她 但以防万一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反向的 我们也会帮助你们 大家都来自于天罗星 到了史莱克学院 应该团结 蓝轩宇这才恍然 为什么在选拔赛的时候 自己击杀了梁书师 眼前这位就爆发了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在里面 而且看起来 冰天梁对梁书师 很重视 蓝轩宇说 这次她没跟你来 来了的 我们到时候会和你们一起 从天罗城出发 前往母星 只是进入圣灵台的名额 只有三个 所以她今天没来 嗯 我如何信任你呢 我做事从来都是 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如果我们是盟友 我会不遗余力 她这句话 说得很慢 语气一点都不像个少年 而像是一份郑重的承诺 她一直看着蓝轩宇的眼睛 自己的眼神 没有丝毫变化 蓝轩宇也在看着她 目光中 隐隐有火花碰撞 足足半赏 蓝轩宇才缓缓 抬起自己的右手 我们的合作 可以从生灵台开始 好 冰天梁抬手 与她相握 毫无疑问 即将进入的生灵台 也将是检验 他们相互合作效果的 最佳场所 能否真心合作 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在合作的过程中 是否能够有所增益 这也是冰天梁 希望尝试的 另一边 两位老师 看他们这边握上手了 也就走了回来 和冰天梁同来的老师 微笑道 谈好了 冰天梁点了下头 那就预祝你们都能考上 史莱克学院 走吧 去生灵台 生灵台 在天罗城 传灵塔的第四层 需要门票 才能乘坐专属电梯进入 慕崇天和那位 来自灵天学院的老师 只能将他们送到电梯口 六人步入电梯 都显得有些沉默 毕竟 他们曾经是对手 而且 相互之间的经历 绝对说不上愉快 此时虽然已经 初步达成合作协议 但心中要说 一点芥蒂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电梯直接抵达四层 门口已经有身穿工作服的 工作人员 等在这里 检查了六人的门票之后 做了个请的手势 说道 请跟我来 蓝轩与刘峰和钱磊 都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自然好奇地四处看看 周围都是金属墙壁 一直向里 走到了一个空旷的大厅 在这里 一共有上百个 类似于模拟舱的存在 只是看上去 又和普通的模拟舱 有所不同 体积要更大 看上去也更加精密 蓝轩与注意到 冰天梁三人的表情 很平常 也没有四下张望 再回想他的魂环颜色 无疑 他们应该不是第一次 进入生灵台了 可想而知 灵天学院 对他们天才般的投入 要比天罗学院的 高能少年班更大 工作人员问道 你们是传送到一起 还是分开传送 传送到一起 我说 你们不会打算到里面 报复我们吧 毫无疑问 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六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 蓝轩与他们 是肯定打不过 冰天梁三人的 雨天出言讥讽道 原来也不是都有脑子的 我们至于为了报复 你们跑这么远来 完全可以等到 副赛的时候再报复 你就是那个耍大刀的吧 你的名字是不是叫 傻大刀 雨天脸色一变 他在灵天学院 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何曾遇到过这样的讥讽 眼神顿时变得冷冽起来 好了 我们是来合作的 冰天梁眉头微醋着说道 蓝轩与也拍了拍 前蕾的肩膀 有一点 雨天说的没错 他们犯不着 在复赛即将来临之前 花费这么多时间 专门跑来天罗城找他们 而且 事先他们也并不清楚 蓝轩与三人 要进入生灵台 一起传送 蓝轩与也向工作人员说道 工作人员带他们 选了六个特殊模拟舱 舱盖开启 模拟舱内 果然是要复杂许多 人进入之后 一根根管子 分别会贴合在身体各处 麻酥酥的 有种通电的感觉 全身放松 进入后呢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个警报器 生灵台不同于斗罗世界 可以说是半真实半虚幻场景 痛觉是正常的50% 所以 遇到你们无法对抗的情况 或者是剧烈痛苦的时候 立刻按警报器 脱离战场 返回这里 否则 出现任何问题 船灵塔一概不负责 明白了吗 50%的痛觉感受 那岂不是说 更加接近实战 蓝轩与心中 暗暗凛然的同时 也不由得有些期待 自从模拟舱被发明出来之后 浑室的修炼 很大程度上 都是在虚拟世界中 可虚拟的毕竟是虚拟的 曾经在太空中 经历过实战的他明白 真正实战和虚拟 还是有所区别的 而且 绝不能被虚拟世界 养成那种可以复活的心态 因为 真正实战 是没有这种机会和可能的 六个舱门 缓缓闭合 蓝轩与也随之闭上双眼 默默地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从全身各处连接点 传来的麻痹感 瞬间增强 下一瞬 他整个人似乎都已经变得麻木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他首先恢复的是听觉 轻微的声响中 六感逐渐恢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蓝轩与睁开双眸 他发现 丁天梁 雨天 和林东辉 都已经率先苏醒了过来 正站在前方三个位置 守在他身边不远处 而自己身边 几乎和自己不分 先后苏醒的前蕾和流风 还是一脸茫然的模样 这应该就是 修为上的差距了 谁让人家实力强呢 他们三个都还是二环 人家三位 可是一个四环 两个三环 团队实力的差距 显而易见 丁天梁扭头 看了蓝轩宇一眼 我们曾经进入过圣灵台 这里的魂术 是没有任何程序控制的 所以更加真实 同样也更可怕 虽然我们进入的是 初级圣灵台 但也不是没可能遇到 强大的魂兽 必须要特别小心 而只要击杀魂兽 附近所有人 都会得到魂兽身上 释放出的魂灵能量 从而增强我们自身的魂环 魂骨 蓝轩宇点了下头 他明白 冰天梁是在告诉他 无论是谁击杀的魂兽 对他们所产生的效果 都是一样的 你只会 还说我来 蓝轩宇向冰天梁问道 冰天梁毫不犹豫地说 你来 听了他这痛快的回答 蓝轩宇不禁对这位 多了几分好感 这次 冰天梁可以说 就是专门来找他的 也没有绕圈子 直接说了目的 简单直接 蓝轩宇有些喜欢 他这样的性格 直来直去的人 会更加纯粹 交流 也容易 如果冰天梁 刚刚回答的是他自己指挥 那么 蓝轩宇就算不立刻带着 钱磊和刘峰离开 至少也会对这次的合作 有所质疑 如果是冰天梁指挥 那跟他合作的意义何在呢 抬手向他竖起大拇指 蓝轩宇当仁不让地说 好 刘峰 你做侦查 观察周围情况 我们大家先调整一下状态 确保状态最佳在前进 刘峰点了下头 腾身而起 闪电般没入树林之中消失了 对方三人明显实力强 他也不想有落于人后的感觉 充分展现出了他超快的速度 冰天梁三人都是强攻系战魂师 而冰天梁自己更是全面 无论是力量 爆发 速度 都是极强的 再加上他的四环修为 蓝轩宇也不得不承认 有他挡在自己身前 真是挺有安全感的 五人停留在原地 默默地调整着魂力 时间不长 刘峰就回来了 附近直径三百米范围内 没有任何魂兽踪迹 这里暂时是安全的 我到树顶上查看 从我们这里向北方 森林更加茂密 树冠也更高 应该是有着更强的魂兽区域 冰天梁顿时恶然 林冬灰一愣 雨天呢 是个暴脾气 忍不住说道 冰同学 以你们上次进来的经验 我们是往里面走 还是先在外围徘徊尝试一下 如果是我 我会向里面前进 嗯 好 那我们先在外围徘徊一阵 蓝轩宇 你故意的吧 我只是想试试 我的指挥管不管用吗 你幼稚不幼稚 哎 傻大刀 你说谁呢 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雨天眼睛一瞪 一股破人的气势 就从他身上迸发出来 冰天梁抬手拦住雨天 沉声道 听他的 阵型如何布置 我和钱磊居中 刘峰前面探路 兵凶断后 是啊 这位用大刀的同学 在前面正面 用太阳武魂的 在他身后 我和钱磊的前方 好 刘峰点了下头 身形一闪 向斜前方冲出 雨天冷哼一声 大步走在最前面 林东辉跟在他身后 再后面 是蓝轩宇和钱磊 并肩而行 最后 则是冰天梁断后 冰天梁走在蓝轩宇后面 看着他的背影 眼眸之中 流露着几分坚定之色 如果不是为了梁书师 也能考上史莱克学院 以他的性格 绝对不会前来求人 更不会听别人的指挥 他相信的 并不是蓝轩宇这个人 而是他的能力 以他们三人 都是二环的修为 却能够先后 在海选赛 和选拔赛之中 获得投名 这绝不是普通人 能够做到的 尤其是他对蓝轩宇 面对自己时 指挥若定的样子 记忆非常深刻 哪怕是到了最后 还能拉着雨天垫背 他身上 一定有特殊的能力在 这次生灵台遇到 他认为是大好事 正好能够趁机看看 蓝轩宇的能力 究竟为何 已决定在后面 赴赛之中 是否跟他全面合作 帮助梁书师 也能晋级 正在思索之间 前方突然传来 一声口哨声 蓝轩宇眼神一宁 有魂兽 准备战斗 冰天梁的思绪被拉回 刘峰的身影 已经在前方树林中出现 百年刚里好住三头 十年三头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以至于话语传来的同时 人也已经过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雨天 脚尖在地面上一点 一黄两子三个合缓 就已经从脚下升起 随之出现的 还有他那柄巨大的墨刀 不知道为什么 当雨天握住墨刀的那一瞬间 脑海中顿时回想起 钱磊对他的称呼 心头顿时没来由的一阵腻歪 这混蛋 我怎么又是傻大刀了 刚裂豪猪 是一种性情非常暴躁的魂兽 甚至可以说是莽撞 只要遇到活物 就会立刻攻击 除非是实力远远超过他们的 才有可能被吓跑 伴随着一声声 低沉的咆哮 和嘈杂的声音 三大三小 六头刚裂豪猪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雨天跨前一步 瞠目鹤倒 他这一声大鹤 顿时吸引了六头刚裂豪猪的注意 这六头豪猪之中 三头小的身长在一米五左右 很是肥瘦 三头大的身长更是超过了两米五 六头刚裂豪猪身上都长满了尖刺 被挑衅的他们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朝着这边狂奔冲了过来 三头大的在前面 三头小的在后面 在奔跑的过程中 能够看到 他们的眼睛开始泛红 很快就变成了血红色 这是刚裂豪猪的一种天赋能力 嗜血 能够在短时间内 让自己处于嗜血状态 速度力量大增 他们本就皮糙肉厚 狂奔起来 宛如小型推土机一般 雨天身上的第二魂环骤然亮起 站在那里的他 整个人宛如镖枪一般 与手中末刀瞬间融为一体 第二魂计 身如刀 人刀一体 一股强横的锋锐气息 伴随着自身气势迅速拔生 第三魂环随之闪耀 墨刀刀面亮起 强大的气势随着积累 蓄力 第三魂计 墨刀势 林东辉和他配合依旧 头顶上耀阳点亮 同样也是三圈横环 风向下升起 眼看着六头刚裂豪猪来得近了 一颗颗火球 顿时宛如连珠炮一般 飞射而出 但却并不是直接轰向这些刚裂豪猪 而是轰击向它们两侧的位置 同时 还有后方的三头小豪猪 每一颗火球 都精准无比地 找自己应该飞去的位置 意识之间 轰鸣声响起 火光四射 受到刺激的刚裂豪猪 顿时更加愤怒了 但六头豪猪的队形 也受到火球影响 向内收缩了许多 前面三头百年刚裂豪猪 背脊耸动 一根根尖刺 从背上射出 直奔蓝轩羽 他们六人这边覆盖而来 首当其冲的 自然是林东辉和雨天 但也就在这时 一道紫光 悄无声息地 从蓝轩羽身边掠过 那是一道紫色光影 看上去 有些像是人形 却是扭曲的 他出现在林东辉和雨天身前 电光缭绕 化为大片电网 那些尖刺飞来 顿时被电网吸附 没有一根能够落网 此时 六头刚裂豪猪 终于冲得近了 雨天抱贺一声 蓄势已满的墨刀 肘然斩出 一道雪亮的刀光 宛如开天辟地一般 悍然而去 身刀合一 两大一小 三头刚裂豪猪的身体 顿时被刨开 血肉横飞 另外三头刚裂豪猪 也被震得飞了出去 一刀之威 静置如丝 而林东辉头顶上的药羊 也骤然变亮 一道巨大的火柱 喷射而出 悍然轰击在最后一头 百年刚裂豪猪身上 烤肉的烧焦味道 顿时出现 那头豪猪直接被轰倒在地 它本就被刀器破了防御 这一下 更是被中创 雨天回身 磨刀连斩 一道道雪亮的刀芒掠过 将剩余的刚裂豪猪 全部击杀 战斗从开始到结束 其实也就是 刚裂豪猪奔跑的时间而已 雨天收刀而立 刚刚那一斩 近乎是将他内心之中的 愤怒与憋屈 全部发泄出去 实在是畅快淋漓 而伴随着六头刚裂豪猪死去 点点白光 从他们身上飞射而出 均匀地飞向在场六人的身体 蓝轩宇三人都是觉得 身上略微温热 似乎出现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这应该就是生灵台 提供魂环能力的作用了 雨天大步走回 眼神却一直看着蓝轩宇 带着几分冷漠和不屑 似乎是在问 你们有什么用 那道紫殿般的身影 也随之消散了 化为一道道电光 从蓝轩宇前蕾身边掠过 回到了冰天梁身上 消失不见 三头百年 三头十年魂兽 被轻而易举地解决 蓝轩宇转过身 看向冰天梁 如果后面的战斗 也是如此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合作 现在就可以停止了 你什么意思 蓝轩宇右手拇指 指了指身后不远处的 林东辉和雨天 这叫听我的指挥吗 还用我指挥吗 来得魂兽不强 直接解决了就是 没有到需要你指挥的时候 他在灵天学院 是当之无愧的首席 平时都是别人簇拥着他 今天对蓝轩宇 已经是一忍再忍 此时再被蓝轩宇质问 顿时有些压不住 自己的脾气了 蓝轩宇淡淡地说 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在无理取闹 甚至是故意挑衅你们 难道不是吗 雨天和林东辉 已经走了过来 开口地 这次 却换成了林东辉 蓝轩宇点点头 好 那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首先 我们一开始 是不是说好了 由我来指挥整个团队的 可是 你们在刚刚的战斗之中 可有谁问过我的意见 或者是等我下达 如何战斗的命令 你们没有 你们直接就发动了 根本没等我开口 同时 你们一定认为 我先前再说的外围绕 而不是深入 是故意打击冰同学的自尊 同时 彰显自己的指挥权 所以 才在有魂兽出现之后 故意杀敌 给我个下马威 对不对 好 那我告诉你们 我为什么要在外面绕 因为 我们现在并不清楚 所在的位置 不清楚的情况下 这就意味着 我们不知道周围的魂兽 有多强 周围的魂兽 这实力会是怎样 我们有着充分的时间 首先要确定的 是我们需要在什么位置 经常会遇到的是 何等修为的魂兽 而不是贸然深入 你们可能对自己的实力 有信心 这里是初级生灵台 或许 能够威胁到 你们生死的魂兽 不会太多 但是 如果这是真正的魂兽森林 也不是在虚拟世界之中呢 大义轻敌的贸然进入 很可能会导致 整个团队的恶语 你们就是这么养成习惯的吗 其次 你们不听指挥擅自出手 意味着 没必要的消耗 雨天对吧 我问你 刚刚那一刀 消耗了你多少魂力 你现在 还有几成战斗力 至少还有七成 嗯 也就是说 在面对并不算 强大对手的情况下 你自己一个人 就消耗了三成战斗力 这是有必要的吗 如果是我们六个人 一起出手呢 你的消耗 最多只有一成 我们现在 处于一个危险的地方 要时刻的 尽可能的 让自己的实力 保持在最佳状态 才是正理 而不是因为 一时血气之勇 而让自己消耗过度 每一分力量 都是宝贵的 好钢 要用在刀刃上 灵灯辉同学的消耗 应该也在两成左右吧 我们没有混合 无法凭空快速恢复 你们两个的消耗 让我在指挥上 必须要做出变化 需要立刻离开 这个有血腥气息的地方 让你们尽快恢复 全部修为 才能继续深入 从而避免遭遇到强敌时 因为实力不完整 而无法全力应对 也就是说 你们贸然动手的行为 耽误了整个团队的时间 听着蓝轩宇的侃侃而谈 冰天梁雨天和林东辉 都有些目瞪口呆的感觉 他们心中 首先产生出的念头就是 说不过眼前这个家伙 可仔细想想蓝轩宇的话 又不得不承认 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最触动冰天梁的 是那习惯二字 是的 虚拟世界中 最容易养成的 就是不怕死的习惯 因为在这里 不会真正的死亡 但蓝轩宇说得很对 如果是在现实世界中呢 已经养成的习惯 不能更改呢 那么 带来的 会是怎样的结局 冰天梁深吸口气 看着目光平和的蓝轩宇 点点头 对不起 是我们的错 从现在开始 我们完全听理指挥 于天 东辉 我们都听他的 于天和林东辉心中 虽然多少还有一些不服气 但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他们也很清楚 冰天梁来找蓝轩宇的目的是什么 于天偏了蓝轩宇一眼 倒要看看 在你的指挥下 能做到什么程度 现在怎么做 保持对行 刘峰继续侦查 我们向外围撤出一点 找个地方 让你们两个恢复先前的消耗 离开先前与刚烈豪猪战场千米左右 蓝轩宇让雨天和林东辉 就地冥想恢复 同时 让刘峰继续查看周围的情况 冰天梁坐在较为外围的地方 负责警戒 足足二十分钟之后 林东辉和雨天 才先后起身 表示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冰天梁脑海中 一直在思索着蓝轩宇先前说的话 同时计算了一下 林东辉和雨天的恢复时间 不得不承认 蓝轩宇的话是有道理的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 就应该尽可能保持最佳状态 这家伙 果然是要沉稳一些的 在冰天梁观察蓝轩宇的同时 蓝轩宇其实也在暗暗思索 他首先在考虑的就是 这次升灵台之中 是否要真的全力以赴地 和冰天梁他们配合 如果全力配合 无疑就会一定程度上地 暴露他们的能力 而在前往史莱克学院的复赛之中 大家终究还是竞争对手 但很快 蓝轩宇心中就已经有了决断 还是要配合的 冻千秋之前对他说的话 他记得很清楚 史莱克学院的复赛 绝对不容易 尽管在天罗星的海选赛之中 他们能够脱颖而出 甚至是第一名 可从某种意义上 单纯论实例 他们这一组三人 很有可能是接下来的 史莱克学院复赛之中 整体最弱的一组 没错 就是最弱 他们三个人才都是 二十几级魂力的水平 不说别的 看看面前冰天梁他们这一组 一个四环 两个三环 不用其他战斗方式 只要史莱克学院的复赛 是擂台形式的 他们几乎就没有任何机会 总不能一直指望着他们 都能召唤出翠魔鸟 那样强大的存在吧 那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 副赛 他们很可能会面对 更大的挑战 能否真正考上史莱克学院 现在完全是个未知数 所以 就像冰天梁需要他的头脑一样 他们 也同样需要有强有力的盟友 如果不显露一些自己的能力 如何能够让他们钦佩之下 与自己更加深度地合作 有着更大的认可呢 同时 这里是生灵台 获得的能量 可以提升魂环修为 双方配合得越好 所能获得的利益 肯定也是最大的 因此 蓝轩宇只是略做思考就明白 合则两立 出发 冰天梁看下蓝轩宇露出询问的身态 有了先前那番交流 他也想要看看 在蓝轩宇的指挥下 团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蓝轩宇说 先稍等一下 我们做个简单的实验 其实我是一名辅助系魂师 辅助系 宇天有些诧异地看向他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 自己被蓝轩宇释放出的采光 所吞噬那一幕 还有他曾经出现的那柄 深蓝色大吉 怎么看 都不像是辅助混事啊 蓝轩宇微微一笑 试试就知道了 林同学和宇天同学该如何增幅 我有判断 主要是冰同学该怎么增幅 我要试试哪一种更合适 冰天梁三人对视一眼 宇天有些警惕地说 那你给我怎么增幅啊 先试试 蓝轩宇知道 他们其实对自己 还远远不够信任 也不解释什么 两圈黄色魂环 在右臂盘绕而出 带着金色纹络的蓝银草 悄无声息地向外释放 类似藤外模样的金纹蓝银草 顿时直接缠绕在了 宇天腰间 宇天眼神一凝 下意识地就调动魂力 做好准备防御 但是 只是一刹那 他的脸色就变了 宇天只觉得 一股源自于自己骨子里的 锋锐气息 骤然被调动起来 整个人仿佛都变得锋锐了 强盛的气息 根本没有调动 就已是喷波而出 化为锋锐无比的刀器 冲天而起 他几乎是下意识的一台手 就将自己的末刀召唤在掌握之中 只是站在那里 就有一种三军僻翼的强势 他的战斗方式 极其注重气势 气势最巅峰的时候 攻击力也是最强的时刻 此刻他只觉得自己体内气势攀升的速度 比这平常何止是快了一倍 一时之间 竟然有种畅快淋漓 恨不得找一个强大对手 斩上一刀的感觉 蓝轩与左手同样抬起 银纹蓝银草释放 缠绕在林东辉腰间 银纹蓝银草上 隐隐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红光 林东辉也是面露惊讶之色 他只觉得一股炽热 直接涌入自己的血脉之中 血脉生疼 魂力就像是被点燃的火药一般 引动武魂 药阳出现 却比平时足足大了一大圈 而且还要凝视得多 在原本的火红之中 甚至多了一抹淡淡的金色 好 雨天忍不住眉飞色舞地大叫一声 蓝轩与收回两种蓝银草 雨天和林东辉身上的增幅 顿时开始减弱 然后逐渐消失 两人几乎是下意识的 心中顿时产生出一种 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林东辉向冰天梁说 他的增幅很厉害 我觉得我的战斗力 至少能提高三成 甚至是五成 冰天梁也是一脸的惊讶 因为他也深深地记得 蓝轩与当初 是和自己碰撞过一下的 那时候 自己在愤怒之下动用的 可是最强的第四魂级 虽然将蓝轩与一下就中创了 但是 自己也被他打停了下来 甚至 连实力都被削弱了几分 以二环修为能够做到 抵挡四环的自己 还没有直接战死 已经是极强的表现了 可现在 他却说自己是辅助系魂师 而且 雨天和林东辉 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也试试 冰天梁向蓝轩宇点了下头 蓝轩宇列为思考了一下 首先将银纹蓝银草甩了过去 缠绕在他的身上 冰天梁顿时全身电光四射 有种电量大增的感觉 与手投足之间 电流威力明显增强 蓝轩宇又尝试了一下金纹蓝银草 相对来说 金纹蓝银草的增幅效果 就没那么明显了 这也让他明白 冰天梁的武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还是以能量体形式存在的 也就是更多的是依靠着 雷电元素的力量 所以才能更适应 银纹蓝银草的增幅 蓝轩宇又进行了几次尝试 结果表明 如果是用蓝银草 直接缠绕在对方腰间 那么就会产生持续的增幅 但只要蓝银草收回 增幅就消失了 但要是他让蓝银草 反卷在自己手掌之上 一掌拍在他们身上 那就能够产生大约 持续五秒左右的增幅 五秒之后才会衰退 不同的使用 针对不同的人 效果会更好 比如雨天这种近战的 就是和他的蓝银草 一直缠绕在身上 而冰天梁这种来去如电的 就更适合他用手掌去拍 几次饰演之后 冰天梁三人组 看着蓝银羽的眼神 都发生了相当不小的变化 他们都有种怀疑 这家伙真的是一名二环魂师吗 他这增幅 绝不是普通的百年魂技 所能做到的 他这增幅不可能 二环正常是个什么水平呢 据说 最强大的辅助系七五魂 七宝琉璃塔 能够在二环的时候 对其他魂师使用 两种增幅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魂技 要知道 那可是最强七五魂 才能够产生的增幅啊 而蓝鲜宇现在这个增幅 并不是在某项能力上 对魂师进行增幅 而是全方位的增幅 根据不同魂师自身的特点 产生的增幅 这种增幅似乎是 源自于血脉深处的 也就是说 从本源上的增幅 要比单一的增幅 全面得多 更重要的是 这种增幅一旦出现 增强的 可不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那么简单 林东辉的初步判断 都有百分之三十以上 甚至到百分之五十 而对于钱磊和刘峰 甚至更可怕 尤其是钱磊 他的召唤本身是有概率的 也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 他四五次 能够召唤出一只 靠谱的魂兽就不错了 可是 正因为有了蓝轩宇的增幅 他这召唤 就变成了每次都能召唤出一只 有龙泪血脉的魂兽 无不强大 至少要比他同级别的魂师 强得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213集 这还是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增幅吗 可以说蓝轩宇绝对是冰天梁三人所见过的最强辅助系魂师 说他是辅助系 实至名归 更何况 他还有着不俗的战斗力 具体是怎么个战斗方式 不清楚 二环就这样了 要是以后修为再增加 那还了得 这也是冰天梁三人震撼的原因 难怪人家能够成为海选赛和选拔赛的第一名 这确实是有底蕴的 原本宇天和林东辉 对于冰天梁来找蓝轩宇这件事 都持有保留态度 现在 却明显有些改观了 出发吧 蓝轩宇一个金文蓝音草 缠绕在宇天身上 银文蓝音草 缠绕在林东辉身上 团队再次出发 依旧是冰天梁坐证后方 而这一次 他们看上去 总算像一个完整的团队了 彼此之间 也算是建立了初步的信任 先前击杀六只钢裂豪猪所产生的能量 蓝轩宇也仔细地感受了一下 自身的增强 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似乎那种能量 是被自己的血脉吸收了 让自己的金银漩涡 变得明亮了一些 体内的血脉气息 也似乎增强了几分 不算很强 但却必然是有增强的 这让他不禁有了个想法 我的血脉之力 难道就是魂环的来历 是血脉赋予了我魂环 所以才和其他人不一样 能够增幅其他人的血脉 蓝轩宇自己当然不会认为 自己就是一名辅助系魂师了 只是在不同时候 应该承担不同角色罢了 辅助系 控制系 强攻系 他觉得自己都能够承担得了 他自己其实更喜欢控制系 控制全场的感觉 是很美妙的 季洪斌就曾经教导过他 控制系魂师 永远不是只凭借自己的魂迹去控制 更要让自己的智慧和魂迹相配合 营造出最适合启方的战场 这才是一个控制系魂师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 蓝轩宇之所以能够在海选赛 和选拔赛上发挥出色 银天凡传授给他的 是鬼变之道 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而季洪斌带给他的 却是那强大的控制力 二者相结合 才有了现在的蓝轩宇 当然 他所拥有的一切 现在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他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修为不够 刚烈豪猪确实不是什么强大的魂兽 而且 以他们的性格 能够在这片区域生存 就意味着 这片区域 没有什么他们的天敌存在 周围的魂兽不会太强 也就意味着 众人现在正处于 魂兽森林较为外围的地方 蓝轩宇下达指令 果断向之前 刘峰探查过的 更加茂密的树林方向移动 这次人多了 而且多了三大强攻系战魂师 他的行动 自然也果决得多 刘峰在前面探路 其他五人跟在后面 很快路上就遇到了几波魂兽 基本上都是百年左右的存在 在蓝轩宇的增幅和指挥之下 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他们就轻易地将这些魂兽斩杀 化为了能量增幅 林东辉和宇天 明显能够感觉到 有蓝轩宇的增幅之后 他们的战斗太顺畅了 而且消耗更小 这份辅助的效果 确实是绝佳的 而刘峰这个负责探路的 敏攻系魂师 也让他们开始有了好感 不只是能够及时传回 探查的情况 而且 还能够在战斗的过程中 给他们一定的帮助 刘峰其实也没做什么 就是第一魂技 白龙挑 但他这白龙挑的效果 确实是极好的 白龙挑 有种效果必然出现的特殊性 除非是面对实力 远超自己的对手 否则 至少都能让对方略微腹空 暂时失去控制 宇天和林东辉的战斗经验 都很丰富 都是同龄人中 真正的天才 遇到这样的情况 怎么可能放过 自然应声收割 而消耗又进一步缩小 在杀了三波魂兽之后 蓝轩宇又命令休整 让大家再一次 恢复到最佳状态 而冰天良 作为团队中的最强者 甚至 一直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钱磊 也始终都没有召唤过 自己的魂兽 一行六人 效率很高 很快就深入了大约三公里以上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遭遇到了 这次进入生灵台之后的 第一只千年魂兽 刘峰从前方的树梢中 弹出身影 身体在空中 闪电般变换方向 一道乌黑的影子 从他先前的位置一洒而过 千年树妖 小心了 可以移动 刘峰身形一闪 就朝着侧面的树林中钻去 在他身后 一根根粗大的乌黑树枝 纷纷落空 却把周围的树木 抽击得支离破 树妖 千年的 宇同学保护林同学 林同学稍后作为主攻 可以先蓄力 前蕾召唤之门 冰同学随时准备支援 前进 伴随着蓝轩宇一声前进 已经初步有了几分默契的众人 快步向前 果然 就在前方不远处 一株至少需要四五人环抱的大树 出现在前方 他通体漆黑如墨 每一根树枝 就像是手臂似的 张牙舞爪地舞动着 强大的压迫力 在空气中迸发 树枝抽击的空气 琵琶作响 恐怖的气息 也随之蔓延开来 树腰正面的树干上 甚至长出了一张大嘴 正在不停地开合 大嘴上 隐隐含有血迹 不知道是吞吃了什么浑兽 他的树干下方 有许多藤外 似乎是要从泥土之中钻出来似的 应该是先前被刘峰触碰到了 触怒了 此时 周围的植物都遭了殃 被他大范围鞭打 蓝轩宇双眼微眯 修为应该在三千年以下 因为还没有长出脚来 树腰这种浑兽 在曾经的星斗大森林之中 是比较常见的 这么多茂密的参天大树 修炼出灵质的几率 还是挺大的 一般来说 千年修为的树腰 就已经可以产生很强的攻击 并且在灵性的作用下 产生出嘴 绝大多数树腰 都是十分温和的 有了灵质 也只是继续吸收天地精华 吸收泥土中的养分 来继续成长 但也有一些树腰 会出现邪恶化的变异 通体就会变成眼前这种黑色 这样的树腰 就会变成吞噬者 会吞噬弱小的浑兽 来增强自身 它们的修为提升速度 就会更快 要是修炼到万年境界 就能长出 和人类类似的眼睛来 眼睛越多 实力就越强 传说中 曾经有一只凶兽 就是从邪恶树腰 修炼而成 拥有很多眼睛 被称之为万妖王 这些资料 都迅速地从蓝轩 与脑海之中 电闪而过 不到三千年的树腰 还是相对比较好对付的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 这家伙 没办法离开原地 他的根 还不能脱离原本的泥土 这需要三千年修为 才能做到 既然如此 那么 这树腰自然而然的 就要变成活靶子了 宇同学做好准备 我们展开攻击后 他必然会反击 你斩断他的树枝 只需要保护好林同学就行 其他的不用管 林同学 火球 攻击开始 林东辉点了下头 头顶上耀阳点燃 在蓝轩宇的增幅下 带着金红色的耀阳 光芒大放 一颗火球 暴射而出 直奔的千年树腰 飞射而去 火属性浑尸 克制各种植物类浑尸 这根本不需要解释 在场所有人都明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214集 直径足有两尺开外的火球 飞射而去 那树腰立刻就发现了 立刻分出十几根长长的树枝 抽向火球 哼的一声 火星四溅 火球凭空炸裂 化为大片火光 虽然挡住了火球 但那千年树腰的众多树枝上 也顿时被点燃 在高温下迅速化为灰心 树枝本身就是树腰身体的一部分 失痛之下 树腰口中发出一声尖叫 顿时 数百根树枝藤条 迅速变长 从四面八方朝着蓝轩宇 他们这边就冲了过来 林东辉面无表情 一颗颗火球抱舍而出 在蓝轩宇的增幅下 这硕大的火球 犹如连珠炮一般正面狂轰 千年树腰不得不分出一根根树枝 来抵挡这些火球 不让他们轰击到自己的本体 只是林东辉的火球温度极高 一时之间 众多火球纷纷炸裂 大片的树枝被焚烧 而剩余的树枝才刚刚飞射而来 却被雨天手持末刀 一刀刀斩断 没有一根能够落在林东辉的身上 蓝轩宇心中不禁暗暗赞叹 哇 看看人家这配合 再看看人家这武魂 确实是强悍啊 强大的强弓系战魂师 确实是可以不惧怕任何其他类型的魂师 冰天梁这三人的组合 看上去虽然是三大强弓 但实际上 冰天梁不只是个人战斗力强大 还有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 兼具了敏弓系魂师 和控制系魂师的作用 这才是他们这个团队 真正强大的原因 召唤之门 悄无声息地开启 一根银纹兰茵草缠绕其上 其实 蓝轩宇也完全可以用金纹兰茵草 尝试缠绕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鬼使神差地 释放了银纹兰茵草 下一瞬 一条纤细修长的小腿 一步跨出 冻天秋有些睡眼轻松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怎么又进森林了 他一看眼前的情况 就有些发愣 用冰锚从树枝缝隙中射他 啊 冻天秋看了他一眼 四目相对 两人几乎是同时回想起 当初一起面对 万年暗黑模糊的那一幕 不禁心头都有些变化 冻天秋右手一抬 一根冰锚 就已是变射而出 从刁钻的角度钻入 众多树枝之中 直奔那千年树妖本体而去 树妖本来就在众多的火球的轰击之下 有些手忙脚乱 冻天秋这一下 又十分准确 顿时被冰锚射在本体之上 冻天秋打了个响尺 冰锚炸裂 千年树妖的身体 顿时僵了一瞬 这样的好机会 林东辉怎么会放过呢 猛得跨前一大步 第二魂技释放 一道巨大的火柱 从耀阳处爆射而出 指本千年树妖本体轰去 所过之处 那一根根树枝 纷纷探缓为飞灰 在千年树妖 刚刚从冰雾中挣扎出的瞬间 狠狠地轰击在他身上 火克木 这是先天上的克制 更何况 这千年树妖的实力 本身就很一般 不到三千年的修为 根本不是眼前这群年轻人的对手 轰鸣声中 顿时遭受了重创 周围大片的树枝 都软化了下来 一颗颗火球 持续暴射而出 纷纷轰击在他的本体上 炸开一团团火花 持续轰击了十几秒之后 千年树妖 终于化为一片白光 纷纷射入众人体内 消失不见 这其中也包括了冻千秋 直到此刻 冻千秋才面露惊讶之色 生灵台 嗯 你看 好事我都想着你 咱们上次那三个条件 欠着吧 白了他一眼 冻千秋返回召唤之门中 消失了 蓝轩宇对他 也是无可奈何 不禁微笑着摇了摇头 丁天良依旧没有出手的机会 但眼看着蓝轩宇将冻千秋召唤出来 心中却是大为震撼 之前他们就曾经在选拔赛中 见过冻千秋 当时还以为是天罗学院另一个团队的 此时才知道 原来这位竟然是召唤而来的 那可不是魂兽 而是真正的人类啊 能够把人类召唤出来 还是一名三魂魂师 这是什么情况都 这已经超出了冰天良三人的认知了 蓝轩宇看了冰天良一眼 这涉及到空间法则的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懂 我和秦磊配合就产生了这种变异 我那位朋友来自于天斗星 听了他的解释 冰天良点了点头 没有多问什么 蓝轩宇能当着他的面 将冻千秋召唤出来 他并没有觉得 这是在抢他们的那一部分生灵台能量 反而感觉到这是一种信任 这种奇葩的召唤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杀手锏了 蓝轩宇没有保留地 展现在他们面前 让冰天良对他 更增添了几分好感 此时 那千年树妖的本体 还在熊熊燃烧 只是蓝轩宇他们 并没有看到的是 在那树妖燃烧的躯干之中 有一根紫黑色的木刺 趁着火焰还没有灼烧过来 钻入了泥土之中 消失不见了 发现了千年魂兽 蓝轩宇没有再贸然深入 而是开始带着大家 横向搜索 寻找魂兽 这种一两千年修为的魂兽 对他们来说 是性价比最高的 以六人这个团队 面对这样的魂兽 不会遇到太大的威胁 同时 又能获得不错的收益 刚刚这一团能量的吸收 明显比之前的百年魂兽效果 要好得多 伴随着一次次遭遇魂兽 六个人的配合也变得越来越默契了 蓝轩宇居中坐镇 钱蕾父子召唤 冰天梁十一不缺 朱战斗力 就是宇天和林东辉 再加上一个从旁偷袭的流风 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们已经击杀了数十头魂兽 其中千年魂兽都有七个 可谓是收获颇风 关键是 他们一直都保持在最佳状态 包括其中遭遇了一次千年魂兽的偷袭 也都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冰天梁 雨天和林东辉 明显感觉到 这次进入生灵台 要比他们上次轻松得多 他们三人都是强攻系魂师 战斗力是没问题 但是 他们的战斗方式 都会对自身魂力消耗很大 魂师在没有达到七环 拥有属于自己魂盒 能够快速恢复魂力之前 都需要通过冥想来恢复 以前他们每次战斗都有消耗 消耗到一定程度 就不得不休整 而蓝轩宇的居中调度 不只是给了他们足够的增幅 同时总能保持控制着 让大家全都出力 平均消耗 这样一来 需要的恢复时间 就大大的降低了 更何况 在他的增幅之下 同等的魂力 威能更强 击杀效率也更高 有了这一天的配合 双方之间的默契有了 同时原本的敌意 也渐渐消失了 毕竟都是十几岁的少年 哪会真的记仇啊 哦 在虚拟世界中 不会饿真是没意思 不然的话 可以弄点烤肉吃 坐在临时休息的小山坡上 前蕾难难地说道 在这里 他们想吃东西都没办法 浑兽战死 就会化为能量 融入到他们的身体之中 根本都没尸体 给他们用来烧烤 雨天撇了撇嘴 难怪你这么胖 原来是个吃货 哼 就跟你不吃东西似的 你天天耍大刀 切菜的功夫 一定不错吧 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这五集 雨天翻了个白眼 粉人切你 问题不大 要不要试试 傻大刀 你又挑衅 我跟你说 要是我运气好的时候 你还真不一定能行 再叫我傻大刀 我就让你试试 我的莫刀 你们俩耍了一天嘴皮子了 烦不烦呢 真要动手赶快的 旁边去 林东辉美好气地说道 他喜欢安静 被钱磊和雨天的斗嘴 弄得脑袋疼 夜晚的森林 一向是最危险的 所以蓝轩宇决定 众人休整 轮流休息 此时他和冰天梁 还有刘峰在休息 剩余钱磊三人 在这里职守 三个人职守的重要性 主要在于可以相互协同 而且可以守护不同的方向 人多的情况下 分两拨休息 也完全够用了 好吧 不跟他一般见识 是不敢吧 回头看咱们谁能考上史莱克学院 我跟你说 我可是拒绝了史莱克学院 特招的男人 特招 就你 我怎么了 你见过我这样的召唤累魂是吗 我实力是不怎么样 但咱武魂特殊啊 史莱克学院的口号是什么 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 我这算不算怪物 你能大便活人吗 去 雨天和林东辉对视一眼 还真有些没办法反唇相击了 蓝轩宇三人之中 只有刘峰的五魂 是相对正常的 蓝轩宇和钱蕾的五魂 都是他们第一次见到 尤其是钱蕾这奇葩的召唤术 这家伙自己没有一点战斗力 但能够召唤出的地龙类魂兽 确实是相当不弱 更重要的是 还能够召唤洞千秋那个活人出来 钱蕾这样奇葩的五魂 这要是被特招 也不是没可能的 林东辉好奇地问道 那你为什么拒绝特招 因为舍不下兄弟嘛 我是那种 能够抛下兄弟们的人吗 没有了我 他们可怎么办 我自然是要留下来帮他们了 你有那么重要 我怎么不觉得呀 那是你不懂 什么叫力往狂澜于祭导 我跟你说 轩宇是团队的核心 我就是团队的灵魂 不吹牛 你能死是不是 正在旁边休息的流风 突然睁开眼 他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 冥想也不是听不到这边声音的 听着钱蕾在那大吹法螺 还什么团队灵魂 他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 钱蕾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 赶快冥想去你 别捣乱 雨天和林东辉 先是愕然 但紧接着就笑了起来 他们顿时明白 钱蕾之所以没有被特招 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流风没好气地瞪了钱蕾一眼 就继续冥想去了 他总不能告诉外人 说钱蕾的召唤 其实不靠谱 没有蓝轩宇在 他根本就是个废柴吧 家丑不可外扬啊 钱蕾知道自己吹牛 已经被看出来了 兴兴坐下不再吭声 林东辉和雨天 也就不再说话 整个漆黑的森林中 顿时安静了下来 周围只有一些 虫鸣鸟叫的声音 若隐若现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时间进入深夜 雨天坐在外围 看着漆黑的树林方向 眼神开始有些呆滞 他倒不是困顿了 只是就这么坐着 总觉得有些无聊 雨天 嗯 雨天扭头看向他 心中暗响 这梦葫芦 怎么主动找我说话了 他平时最不喜欢开口的 林东辉眉头微醋 说道 我怎么觉得 有点不对啊 雨天先是一愣 但立刻就警惕起来 五魂特性使然 林东辉的精神力 要远比他强 在整个灵天学院之中 也是仅次于冰天梁的 自然感知 就要更加敏锐一些 怎么不对了 雨天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 一边低声问道 太安静了 刚刚还有一些 蟲鸣鸟叫的声音 可现在 却怎么连树影婆娑的 声音都没有了 雨天赶忙凝神聆听 确实 周围的一切 突然变得特别安静下来 没有半点声音响起 一切都显得特别安静 就像他们现在 正处于一个 声音完全隔绝的世界一般 而在浑兽森林之中 这种情况 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有太多的生物 无论大小 多少都会发出一些声音 就连风吹树叶 也应该是有声音的呀 叫醒他们 雨天指了指其他人 林东辉当机立断 用力地点了下头 两人赶忙回身 来到众人身边 乾雷此时已经有点 昏昏欲睡 看他们回来 不禁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他这句话才刚刚问出 突然间 一遍骤发 在那漆黑的树林之中 一道道巨大的黑影 突然毫无预兆地 朝着他们这边 飞舍而来 空气中也随着响起 大片的呜呜声 蓝轩与冰天梁 几乎是同时睁开眼睛 雨天爆喝一声 迭夕 骤然转身 磨刀势了 一道磨刀 就正面劈斩了出去 正面挡住了最前面的一道黑影 砰的一声 那黑影停顿 但以雨天的修为 竟然依旧被撞击得倒飞而出 蓝轩宇右手一抬 金文蓝音草 瞬间缠绕在雨天腰间 将它拉住 与此同时 大喝道 趴下 众人赶忙俯下身 一道道黑影飞舍而过 竟像是一根根 粗大的树干 这是什么情况 包括蓝轩宇在内 所有的人 都有些发猛 而就在这时 那呜呜声变得更加清晰了 周围的一切 似乎都变得扭曲起来 他们找到的这个休息地点 乃是一个山坡 因为地势相对较高 视野会更好 有利于他们观察四周 但这里毕竟是森林 山坡周围也有很多树木 而此时此刻 这些树木 竟然一株株地拔地而起 摇摇晃晃地 说是 攻得上来 看那样子 竟然像是要发起攻击似的 那些树木 他们早就观察过了 根本不是魂兽 就是普通的树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同学 火球四面攻击 先点燃战场 蓝轩宇急声喝倒 林东辉不敢怠慢 耀阳释放 一颗颗火球 朝着四面八方 飞哨而去 先前那些树干 似乎就是从这些大树上发出的 此时 在火球的轰击下 很多大树都被点燃了 顿时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这一照亮 顿时看得更加清晰 周围成板上千的大树 似乎都活了过来 一些最大的树木 高度甚至超过百米 就那么晃晃悠悠的 朝着他们山坡这边而来 怎么办 丁天梁向蓝轩宇急声问道 这样的情况 他们也是第一次面对 蓝轩宇心念电转之下 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脸色巨变 坏了 树腰是树腰 能控制这么多大树的 只可能是高级别的树腰 我估计是万年层次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到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二百一十六集 什么 听到这两个字 众人无不色变 万年魂兽 可不是他们现在这种级别修为 所能够对抗的呀 哪怕冰天梁对自己很有信心 也是如此 想要对抗万年树腰 谈何容易 可是 这里是外围区域 怎么会有万年魂兽到来 而且 还专门找上他们呢 是不是跟今天白天那个 千年树腰有关 很有可能 现在不是判断这些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 把万年树腰找出来 找出万年树腰 主动出击 听了蓝轩宇的话 众人看着他的眼神 都有些变化 主动去找万年树腰 那不是找死吗 此时 受到火球压制 周围前行的大树 总算是被暂时遏制 树木燃烧 也会连带着其他树木受到损失 唯一算是好消息的是 这些树木燃烧得厉害了 伴随着话为交叹 竟然也会散发出一些 微弱的白光 朝着众人身上飞来 虽然单个大树给的能量不多 只有十年浑寿左右的程度 可架不住现在四面八方树多呀 一时之间 焚烧之下 倒是有着不错的能量收益 蓝薛宇说 万年树腰 并且已经能够调动这么多大树 被赋予本能战斗意识 意味着那树腰的修为 很可能不止一万年 我们在这里被动挨打 只会是被围攻致死 而他 想要控制这么多大树攻击我们 必然要将自己的精神力 分成很多份 分别注入到 这些大树之中 分神之下 本身的意识 就不会特别的集中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 说不定 就有一小博大的可能 要是能击杀一只两万年的树腰 恐怕我们所有人的魂环 就能直接提升到千年境界了 他的冒险精神 在这一刻又再次出现了 而这次 他更是毫不犹豫 因为继续等在这里 就只能是等死 那万年树腰 既然发动了这样的攻势 就绝不会惧怕火焰 正当他说到这里 周围的树木果然有了变化 那些被点燃的树木 居然被他们身后的大树抱起 然后朝着他们这边投掷而来 那一株株着火的大树 铺天盖地向山坡上抛射 山坡哪里还有立足之地 这也不是凭借他们的血肉之躯 能够硬挡的 走 兵同学与同学灵同学 在前面开路 我在后面辅助 钱磊召唤断后 刘峰十一补劝 蓝轩宇急声说道 在这个时候 面对危机 整个团队太需要一个主心骨了 冰天梁扪心自问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前的情况 既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那就索性听蓝轩宇的吧 想到这里 他们毫不犹豫地腾身而起 按照蓝轩宇所说 迅速朝着一个方向冲去 蓝轩宇的心中是有判断的 在这么多大树的围攻之下 想要冲出去太难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树海有多厚 普通树母 不足以对他们造成伤害 但却足以令他们产生消耗 消耗 也足以将他们耗死在这里 因此 他选择的突击方向 就是朝着早已观察好 浑狩森林深处而去 那万年树妖假设是因为 被他们击杀的千年树妖引动而来 那么 也必然是从深处过来的 这个方向遇到万年树妖的可能性 就最大 冰天良一马当仙 先前一整天的猎杀浑兽之中 他出手的次数很少 一直都在养精蓄锐 更何况 还有了先前的修行 此时正是神丸弃足的最佳状态 这位灵天学院第一天才 火力全开之后 立刻展现出了他强大的实力 一道道电流 塞得身体周围闪烁 令他整个人都变得略微有些虚幻 冲入树丛之中 周围的树母 只要有枝条抽击过来 一触碰到他的身体 立刻就会炸碎 冰天良就像是一个人肉炸药包一样 投入到树林之中 立刻引起一声声轰鸣 林东辉头顶上方 一颗颗火球轰出 紧跟在冰天良身后 扩大缺口 让后面的人能够顺利通过 雨天末刀展开 披荆斩棘快步前行 前雷此时召唤出一头赤甲龙跟在后面 这时候的赤甲龙显然不太好用 因为树木几乎都是从上方向下攻击的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前雷索性和蓝轩鱼 都站在了赤甲龙背上 借助他的速度 给他的命令 就是跟上前面的雨天 蓝轩鱼手中释放出两根蓝银草 分别缠绕在雨天和林东辉的身上 全力为他们增幅 刘峰则在后面 身形若隐若现 他的速度足够快 有了银月狼右臂骨之后 更是靠谱了许多 白龙枪展开 总能挑开一些周围造成威胁的攻击 一行六人 直接杀入树丛之中 迅速前冲 此时 他们就像是冲住了一群十年浑兽族群内 周围不断有树木破碎 不断有能量涌入他们的身体 虽然很微弱 但积少成多之下 也是十分可观的 但这次蓝轩鱼 并没有急着将洞千秋召唤出来 因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他们很可能只有召唤洞千秋一次的可能 一定要用在最适合的时刻 在决定要去寻找万年树妖 富贵险中球的时候 蓝轩鱼心中就已经开始盘算作战计划了 正常情况下 他们无疑不可能是万年浑兽的对手 哪怕人多也不行 但是 事事无绝对 如果能够营造出足够的机会 说不定就能够有奇迹出现 而他一向是擅长创造奇迹的 众人一直向前冲杀 一会儿的功夫就冲出了数百米 可是 深入其中之后 他们更加发现 简直是举世皆敌 中围所有的树木 无不张牙无爪地向他们发动攻击 粗壮的树杆下压 枝条抽打 虽然都是很简单的攻击 可却无处乎在 而让林东辉有些吃惊的是 蓝轩宇身边竟然也凝聚出了一团团火球 不断地向外飞射 论威力 显然是不如他的 但在操控方面 竟然比他还要精妙 蓝轩宇射出的火球 总能够绕开那些枝条 直奔树杆轰炸 几乎每一枚火球 都能带来一些 击杀树木之后产生的能量回归 这家伙的武魂 究竟是怎样的奇葩 也太奇葩了吧 这个念头在冰天梁三人脑海中 都有浮现 这是此时谁也顾不上去思考罢了 冰天梁冲在最前面 自然也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但他那化身为雷电的能力 着实是强害 树木惧怕火焰 同样也惧怕雷霆 意识之间 根本没有树木能阻挡他分毫 林东辉扭头 向蓝轩宇问道 蓝轩宇 还继续冲吗 好像没有尽头啊 继续 不会没有尽头的 那树妖就算调动大量的树木 先前也是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他的精神力再强 也有极限所在 方向冲一定能冲出去 当他感觉到我们要脱离掌控的时候 估计本体就会出现了 冰同学 你要小心万年束腰 随时可能出现的偷袭 他这最后一句话 是喊给远处的冰天梁听的 但他这边才刚刚喊出 前方的冰天梁就传来一声闷哼 身体突然化身为无数道电光 四散分飞 然后又重合在一起 墨在雨天前方 脸色明显有些苍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二百一十七集 前方不远处 一道紫黑色的庞大黑影 一掠而过 而周围的树木 却突然不再继续攻击他们 而是向两旁分开 露出了一片空地 林东辉扭头看了蓝轩宇一眼 似乎真的让他说中了 就在他们前方百米外 一株通体呈现为紫黑色的参天大树 出现在那里 巨大的树干 高度足有百米开外 一根根枝条下垂 直径百米范围内 几乎都被他那紫黑色所笼罩 更加恐怖的是 在他那巨大的树干上 有眼睛 有鼻子 有嘴 看上去 就像是一张巨大的人脸 树干下方 是两个高达十米的粗壮分叉 缓步向前脉动 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他在向前脉动的时候 地面上自然而然 就会钻出许许多多紫黑色的根须 缠绕在他粗大的腿部 帮他固定住身形 万年树妖 毫无疑问 眼前这赫然是一个万年树妖 具体什么修为 他们说不清 但蓝轩宇呢 很可能不止一万年的判断 此时众人几乎都能确认了 面对一头万年浑瘦 所有人的心都不禁提了起来 蓝轩宇上前两步 和冰天梁并肩而立 万年树妖身体周围 有大片的枝条在舞动 每一根枝条尖端 都带着淡淡的紫光 伴随着整体的律动 散发着悠悠光芒 在这夜晚之中 愤腕明显 但是 当蓝轩宇他们一行人 出现在他面前时 周围的紫光开始暗淡 万年树妖树干上 两只紫黑色的眼眸 散发着森森寒意 顿时朝着他们这边 钉尸过来 立刻动手 他在收回自己控制 树群的灵石 蓝轩宇毫不犹豫地说道 左手银纹蓝银草 瞬间反卷 缠绕在自己手掌之上 然后 一掌就按在了身边的 冰天梁背后 冰天梁自然明白 在这个时候 自己绝不能犹豫 一个剑步腾生而起 身上四个魂环 闪现的同时 第一魂环 光芒闪耀 第一魂技 熔电 紫色电流 顷刻肩充斥全身 紧接着 第三魂环 就几乎是肩步融发之际 释放开来 第三魂技 电闪 整个人宛如一道雷霆一般 直奔万年数腰的树干冲击 身体在高速飞行过程中 第四魂环光芒大放 全身缭绕的电光顿时变得赤裂 令他整个人都化为了一枚直径超过三米的雷球一般 这是他最强的第四魂技 当初也正是这个魂技 将蓝轩宇重创 电神降临 连续释放三个魂技 再加上蓝轩宇带给他的增幅 刹那间 冰天良只觉得 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甚至在这一瞬 他心中还产生出一丝对雷电更深层次的名物 在他前冲的同时 蓝轩宇身边的前蕾 早已开启召唤之门 迎闻蓝银草缠绕 同时 前蕾的第二魂技释放出来 一道身影钻出 正是他早就准备好了 也依旧是那强势无比的存在 翠魔鸟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吃过地火赤龙的脑髓之后 前蕾在蓝轩宇的辅助下 就经常能够把这翠魔鸟召唤出来 几乎是百分之二十的概率吧 每当将它召唤出来的时候 复刻的对象 自然不会有其他魂兽了 此时 翠魔鸟出现 前蕾只是传递给它一个信息 有好吃的 这好吃的 当然指的就是万年树妖了 这可是万年魂兽啊 翠魔鸟血红色的小眼睛 一眼就看到了支条舞动的万年树妖 论修为 它才是百年魂兽 可是 它就很快向所有人展现出 它作为魂兽杀手 凶悍的一面 面对万年魂兽的威压 竟是没有半分犹豫 几乎是紧随着冰天梁身后 就已是暴舍而出 直奔远处的万年树妖冲去 蓝轩宇之所以敢提出 行显一波 翠魔鸟本身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刚刚耀阳凝聚 一颗颗火球覆盖式的 朝着万年树妖释放出去的 林东辉 只觉得闭光一闪 一道碧绿色的身影 就几乎要追到冰天梁身后了 不禁大吃一惊 这一天相处下来 蓝轩宇的能力 他们是认可的 但也只是觉得 他是一个足够强 有头脑的辅助系魂师 他们这三个人 真正的战斗力 实际上并不怎么样 却没想到 他们居然还有底牌在 那碧绿色光影究竟是什么 是那个没什么本事的 胖子的第二魂器 无论是林东辉还是雨天 当那碧绿色光影 出现的一瞬间 两人都有种 不寒而栗的感觉 毫无疑问 那是绝对能够 威胁到他们生命的存在 下一瞬 修长的小腿跨出 深蓝色长发飘扬 冻千秋已经来到 蓝轩宇身边 此时 冰天梁的攻击 已经到了前方 直奔万年树妖轰炸而去 就像是一颗巨大的浑倒炮弹一般 万年树摇口中 发出一声尖笑 顿时 四面八方有无数绿色光点 向它奔涌而去 那是来自于森林中 附近其他树木的生命能量 植物类魂兽最强的 就是生命能量 这也是它们 赖以生存和修炼的 本源之力 树十根粗大无比的枝条 宛如箭矢一般 弹射而出 直奔冰天梁而去 在这个时候 冰天梁强大的实力 张显无疑 悍然碰撞之中 那万年树妖 飞射而来的树枝 竟然纷纷破碎 但冰天梁身上的雷霆 也在迅速地消融着 突然 一道紫色电光 骤然从冰天梁身上分出 就像是凭空 突然多了另一个它似的 它自身的电流 猛然四散飞射 将大片的枝条弹开 而那分出的紫色光影 悍然前扑 直接就到了万年树妖 树干前方 剧烈的轰鸣声中 万年树妖庞大的身躯 剧烈地颤动了一下 正如蓝轩宇判断的那样 因为要控制四面八方的树林 所以 万年树妖分出的灵石 非常之多 以至于 自身的思维能力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它之所以控制树木 不只是为了进攻 更是为了先前 在寻找蓝轩宇他们这一行人 此时正在临时收回的过程中 并非是最佳状态 连蓝轩宇他们都以为 冰天梁要被拦住了 却没想到 它竟是强悍如斯 在那种情况下 不但能够炸开万年树妖的攻击 还能发出强横一击 树干上 万年树妖的面庞位置 顿时被炸出一片凹陷焦黑 还有道道电光缭绕 可想而知 这一击的威能 有多么强悍 而也就在这时 一道闭光顺杀而至 直接就到了万年树妖眼前 哪怕是以万年树妖的修为 感受到翠魔鸟的气息 也不禁吓得立刻闭上眼皮 与此同时 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生命能量 瞬间充斥在树干之上 哼的一声 翠魔鸟弹飞而起 化为一团闭光升空 但那万年树妖 却也随之发出一声 凄厉的惨叫 被翠魔鸟命中的眼皮 不但多了一道大口子 里面还有紫黑色的液体 流淌而下 显然是眼睛遭受到了重创 冰天梁和翠魔鸟之间的配合 竟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周围那一颗颗火球 已经纷纷落在万年树妖身上 但诡异的是 它那紫色的藤蔓枝条 似乎对于火焰并不太感冒 没有产生剧烈的燃烧 让万年树妖受到重创这种时候 机会怎么可能放过 林东辉猛然仰起头 仰望头顶要仰 身上的第三合环随之亮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三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